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你演播 第1246集 萧綦失踪三界恐慌 萧綦从来都没想过 这一脚踏进去会遭遇如此一段匪夷所思的经历 黑水玄界明补虚传 从外面看里面像是另外一个星空 能看到漆黑的星域上 悬浮着一颗硕大的红色星球 因为入口处很可能有某种封印 所以呢 在外面根本感觉不到黑水玄界里面 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唯一的感觉就是星空静谧 星球阴红如血 萧綦仗着有洪荒境界的修为 意高人胆大 所以拉着紫霞的手 直接就跨了进去 结果进去的刹那 他就后悔了 一进入黑水玄界 就好像从一个静谧的世界 一步踏入了火焰的世界 这后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宇宙星空 竟然是一股无比狂猛的力量 卷着铺天盖地的血红色的 像是火焰一样的能量 在所超高速的旋转 那强大的力量 让萧綦身体瞬间失衡 直接被卷进了乱流里 也幸亏他历经无数次的生死血战 反应迅速 被卷入乱流的瞬间 疯狂地将一身修为运至巅峰境界 一只手牢牢地抓住紫霞仙子的手 可是片刻功夫 萧綦就惊恐地发现 自己一身洪荒境界的修为 在这种乱流里 居然连稳住自己的身体都做不到 巨大的离心力 让他已经渐渐抓不住紫霞的手了 而且紫霞一进来 就被能量乱流 搅得失去了神志 他的手上根本没有力气 就像是死了一样 至于小六呢 早就已经失去了踪影了 萧綦心胆俱寒 疯狂咆哮 不要命地融合其体内所有能量 更是献出了腰身法相 躯体长成了通天腰猴 在能量乱流里不住地翻滚 想逃离出去 某一刻突然眼前红影一闪 完了 萧綦的脑子里闪电般地掠过一个念头 紧接着轰隆一声巨响 他变得无比巨大的猴头 竟然被一块乱流中的血红色的陨石给砸中了 嗡的一声巨响 脑子里就像是爆炸了无数颗原子弹一样 耳朵里巨大的嗡鸣声 让萧綦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强猛的撞击力 砸得他大脑一阵阵的眩晕 手脚无力 眼睁睁地看着紫霞从自己的手里滑出去 消失在能量洪流中 紫霞 最后一个念头消失 萧綦双眼一黑 彻底陷入了永恒的黑暗 地球上 人间 清风山别墅里刚从基地实验室出来的萧雅石正跟萧萧偷偷商议着什么 突然之间两人浑身俱阵 面色大变 萧萧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突然变得雾气蒙蒙的 看着萧雅石惊声叫道 姑姑 爸爸的感觉消失了 萧雅石也是面色惨白 神情骇然 猛地站起来 抬头看向天空 这不可能 姑姑 爸爸的感觉真的彻底消失了 萧萧眼圈已经红了 浑身开始疯狂地鼓荡起能量 虽然不相信萧妻会遇到什么危险 可是刚刚心里确实狠狠地扭曲了一下 萧妻那张阳光灿烂的脸竟然从心底深处渐渐消失了 眼看萧萧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萧雅石也沉不住气了 这还是她得到力量以后第一次慌神 走 萧萧上天庭 萧雅石猛地一拉萧萧的手 身上轰然爆发出骇人的气势 两人化作两道金光 向天庭急射而出 就在他们俩冲上半空中的同时 整个人间大地上 树道流光同时射向天机 落水心 木野骑 墨烟 七公主 百花仙子 小一 红灵 猪八戒 金九 等一众神仆 甚至包括了隐藏在昆仑山的大山 十大剑仙和地府的地藏老婆子 这些人全都是面色骇然 一个个如临大地一般 将浑身气势鼓荡到了极限 所有人都以为萧熙遇到了意外 几乎都是心存拼命之心 不约而同的向天庭冲去 树袭之后 南天门外 萧雅士和落水心等人 会合到一起 这群可怕的人带着 铺天盖地的兄弟杀戏 尤其以落水心 他们四个和金九地藏为罪 守在南天门的神将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突然发现一股骇人的气息 狂卷而至 吓得抱头躲到一边 落水心等众女都急红了眼 根本也不打招呼 一声呼啸 向着灵霄宝殿的方向疯狂冲去 灵霄宝殿外面 当落水心等人赶到时 看到那里的情况 心中顿时凉了半截啊 前面黑压压一片天兵神将 漫天神仙全都悬浮在空中 玉皇大帝跟王母娘娘脸上神情凝重 他们俩的身旁 祥云渺渺 云端还坐着一尊大福 看了长相 再看体型 十有八九是西方弥勒佛祖 玉帝身旁是九天玄女跟嫦娥 他们俩脸上的神情已经清楚的表明 整个天庭恐怕都已经知道了 萧綦消失的事情 而玉皇大帝此时也是焦头烂额 一看落水心等人气势汹汹的闯上天庭 无奈苦笑的说 众位 本尊已经知道了 匹仙突然消失于三界 确实匪夷所思 各位且稍安勿躁 本尊与姆依洛佛祖会想办法查明此事 玉帝的口气相当的客气 而且由不得他不客气 落水心这一票人 单凭四个女孩 就不是玉皇大帝能抵抗的 再加上一只金翅大鹏王 他们要是闹起来 天庭恐怕又要遭阳 幸好这次还有弥勒佛祖驾铃 他想必不会袖手旁观 毕竟如来佛祖的下落 也全都落在萧綦的身上 听了玉帝的话 其他人还好 可是落水心竟来脾气暴躁 事关萧綦生死 他更狂躁了 浑身湿气汹涌 怒声赤道 还烧完雾躁 快说 小七去哪儿了 我们自己去找 说完 看向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攻身行礼 接着飞到落水心等人面前 轻声说 各位妹妹 诸位先有 品贤大哥消失之前 曾跟小妹有联系 他先从哪吒和牛郎 去了银河的尽头 找到了黑水玄界 现在突兀地失去了他的感觉 很有可能进了黑水玄界 落水心银牙紧咬 努力地深呼吸 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无论如何 对着九天玄女 他都不能没有礼貌 这个气质高雅的仙子 也是小七的至交 一旁的潇雅师 此刻已经冷静了下来 他彻底关闭了人性情感 一双美眸清光闪烁 看着九天玄女轻声问道 玄女姐姐 知道黑水玄界在什么地方吗 这 现在匹县大哥失去联系 我的灵渊也没了踪影 不过之前通话的时候 灵渊先生的地方 或许会留下气味 如果各位做好了准备 玄女可以带路 往黑水玄界探索 那就麻烦玄女姐姐了 黑水玄界 我们一定要去 九天玄女点点头 毫不犹豫 转身冲着玉帝 攻身失礼 郑重地说 玉帝 王母 佛祖 玄女请指 带路前往黑水玄界 一探究竟 玉皇大帝和王母 还有弥勒佛祖 互相看着一眼 随即点点头 朗声说道 准行 务必找到匹仙的下落 谨遵法旨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47级 天大的危机 地球呢 炽热 麻痒 浑身酸疼 萧綦的意识 慢慢恢复清明 一点点感受到浑身 像是被重于万斤的东西 束缚着一样 沉重不堪 耳边传来一阵阵 低沉的嘶鸣声 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试探着接近自己 只是 那玩意味道腥臭难当 充满胸利的气息 萧气浑身一抖 缓缓地睁开双眼 眼前竟然一片漆黑 身后响起 稀稀素素的声音 腥臭味越来越近了 某一刻呀 身上突然一紧 一只巨大的爪子 竟然抓了上来 紧接着 又一只巨大爪子 抓住了大腿 两只爪子 就像是钢铁机床一样 用一种恐怖的力道 用力撕扯 靠 这是要把自己当点心了吗 那一瞬间呢 萧綦神志清明 猛地一咬牙 体内严禁之火 轰隆一声炸裂开来 烧到身后的东西 发出一阵刺耳的嘶鸣声 芒不迭地缩回了爪子 身后的东西听上去 像是某种野兽 被严寝之火烧了一下 居然没死 还在身后发出古怪的声音 萧綦心里直觉匪夷所思呀 这三界里还有什么动物 能扛得住严寝之火的灼烧呢 带着疑惑 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这一动作简直大吃一惊啊 自己的身体到底怎么了 重鱼万斤 连翻身爬起来 都费了好大的力气 而且身上不断传来撕裂的疼痛感 伤口居然一直没有愈合 等萧綦从地上爬起来后 缓缓地张开火眼金睛 扭头看了眼身后 心里顿时已震 后面匍匐在地上的 一副想要进攻架势的 这是异形吗 浑身上下 乌黑色的躯体 闪烁着金属的光泽 一颗硕大的头颅 看着极其丑陋难看 头顶生了五只副眼 密密麻麻的像是蜜蜂一样 尖尖的脑袋 张着血盆大口 嘴里不住的往外 散发着腥臭的气息 躺着哈喇子 一看到怪物的眼睛 萧綦的脑子里 不由自主的想起了 林峰的样子 最后它变得 不人不鬼的那种生物躯体 好像跟眼前的怪物一模一样 妈的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萧綦一开眼神 四处打亮了一眼 还没等看清楚周围的环境 那只丑陋难看的怪物 嗷的一声吼叫 身经一闪 瞬间冲到萧綦面前 它背上有两只 像是触角一样的东西 就跟大象鼻子一样 以古怪刁钻的角度 向萧綦的脑袋扎了过去 同时身上上半身 两只闪着金属光泽的爪子 再次抓向萧綦的肩膀 好家伙呀 动作极如闪电 萧綦不敢怠慢 由于自己身体诡异的 变得沉沉无比 所以也没办法闪身离开 所幸 屈指弹出两道雷劫闪电 哄的一声 击穿了怪物的身体 哪曾想啊 那只怪物就像 感受不到伤害一样 速度不减 两只爪子 直接抓上萧綦的肩膀 头顶的两只触角 已经刺到了额头了 电光火石之间 萧綦双眼杀机一闪 右手换出光影 刷刷刷几下 眼前的怪物立马停止嘶吼 静止不动了 接着 浑身碎裂 慢慢滑下 散落一地 他的尸体变成了一地碎肉 冒出一股浓重的腥臭味 这味道完全无法形容 萧綦为了一阵剧烈翻滚 差点吐出来 赶紧收起手里的如神黄昏 四周看了一眼 自己所在的位置 像是一个山洞 头顶上一个巨大的窟窟 窟窟外面似乎 隐隐有光运闪烁 可是从距离上判断 这个窟窟至少有近百米长 难道自己是砸穿了一座山 掉进了一个山洞里吗 难怪自己疼得厉害 可是看着眼前的山洞 周围洞壁都不像是普通的岩石 倒像是钢铁结构一样 全都是规则的晶石构成的 所以头顶被砸穿的洞 里面满是棱角 恐怕自己浑身撕裂的伤口 就是被这些晶石的棱角割开的 尼玛 伤口怎么愈合的这么缓慢呢 消息满腹疑问了 古怪的山洞 诡异的怪兽 莫名其妙的身体重于万斤 依稀记得 自己好像是拉着紫霞的手 带着小六进了黑水旋街 接着就被卷进了一团 恐怖的火焰红流里 靠 紫霞和小六都不见了呀 一想到这 消息顿时心急如焚 猛的纵身而起 想从石洞里飞出去 哪曾想啊 身体只跳起了几十米高 就被一种恐怖的吸引力 又拽回了地面 落地的时候 甚至轰隆一声 把地面砸出了一个巨大的凹陷 到这一刻 消息心神俱阵 这里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引力 以自己变态的肉身强度 难道连百米都跳不起来了 这就是黑水旋街吗 难道黑水旋街 已经不是地球上了 否则单凭地球的引力 怎么可能把自己束缚到地面百米之内呢 消息心中渐渐狂躁 也不顾身体还没恢复 开始疯狂地运转体内掀起 将一身修为运至巅峰静静 就不信了呀 刚刚只是普通状态 被引力吸引 连百米都跳不出来 现在仙气全开 洪荒之境第五层太极境 如果还飞不起来 那这个地方可就真的吓人了 想到这儿 消息心念一动 再次纵身而起 向着头顶的窟窿冲了上去 这次有强大的仙气护身 终于歪歪扭扭地飞了起来 顺着洞窟窿一路地向上飞去 这时越往上引力越大 片刻之后 消息终于冲出了地面 亮枪地落到一旁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竟然累得呼吱呼吱直喘 手脚都开始抖了 同时体内五内如焚 一团混乱 看来当初在火焰的洪流里 自己伤得相当严重啊 而且大脑里一片混乱 连大数据空间都消失了 估计是被那颗血色的陨石撞的 消息不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能恢复过来 此时此刻 他的心里全都是紫霞的影子 不知为什么 总觉得紫霞似乎有危险 喘息了片刻 让自己尽量平静下来 得先弄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再想办法找到紫霞和小六 他们两个洪荒镜 一个大罗金线的巅峰境界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再次张开火焰金睛 看向四周 这一看了 顿时呆了 外面一片漆黑的环境 某个方向很遥远的地方 似乎有一片星运在闪烁 而自己所在的位置 应该是一座高山的半山腰 让萧綦无法接受的是头顶上 上面呢 看起来像是一片星空的黑暗区域 散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星球 可是 那最大的一颗 最没有光运的一颗 星球表面蔚蓝 浮现着淡淡的烟墟 那颗星球怎么这么像地球呢 萧綦越看越眼熟 越看越觉得那就是地球 甚至在上面看到了亚洲的区域 我靠 这回玩大了 难道一不小心穿越到其他星球上了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48集 神秘的外形生物 黑水玄界不是一个异次元空间 而是另外一个星球 萧綦脑子里现在只有这个念头 至于这两个星球 明明看上去至少还隔着十万八千里 可是相互能看到对方 而且看得是如此的清醒 在地球上 银河尽头 能看到外面是一颗血色的星球 结果踏进了封印结界 就莫名其妙的掉到了这里 抬头一看 又看到了放大无数倍的地球 就那样悬浮在自己的头顶 萧綦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啊 只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脱陷 越来越离谱 刚刚获得力量的时候 对这种变化还是很感兴趣的 总是带有一种冒险的心理 可是时间长了 真的是厌烦了 如果可以选择 宁可带着水心他们和仙子妹子们 找个安静的角落 过街平淡的日子 总好过现在一个人孤零零的 站在这见鬼的半山腰吧 血色的星球 引力恐怕远远超出了地球的引力 自己即使运转仙气 能飞到半空 可是也不能像在地球那样自由的翱翔了 更别提什么金斗云了呀 这里恐怕也召唤不出金斗云 想着想着 萧綦又想到了紫霞 在火焰洪流里挣扎的时候 紫霞就晕过去了 最后自己彻底抓不住他 任由他滑落出去 不知所踪 他只有大罗金仙的巅峰之精 他到底能不能像自己一样 矫情活下来呢 萧綦的心里越想越焦躁 正准备散出一缕灵石 钻进虚空纳街 看看有什么法宝能让自己 可以不借助飞行之术 而飞到空中 突然呢 四周又响起了一阵 稀稀素素的声音 这次呀 好像是从四面八方都有声音 萧綦心中烦躁 杀鸡骤声 双眼变得通红 低头四周看了一圈 靠 看样子自己是捅了马蜂窝了呀 周围黑暗的空间里 陆陆续续爬出了几十只 之前袭击自己的那种怪兽 这里面有两只个头超级巨大的 他们行动的时候是匍匐在地上 到了近处 一个个都站立起来 那两只个头最大的呀 足有四五米高 脑袋上的副眼有十只 放射出盈盈亮光 让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萧綦的面色渐渐变得有些猙瘩 阴森森的说 是你们自找的 就别怪我脸窝端了 说完手里洪荒一闪 神兵虎祸 幻化成形 琥珀是凶兵 杀戮气息集中 四周的怪物像是不堪琥珀的刺激一样 全都疯狂了 冲着萧綦 咧开大嘴嘶吼不止 嘴里的口水不住的流淌出来 下一秒 轰隆一声乍响 半山腰处彻底乱成力团 就见一道血色刀光 在一群怪物里闪掠不断 夹杂着阵阵怪物的咆哮声 片刻之后 整个半山腰 山石崩立 崩塌成了一片废墟 十几分钟后 废墟里彻底安静下来 在一片烟雾弥漫中 一道身影昂然而立 手里提着一把星红的长刀 一双毛子 泛着血色的杀鸡 那些怪物虽然可怕 而且生物躯体相当的结实 防御能力堪比 仙级的一些上品法宝还强 可惜呀 在萧綦的琥珀神刀下 还是碎成了一地恶心的烂肉 四周一片令人作呕的臭气弥漫 萧綦握着琥珀神刀的手 一直在颤抖 似乎有些压制不住心里的杀性 甚至连冰晶之心的仙法 都没办法施展出来 突然萧綦耳朵微微一动 身形一闪 冲向远处一个角落 一把从山石后面 揪出了一个人形生物 想也没想 手里的长刀血光一闪 直接扫了出去 就在琥珀看看 斩到生物脖梗时 他突然唧里呱啦的吼了一嗓子 而且像是很激动 浑身直抖 双手不住的挥动 那一瞬间 萧綦脑子里像是掠过一道闪电一样 这家伙会说话 而且他有手 虽然戴着手套 可是看上去 跟人类的手差不多 这意外的发现 让萧綦分散了注意力 从杀心之中清醒了过来 仙法冰清之息 萧綦心中默韵仙法 让自己彻底恢复冷静 手里的琥珀神刀 抵在面前生物的脖子上 仔细打亮两眼 他身上像是穿了一身生物盔甲 外形跟自己被之前屠杀的那些怪物很像 他的一只手拿着一件能量武器 形状古怪 另外一只手像是对讲机一样的东西 我靠 难道是人类吗 否则 他拿着的东西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你是什么东西 是人 还是其他什么生物 萧綦慢慢的靠向他 皱着眉头问了一句 对方唧哩呱啦的回了一句 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但是看他连说带笔划的 似乎在示意 让萧綦把刀下挪开 萧綦沉吟了一下 慢慢的收回琥珀 眼前这家伙实在是没什么威胁 不过他手上的能量武器相当可怕 长长的一杆像枪一样的武器 能感觉到里面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一看萧綦挪开了长刀 向后退了两步 穿着铠甲的生物 先是冲他挥了挥手 接着呀 把自己的武器直接收进大腿里面 很神奇 他的机械铠甲有点像是 电影里演的机械战警一样 大腿上裂开一道武器舱 那杆长枪就塞了进去了 随后呢 他从另外那只手上拿着的设备 轻轻按下一个闪着红光的小装置 冲着萧綦晃了晃 接着呀 小心翼翼的放到面前地上 随后就退出了十几迷远 看着他一连串的行为呀 萧綦已经彻底冷静下来 手中琥珀一闪 直接收进了虚空那戒里 对面的生物见到着神奇的一幕 顿时指着萧綦又是 唧里呱啦的一阵叫啊 眼看萧綦一脸迷糊的神情 随即指着地上的小装置 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侧面 看他的样子呀 应该是让萧綦使用那个小装置 你是让我用那个小玩意啊 萧綦疑忽的问了一句 可惜呀 他的话 对面那个家伙也明显听不懂 只是不断的指着地面上的小装置 又指着自己的脑袋侧面 萧綦深吸了一口气 大步走过去 随手拿起小装置看了一眼 有点像是耳塞的形状 难道这一玩意是放在耳朵里的 能让自己听懂他的话吗 一看萧綦拿起装置 对面的生物显得很兴奋 立刻指着萧綦的脑袋侧面 示意他塞进去 果然是能通讯的耳机呀 对这种东西啊 萧綦不陌生 萧雅是最喜欢摆弄这些玩意的 随手把耳塞塞进了耳朵里 接着 就见对面的生物似乎在自己的手臂上 调整什么东西 片刻之后 耳朵里突然传来一阵嗡嗡的声音 似乎是启动的小装置 接着呀 就听到耳塞里传来的一阵 清脆悦耳的女人声音 你好 能听到吗 萧綦一听 心中矩阵 他说的竟然是华夏语 难道 他是地球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你演播 第1249集 爱兴 狩猎小组长 尼亚 萧綦盯着面前穿铠甲的人 疑惑地问了一句 你说华夏语 你是地球人 对不起 我不是地球人 这里是爱兴 位于遥远的宇宙边缘 跟地球不在一个维度上 但是我们破译了地球语言 知道你说的是 古老的华夏语 他说古老的华夏语 这可有点悲催了呀 听他的口气 这里的文明 应该远远高于地球吧 萧綦皱了皱眉头 支着他的头罩 你能不能把头罩摘了说话呀 还有 我怎么称呼你 对不起 外面的空气 对我们身体 有强烈的腐蚀作用 所以必须穿着回甲 真的很神奇 你是地球人 竟然不受毒气的腐蚀 这外面有毒气吗 消气一愣 四周的空气 除了感觉点臭之外 不像是有毒的样子呀 外面是有毒气的 数千年前大气层破裂 毒气泄露进来 爱星90%的生物灭绝 这是我们星球上第一次生物灭绝 也是后现代文明的起源 大气层破裂 萧綦心中一动 抬头看了眼头顶上地球的方向 想起了地球跟爱星相连的那个洞 该不会是因为那个洞 导致了神农士师姐的毒气 蔓延进了爱星吧 如果真是这样那可真的有点悲催呀 不过泄露下来的这点毒气 对自己来说实在是连个屁都算不上 对了地球人你好 我叫妮娅 狩猎小组副组长 如果可以 我想请你到我们的猎战车上说话 狩猎小组 猎战车 你们在这里狩猎什么东西啊 就是你杀的那些虫子 名字叫昆 昆 昆虫 是昆 用华夏语解释就是钢铁甲虫 钢铁甲虫 萧綦心中一阵恶寒啊 有它们这么大的甲虫吗 这个星球上连虫子都这么硬 还得正中骑士的出来狩猎 好吧 我很奇怪 你们怎么会破译划下雨的 而且一见到我就知道是地球人 是这样 近七年来 爱星上出现了几个和你一样的地球人 拥有神奇的力量 所以爱星人对地球人并不陌生 甚至很多地方都模仿了地球上独有的文化方式 比如建筑 萧綦一听 顿是大喜 这个星球上有跟自己一样的地球人 那肯定是天界误入其中的神仙 至少 太古邪龙 就是从这里出去了 所以跟着这个尼亚 或许能想办法找到之女和哪吒 甚至找到小六和紫霞他们 想到这 萧綦立刻大步来到尼亚面前 伸出手笑着说 你好 我叫萧綦 你好 不用客气 之前偷看到了你猎杀坤的手段 你很厉害啊 比我们这小组长都要强百倍 在爱星上 没有生灵能单独猎杀这么多坤 尤其还是使用这么暴力的手段 尼亚伸出钢铁爪子 跟萧綦的手握在了一起 看着手里的金属锯爪呀 萧綦简直哭笑不得 这些爱星人长什么样 不知道 连握手的礼节都懂 而且心里隐隐有种预感 地球的灵脉枯竭 十有八九跟爱星有关 萧先生稍等一下 我这就联系列战车 见我们回城 说完迅速转身 走到一旁 掺这功夫呀 萧綦悄悄地取出一颗 鲜品鲜丹 飞快地塞进嘴里 以最快的速度 恢复身体状态 有鲜丹之助 之前浑身割裂的伤口 总算是缓慢地恢复正常 这个古怪的星球 引力重得离谱 自己浑身掀气都不能流畅运转 被压抑得如同铁水一样 片刻之后 尼亚一转身 惊声地说道 好了 列车车马上就到 听着她清脆的声音 萧綦犹豫了一下 实在是没忍住 好奇地问了一句 呃 那个 能不能问问 爱星人有性别区分吗 有的 跟地球人类似 可以粗略分成三种 三种 地球只有两种啊 雄性跟雌性啊 萧綦尴尬的咳嗽两声 心想 人妖那算特例吧 哦 爱星上分三种 雌性 雄性 跟雌雄同体 雌雄同体 对 雌雄同体的爱星人 被称为灵种 是卵生者 而我们雌雄分开的是爱星人 被称为灵体 是胎生者 萧綦一听 眨了眨眼 疑惑地说 卵生跟胎生 有啥区别吗 嗯 有一点区别 卵生者数量庞大 形体千奇百怪 以兽型为主 而胎生者数量稀少 形体嘛 对了 就跟你们地球人 有点类似 是吗 那可得看看 话音刚落 耳朵微微一动 低声说 有声音 是你们的 列战车吗 尼雅一愣 紧接着 盔甲上亮起了一排 绿色的指示灯 顿时惊诧地说 我的天 萧先生 你的听力这么好吗 列战车还在万里之外呢 你竟然听得到声音 啊 万里之外就这么大动静 你们的列战车是飞软吗 萧綦的心里是微微一惊啊 她自从到了这个星球 就一直开着地式天听之术 万里之遥听到一点声音 也不算稀奇 至时啊 这声音未免大得有些离谱了呀 可是等到真正的列战车看到时啊 萧綦还是被震了一下 尼玛 这哪是列战车呀 这分明就是宇宙飞船好吗 超级巨大的一架机器 悬浮在半空中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差点把她的心脏都震爆了呀 萧綦忙不迭的运转先机 在身体表面张开了防护罩 屏蔽了飞船的声音 之前听尼亚说列战车 还以为顶多像是坦克一样的装甲车呢 现在一看呢 绝对是一艘宇宙飞船 迷你型号的 但是呢 体积比地球上最大的飞机 还要大上一圈 列战车飞临到两人头上 一点点停了下来 庞大复杂的结构 看得萧綦眼睛都滑了呀 大体形状上呢 倒真的有点像是 七八十年代的老爷汽车 看不出是适用什么能量作为动力来源 但是这么巨大的家伙 能悬浮在空中 能克服爱星这么强大的引力 恐怕这里的能源相当恐怖了 停稳之后 战车腹部咔咔一阵响 缓缓地裂开一道门户 尼亚冲着萧綦伸出一只钢铁爪子 大声说 萧先生 这里不适合降落 我带你飞上去吧 萧綦抬头看了一眼 指着门户说道 直接进去就行了 对 进去就行了 这种高度 用不着你带我上去 你的机甲 实在让人不舒服呀 说完呢 萧綦双脚一跺 身形冲天而起 像炮弹一样 撞进了猎战车里 地面上的尼亚像是呆住了一样 愣愣地看着萧綦的身影 好半天才喃喃地说 我的天 他可能比圣王的武尊师傅 还要厉害呢 这回真的是捡到宝了 接着呀 身后扑斥一声 传来排泄的声音 沉重的铠甲 缓缓浮上半空 向猎战车飞去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50集 神秘而又美丽的精灵人 进了尼亚的列战车 萧綦心里更震惊了 这里面居然有天地灵气的感觉 而且跟地球上的灵气一模一样 仔细感受一下 这灵气的来源 恐怕就是列战车的动力系统 萧綦眉头为重 将一身仙气彻底收敛起来 同时心里更加笃定 地球灵脉枯竭 肯定跟爱情有关 或许 恢复地球灵脉的气息 就在这里 等尼亚也飞上来之后 脚下的门户 缓缓的合拢 两人所在的空间 是一间颜色暗红 不断吹着热风的空间 这跟大雪里的超镜实验室差不多 刚进去的时候 都要风铃除灰 只是这里面或许 还有可怕的射线除军 因为萧綦浑身的皮肤 都感觉一阵阵 针刺发麻的感觉 完成了净化阶段 尼亚随手在仓壁上按了两下 同时说道 萧先生 你之前列筛的那些昆兽 就都送给我们吧 这玩意儿 随便 我也没打算要 能不能问问 你们要那么恶心的东西干什么呀 一方面 昆兽是爱情的主要食物来源 他刚说到这儿 就听到萧綦剧烈咳嗽两声 连忙开口问道 萧先生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继续说 萧綦连忙回了一句 同时心里暗暗发誓 绝对不会吃这个星球上的食物 饿了大不了食咸果呗 那么恶心的怪物 居然是食物来源 想想就倒胃口 尼亚不知道萧綦心里抓的念头 一边带着萧綦穿过安全门 往里面的舱走去 一边继续说 另一方面 爱情上的昆兽变异 越来越强大 反正能力越来越强 科技部需要昆兽的尸体来做研究 变异 那以前这些怪物不是这样的吗 不是 没那么厉害 现在的昆兽外壳硬的离谱 需要最强的波动刀和灵光枪才能杀死 普通的武士已经没有办法猎杀昆兽了 萧綦虽然不知道波动刀和灵光枪是个什么玩意儿 可是想想自己用神兵琥珀费了半天劲才杀了那些怪物 由此推断 这两样东西应该也是很危险的武器了 至少威力堪比自己的琥珀神刀 两人一边说着 一边进了里面的小舱 进去之后 尼亚关了身后的舱门 这才走到一侧 轻声笑道 总算安全回来了 这次组长意外发现了昆兽的一个巢穴 我们一直在想方设法 全见了那些昆兽 可是没想到 里面居然有两只昆王 差点就放弃了 他背对了萧綦 边说呀 边开始脱下身上的铠甲 等上半身露出真身之后 萧綦顿时瞪他的眼睛啊 心中狂呼 我早 这可不是精灵人吗 看他的样子 跟虚拳幽谷里封印成的 那两只精灵人基本上差不多 而且要命的是 他里面居然光着身子 果然跟人类差不多呀 最大的区别就是耳朵尖尖的 背后呢 一对透明的翅膀 等一下 萧綦愕然看着已经完全脱掉铠甲的尼亚 由于他是背对了萧綦的 所以呢 一眼就看到他浑圆挺翘的壁骨后面啊 居然长着一根银色的尾巴 细肠又灵动 尖耳朵 长尾巴长着翅膀 这副模样 怎么有点像是恶魔的样子呢 这时啊 尼亚半天没听到萧綦的声音 扭头看了萧綦一眼 疑忽的说 萧先生 你怎么了 他这一转过来啊 萧綦的心里又一哆嗦 精灵人 生的真的很梦幻 很美丽啊 当初在徐玄幽谷看到那个女性精灵人的时候 萧綦就惊为天人 纯以外形相比 精灵人已经可以跟嫦娥等天庭的仙子相媲美了 此刻见到尼亚的真面目 这个精灵人也是生的清纯秀丽 小巧的脸蛋精致的五官呐 只是他一身皮肤偏棕色 让他的感觉更加倾向于野性和汗美 天庭仙子自己见过不少 除了紫霞他们几个呀 很少能让自己产生惊艳的感觉 今天亲眼见到了一只精灵女 还真的是狠狠的被震撼了一把 萧綦先生 萧綦先生 尼亚眼见萧綦目瞪口呆 竟然转身来到萧綦面前 伸出修长美丽的手 在他面前晃了晃 萧綦先生 你怎么了 你呀 你是不是该穿上衣服呀 萧綦恍然惊觉 意外的老脸皂红 这个你呀 衣服都不穿就跑到自己面前 还离得这么近 他们的身体跟人类极其相相 更是鲜弱苗条 胸前的构造 下半身的构造 除了尖尖的耳朵 背后的透明小翅膀 和小屁股上的尾巴之外呀 根本就是个人类美女嘛 这样赤裸裸的站在面前 真的不太好啊 而且尼亚有个很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她的双眸 水蓝色的 而且又大 而且呢总是雾蒙蒙的 让人看不太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 萧綦总感觉她美得很梦幻 很神秘 听到萧綦的话 尼亚突然轻声一笑 无所谓的说 萧先生 尼亚是战士 不是普通爱心人 所以并不在乎身体的 所有的爱心战士 在外出的时候 都是同吃同住 啊 难道连洗澡 上厕所都要住在一起啊 是的 战士只在乎任务和荣誉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说到这儿啊 另外的一侧舱门 突然滴滴响了一声 接着刷了一下闪开 从里面走出 两个身材雄壮的身影 萧綦扫了一眼 好家伙呀 两个身材高大的男性精灵 身高的有两米五左右 一身肌肉 呈现铁青色 看着就很有压迫感 两个男性精灵人一进来呀 先是扫了尼亚一眼 萧綦暗中留意了一下 心中一动 看样子呀 这精灵人战士 也不全像尼亚说的那样 对身体毫不在乎 这两个雄性 其中一个粗豪霸气 确实毫不在乎尼亚的身体 可是另外一个 相貌柔和 显得有些美丽的精灵人 在看到尼亚身体的时候 眼神里的火热 是蛮不过消气的 嘿队长 威继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尼亚一见两个男性精灵人 立刻兴奋地拽出 仓壁服装箱里的制服 往身上一扣 就听咔嚓咔嚓一阵声响 一身帅气的制服 瞬间就穿好了 那是一身 玲珑浮屠的淡红色的软甲 将尼亚的身体 衬托得相当完美 两个男性精灵人 大步来到萧綦的身旁 上下打亮她几眼 意外的脸上 并没有什么惊喜的表情 只有平淡和冷漠 尼亚闪到萧綦另外一次 指着萧綦说 队长 这是我发现的地球人 他叫萧綦 接着呀 又对萧綦笑着说 萧先生 这位帅气的 是我们狩猎小组的组长 叫桑波 另外 这位霸气的大块头 叫威继 介绍完了双方 尼亚又兴奋着 看着桑波说 队长 之前发现的黑金山巢穴 所有的昆寿 都被萧綦城杀光了呢 他真的很厉害 可以拼请 话还没说完呢 就听队长桑波 以一种阴柔的声音说 尼亚 不用再重复一遍了 你已经汇报过了 不管这个地球人 是从哪来的 但是他不确被杀掉 昆寿的使命 尤其是还有两只昆王存在 把他扔下去 我不追究你撒谎的过错 说完 再也没看消息 转身离开了小仓 一旁的尼亚 顿时愣住了 脸上满是疑惑的神色呀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51集 尼亚返出狩猎小组 其实萧綦知道 那个队长摆出这副嘴脸的原因 刚进入列战车时 他感受到这里面有仙气波动 为了向查明地球灵气枯竭的原因 是不是跟爱情有关 所以萧綦彻底收敛了浑身的仙气 就在两个精灵人进来之前 某一瞬间 身体表面略过好几道扫描能量波 肯定是有什么机器 在扫描自己的实力 结果呢 肯定是一塌糊涂了 所以 这个队长 自然就对萧綦不屑一顾了 踏着一走啊 尼亚急了 立刻就想追过去 另外那个叫维基的精灵人 没后一周 伸手拦住尼亚 粗声粗气地说 尼亚 组长做事 一向不容违逆 你忘了吗 可是 萧先生的实力 我是亲眼见到的 难道他不相信我 连你也不信吗 我自然相信你 但是 来此之前 我们使用最先进的扫描技术 分析过这个地球人 他身上没有丝毫能量 只是肉体的强度还不错 甚至超越了不少爱情人 什么 你们 你们肯定是扫描错了 萧先生猎杀的昆兽 是我亲眼 尼亚 别再说了 维基似乎有些生气 眼睛一瞪 身上不自觉地涌出一股杀气 看到这儿啊 萧綦撇了撇嘴 无所谓地笑了笑 转身对尼亚说 尼亚 帮我个忙吧 你之前说什么城里 有地球人的存在 那个城怎么去啊 在什么位置 我要去一趟 等一下萧先生 尼亚转身走到维基的面前 异常认真地说 是不是 真不相信我说的话 维基眉头一皱 脸色有些阴沉低声说 尼亚 不许胡闹 那些坤兽的尸体 我们已经派人去取了 能把坤兽斩成碎片 那根本就是非常动力的武器造成的 这个地球人赤手空拳 怎么可能是他杀死的 你们这帮死脑筋的家伙 萧先生身上有空间技术 他用的是一把红色的长刀 行的尼亚 地球人拿来的空间技术 真是胡闹 阻长命令一下 否曾命令 维基一声沉喝 接着再次打亮了萧綦一眼 一扭头也离开了小仓 看着尼亚气得浑身发抖啊 萧綦不由笑道 尼亚 不用这么在意的 我真的无所谓 你只要告诉我那个城的位置 我自己离开就好了 一群顽固的家伙 全都是熟木村光 不相信我就算了 萧先生 我带你走 拦得离他们 说完 尼亚迅速走到 另外一侧舱门前 伸手在上面按了几下 舱门刷了一声打开 里面并排停着 五辆像是摩托 却是有着小型轿车 大小的飞行机 尼亚大步走到 其中一辆飞行器上 直接跨坐上去 扭头冲萧綦招了招手 萧先生 尼亚带你去生王城 看着尼亚那张精致的 小点气得直发心啊 萧綦突然有点 喜欢上这个小精灵了 既然她想送 自己何乐而不为呢 想到这儿啊 萧綦微微一笑 立马闪身过去 跨坐在尼亚的身后 尼亚真不愧是个战士啊 毫不在意身体接触 飞快的在飞行器上 按了两下 紧接着 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飞行器启动 四周瞬间 照上了一层护照 随着脚下舱门 渐渐开启 尼亚低身扶腰 大声喊了一句 萧先生 搂紧我 飞列号速度很快的 萧綦一听啊 乐不得的扶在她的后背上 就在脚下舱门完全开启 飞列号已经缓缓下降的时候 身后突然人影一闪 族长桑波一脸震怒 冲着尼亚和萧綦坚声叫道 尼亚 你敢私自离队 给我回来 你们不相信我 我不干了 岂有此理 你以为你是大长老的女儿 就能任性胡来吗 给我 桑波的话还没说完呢 就被一阵巨大的轰鸣声给掩盖住了 尼亚发动飞列号 脱离战车 悬浮在半空中 紧接着 飞列号尾部轰的一声响 射出两股青色的气流 萧綦吃惊的发现 这飞列号竟然以中极其恐怖的速度 向远方急射而去 这种速度绝对超过了因素 奇怪的是 这样的超高速下 自己在里面居然一点都没有感觉到 惯性的存在 看来 飞列号上面这一层护照 应该不仅仅是起到防护的作用 几乎是眨眼间 身后就已经没了列战车的身影 萧綦心中大爽 随口问了一句 你啊 私自离队没问题吗 没事 反正我也不要再留在桑波的小组了 桑波 这个名字一般在电视剧里都是反派角色 私人我很早的呀 萧綦笑的调喊了一句 不是丧波是桑波 他不是普通的武士 是圣王城的银牌武士 银牌武士 怎么划分的 圣王城又是个什么所在啊 尼牙此时的气啊 好现消了声音变得柔和 一边驾驶的飞列号急速的在山岭间穿行 一边解释说 圣王城里武士分为水晶 紫金 白银和青铜四等级 是以在圣王城的贡献和自身的武力值划分的 书到这停顿了一下 似乎被萧綦搂得有些紧了 不自觉地动了一下身子 接着呀 自顾自地说 至于圣王城 是爱兴最大的聚集地 整个爱兴上 除了圣王城以外 外面只有三座小型城市 都是荒芜的山岭 石林 以及无数的荒兽巢穴 荒兽 什么东西啊 就是像昆寿一样的凶兽的总称 爱兴自从数千年的灭绝灾难后 进入了后文明时代 幸存者勉强在变异的凶兽肆虐的大地上 建立起了根据地 一点点的繁衍发展 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哦 大致了解了 那圣王城离我们的位置还有多远呢 照这个速度 还得行使两个昼夜 呃 这里的一昼夜 是个什么概念呢 嗯 转化地球的时间 一昼夜大概是三百六十小时 啥 萧綦吓了一跳 一昼夜三百六十个小时 那不是相当于地球上十五天了吗 以超音速行驶 居然要连续行驶三十天 这他们离得也太远了吧 在这种荒野中行驶一个月 屁股都得坐硬了 萧綦挠挠头 疑惑地说 哎 你啊 还有什么更快的方法吗 其实 乘坐列战车速度会更快一些 以你们的时间算 估计十个小时就到了 哦 原来这小型飞行器速度还不算最快的呀 那当然 列战车甚至可以在近宇宙空间行行的 听到这儿 萧綦心中哭笑不已啊 早知道还不如让你俩留下 自己随便施个隐身法 留在列战车上不就搞定了吗 哎呀 咋整呢 就这样飞行一个月 虽然有梦幻美丽的精灵陪着 也不算无聊 只是自己的心里惦记着紫霞他们 可不能耽误事啊 萧綦眉头微皱 心里默默地盘算起来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上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第1252集 尼亚妹妹 萧綦哥哥 如果在爱情荒原上就这样飞行一个月 萧綦实在受不了 紫霞和小六下落不明 生死不知 再加上织女和哪吒等人都没有阴心 自己实在耽误不起 可是想了半天呢 也无外乎就两种手段 第一呢 自己拼着耗费仙气 施展破灭神印的急速义能 带着尼亚飞去圣王城 破灭神印的急速义能 已经接近了光速 在这种星球上施展呢 恐怕自己真容易活活累死呀 第二种呢 自然是 劝尼亚回头 重新回立战车了呀 不管那个二逼队长能不能接受自己 自己都有手段留在立战车上 到时候 跟着立战车回归圣王城就可以了 想来想去 萧綦还是觉得 第二种方法更舒服一些 唯一的难处就是 怎么忽悠尼亚同意返回立战车呢 正当萧綦绞尽脑汁想办法的时候 突然听到尼亚肚子里 传来一阵咕噜噜的声音 哎 难道精灵人 饿了 肚子也会焦啊 尼亚 你是饿了吗 嗯 有点饿了 萧綦哭笑不得呀 嘿 这个可爱的精灵人 那饿了就说饿了嘛 停下来吃点东西的时间 应该还是有的吧 你呀 停下 咱吃点东西 萧先生 飞列号只吃小型飞行器 没有吃的 啊 没有吃的 你这是打算一直挺到圣王城再吃吗 两昼夜呀 对呀 只能这样 精灵人两周夜不吃不喝也不会死的 那是你 不知道能不能挺得住 我的个乖乖 说实话嘛 七哥一百年不吃不喝也饿不死 不过让你这样饿一个月 我还真过意不去 停下 哥给你弄点吃的 听到萧綦自称哥 你呀奇怪的回头看了一眼 两个人本来就搂的挺紧的 他这一回头啊 萧綦眼前一阵眼晕 近在咫尺的一张精致绝境的小脸 朦胧的蓝色毛子 迷人的嘴唇 最折磨人的是 他根本就没有男女之房 也不觉得离得这么近 有什么不妥 大眼睛愣张的看着萧綦 疑护的说 萧先生怎么自称哥哥 就觉得你是个乖女孩嘛 所以决定认你做妹妹了 你呀一听突然轻轻一笑 扭过头去大声说 好吧 尼亚接受了 七哥 真是痛快 来停下 咱找个地方 七哥给你好吃的 好吃的 哥哥身上有好吃的 当然有 哥身上宝贝多着呢 尼亚眨眨眼 突然想起萧綦身上 带有空间技术 立刻兴奋起来 四周扫了一眼 驾驶着飞列号 向地面一片石林的方向冲去 片刻之后 飞列号挺稳在地面上 直到这一刻呀 萧綦才放开她的小蛮腰 坐直了身子 长长的出了口气 尼亚在飞列号上 直接掉转过来 笑眯眯的看着萧綦 哥 走得匆忙 我连防护服都没穿 所以 只能在飞列号的防护空间里了 地方有点小 别介意 这可是有点让人惊心动魄呀 萧綦喃喃自语了一句 两个人还是跨坐在飞列号上 她的一转过身来呀 几乎已经快要面对面提上了 一低头 甚至能从尼亚的软甲里 看到她胸前的风景 这种姿势 能吃东西吗 万一不小心勾引起自己魔性出现 恐怕呀 就得吃了她了呀 想了想了 萧綦莫允仙气控制水元素之根 水溪 在旁边造了一个巨大的水泡 接着呀 把水泡放到面前 测试了一下 还不错 水元素之根的力量 可以隔绝这个星球的毒气 我的天 哥哥 这是水吗 你竟然能造出水来 突然呢 尼亚盯着萧綦造出的水泡 一脸狂热的身形 啥意思啊 爱情上 水很少吗 当然很少了 只有圣王城的王宫里 才有真正的水可以饮用呢 那你们平时都不用喝水吗 水是一定要喝的 只是我们的身体构造 跟地球人的差的不是很多 还要更强大一些 我们几乎是 每七天喝一次水 喝一次水的量 就足以让我们维持一段时间的身体机能了 萧綦丁 按则折呀 七天喝一次水 按照地球的时间算 就是三个半月喝一次水 见了鬼了呀 他们的身体构造还真的特殊啊 就喝这么点水 居然还能长得这么水灵 难道他们喝了水 就不排泄了吗 哎 尼亚 你过来 进这个水泡里 啊 我一进去 水泡不就破碎了吗 尼亚一脸愣诚的看着萧綦 哎呀 不会的 听话 进去 这样就不用挤在这里了 快 尼亚眨眨眼 见萧綦说的斩钉截铁呢 心里对这个新任的地球人哥哥 是越来越好奇了 他本来就野性大胆的性格 否则也不能年纪轻轻 就跑去参加狩猎组了 好 我进去 尼亚一咬牙 立刻侧身过去 纵身一跳 直接跳进了水泡里面 进去之后 立刻感觉 脚下就像踩在石地上一样 相当的结实 而且水泡里面没有毒气 空气清新无比 哥哥 好神奇啊 这算哪门子神奇呀 萧綦一笑也闪身进了水泡 接着 控制着水泡不断变大 变成了像是小房子一样大小 接着呀 潘西坐在地上 冲尼亚招了招手 过来坐下 一边吃东西 一边聊聊天 正好 给哥科普一下 嗯 吃什么呀 有什么好吃的 尼亚赶紧坐下 脸上满是渴望的神情 萧綦心里嘖嘖称奇呀 是不是这宇宙里 所有的雌性生物都是吃货呢 还是爱星跟地球 有某些共同特质 要不然 精灵人怎么跟人类 这么相像呢 尼亚 说实话 哥也不知道这些东西 对不对你的胃口 不过在地球 神仙们都很喜欢 吃这种仙果的 说完 萧綦双手一伸 一堆仙果出现在 尼亚的面前 这些仙果 蕴含着丰富的 仙气能量 不过拿出仙果之后 萧綦突然有些诧异 五色花蓝的能量 好像变弱了一些 这时候啊 尼亚突然浑身俱阵 指着萧綦手里的 仙果惊道 元素能量 什么元素能量啊 萧綦一愣 哥哥 你手里的这些果子 里面好惊人的元素能量啊 这跟圣王城里的元素能量 一模一样 萧綦一听啊 心中顿时了然 他嘴里的元素能量 一定就是地球上的 仙气能量了 也就是地球灵脉的能量 看样子啊 地球灵脉枯竭 真的跟爱星有关 如果不出意外 虚拳幽谷里封印的 两个精灵人 就是爱星的远古十足 据老君所说呀 两个精灵人到地球的时候 地球的灵脉还存在了 可是现在呢 地球灵脉枯竭 又跟爱星诡异的连在了一起 这其中 恐怕经历了不少 让人难以想象的变化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53集 科普爱星常识 很显然呢 尼亚口中的元素能量 对爱星人似乎相当重要 萧綦拿出的这些仙果 被尼亚小心的分门别类 收集到了一起 记得呀 从飞裂号上 弄了一个小型的集装箱 把仙果大部分都塞了进去 只留下两枚最小的果子 看他如此小心翼翼 如此郑重其事 萧綦暗暗吃惊 幸好没告诉他 自己的仙果是无限提供的呀 不然 自己肯定麻烦大了 尼亚 你就吃这么两颗果子 能坚持住吗 可以的 七哥 这些东西 如果拿去圣王城拍卖 恐怕会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呢 到时候有钱了 尼亚请你吃大餐 大餐 一想起他说的爱情人 以昆寿为食物来源呢 萧綦就半点兴趣都没了 眼看着尼亚小心翼翼的将两颗鲜果吃下去后 片刻之后啊 竟然发现他那条可爱的尾巴在闪闪发光 尼亚脸上满是甜甜的笑意 尾巴一卷伸到萧綦面前说 七哥 你看 呃 这是啥意思 两颗鲜果就能储存百倍爱情力了 爱情力 嗯 差不多就是能量的意思 这百倍的爱情力足够我坚持回圣王城呢 萧綦一听也轻轻笑了起来 所谓的爱情力啊 恐怕跟自己的先妻有异曲同工之妙 只是这些爱情人不懂修炼方法 却用了其他的手段将能量聚集起来 存储在尾巴里 原来他们的尾巴是用来做存储器的 这要是没有尾巴该多好吧 想了一想啊 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之前尼亚换衣服的时候 看着她性感的小屁股相当的迷人啊 这正想着呢 尼亚突然指着天上说 七哥 地球的颜色真好看 地球上美吗 美 非常美 比爱情美上一万倍 在地球上 大面积都是蔚蓝色的海水 就是你看到了蓝色的部分 其他地方有山川河流 有高原雪山 我才 好想出去看看啊 看你们的科技很发达 怎么没出去过吗 嗯 没出去过 现在的爱情 除了某个固定的时间之外 根本没有办法离开星球 爱情外面有一层旋转的火焰洪流 任何机器到里面都会化成灰烬的 小妻心中一针 听她话里的意思 某个固定时间可以出去 难道那个时间火焰洪流会消失吗 这也太离谱了吧 一个星球外面那么庞大的旋转火焰层 要怎么消失呢 妮娅 你的意思是某个固定的时间 爱情外面的火焰会消失吗 对啊 怎么消失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爸爸或者圣王或许会知道 你爸爸 哦 对 听说你爸爸是大长老 妮娅突然低下头 沉默半天 突然轻声说 我不想提她 我们换个话题吧 萧气一愣 心想 难道外星人也有妇女矛盾吗 算了 不说就不说吧 到了圣王城 直接找那个所谓的圣王问问就行了 想到之 突然又想起一件事 疑忽的问 妮娅 这个星球眼力很大呀 嗯 眼力相当大呢 所以之前 看你居然一跳就跳上了列战车 真是吓了我一跳 你要知道 爱心的引力 大约是地球的一万倍呢 啊 一万倍 萧气顿时目瞪口呆 怪不得连自己都感觉压力山大呢 感情时时刻刻 都像是身上多了一万倍于自己体重的重物 在行走呢 我靠 深想一层 这件事情相当恐怖呀 如果像尼亚这样的战士到了地球上 重力突然变小 那他们岂不是相当强悍呢 按照自己现在的战斗力量衡量 即便他们到不了洪荒古仙 恐怕至少也是天仙级别的吧 而且他们还只是白银级别的战士 那紫金级别和水晶级别呢 那圣王呢 难道圣王又洪荒之惊了 萧气想着想着意识有些发愣 某一刻突然神情一变 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 恶然看着尼亚说 远处好像有战斗的声音 啊 七哥 在什么地方 能看到吗 一听说有战斗 尼亚立刻紧张起来 看她的样子就知道 还是惦记了她的狩猎小组了 你是紧张你的小组吗 七哥 野外荒原非常危险 我们走的这条路还相对平静一些 其他的地方到处都隐藏着 各种各样的变异荒盛 小组里虽然很讨厌组长 但是危机对我很好的 而且小组里还有个小妹妹 也是我很要好的朋友 小七点点头 长身而起 面相之前听到有声音传来的方向 张开了火眼进京 同时随口问道 你们小组一共多少人 我们小组代号天凡 是地级狩猎组 一共五个人 队长加四名正式队员 田凡 不是你们的代号可真不吉利呀 七哥不是田凡 是天凡 天地的天 凡进万物的凡 取自爱情表面的 曾天火洪流之意 哦 天凡哪 但还是不太吉利 老天你们都敢凡 这不是找死吗 要我说 取一个和蔼一点的名字多好 比如叫熊二 熊二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是又聪明又可爱的意思 说完呢 小七眉头一皱 飞快地问了一句 你们的小组猎战车上的标记 是一团像是大蒜一样的花瓣吗 糟了七哥 那就是我们的猎战车 那不是大蒜是火焰 小七一听顿时满头黑线 对这个星球的人简直有些无语 火焰画得跟大蒜瓣似的 他们到底有没有学过美术啊 不过远处悬浮在空中的那辆猎战车 应该就是尼亚的小组 那辆猎战车周围啊 至少有十几辆像是飞猎号一样的小型飞行器围着 另外还有两辆大型的猎战车 一前一后堵着 天坟号上 两道人影正疯狂的对撞 带起一阵阵能量爆破声 你们天坟被围堵了 好像有两个小组的人围着猎战车呢 车顶上有两人在战斗 我看看啊 哦 一个是围机 另外一个 我靠 屌啊 独臂大侠 啊 独臂 那是黄狼野哥 一定是丁头和铁毛两个小组又来玩音的了 七哥 我得回去帮忙 尼亚说着 立刻就要跳回飞猎号 萧綦一把拉住她的胳膊 摇头笑道 你怎么毛毛糟糟的 别急 他们两组对你们一组 你回去有什么用啊 没用也得回去 我不能让危机和小雨滴出事 小雨滴 就是组里年纪最小的妹妹 她是罕见的魔语者 是我带她进来的 看着尼亚心急如焚的样子 萧綦轻笑 点头说 好吧 拦也拦不住你 那咱们就回去看看 说完拉着尼亚 闪回了飞猎号 收起水元素之根 随着尼亚飞快的启动 飞猎号 一道光影划破天际 向天坟列战车的方向飞去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第1254集 琥珀神威 天诛射敌 天坟列战车顶 两道人影疯狂对撞 激战不咎 强大的能量波动 搅乱了周遭的气流 不断形成拳风 向四周的山地 席卷而去 某一刻呀 天坟列战车里 传出一阵电子合成音 顶头 铁毛 你们两组在湖江满缠下去 惹来古都风群 咱们所有人都得死在这里 哈哈哈哈 桑波 你怕了吗 交出小雨滴 咱们就放你离开 拦在前面的列战车 里面传来一阵嚣张的叫声 前面的列战车呀 车身上印着一道 弯弯曲曲的图像 看着像是一枚 被捶弯的钉子 而后面堵着的列战车 车身上印着的 简单的几根杂草 小样的图形 看着真够抽象的 顶头 小雨滴是我们天分的组员 你敢公然强强 你还懂不懂规矩 正在列战车顶 敖战的维基 突然大声咆哮起来 维基 你还是专心一点吧 否则现在就灭杀了你 跟维基对战的是个同样穿着铠甲的战士 只是他只有一只机械手臂 他就是尼亚口中所说的荒狼野哥了 钉头铁毛 我桑波以名誉保证 如果你们真想得到小雨滴 那就回了圣王城 咱们公平解决 这里不能久留 古都风群就要来了 嘿嘿嘿 桑波 说别的没用 不留下小雨滴 今天谁也别想离开 岂有此理 铁毛 你真当我桑波拿你没辙吗 哟哼 堂堂桑波组长 难道想亲自动手了 来吧 铁毛恭候你多时了 这声音一落 从铁毛猎战车里 嗖的一声窜出一道人影 穿着一身青黑色的铠甲 几个闪掠就窜上了天坟猎战车上 上去以后 他跟荒狼野哥同时夹击维基 刹那间 维基险象还生 闷哼不断 片刻功夫就已经受到重创了 桑波 出来 再不出来 今天就把战熊维基给灭了 铁毛一边出言挑衅 一边疯狂的围攻维基 在两位银牌武士的夹攻下 维基即便再汗勇也是无济于事 身上的伤口不断增加 机械战甲都被撕扯的裂开了无数口子 堂堂天坟组长竟然是个缩头乌龟啊 另外一辆战车上啊 钉头也闪了出来 这家伙体型更大 穿的铠甲像是一只大型的螳螂似的 维基终于支撑不住了 同时也有些心寒 组长桑波竟然真的没有出来 任凭自己被野哥和铁毛围攻 心灰意冷之下 一个不小心被铁毛扑到了身后 他伸出两只机械爪子 同时插进了维基的战甲里面 只要用力一扯 别说机械战甲了 就连维基的身体也得被撕成两半 就在这关键时候啊 半空中突然闪过了一道红光 下一秒 这道红光扑哧一声 划过铁毛的身体 接着蹬的一下 定在了列战车顶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所有人都停止了动作 紧接着呀 原本仅仅 估在维基身后的铁毛 突然裂成了两半 是身体连带的铠甲完全裂开的 扑通扑通两声 倒在了列战车顶 一时之间鲜血狂喷 惊畏肆意 死里逃生的维基 忽吃忽吃喘着粗气 吃惊的看着身后 定在列战车顶的 那把星红长刀 脑子里回想起 尼亚说的话 那些被撕成碎块的昆兽 就是被那个地球人 用一把星红的长刀砍碎了 当时自己根本就听不进去 也完全不相信 可是现在 看着面前 这把胸利的红色长刀 竟然从心底 身处涌出了一种寒意 尼亚说的是真的呀 突然 荒狼野哥 像是受到了刺激一样 疯狂的咆哮出来 谁 出来 一边吼着 一边冲向红色长刀 想要抢走他 结果刚冲到长刀附近 眼前突然人影一闪 一个穿着一身古怪服装的少年 连铠甲和防护服都没有 就那么站在长刀的旁边 随手拔出大刀 荒狼野哥双眼胸光四射 芒不迭的退了两步 他虽然疯狂 却不笨 仔细打亮了少年一眼 嘶哑的嗓子吼道 你是什么东西 我吗 地球人 萧綦 什么 地球人 荒狼野哥突然愣住了 另外那辆战车上的钉头 也愣住了 不过呀 他已经缓缓向后退了两步 来到了猎战车的入口处 这时啊 萧綦看着荒狼野哥笑着他 我新任的小妹妹说 你这条毒壁 是当年他爸爸心存 一念仁慈 给你留下的 没想到你还敢打天坟的主意 你是 尼亚的哥哥 野哥浑身一抖 不自觉的又往后退了一步 对 我就是尼亚的哥哥 尼亚说呢 你们这两个小组 劣迹斑斑 成员都是渣子 留着也是祸害 所以 还是去死吧 说完 萧綦手里长刀 吐的一刀劈出 野哥大吃一惊 眨眼的功夫 鸿芒就劈到了面前 情急之下猛的一滴头 他后背上竖着一根赤红色的金属棍 看着像是武器 琥珀 刀芒 噔的一声 劈到了金属棍上 震的野哥 噔噔噔 一连后退了七八步 仍然没有泄掉力量 扑通一声 一屁股坐在了 列战车顶 哎 这玩意挺结实的呀 居然能挡得住 琥珀刀芒 这时的野哥已经顾不得起他了 猛的翻身爬起 从后背抽出一把两米多长大斩刀 通体赤红色 刚刚就是砍到了斩刀的手柄位置 野哥拔出斩刀 却没有进攻 反而扯着脖子嘶吼 丁头 甭我 铁毛小组的人都出来 一起杀了 他的话还没说完 丁头的身影突然缩回了列战车里 紧接着呀 丁头列战车响起巨大的轰鸣声 迅速后退 想离开 与此同时 铁毛的列战车也没有人出来 同样开启系统 准备逃走 野哥一看顿是傻眼了 小琪扭头瞄了一眼铁毛的列战车 随手取出神兵天珠 阴森森的说 你们组长都挂了 你们还不去陪葬吗 说完 天珠抱起了灿烂光芒 一道剑影闪电般的射出 轰隆一声 撞上了铁毛列战车 强大的破坏力 彻底将一辆列战车 炸成了碎片 狂猛的冲击波 震碎了周遭方圆 百米之内所有的山林 搞定了铁毛的列战车 另外一边呢 盯头列战车 已经逃出了百米之外了 战车尾端 蓝光涌动 眼看就要启动 急速飞行了 萧綦一声长啸 跳上半空中 手中又唤出猎天弓 无影剑 只听嗡的一声巨大的弓弦震动声 漫天流史无形 铺天盖地的向盯头的列战车射去 就听一阵密集的叮当声响 列战车尾部 蓝光暗雅 直接熄火了 萧綦重新落到天坟的列战车顶 也没有理会待入目击的危机 大步走向野戈 可还没能走到近前呢 突然野戈身后冲上了一道身影 柔弱的声音沉声喝道 敢欺负天坟成员 去死吧 随着话音一落 野戈的脖子上闪过一道炽热的光芒 紧急着呀 他的脑袋连同铠甲的头盔 急刷刷地被切断 滚到了地上 萧綦一愣 停住身形 当野戈的尸体无力倒在地上时 身后露出了有些苗条的身影 这家伙应该是丧布 他居然这个时候出来捡便宜 还真是让人有些不齿呀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55集 罗力精灵 真言秘法 桑波一出来 直接秒了野戈 虽然是捡便宜 可是他手里的能量武器 还是引起了萧綦的警觉 那种波动 相当吓人 不过令萧綦意外的是 这个族长的脸皮 相当的厚 搞定了野戈之后 他第一时间冲到萧綦面前 阴柔的笑着说 萧先生 果然身手不凡 是桑波有眼 不是泰山了 从今天开始 本人特聘萧先生 为天坟的老师 他的话音刚落 身后维基再也坚持不住 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萧綦眨眨眼 也没有理会桑波 回身冲着虚空中一挥手 解开了尼亚的隐身术 放他出了解决 之前来的时候 生怕战斗太过剧烈 会伤到尼亚 所以只好把他封印起来 尼亚一出来 立刻冲到维基的身边 大声叫道 维基 维基 你怎么样 没事 一点小伤 尼亚 是我看走眼了 没事 维基你挺住 说完扭头冲着桑波 狠声叫道 桑波 你还站着干嘛 赶紧把维基送回列战车 再不凉伤 他就完蛋了 桑波一听尼亚直呼其名 心中不爽 不过一想到 消气声跟着尼亚回来的 再加上尼亚是 圣王城大长老的女儿 还是暂时忍忍吧 尼亚 只要我还没有批准 你就还是天坟的成员 别美大美小的 说完大步走到维基的身旁 关切的说 维基 没伤到要害吧 队长 没有 维基的声音有些低沉 好 没有就好 今年多亏你了 桑波用力扶起维基 扭头冲了尼亚说 坏 引萧先生进列战车 咱们得赶紧离开这 否则 刚说到这 突然身上开始 滴滴的闪烁起了 红色视景灯 而萧气也是心中警照浮现 扭头一看 我来个大驱呀 身后千米之外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扑天盖地涌起了一片 黑压压的阴影 赶紧张开火眼 紧紧仔细看了眼 尼亚 全都是拳头大小的 墨绿色的飞虫 跟外形 跟地球上的蜜蜂很像 不好 孤独风群过来了 快走 桑波惊声尖叫我 扶着维基 迅速钻进了列战车里 尼亚也吓得脸色煞白 一把拉起消息的手 拼命往列战车的入口处跑去 边跑边寒 七哥 独狗风群是荒野里 最可怕的生物了 站上必死 说完两人已经 钻进了列战车里 进去之后 桑波急了一声大吼 尼亚 过来坐副手 驾驶列战车 啊 我坐副手 拉德和凯利呢 他们俩没回来 恐怕已经死在 狗狗风群的手里了 快点再晚点 咱们都得死呀 桑波 你好歹是队长 没确认队员的生死 难道就这么扔下他们 眼看着尼亚 跟桑波争执啊 萧綦走到尼亚的身旁 微微叹了口气 尼亚 你那两个同伴 恐怕真的死在了风群里了 刚刚观察 谷渡风群的时候 有两个人合称一辆飞行器 疯狂的往这个方向逃 可惜 片刻就被风群吞噬了 尼亚一听美丽的大眼睛 立刻变得雾蒙蒙的 接着猛的一咬牙 跳上副驾驶的位置 在一阵巨大的轰鸣 响起之后 列战车开始缓慢的加速 萧綦站在车尾 张开火眼金睛 透过列战车壁 看向外面 风群距离列战车 已经不足百米了 之前逃走的盯头列战车 被列天宫射得跟筛子似的 此时啊 已经被风群吞噬了 好像隐隐听到了 一阵阵凄厉的惨号声 随着天文列战车渐渐加速 虽然风群还是在慢慢的接近 但是接近的速度已经变慢了 萧綦眉头一皱 感觉还是晚了那么一线 这些巨大的毒蜂 相当可怕 万一被毒蜂群缠上 可能后果真的不该设想 想到这儿 立刻墨运掀气 将火元素之根 盐寝照出体外 萧綦单手捏绝 控制着盐寝 飞出列战车 接着呀 双眼轻光一闪 盐寝在外面轰然爆炸开来 以一种恐怖的速度 蔓延扩大 卷向后面追上来的毒蜂群 刹那间呢 列战车后面出现了 一幕诡异的画面 汹涌澎湃的无形火焰 将满天的毒蜂群 烧出了一个巨大的窝口 严禁强大的威力 惊得毒蜂群 像是炸了锅一样 疯狂的逃算 那么一旦我呀 列战车的速度 也终于提升起来 以一种近乎于光速的急速 向前飞去 渐渐甩开了后面的 古毒蜂群 萧綦松的口气 收回延期 身体一阵发虚呀 这见鬼的星球 外面荒原里 根本就没有灵气存在 再加上强大的引力束缚 使自己每一个行为的消耗 都相当巨大 赶紧深吸了一口气 从五色花篮里取出一把鲜果 直接塞到了嘴里 这一次呀 萧綦终于留意到了 取出五色鲜果的时候 花篮的气韵 竟然又变弱了 而且相当的明显 萧綦脑子里灵筐一闪 心中安静啊 这五色花篮之前的 无限制的取出鲜果 是因为 这法宝用某种秘法 跟天庭鲜果园连在一起 可是现在 自己是在爱情上 五色花篮自然 不能再补充鲜果的 恐怕像这样消耗下去 等五色花篮掀气耗尽 可能鲜果就没了 看来还是不能扑张浪费了呀 到了这个鬼地方 自己身上的资源有限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地球 还是省点儿用吧 叔叔 刚刚后面的火 是你放的吗 突然呢 身旁响起了一个 稚嫩的声音 萧綦吓了一跳 扭头一看 一个小精灵 萝莉不知什么时候 站在了自己的身旁 见了鬼了呀 这小鬼是怎么 悄无声息的 就接近到自己身边呢 看他的年纪 恐怕也就七八岁大 生得小巧玲珑 屁股后面 撅着一根粉色的小尾巴 背后呢 同样一对透明的羽翅 只是这小萝莉的眼睛 是漆黑色的 看着挺瘆人的 萧綦蹲下身子 捏了捏小萝莉的脸蛋 低声说 你能看到刚刚那些火焰 嗯 那些火焰能量好大 把小雨滴吓坏了 哦 原来你就是小雨滴呀 我是小雨滴 我是神奇的小雨滴 小萝莉突然冲着萧綦 做了个鬼脸 拜了个超级可爱的姿势 看着这么可爱的小萝莉 萧綦不禁玩耳啊 索性 一屁股坐在地上 把小雨滴抱在怀里 好奇的摸着他的小尾巴 疑忽的说 为什么那些人都想抓你呢 哼 叔叔 不能碰小雨滴的尾巴 好痒啊 呃 尾巴怎么会痒啊 真的好痒吗 爱心人的尾巴 是用来求爱的 成年的爱心人 会想求爱的时候 就会把尾巴扭在一起 叔叔摸了小雨滴的尾巴 小雨滴以后 只能嫁给叔叔了 啊 小气心中爆憾了 赶紧的尴尬的 松开他粉色的小尾巴 心里啼笑皆非啊 求爱用尾巴 怎么跟动物世界似的 咳咳 小雨滴啊 还是说说你吧 到底他们为什么抓你啊 哦 小雨滴是魔语者 什么是魔语者呀 就是 小雨滴能使用真言秘法 比如像这样 一边说着 一边用稚嫩的小手 摆了个姿势 当看到他手上的姿势 是小气浑身俱阵的 刚想说话 就听到小雨滴 稚嫩清脆的声音喝道 莫儿 真言法音 震人心神 小气的脑子里 嗡的一声巨响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你演播 第1256集 神奇的小雨滴 无论如何 小气都没想到 所谓的魔语者 竟然是懂得 六字真言 大明咒的人 这根本就是 如来佛祖的功法 那一瞬间 小气想到了 佛祖追寻轮回 之 踪迹全无 三界之内 没人知道 佛祖去了哪里 现在看来 也许在爱情上 能找到佛祖的下落 也说不定了 否则 这佛门六字真言 怎么流传到爱情上的 小雨滴 叔叔问你 这种方法 你是从哪儿学来的 小气认真地 看着小雨滴 低声问了一句 小雨滴大眼睛眨了眨 摇头说 没学过啊 从我懂事就会了 小气一听 这可有点诡异了 难道这小丫头 跟佛祖有些关联吗 想到这 小气立刻张开 火眼金睛 上下打亮了 小雨滴一眼 同时啊 小雨滴也好奇地 盯着小气的眼睛 兴奋地说 叔叔 你的眼睛好奇怪啊 看着好吓人啊 你的眼睛也奇怪啊 小气随口应付一句 仔细看了看 小雨滴的身体 看不出任何的异样 叔叔 为什么你的眼睛里 都是火眼 小气一愣 看向小雨滴 那双漆黑的毛子 心中诧异 她的双眼也很奇怪 居然能够看穿 自己的火眼金睛 她的眼睛里 好像真的有什么东西啊 正当小气 想仔细看清楚的时候 旁边传来 尼雅的声音 七哥 小雨滴 总算安全了 尼雅姐姐 小雨滴立刻兴奋地 从小气的怀里 爬出去 扑到了尼雅的怀里 七哥 稍微休息一下吧 我们现在赶回身亡城了 尼雅搂着小雨滴 摸了摸她的脑袋 小气站起身来 活动了一下筋骨 笑着说 那就好 蹭了你的顺风车呢 哪有 应该的 七哥 你先等我一下 我先帮危机 处理一下她的伤 没事 你忙你的 尼雅把小雨滴放下 低声说 不许缠着叔叔胡闹啊 尼雅姐姐 小雨滴不会的 而且叔叔 是小雨滴未来的丈夫 小雨滴才不会胡闹呢 啥 未来的丈夫 尼雅一脸愕然 看了萧綦一眼 萧綦苦笑地指着小雨滴的尾巴 刚刚看着好看 就摸了两把 不知者不醉啊 尼雅的大眼睛眨了眨 她身后的尾巴突然扭动了一下 接着迅速转身 跑向危机 叔叔 你也跟我们去王城吗 小雨滴突然拽了拽 萧绩的衣服 欢迎吗 当然欢迎了 叔叔是小雨滴的丈夫 当然 打住打住打住 萧綦哭笑不得的再次抱起了小雨滴 凑到她耳边轻声说 萧綦啊 这事就当咱们俩之间的秘密 可别跟谁都说呀 我知道了 小雨滴开心地笑了起来 笑得相当惨了 这时啊 桑波也从驾驶位走了出来 来到萧綦的身旁 脸上堆起温柔的笑容轻声说 萧先生 能不能聊两句啊 聊什么呀 聊聊先生那把刀 那把刀吗 你想知道什么 桑波犹豫了一下 接着冲着小雨滴说 去 帮尼亚姐姐去 我跟萧先生有事商量 小雨滴接了绝嘴 呕了一声 极不情愿地从萧绩的怀里爬下去 一溜烟钻进了后舱里 等他离开之后啊 桑波脸上满是殷勤的笑容低声说 萧先生 请到我的房间一须 走吧 萧綦淡淡一笑 跟着桑波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这列战车里空间相当大 跟个小型的宇宙飞船似的 这么大型的飞行器 里面就五个人 还真是够奢侈的呀 萧綦跟着桑波 开了两道安全门 来到了一个无比奢华的房间 里面放眼望去 全都是晶莹闪亮的 蓝色晶石制成的东西 房间构造 类似于地球上的建筑 之前就听尼亚说过 很多年以前 爱情上就出现了地球人 导致此后数千年 爱情上许多建筑 跟地球上的建筑越来越像 眼前的办公室 基本上就跟老总办公室差不多了 办公桌沙发以水晶吊灯 旁边墙壁的柜子里 摆的不是励志的书籍 反而是陈立了不少 奇形怪状的兵器 看样子呀 这个桑波对兵器相当吃迷 他想聊自己的琥珀 到估计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进了房间了 桑波把萧綦让到沙发上 他自己从柜子里 取出了一个极其华丽的瓶子 看上去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一样 瓶子也是用一种蓝色的晶石 制成的形状骨呀 接着呀 又拿出两只蓝色小碗 看着样子 估计是要请自己喝酒 萧綦心中大齐呀 你呀说这个星球非常缺水 难道还有闲情酿酒吗 果然 桑波拎着瓶子 把两只蓝色小碗放到桌面上 满脸自得的说 萧先生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个城市来的 不是我自吹自擂 整个圣王城能喝到这种 穷华业的寥寥无几 相信萧先生肯定没有尝过 说完打开瓶子 将里面的液体倒了两小碗出来 记得呀 他竟然收起了瓶子 转身又藏了起来 这个举动让萧綦心里啼笑皆非呀 这个长相阴柔的家伙 简直扣逼得要死呀 对自己的琥珀神倒感兴趣 想套套近乎 结果呢 拿出了一瓶自以为是绝世佳酿 却只倒了两小碑 这种人放在地球上 早被人笑掉大牙了 而且听他话里的语气呀 这是把自己当成了 从其他城市里来的地球人了 自然以为自己没见识 没见过世面 这样也好 省得自己费神去解释了 不过萧綦的心里 也生起了一丝迷惑 这个星球上到底有多少地球人 他们见到地球人丝毫也不惊讶 来 萧先生 先尝尝这琼华液 桑波端起小碗 示意消气端起小碗 靠 不喝白不喝呀 这没什么味道的液体 竟然用琼华做名字 十有八九也是地球人起的 听他吹得这么牛 还真得尝尝 啊 尝尝 琼华液 还真没喝过呢 萧綦微微一笑 端起了蓝色的小碗 冲着桑波示意了一下 接着凑到鼻子下面闻了闻 仔细感觉一下 有种淡淡的酒精味和香草味 而且还夹杂着极其细微的血腥味 这时啊 桑波已经仰头一饮而尽了 喝完之后 脸上的神情相当的陶醉 萧綦心中好笑 实在懒得再看他那张小瞎子起来脸呢 也直接仰头一饮而尽 喝完之后心中哭笑不得呀 这他妈什么鬼玩意啊 蛋都快出鸟了 虽然喝完之后 嘴里有一股香草味 可是毫无感觉 基本上 就是地球上的白开水泡花茶 还是泡了几十遍那种 萧綦无聊的放下小碗 扫了一眼油自沉醉在 雄华夜的味道中的桑波呀 心中暗暗叹气 这个家伙 严格来说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自己的队友牺牲俩 重上一个 尼亚还是后跑回来的 就这种局面 他老哥居然还惦记着自己的神兵 还在这沉醉美酒 哎呀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尼亚和小雨滴再跟着他来 否则呀 哪天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一千二百五十七集 寄予琥珀 突然送命 喝完了酒 桑波一脸陶醉 看着萧綦笑着说 萧先生 琼华也如何呀 还好吧 萧先生可能不了解 琼华也里有阴廉吼的血液 可以强筋壮骨提升肉体强度 是相当名贵的药酒 消气一听啊 心中暗暗好笑 这小子不住的抬高那碗酒的身家 无外乎就是想告诉自己 他很看重自己 让自己产生予有容颜的心理 可惜呀 那杯酒对自己来说 比泡了几十遍的隔夜茶 还要难喝的 桑波队长 有话直说吧 萧綦呢 也不再绕弯子了 直接了当的问了一句 好 萧先生痛快 桑波兴奋的搓了搓手 又挪进了一点 看着萧綦低声说 之前你呀说 萧先生那把刀 斩碎了不少昆寿 我还没当真呢 刚刚一见果然不凡呢 不知道能不能拿出来 开开眼 可以 小意思 萧綦一伸手 从虚空那戒里取出 琥珀神刀 递到桑波面前 一看到这把 星红拉风的大刀 桑波眼珠子都直的呀 双手略有些颤抖的接过来 轻轻抓向 琥珀的刀柄 可是还没等握上呢 琥珀上顿时传来一阵 凶利的气息 砰的一声 震开他的手 这意外的一幕 让桑波脸色一变 萧先生 这是 啊 忘了说了 这刀名叫琥珀 里面有白虎兄灵 他不认主 没人能拿到这刀 白虎兄灵 好厉害呀 萧綦的话 没让桑波退缩 反而更激起了 他的喜爱之心 随手从抽屉里 取出了一副机械手套 戴在手上 接着呀 迅速的抓上 琥珀刀的刀柄 琥珀再次嗡嗡鸣响 只是这次 强烈的刺激反抗 被桑波的手套 全都抵消掉了 萧綦看得大感新鲜 仔细打亮他的手套 完全是青黑色的金属制品 看不出有什么机关 可是能够抵消 白虎兄灵的反抗 看样子 也是相当牛的 高科技产品了 桑波兴奋的站起身来 握着琥珀 来到房间中间 随手耍了两下 就见红色刀影闪烁不断 接着哗啦啦一阵响 角落里放着的几把金属椅子 直接变成了废铁 好刀 真是好刀啊 光是刀器就这么犀利 真是绝世神兵啊 萧綦心里哭笑不得呀 就这 就绝世神兵了 这种绝世神兵 自己的虚空纳戒里 没有一百有八十 不过看着桑波眼珠子发红 完全沉浸在掌控琥珀的喜悦中 萧綦的嘴角 也渐渐溢出了一丝笑意 贪婪的人 总是会做错事的 来吧 桑波 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 这边呢 萧綦按宁神戒备 那边站在房间中央的桑波 头也不回了 低声问了一句 萧先生 这刀 可否割爱 抱歉 不可以 萧綦 再考虑考虑 如果不是本人收留 你恐怕已经被 毒蛊疯群吞噬了 也算救了你一命 这把神刀留在你身上 到了圣王城必然被抢 还不如交给我来保管 好家伙呀 称呼从萧先生 已经直接变成了萧綦了 而且这奇葩的理由 自己倒是成了被他所救了 此人脸皮之后 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最主要的是 是够蠢 还没有眼光呢 萧綦心里 基本上已经宣判了他的死亡 随口回了一句 没了商量 不可以 不再考虑一下吗 没必要 话音刚落 突然房间角落里 砰的一扇门响 一片白乎乎的东西 瞬间照上了萧綦的身体 把他牢牢的困在里面 萧綦一愣 低头看了一眼 像是一种韧性超高的绳索 支撑了鱼网状 从角落里射出来 缠到人身上 自动收缩 而且是拼命收缩 力道非常大 桑波 什么意思 桑波终于转过身来 手里拿着琥珀 歪着脑袋 看着萧綦 阴森森的说 今天的事 不能传到圣王城 否则我桑波也不用混了 你的意思 除了我萧綦 你养他们也得死 必须得死 这场毒蛊风群 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处理掉你们 回到圣王城 再重新招人 一切回归正常 说完挥舞了两下手里的琥珀 脸上满是狂热的神情 意外所得 就是这把宝贝神刀了 叫什么 琥珀 好听啊 听名字就是超神之兵 听到你的这番话 杀你也就没什么负担了 突然桑波的身后 传来萧綦平淡的 让人头皮发麻的声音 桑波浑身俱阵 想也不想 挥刀就往后砍 可是琥珀只挥到一半 他的脑袋就被一双大手给扶住了 下一秒 轰隆一声爆响 无形的严谨之火汹涌而出 将桑波彻底烧成了一个火人 他甚至都没有发出惨叫声 就被可怕的元素之火 给烧成了灰烬 手里的琥珀直接掉落下去 萧綦随手一挥 把琥珀收进虚空那街 接着大就一甩 吹散了空气中的灰烬 若无其事的转身开门 离开了桑波的办公室 医疗室里 尼亚把维基放进了一个透明的柜子里 里面有水光荡漾 应该是一种医疗柜 维基浑身拖得精光 双眼紧闭 身上浮现出密密麻麻可怕的水泡 看上去相当是人 当萧綦的身影出现在医疗室时 刚好看到尼亚把医疗柜的大门关上 轻声叹了口气 萧綦大哥的铠甲被割破了 他的身体被外面的毒气灼伤 伤势严重 恐怕要挨到圣王城才能彻底救治 萧綦一听 好奇的走到近前 仔细观察了一下 维基的身体 还真是 青灰色的皮肤上全都是恶心的水泡 不知道他们的细胞组织是什么结构 外面空气中的毒 说实话 就连天庭神仙都未必能够伤得到 这些爱星人虽然运用能量的本事相当不错 可惜身体素质差了太多 相对比起来 恐怕外面荒原里的荒兽都比这些精灵人要强横 萧綦想了想 是以尼亚重新打开医疗柜 我来试试 尼亚一愣 但是立刻就重新打开柜子 他对萧綦已经产生了一种盲目的信任感 觉得这个地球人相当的神奇 打开柜子后 萧綦随手弹出了两滴星韵泉水进柜子里 等尼亚莫名其妙的重新关上柜门 顿时目瞪口呆的看着柜子里的危机 他身上令人恶心的水泡 正在以一种可怕的速度不断的消失 七哥 这 哎呀 还好 实话实说呀 外面的毒很可能是从地球传过来的 所以对你们来说或许很头疼 但对我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 只是对症下药而已 萧綦耸了耸肩 轻轻一笑 可是尼亚的眼睛里却射出了前所未有的异彩 这个地球人真的好神奇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你演播 第1258集 萧綦的鱼目混珠之法 列战车 船舱里 尼亚和小雨滴全都坐在萧綦的对面 搞定了维基的伤势以后 暂时把她留在医疗柜里 让她恢复一下身体状态 当三个人回到驾驶舱时 终于发现 桑波不见了 萧綦也没隐瞒 让两个丫头坐到椅子上 一五一十的把杀了桑波的经过说了一遍 说完之后 摊着双手说 杀她纯属意外 她自找的 听完了萧綦的描述 好半天 尼亚才回过神来 艰难的咽了口唾沫 这实在是有些夸张啊 前后不到五分钟 竟然悄无声息的 把桑波给杀了 看着眼前的萧綦有的时候 又觉得她真的有些可怕 小雨滴呢 更是紧紧的搂着尼亚 有点畏惧的看着萧綦 对于这种结果 萧綦只能暗暗叹了口气 如果他们真的产生了巨疑 那也没办法 在这个星球上 自己要先找到圣王城 找到小六和紫霞他们 所以绝不能让任何人 破坏自己的行动 别说跟这些人 还没什么交情 就算是有交情了 该杀也得杀 看着脸色有些发白的尼亚 萧綦苦笑一声 没事 别怕 我不会伤害到你们的 等到了圣王城 我会自己离开 说完 转身走向后舱 一个人盘膝 坐在猎战车的尾部 闭目凝神起来 尼亚看着萧綦的背影 眼神有些复杂 张嘴想说些什么 可是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说出来 转身默默走到驾驶位上 坐了下来 小雨滴跟着尼亚 走到了驾驶位旁边 可是始终扭头 看着萧綦的方向 看得时间长了呀 眼睛里的恐惧神色 慢慢消失 小尾巴不安分的扭来扭去 一点点的 又往舱尾蹭了过去 萧綦闭目凝神 知道小雨滴想过来 可是一想到自己到了圣王城 肯定就会离开他们 说心里话呀 尼亚和小雨滴都很可爱 跟他们在一起时间长了 很容易生出牵绊之心 所以萧綦一狠心 也没有理会小雨滴 将意识深深的收进了 虚空纳界里 也不知过了多久 萧綦心中一动 从入定中苏醒过来 睁眼一看 维基已经恢复了正常 正坐在驾驶位上 跟尼亚窃窃私云 小雨滴就蜷缩在尼亚的怀里 好像睡着了 萧綦偷听了几句 他们的谈话 似乎在说桑波的事 听了半天才知道 原来这个桑波 还挺有来头的 圣王城里有一位圣王 四大长老 下面还有守门的四大将军 这个桑波呀 就是圣王城其中一位 守门将军的儿子 而那个守门将军 名叫帕卡 跟圣王同为五尊的学生 听尼亚和维基 提起五尊的时候 语气相当敬重 就跟地球上提起 玉皇大帝似的 弄清楚了这点关系 消息才知道 怪不得尼亚他们的反应 这么奇怪呢 感情杀了桑波 这是捅了马蜂窝了呀 如果是这样 自己悄悄一走了之 好像不太合适 消息皱着眉头 沉吟片刻 突然扭头看向身后 从列战车的窗口 往外看去 好家伙呀 外面一片闪亮 不再是之前那种 漆黑幽暗的环境 天上纵横交错 无数金色网络 看着像是一层巨大的封印 地面上远远看去 密密麻麻的高楼建筑 金笔辉煌 绵延万里 一往无击 而且列战车 已经在减速 看样子呀 这是已经进了圣王城了 萧綦又低头看了一眼 目光穿透脚下的列战车 能看到斜下方 千米之远的地方 是一座超大型的 类似于停机坪一样的平台 那里停放着不少列战车 尼亚他们的最终目的 应该就是那个平台了 萧綦尝出了一口气 为了不让尼亚他们惹上麻烦 自己只能再干一次 惊天动地的大事了 想到这儿 再次闭上双眼 默默计算的距离 当列战车缓慢下降到 五六百米高度时 驾驶舱里的尼亚和维基 也开始忙碌起来 并且把小雨滴叫醒 让她到后面通知萧綦 目的地到了 小雨滴打了个哈欠 揉了揉眼睛 突然吃惊地看着苍尾大声说 尼亚姐姐 叔叔不见了 尼亚一听 赶紧回头一看 果然呢 苍尾的地方 已经没有了萧綦的身影 奇了个怪了呀 她能去哪呢 旁边的围基 冲着尼亚一挥手 尼亚 去找到萧先生 嗯 尼亚一点头 拉着小雨滴的手 正准备往后仓跑 突然之间浑身 被一股恐怖的 距离束缚住 竟然完全不能动了 维基大哥 不好了 我动不了 尼亚吓得惊声尖叫 同时啊 小雨滴也叫了起来 哎呀 尼亚姐姐 我也被束缚住了 不好 糟了 紧接着呀 维基也吼了起来 三个人的身体被束缚的结结实实的 一动也不能动 慢慢漂浮起来 就在这时呀 空中一道红光闪过 就听砰的一声炸响 列战车的控制台 被砍出了一道巨大的窝口 整个列战车里 立马响起刺耳的报警声 控制台失灵 原本叫降落平台的列战车 车身慢慢倾斜 开始向下方的停机坪掉落下去 这下可真把尼亚他们三个吓坏了 同时发出惊声尖叫 虚空中 红光在闪 监控台面前的巨大透明玻璃 咔嚓一声 被劈成了碎片 而尼亚他们三个身不由己的 被一股强猛的力道 拽出列战车 自由落体一样掉下去 天上一辆列战车失控 不断往下跳 地面的监控指挥塔 早就封了一样 整个停机坪 开始响起巨大轰鸣的报警声 从停机坪四周草地上 眨眼间翻上来 几十根粗大的炮管 里面荡漾出了 可怕的能量波动 同时啊 里面一处塔楼里 传出一声好声 分天好 里面还有人吗 分天好还能控制吗 再不控制 将执行毁灭程序 吼完之后 分天号上没有半点回应 而尼亚三个人呢 已经以一种诡异的速度 斜着向塔楼的方向掉落 眼看就要摔到塔楼上时 地面上砰砰两声响 两张巨大的网绳弹射出去 将尼亚三人成功截获 拽向塔楼 刚把尼亚他们平安放下 塔楼里就窜出一名身材高大的精灵人 看着尼亚怒声喝倒 怎么回事 天坟号上还有人吗 上面还 话还没说完 天坟号列战车突然开始加速往下跳 那个身材高大的精灵人一看 顿时回头冲着控制台 咆哮道 执行毁灭程序 快 他的话音一落呀 地面四周几十根粗大的炮管里 瞬间射出数道刺目白光 而就在白光 堪堪射到天坟号列战车时 列战车顶上 突然传出一阵哈哈狂笑 一道身影出现在地面上 地面上执行毁灭程序的指挥官 顿时大指一惊啊 脱口惊道 那是桑博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第1259集 尊贵的向导小雨滴 停机坪上空白光一闪而逝 巨大的天坟号列战车 连同上面哈哈狂笑的桑博的身影 同时消失的无影无踪 甚至都没有留下一丁点残渣 指挥塔台上 诡异的一片死寂啊 别说指挥官经以莫名了 就连尼亚他们三个都完全是目瞪口呆 桑博不是被萧綦杀了吗 怎么会又出现在上面呢 而且萧綦一直没有出现 难道已经死了 还是悄悄离开了 对于地面上其他的工作人员来说呀 这种情况就好理解了 怎么看 怎么都像是桑博失控 把尼亚他们三个扔了下来 接着自己毁了列战车 撞向地面停机坪 真是接了鬼了呀 这小子好歹也是守成将军的儿子 更是武尊徒孙 他怎么会自寻死路 难道脑子烧坏了 无论如何 尼亚他们三个成了保护对象 虽然免不了被询问 可是总好过担上谋杀桑博的罪名 控制台顶上 萧綦引起了身形 心有余悸的扫了一眼四周草坪那里 那些可怕的能量武器 刚刚某一瞬间自己真的是跟死神擦肩而过呀 毫不夸张的说 如果那几十门能量炮同时轰到自己身上 必死无疑 什么洪荒古仙之铁 根本扛不住那种恐怖的高能轰击呀 这个星球对于能量的运用真的是太可怕了 为了做出效果呀 最后在列战车消失的瞬间 让其他人看到桑博的脸 萧綦几乎是挺到最后一秒 才以破灭神印的急速逃离出去了 妈的 下次可不能再干这么冒险的事了呀 眼看着尼亚三人被指挥塔里的人带走 萧綦也是松了口气 闪身离开控制塔 向外面跑去 出了停机坪来到一处阴暗的角落里 萧綦献出身形默念法诀 以天刚地煞之处幻化形态 变成了精灵人的样子 又照着外面精灵人的穿着弄了一身衣服 刀翅完毕这才走出角落 四周看了一眼 圣王城还真的是壮观哪 在爱兴上只有四座城市 一大三小 这圣王城是最大的 也是爱兴的核心所在 整个城市简直就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一样 脚下的路精实铺成的 身边的建筑房屋精实造成的 路上来回穿梭的飞行器 也是闪烁着晶莹光泽 四周熙熙落露的精灵人 一个个穿着特殊的制服 似乎都是停机坪的工作人员 萧綦张开千里眼 看向遥远的方向 能看到城市的中央 有一座高耸参天的蓝色大楼 建造的跟幽灵古堡似的霸气 而又壮观 距离这里至少有万里之遥 看样子呀 这停机坪就跟地球上的机场一样 都是建在荒郊野外的 萧綦深吸了一口气 暗暗的盘算 如果紫霞和小六没死 在这里听到他们消息的机会 应该会很大 现在的情况相当糟糕了 紫霞生死不吃 这也没办法 可是小六跟自己血脉相连 却也是没有半点感觉 真不知道他是死在了 爱兴外面的火焰红流里了呀 还是又像是魔剑仙吞噬一样 被人屏蔽了血气了连心 想到这儿啊 突然想起了一件悲催的事 自己虽然有尼亚的翻译期 能听懂爱兴人说话 可是自己不会说他们的话呀 这可就操蛋了 没办法沟通 这是最麻烦的事 正当消息头大的时候 身后不远处 从停机坪的方向 缓慢的驶出一辆飞行机 出了大门口之后 加速了一小段距离 又缓缓的停了下来 接着呀 从飞行器里跳下了一个小女孩 冲着里面的人 不住的挥手告别 消息一看顿时愣了 嘿 这不是小雨滴吗 他们应该是被一起送走 这小丫头怎么下来了呢 磨叽了好半天 飞行器终于关上门 缓缓加速 迅速离开了 接着呀 就看小雨滴背着小手 在门口犹豫了半天 一点点挪动身体 慢慢向着消息的方向靠了 这可把消息吓得一跳啊 这丫头不会是能看穿 自己的变化之数吧 她那双诡异的黑色眼眸 确实有点诡异啊 正当消息心里疑惑的时候 小雨滴像是下定了决心 似的突然跑向消息 一把拉住她的一脚轻声说 叔叔 那一瞬间呢 萧綦只觉头皮发麻 她真的能够看破自己的变化之数 在地球上 三界之中除了玉帝王母 老君佛祖 这类顶级至尊 再加上三只眼的那只特殊的神眼 其他神仙根本就看不穿 天纲地纱的变化之数 没想到爱星 竟然被一个小丫头给识破了 萧綦无奈蹲下身子 苦笑的说 小雨滴啊 你能看破我的法术 小雨滴可怜巴巴地点点头 接着小心翼翼地说 叔叔 你不喜欢小雨滴吗 喜欢呢 我就知道 其实叔叔把妮娅姐姐 魏继叔叔和小雨滴都扔下来 在伪装成桑博队长的样子 就是想让我们摆脱嫌疑 对吗 小雨滴脸上的笑容渐渐灿烂起来 对 你很聪明 叔叔 我要跟你在一起 叔叔初来乍到 跟我在一起干什么呀 叔叔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啊 没事叔叔 小雨滴养着你 小雨滴有很多钱的 说完呢 小丫头从兜里掏出一张黑色瓷卡 冲着萧綦晃了慌 那 黑钻卡 是圣王城里最尊贵的卡哦 听了小雨滴的话 萧綦心中一动 这倒也不错呀 有这小丫头跟在身边 会少了很多麻烦 而且她是所谓的魔语者 貌似在圣王城地位还不低 还拿着什么黑钻卡 是最尊贵的卡 带着她简直就是一张万能通行证啊 想到这呢 萧綦伸手捋了捋 小雨滴淡蓝色的头发 她们的发质相当轻柔 简直是轻如红毛啊 又柔又顺的 小雨滴啊 叔叔答应你了 就跟着叔叔吧 不过 不许跟任何人说起我的事 包括妮娅姐姐 知道吗 嗯 知道了叔叔 刚刚下车的时候 我都没有跟他们说 小雨滴得意的一笑 接着呀 小脸蛋一红 腼腆的看着小琪说 叔叔 以后 你可不可以 经常像刚才那样 摸小雨滴的头发好吗 啊 为啥呀 因为在爱心上 没有人会做这种动作 这种感觉 好甜蜜呢 看着小雨滴 一脸陶醉的样子 萧綦简直是哭笑不得呀 一把抱起她 让她坐在自己的胳膊上 这小丫头身子骨很轻 几乎没什么重量 走吧 小雨滴 嗯 叔叔 你想去哪 我想想 什么地方能查到这个星球的外来地球人呢 哦 这个呀 那得到上王城的中心去 好 那就去中心 叔叔 小雨滴叫车了 叫车 爱心也有叫车服吗 真是 哎呀 小雨滴啊 怎么了 叔叔 你的尾巴缠到我脖子上了 小雨滴喜欢叔叔吗 可是 这样叔叔会窒息的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60集 麻烦来了 警备队传欢 看来小雨滴的至尊黑卡 真是相当牛的东西啊 他叫来的飞行器 叫云车 这玩意儿不是在地上跑的 而是在空中飞的 大小几乎跟一辆大巴差不多 里面超级豪华 装修的跟土豪的私人飞机似的 经过跟小雨滴的一番沟通 消息大略估计了一下 爱星的科技 比地球先进了至少一千年 这里所有的动力 都是靠合成能源 一种踩自爱星表面的火焰 洪流的无限清净能源 与此同时呢 圣王城里的建筑 全都是蓝色晶石造成的 这种晶石 出自于爱星地下 不但结实 而且有自动防护效果 爱星上的这四座城市啊 基本上就是根据蓝星矿的位置建造的 哪里有蓝星矿石 城市就建在哪里 不过蓝星矿不好找 上千年了才找到四个地方 圣王城算是最古老的城市 另外三座小型城市 是近百年时间才慢慢发展起来的 要不是有圣王城坐后盾 想在外面荒野中建立城镇 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啊 萧綦领略过外面荒野中的危险和可怕 所以仔细想想啊 能在外面慢慢发展出一座城市 相当不容易了 由此也能看出 圣王城里地运深厚 聊得多了呀 也慢慢知道了小雨滴的身世 她在爱星上也算是个孤儿 因为她是人工合成的生命体 不算是自然生育出来的 这也是她天生是个魔语者的原因 不知道制造她的是什么人 用的什么办法 让她领悟了佛门六字真言大明咒 小雨滴自己也太小了 她也根本不去琢磨这些事 自从被尼亚发现 带出了实验基地 她就像脱离了笼子的小鸟一样 非常开心快乐 看着小雨滴一直腻在怀里 嬉笑奄然的样子 小鸟心中一热 想起了自己的女儿萧萧 萧萧比小雨滴大得不少 可是同样对自己无比眷恋 也不知道水心她们怎么样了 要是她们发现 自己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 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呢 正当小鸟陷入沉思的时候 小雨滴突然爬上来 双手扶着小鸟的脸轻声问道 叔叔你在想什么 叔叔在地球上也有个女儿 叫萧萧 她也很喜欢掉在我脖子上 叔叔的女儿啊 好想看看呢 看看 看我女儿做什么呀 想跟她做朋友嘛 那以后有机会 叔叔带你去地球吧 好呀叔叔 等你办完事了 就把小雨滴带走吧 反正在爱心上 小雨滴也没有亲人 真的 你舍得走吗 嗯 舍得呀 只要跟在叔叔身边 哪里都能去 萧气一听 心中暗暗诧异 难道自己的气质 很适合吸引萝莉吗 自己的身边 已经聚集了不少小萝莉了 像红灵啊 萧萧啊 小一啊 熬雪 甚至红莲幽兰两个小家伙 现在又多了个小雨滴 这样发展下去 自己会不会变成 罗利空的怪叔叔啊 正胡思乱想呢 突然云车轻轻一阵停了下来 小雨滴伸着脖子 看了眼兴奋的说 到了叔叔 先到小雨滴家里休息一下 我要换换衣服 你这小家伙啊 还有自己的房子呀 当然啦 每个爱情人 都有自己的房子啊 不然住哪里 萧綦心想 等你到地球就知道了 很多人可都是没房子住的 只能苦逼的租房子 甚至很多人一辈子都未必能买得起房子 下了云车后 萧綦四周看了一眼 是一条幽深的胡同 四周都是粗大的古怪植物 两侧是蓝色的晶石墙 这房子在哪呢 难道还隐藏起来了 这时啊 小雨滴走到蓝色晶石墙前面的一处位置 拿着手里的黑卡在鲸石墙上晃了一下 就听滴的一声响 鲸石墙上竟然裂开了一道门户 小雨滴扭头看着萧綦 笑嘻嘻的说 试试往来吧 这里就是小雨滴的家了 哎呀 哎你们这房子建造的还真是隐蔽啊 其实只有武士和和静人员 才能住这么高级的房子 普通的爱心人还是要住在外围 那些单独的简陋晶石屋里 小七呕了一声 跟着小雨滴走进了门户里 进去之后也没见小雨滴有什么动作 整个房间突然大亮 四周墙壁上亮起一片柔和的光 这种光不刺激眼睛 相当舒服 房间里面很大 摆设也非常简朴 小七很难想象像小雨滴这样的孩子 也就像地球上七八岁小孩那么大 她自己一个人是怎么生活的 虽然这里现代化程度很高 完全不用担心吃喝的问题 但这么小就一个人生活 不会很孤独吗 小雨滴进了房间之后 一把扯掉自己身上的武士制服 兴奋的喊道 叔叔 你随便坐吧 我要洗澡换身衣服 小七尴尬的看着她的背影 她可真的是没有半点防人之心啊 脱了个金光 这稚嫩的身材 可爱的小屁股 不断扭动着的尾巴 简直像个小天使啊 小雨滴一溜烟的钻进了里面的房间 小七松了口气 四周看了一眼 两百多平米的空间 完全就是一个大客厅 其中一整面墙都是闪着亮光的设备 看着呀 有点像地球上的电脑系统 不过显然 这一玩意更先进更高级 角落里有一排金属的壁橱 上面控制一个个格子 里面映射出不少动态的影像 估计是爱情的照片吧 小七走过去挨个看了一遍 都是小雨滴的影像 她跟一个老年的精灵人的合影 那个老精灵人 看穿着就像是个研究人员 如果没猜错呀 应该就是造出小雨滴的人 也是她名义上的父亲 当看到其中某一幅动态影像时 消气一愣 那个实验室的场景 估计是小雨滴出生的时候 老精灵人双手托着一个婴儿 身后一群精灵人在欢呼 其中有一个看着像是地球人 没有翅膀 黄皮肤 黑眼睛 举止行为跟华夏人一模一样 小雨滴身怀六字真言大明舟 一定跟这个华夏人有关 消息默默记牢这个人的长相 接着呀又看了看其他的影像 再没什么心的发现 刚转身回到大厅中央 突然身后墙壁上刷的一下 亮起一道画面 接着呀 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 小雨滴 精灵的传唤 限你两分钟之内出来 跟我们走一趟 消气一愣 走到画面前 那上面显示的是外面的胡同 两个精灵人穿着一身铠甲 手里还拿着武器 这两个精灵人面色不善 阴沉凶利 这时啊 身后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 小雨滴带着一身异样的香气 跑到消气的身旁 看了一眼外面的情况 顿时惊道 糟了 谁碰好将军的手下 桑波他老子的人 嗯 肯定是来调查我的 消气轻轻一笑 弯腰抱起小雨滴 随口说道 没事 别怕 有叔叔在呢 谁敢逗你 叔叔保证让他变成一堆骨灰 说完 瞄了门外的精灵人一眼 神情渐渐 变得冰冷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第1260一集 连锁反应 牢狱之灾 小雨滴被消气抱在怀里 感觉无比安全 突然呢 大眼睛一转 凑到消气耳边说 对了叔叔 如果你想找人 圣王城里只有两个地方 可以搜遍整个爱心网络 一个是天行道馆 还有一个就是圣王城的警备队 这两个地方 哪个更好接触啊 严格来说 警备队还好一点 我有黑卡 就可以查询系统 天行道馆可言呢 除了王族的人 其他人是进不去的 小气眨眨眼 疑惑地说 你现在可是被传唤 应该没机会 自由使用查询系统了吧 嗯 我想想 小雨滴皱着小眉头 沉吟了一下 这时啊 外面的警备队员 又大声说了一句 小雨滴 我们知道你回家了 再不说话 我们就强行破门了 哎呀 知道了 我换衣服呢 马上就出来了 讨厌 小雨滴不耐烦地回了一句 接着呀 在消气耳边轻声说 叔叔 我猜威姬叔叔 跟尼亚姐姐 也都会被传唤去警备队的 等见了尼亚姐姐 可以让他帮忙 使用查询系统 尼亚姐姐的爸爸 是上王城的大长老呢 就算帕卡将军 也对礼敬三分 这样啊 那就有门了 消气难难说了一句 接着呀 把小雨滴放到地上 凑到她耳边轻声 说了几句话 接着身影一闪 化成一道金光 钻进了她的小耳朵里 也不知道是不是痒到了 小雨滴咯咯笑了两声 想伸手挠耳朵 结果忍了一下 还是放弃了 接着呀 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 小脸平静了片刻 随手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呢 两个警备队员上下 打亮她一眼 其中一个沉声说道 走吧 赶我们去一趟警备队 中队长见你 帕卡将军也在 将军还没回来 去了悠悠场 哦 好吧 那走吧 一听帕卡将军不在 小雨滴低着头 往警务车上走 边走边偷偷笑了一下 这个时候去警备队 也就是走个过程 只要有尼亚在场 应该就没什么大问题 数分钟后 圣王城警备队 这是一座庞大的建筑 整体青黑色 带着一股庄严肃杀之气 离远离看呢 有点像是地球上的监狱的感觉 警务车要先经过一道沉重的黑色金属门 金属门的四周全都隐藏着可怕的能量波动 显然都有防御武器 进了金属门之后 警务车拐了个弯 钻进地下 停在了专用停车位 从警务车下来 一连经过两道身份认证的闸门 才进入警备队大厅里面 里面还是一如既往的富丽堂皇 轻衣色的精石制品 不少穿着特殊制服的精灵人来去匆匆 这些人身上都有强大的能量武器携带 小雨滴身态轻松的跟着两个警备人员 一路走到大厅角落 乘坐一道透明悬堤 飞快的往楼上升去 到了顶层 出了悬梯 离老远就看到前面站着两道身影 正是尼亚和维基 小雨滴兴奋的一招手 大声叫道 尼亚姐姐 维基叔叔 说着呀 飞快的向两个人飞奔过去 小雨滴 你没事吧 没事 尼亚见到小雨滴 脸上浮起了笑容 一把抱起她 这两天不要再乱跑了 有事就联系我 听到了吗 尼亚认真异常的在他耳边 小声说了一句 因为桑布的死 给圣王城造成了很大的轰动 多少年了 这还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 堂堂守城将军的儿子 竟然开着列战车 往停机坪上撞 这种事太匪夷所思了呀 别说帕卡将军不会善罢甘休 就算四大长老和圣王 也必然会关注这件事情 所以 天坟号上的三个生还者 自然就成了重点关注对象 尼亚还好 她是大长老的女儿 可是小雨滴和维基就惨了呀 没有事里没有关系 指不定将来会出什么乱子呢 这时 两个警备队员来到警备队 钟队长的办公室外 使用丞相系统 跟里面汇报了一下情况 接着转身对三人说道 你们进去吧 钟队长在里面 好的 谢谢 尼亚礼貌的点点头 三人开门走进了中队长办公室 办公室里 一个身材高大消瘦的精灵人 正背对着他们 面对着一道彩色影像 不住点头称师 片刻之后 影像消失 他这才转过身了 看着面相很年轻 至少比维基 要年轻帅气得多 这个精灵人穿着黑色制服 胸口印着一枚金色勋章 背着双手 双眼金光四射 神采飞扬 一见到尼亚 顿时松了口气 苦笑地说 尼亚 你们到底出什么事了 说实话 我们几个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贾连图 刚刚是跟帕卡将军 在通话吗 尼亚似乎跟这个 钟队长关系很熟 是啊 不然还能有谁啊 帕卡昨天去了悠悠城 今天听到他儿子的事 暴跳如泪 一口咬定这里有问题 一道金色零剑甩过来 让我把你们暂时留在警备队 他已经加速赶回来了 贾连图哥哥 他再加速赶回来也要明天了 难道今天我们晚上 就要在警备队过夜吗 小雨滴大声问了一句 我也没办法 只能委屈你们三个了 不过放心吧 有我在 你们有什么需求 都可以跟我提 没什么需求 你军令难为 我们也不为难你 那就找个地方 把我们关起来吧 尼亚对加连图的态度 始终很平淡 尼亚 你 钟队长 你以前说过 办公期间不谈一切死事 执行命令吧 说完呢 尼亚抱着小雨滴 转身直接出去了 剩下的一直默不作声的 维基看了加连图一眼 苦笑的说 你们俩的关系 怎么到了这种水火不容的地步啊 维基 你知道的 他看不起我努力争取了的地位 不过 说实话 你放弃了他爸爸的机会 却跑来做帕卡手下 就算我 也一直不理解啊 加连图沉默了一下 嘴角不经意的撇了一下 随即笑道 算了 不说了 今晚就留在警备队吧 放心 没人敢为难你们 行 那我走了 说完呢 维基也转身离开了 等房门关上以后 加连图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脸上的肌肉抽动两下 喃喃的说 你呀 我想得到的 绝对逃不掉 接着打开桌上通讯器 低声说了一句 宋尼亚维杰他们去 B4区看管起来 好好招待 是 队长 关了通讯器 加连图背后的尾巴甩了两下 又笑了起来 只是 那笑容看起来相当古怪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62集 找到了紫霞的下落 警备队 B4区域 综合处理师 尼亚维基和小雨滴 被带进了屋里 领路的人盯住了几句之后 转身关上房门 咔嚓咔嚓几声响后 房间彻底被封死 这间综合处理室相当宽敞 左右三百多平米 里面还真的是很豪华呀 像是家居室一样 要什么有什么 唯独没有窗户 像是一个封闭的牢笼 尼亚的脸色不太好看 进了房间以后 把小雨滴放下 就自己进了 其中的一间卧室 不再出来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维基则是钻进了厨房里 找了一堆劣质的酒水 咕咚咕咚大喝起来 一看两个大人 都没有说话的意思 小雨滴脸上 慢慢浮现出古怪的笑容 接着迅速跑到网络室 坐到一台设备前 活动活动手脚 这时啊 耳朵里突然传来 消极的声音 小雨滴啊 在这里就能进入 查询系统吗 嗯 别人不行 我可以的 小雨滴轻声回了一句 会不会有风险呢 如果有 你可以告诉叔叔 哪里安全一些 叔叔带你过去 没事叔叔 没有风险的地方 只有中央网络平台 可是那里有超智能系统在监控 而且有水晶武士守着 根本没有办法去 消气一听 有水晶武士看守 真想看看这个水晶武士 是个什么奇数 那个嘉莲图 是紫禁级的武士吗 嗯 你看到他胸口的勋章了吧 那就是标志 哦 原来是这种程度 嘉莲图的感觉 也就是天仙的程度 不过呀 这是单纯的能量上评估 实在不知道 这些高等级的武士 是不是也像桑波那样 战斗的时候 还要穿铠甲 如果紫禁武士 能达到天仙的级别 那水晶武士 肯定到了大罗金仙的境界了 那么一想 难道圣王 又洪荒之惊吗 还有什么个什么武尊 还是圣王的师父 萧綦不知道自己这么推测 准不准确 没真正动手 还是不要妄下判断的好 这时啊 小雨滴已经开始 在面前的设备上忙活起来 双手不断在空中 调试一些虚拟的数据 看他的动作 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 有点类似于地球上 幻影他们进行 网络攻防战时的感觉 估计啊 都是在破一些防火墙之类的 屏蔽手段 趁他忙活的时候啊 萧綦悄悄钻出 小雨滴的耳朵 引起了身形 接着将神念缓慢的扩散出去 查探一下四周的环境 他对这个圣王城的警备厅 相当感兴趣 这里估计就是 圣王城的核心武装部 这里面肯定有超级高手 并且有很可怕的能量武器 对萧綦来说呀 这个神奇的星球 充满了未知的奇妙 谁能想到 自己竟然离开了地球 在这个星球上待了这么久 所以说 宇宙之大 无其不用 不开阔自己的箭矢 恐怕永远也攀不上 九界的巅峰 萧綦的神念 缓慢的扩展着 不断巡视着四周的建筑 包括警备厅里的 这些警备队员和一些武士 看着看着呀 突然皱起了眉头 尼亚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 貌似不对呀 最起码现在这间房间的下面 有个巨大的空间 是自己的神念 没法感知的地方 会是巧合吗 偏偏把尼亚他们三个 安排在这个房间里 当神念继续扩大 某一刻呀 重新钻进加连途的办公室里 愕然发现 这个之前看上去 还有些帅气的中队长 竟然脱光了衣服 露出精壮的上身 不断用一根长鞭 抽自己呢 一边抽着呀 一边闭着眼睛哼哼 脸上不是痛苦的表情 反而像是正黑羞的爽感 这诡异的一幕 看着消息嘖嘖成奇呀 以前在地球的时候 听说民间有些异教徒 喜欢用荆棘鞭子抽自己 以这种方式来苦修 做到精神上的升华 或者赎罪 难道爱心上 也有这种宗教的说法吗 还是这个家伙 就是单纯的自虐呢 萧綦感觉匪夷所思 在继续扩大神念 缓缓地覆盖 向整个警备大厅中央监控室 某一刻呀 神念突然感知到一片空间 里面雾气马黑一片 可是黑暗中 似乎有个可怕的家伙 当萧綦的神念刚钻进去 那个家伙猛地 睁开一双星红的眸子 扭头看向萧綦的神念 一声力喝 谁 紧接着呀 就是一片刺目之极的灿烂光滑闪烁出来 萧綦心中一身 飞快地缩回神念 闪电般地回到小雨滴的耳朵里 精神问道 萧綦 你刚刚说中央网络平台有水晶武士手掌 对呀 那个位置是不是这个地方 说的 萧綦将刚刚探过的黑暗空间幻化成形 呈现到小雨滴的眼前 咦 叔叔 就是这里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去过了吗 刚刚发现了那个地方 里面确实有个高手 感知能力不错 居然能发现我的神念 我的天啊 叔叔 你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探到那里 好神奇啊 舍着网络平台的水晶武士叫纳古若 是圣王城的三大武圣之一 他好厉害的 武圣 就是指水晶武士吗 嗯 整个爱星有一位武尊 三位武圣 他们四个是爱星上最强大的圣灵 几乎无所不能 消气一听 心中暗横亮了一下 武圣就是水晶武士 都能感应到自己的神念了 那位武尊岂不是更可怕呀 没准比自己还厉害呢 更糟糕的是 这个星球重力相当巨大 自己的一身修为在这里大打折扣 简直就是套上了紧箍咒一样啊 看来 如果能不起冲突 就尽量别起冲突了 反正自己来这里 又不是称霸人家星球来了 想到这儿啊 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小雨滴身上 惊声问道 怎么样 找到线索了吗 最近有什么新来的 或者可疑的地球人吗 叔叔 还真有点奇怪的地方呢 小雨滴盯着面前设备的屏幕 聚精会神的一边看着 一边喃喃的回了一句 这星球的文字和系统 消息完全看不通 只能看到屏幕上 一堆像是甲骨文一样的符号 跟看天书似的 赶紧追问了一句 丫头 快说 什么奇怪的地方 哦 就是帕卡将军去悠悠城的市 悠悠城是域外三大城市之一 位于圣王城的东边 那里面的城主 就是帕卡将军的大儿子 那又如何呀 他的大儿子突然宣布要结婚 可是对象却是个弟兄女人 还是个哑巴 哑巴 消息皱了皱眉头 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啊 小雨滴 我要找的人不是哑巴呀 可是悠悠城里传言 这个女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呢 穿着一身紫色的纱裙 美得毫无瑕疵 简直 什么 穿着紫色的纱裙 有没有图像 跳出来我看看 好 等一下 小雨滴抿了抿小嘴 飞快的调适了一下 接着呀 屏幕上缓缓出现一道彩色投影 当看到投影上一个长得跟星星似的粗壮的精灵人 怀里抱着一个绝色美女时 消气脑子里嗡的一声巨响 那个女人真的是紫霞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63集 妙法脱困 萧綦只看了一眼就知道 那个女人一定是紫霞 而且她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神情木人 眼神空洞 就像是一具行尸走肉一样 被那个精灵人抱在怀里 而且小雨滴怎么说她是哑巴呢 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萧綦心急如焚 小雨滴 那就是我要找的人 告诉我 怎么去悠悠城 啊 去悠悠城 要动用猎战车 可是现在我们都被困着 没有办法离开啊 用猎战车就行了吗 没事 我想办法 此时的萧綦心里 涌动着疯狂的杀意 不管什么原因 任何感染指紫霞的 都已经被她看成是死人了 不行啊 叔叔 你不能用钱 一旦猎战车 脱离控制台的掌控 会瞬间被执行毁灭程序的 你等等 我来想办法 小雨滴焦急的说了一声 她的话音刚落呀 背后门口突然传来 妮娅的声音 小雨滴 你在干嘛 怎么自言自语的说话 小雨滴扭头一看 妮娅端着一杯水 正站在门口 愣愣的看着她 一看到妮娅呀 小雨滴双眼一亮 索性直接开口上 叔叔 你能变成妮娅姐姐吗 看那小雨滴仍然自言自语的 妮娅真吓了一跳 赶紧走到房间里 来到她的身边 紧张的说 小雨滴 你怎么了 你在干嘛 妮娅姐姐 你先别吵 小雨滴冲着妮娅轻轻一笑 这时 小妻在她耳朵里回道 再变出个妮娅没什么问题 你有什么办法吗 能再变出个妮娅姐姐 那就太好了 叔叔 妮娅姐姐也有了一张车的驾驶资格 所以 只要想办法把她弄出去 由她来驾驶列战车 就不用担心控制台出岔子了 小雨滴笑眯眯的一边说着 一边拉起妮娅的手 低上说 妮娅姐姐 叔叔在这里 什么 你说七个在这 妮娅顿时大惊 紧张的四处乱看 姐姐 表现得正常点 叔叔变成了小虫子 躲在我耳朵里呢 妮娅一听 忍不住摸着小雨滴的脑袋说 小雨滴 你说不是傻了 什么躲在你耳朵里啊 她刚说完 就听到耳边响起了小七的声音 妮娅 是我 小七 妮娅浑身一哆嗦 脱口惊叫了一声 震停点 妮娅 我需要你的帮忙 我的天 你真的在这里 出什么事了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 我来这里是找朋友的 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 就在悠悠城里 但她好像出事了 我必须尽快赶去悠悠城 你能帮我驾驶 立战车去悠悠城吗 听到消息说了这么一堆 妮娅终于震停下来 深吸了一口气 轻轻说 驾驶立战车去悠悠城没问题 只是怎么逃出这里呢 逃出这里很简单 这里有监控吗 有 不过因为我们几个身份特殊 所以这里的监控只有图像 不会有声音传出去 哪里能短暂的避开监控 妮娅翘脸一红 细长的尾巴扭曲了两下 低声说 厕所里可以短暂的避开监控 好 完美了 驾驶立战车 需要危机吗 需要 行 你们几个一个间隔开 分别去厕所里 现在行动 这 相信我妮娅 消极的声音带着无比强大的仔细 妮娅一听啊 只好点点头 接着转身走到外面 若无其事的跟危机小声嘀咕了几句 危机的神态最自然 听完之后毫无异样 等了一会儿 她第一个走进了厕所里 片刻之后 厕所门一开 她又出来了 神情自若 妮娅有些莫名其妙 眨了眨眼 走过去低声跟危机说了一句话 可是这一次呀 危机却不止声了 只是扭头看了她一眼 咧嘴一笑 一会儿公飞 小雨滴也蹦蹦跳跳的进了厕所 接着 没过一会儿呢 她也再次跑出来 跳上沙发躺着去了 这时啊 萧綦的声音出现在妮娅的耳边 给你了 妮娅一听 深吸了一口气 虽然搞不清楚 萧綦到底做了什么 但是 她对萧綦有种莫名的信任 所以也不再犹豫 开门进了厕所里 一进去 妮娅的脸蛋就又红了 毕竟这里是厕所 是个很尴尬的地方 也不知道萧綦在哪儿 她是不是看着自己在厕所里呢 正当她脑子里胡思乱想的时候 突然发现四周所有的东西 都开始急剧变大 哎 不对啊 是自己缩小了 那一瞬间妮娅的心 呼呼狂跳 这是什么手段呢 竟然能让自己在瞬间缩小 简直缩成了一粒灰尘了 紧接着呀 空中好像飘落一根金色的毛发 随后听到有人吹了口气 再之后 那根毛发竟然变成了自己的模样 完全一模一样 包括神态表情 包括各种小动作 天呐 萧綦的手段简直太惊世骇俗了 等假的妮娅推门走出去后 厕所的角落里 萧綦带着小雨滴和危机 缓缓出现在她面前 妮娅有些颤抖地看着萧綦 咬了咬嘴唇 突然低声轻舌说 七哥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一直在我身边呢 呃 其实 算了 你来了就好 妮娅突然打断她 冲她轻轻一笑 尾巴轻柔地晃了两下 这时 小雨滴兴奋地跳着脚 冲着妮娅急道 妮娅姐姐 好了快走快走 咱们赶紧出去 这样真刺激啊 刺激什么啊 你给我老实点 就算其他人不会注意到我们 但是这里也有些地方 还是有能量监控装置的 所以得小心行事 我知道 这方面你是专家嘛 行了 妮娅坐视干脆利落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迅速转身 冲出了厕所 后面消极抱着小雨滴 跟在围机的后面 四个人缩小的程度 几乎就跟灰尘一样大小 别说人眼 就连最先进的监控系统 也扫不到他们 唯一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里的有些角落 安装着能量监控器 被这东西感应到 一样白扯 幸好啊 妮娅对这里的监控装置 相当熟悉 就跟自家后院似的 小雨滴暗中解释了一句 原来啊 妮娅跟那个中队长 嘉莲图是一起长大的 小的时候 是很好的朋友 甚至无数次有过 将来在一起生活的誓言 用地球的话说呀 那就是青梅竹梦 结果后来呢 由于某些隐晦的原因 两个人掰了 而嘉莲图从小就在 警备队长大 是个孤儿 也算是个天才 基本上警备队的监控系统 都是他布置的 听到这儿 消气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妮娅被关起来 心情这么糟糕呢 要不要告诉他 这个嘉莲图 还是个自虐狂呢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 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64集 小雨滴的第八杆 尼亚对监控位置 真的是相当熟悉啊 她带着萧綦等三个人 在警备队里 左躲右闪 以最快的速度 穿过B4区 接着呀 利用通风管道 直接钻到了 警备大楼顶层 从通风口爬出去 上了天台 到了天台 尼亚看着小雨说 最安全的方法 就是从上面 离开警卫队 而且即使离开这里 也不能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 那样我们三个 也会立刻暴露目标 小雨微微一笑 既然出来了 办法就更多了 你不是说 我是神奇的喜哥吗 再让你看看 神奇的东西 说完心念一闪 从虚空纳戒里 把百明招了出来 这只天急灵兽 羽翼日渐丰满 越来越漂亮了 刚一招出来 倒是把尼亚他们 三个吓了一跳 不约而同的 惊声尖叫 后腿连连脑 小百明一出来 抖着抖翅膀 歪着脑袋 看着地面上的 几个小黑点 因为其中之一 可是他的主人 只是 主人怎么变这么小了 这在玩什么呀 百明莫名其妙 冲着萧綦张嘴娇 萧綦吓得 赶紧在心中 跟他联系 让他把嘴闭上 现在几个人 变得这么小 他一叫 都容易把耳膜阵裂了呀 等百明安静下来 萧綦这才冲 尼亚三人招了招手 别怕 这是我的宠物 他刚说完呢 小百明的喉咙里 就发出一阵 咕噜噜的声音 似乎在表示不满 萧綦没理会他 抱起了小雨滴 看着尼亚和维基说 上来吧 让小百明 带我们离开这里 直接去列战车的停机坪 七 七哥 这只灵兽 好漂亮啊 尼亚间难得 咽了口唾沫 由衷地赞叹了一句 凑合吧 好吃懒做了蓝鸟而已 百明眼睛一瞪 又咕噜噜 抗议了两声 这时啊 小雨滴 终于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立刻缠着萧綦说 叔叔 快 快点上去 我要坐着灵兽 飞向天空 好 咱们上去 说完 萧綦纵身一跃 直接跳上了百明的后背 接着 随手一扶 将尼亚和维基也设了上来 因为几个人体积变得非常小 百明根本感受不到重量 等萧綦的命令传达之后 百明翅膀一振 双爪在地上一蹬 缓缓地飞了起来 刚升空的时候 似乎有些不适 诧异地扭头看了萧綦两眼 不过翅膀煽动几下之后 终于还是慢慢地掌控了力道 虽然这个星球的重力 重了一万倍 可是百明的体积还算小 再加上好歹 他也是上古天级领兽 体内能力非常小可呀 在翅膀用力鼓荡几下之后 突然张嘴一声鸣叫 接着呀 身形瞬间冲天而起 飞向高空 等飞到高空之后 萧綦的心里更吃惊了呀 越往上 引力越凶猛 百明使尽了吃奶的劲 也才刚刚达到千米高空 萧綦见他吃力 也不再要求他往高飞了 只让他用最快的速度 往列战车的停机坪飞去 当百明扇动了翅膀 甩着梦幻归立的七彩维雨 渐渐离开警备大楼时 监控视力 一道身影突然闪到窗口 双眼星红 死死地盯着空中百明的影子 片刻之后 这道身影突兀的消失 一个多小时后 列战车停机坪上空 一道彩色身影一闪而湿 瞬间在半空消失了 四点肉眼南边的黑点 从空中坠下 向着停机坪上的一辆 列战车掉落 眼看将落到车顶时 萧綦双手一扶 凌空设着尼亚和危机 再加上像树带熊一样 掉在胸口的小雨滴 四个人悄无声息地 潜进了一辆列战车里 进去之后 萧綦解除了法术 尼亚二话不说 招呼危机飞快地 跑向驾驶舱 进入驾驶位 数分钟后 列战车成功启动 并且通过了控制台的程序 随着列战车 缓缓升空而起 尼亚一脸严肃地 神情低声说 只要脱离了圣王城 就算被人发现 是我在驾驶列战车 也不会有人阻拦了 到悠悠城 需要多久 萧綦急忙问了一句 很快 用你们的时间来算 三个小时就到了 三个小时 萧綦心中焦急 三分钟都觉得漫长 紫霞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被人说成哑巴 又毫无反抗地 被抱在怀里 更被人宣布说要结婚 真他妈操弹哪 那个像大猩猩一样 长手长脚的家伙 他敢碰紫霞 他就死定了 无论他是谁的儿子 他绝对死定了 七哥 你放轻松一点 你把小雨滴都吓到了 突然呢 尼亚轻声说了一句 萧綦瞬间回过神来 回头看了一眼小雨滴 发现她有些怯生生的 靠在了舱壁上 看着自己一脸的委屈神色 叔叔 你刚刚的眼神 好可怕 一看萧綦看着自己 小雨滴立刻举着小嘴 低头说了一句 萧綦平息了一下 心中狂躁的情绪 走到他身边勉强笑道 小雨滴啊 没事 叔叔刚才心情有点急躁 叔叔 那个叫紫霞的 是你什么人啊 小雨滴大眼睛眨了眨 开口问道 他啊 是叔叔非常非常重要的伴侣 重要到没有人能够替代 他在我心中的位置 明白吗 哦 他其实才是叔叔的情侣吧 是的 所以叔叔着急去救他 他一定是出事了 听到这儿 小雨滴立刻大声说 叔叔 你肯定能救他出来的 我保证 萧綦玩耳一笑 当然不会把他的保证 放在心里 不过看着他小脸 恢复正常 心里也是松了口气 可惜 他背对着尼亚 却没看到尼亚脸上 那抹黯然 当列战车成功脱离王城范围 进入到外面漆黑幽暗的世界时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出去之后 列战车开始加速 很快就进入了 接近光速的极速飞行状态中 三个小时 折磨人的三个小时呀 萧綦虽然强自压着狂躁的情绪 可是身上的低气压 也让整个列战车里的戏份有些凝重 无奈之下 只好独自一人来到后舱 再次盘膝坐在地上 逼着自己默念观音心经 可是念着念着呀 脑子里又浮现出 那个精灵人抱着紫霞的场景 操他大眼的 他要是敢亵渎了紫霞 老子发誓 一定要让整个悠悠城陪葬 某一刻 萧綦的双眸 悄然掠过一抹黑色 而站在远处 身子躲在门后 探出小半个脑袋瓜的小雨滴 一直偷偷盯着萧綫 当他身上出现异样的时候 小雨滴的小脸上也浮现出委屈的神色 他撅着小嘴 双手不安的缠绕在一起 犹豫了好长时间呢 终于一咬牙 悄悄伸出小嫩手 双手做出古怪的手印 口中轻轻喝道 阿赖耶石 第八感 开 随着声音一露 他的眉心处 悄然浮现出了一道古谱的经文 叔叔 小雨滴会守护着你的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65集 为了紫霞 而引爆杀鸡 三小时后 列战车终于来到了 另外一座城市上空 七哥 醒醒我们到了 这里就是游游城 妮娅的声音 传进了萧綦的耳朵里 一直盘膝 坐在舱尾的萧綦 终于缓缓地睁开双眼 她的眸子里 闪动着一丝 害人的光芒 妮娅 你没有什么打算 萧綦并没急于进城 反而问了一句 妮娅的打算 七哥 不用管我们 想进游游城 就一定要驾驶列战车进去 否则城市上空的护照 你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可是 你们一进去 应该就会被帕卡知道吧 嗯 没事 她不管把我们怎么样 无论如何 她对我们只有怀疑之心 没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她的儿子 和我们有关 萧綦沉默了一下 接着说 如果我把帕卡杀了 会对你们有影响吗 妮娅一愣 跟身旁的维基对视了一眼 小先生 如果您真的杀了帕卡将军 对我们有利无害 第一 停机平出示现场 所有人都看到 我们是被扔出来的 第二 警备队收押我们 是帕卡的私人命令 第三 如果你出面杀了帕卡 我们反而撇清了关系 维基开口接了一句 那你们要怎么解释 偷偷溜出来 开着猎战车到游游城呢 这个更好解决 猎战车进了游游城 麻烦萧先生 帮我们隐藏起来 这样 明面上 我们三个 还是在圣王城的警备队里 而游游城出现了 我们的信息 那只能是 系统出现错误 而这艘猎战车 我们会让它坠毁 在游游城里 那就这么办 进去之后 我把你们隐藏起来 这艘猎战车 也不用坠毁 我自有办法 你们找地方躲起来 我会尽快救出紫霞 跟你们会合的 好 那就这么办 尼雅和维基同时点点头 一旁的小雨滴默默的听着 也没表示什么 萧綦却扭头看了她一眼 突然笑着说 小雨滴啊 来 跟叔叔过来一下 接着 转身往舱尾的方向走去 小雨滴神情愣证了一下 看了看尼雅和维基 接着飞快的跑过去 来到萧綦的身旁 疑惑的说 叔叔 叫我做什么 小雨滴 之前你说的 想跟叔叔也后悔地球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不后悔吗 不会的 叔叔 在这里 除了尼雅姐姐和维基叔叔 我就没有亲人了 萧綦笑了笑 突然以密法传言给她 小雨滴 听我说 别惊讶 我问你话 你只需要点头或者摇头就行了 听到萧綦的声音出现在耳朵里 可是又没看到萧綦嘴动 小雨滴顿时觉得惊奇无比 大眼睛眨了眨 缓缓点点头 小雨滴 叔叔有个神奇的空间 可以把你装进去 那里面很漂亮 很美丽 从现在开始 你就可以跟着叔叔了 你 愿意吗 小雨滴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而且神情无比的兴奋 好 一会儿到了悠悠城里 隐藏好了尼雅他们 我就把你带走 在这之前 千万考虑清楚 叔叔带你离开这里 你以后很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待我 好好考虑 小雨滴再次点点头 神态轻松 毫无迟疑的感觉 看到她的反应 萧綦也松了口气 其实自己的虚空那戒 也可以把尼雅和维吉都装进去 只是 他们俩毕竟跟小雨滴不同 他们俩始终还是会留在爱情 不会成为真正的自己人 所以自己的秘密 就不能透露给他们了 从始至终 萧綦都信奉一点 你的秘密保守的时间越长 活下去 并且强大企业的几率 也就越大 做好了这一切 列战车也一点点开进了悠悠城里 刚通过城市上空的防护罩 萧綦就深吸了一口气 来到仓门口 把尼雅和维吉也叫了过来 看着两人说 我会把你们在此缩小 送你们到地面 之后 你们自己找地方隐藏起来 我在尼雅身上留了我的能量印记 我会找到你们的 那小雨滴怎么办 尼雅突然问了一句 放心吧 我会给她找个安全的地方 说完呢 是以尼雅打开列战车的舱门 尼雅脸上神情一暗 突然觉得萧綦对自己 好像生分了许多 一点都不像在荒原时的样子 那个时候的她 看着自己时 脸上总会有灿烂的笑容 其实她不知道 萧綦故意开始跟她保持距离 也是对她的一种保护 毕竟从现在开始 萧綦很可能会慢慢走上 跟整个爱兴对抗的道路 再继续跟她有牵连 最终只会黯然收场 而小雨滴不透 她可以豁出去一切 跟萧綦离开爱兴 这就是差距 尼雅随手打开舱门后 萧綦暗中捏绝念舟 掀气一闪 裹住尼雅和维基 接着两个人 以惊人的速度迅速的缩小 当缩到之前那种程度时 随手浮出一团仙气 将两人裹住 接着右手一挥 将小雨滴收进了徐空纳街里 自己闪身跳出猎战车 随后又把猎战车 也收进了戒指里 眨眼之间 半空中的猎战车 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萧綦自己则是引起了 身形飞快地落到地面上 把尼雅和维基 放到隐蔽的角落 冲他们挥手示意 接着展开申请 向城市中心的高大建筑 狂奔而去 有小雨滴根在身边 自然不用再愁 会找不到正确的位置 悠悠城的建筑风格 跟圣王城一模一样 只是城市中心的高楼 规模小了一些 那就是城主的居所 这里的城主叫图马 是帕卡的大儿子 也是桑伯的大哥 据小雨滴说 这个图马的年龄 应该算是老头子了 至少活了有七八十年 只是外表有著炎树 还像三十来岁的精灵人 而且他的老婆 恐怕有十来个 分别住在悠悠虫 不同的区域 相互都没什么联系 爱星不像地球 人口众多 这个星球上最缺的 一个是水 另外一个就是人口 精灵人的数量 连荒兽的万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爱星上 雄性精灵人 娶无数个老婆都可以 甚至可以只为了传宗接代而结婚 听完了小雨滴的描述 萧綦的心里更愤怒了 引着身形不住提速 在悠悠城的京石大道上一顿狂奔 几乎是以缩地成寸之法赶到了城市中央的豪华建筑圈 那巨大的高耸插天的建筑叫做星塔 眼前的星塔 从上到下挂满了五彩飘带 一幅巨大的光影海报立在楼下 光影图像正是紫霞 披着一身绚丽的长裙 带着豪华的头饰 像是牵线木偶一样 站在图马的身边 而星塔的楼下 停满了无数豪华的飞行机 密密麻麻的精灵人 在楼下进进出出 看样子都是来参加婚礼的 人群中 萧綦再也控制不住心中怒火 猛地现出身形 浑身杀气狂飙 双眼渐渐弥漫上了一层淡淡的墨黑 接着就见他随手抓向光影海报发射端 猛地用力一捏 就听砰的一声爆响 发射端被捏成了一团废体 他的出现 让四周的精灵人大吃一惊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凭空出现的 再看他一身杀气 满脸猙獰 顿时惊叫连连 四散淘凯 星塔下面 眨眼间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月灵 为您演播 最上层大概一百多米高 布置得光彩夺目 一看就是宴会大厅 肖奇猛的一咬牙 不再压制修为力量 浑身上下轰隆一声爆响 轰荒静气的修为 瞬间引发周遭空气乱流 形成了狂猛的飓风 这一下呀 整个楼底更是乱套了 接着 肖奇一声长笑 纵身而起 像炮弹一样冲上百米高空 接着灯朗一声巨响 砸碎了顶层的蓝莖玻璃 冲进了宴会大厅里 他冲进去的时候啊 正是图马搂着紫霞 微微弯曲他的腰 撅着嘴凑上去 准备要亲 被消气的突如其来的一下 打断了礼仪 图马心中先是一惊 接着满脸震怒 脱口怒道 地球人 你是拿来的疯了吗 胆敢行他来捣乱 他的话音刚落 一直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紫霞 缓缓扭头看了一眼 萧綦顿时浑身俱针 双眼瞬间变得通红 张开小嘴想要喊 却只是发出了嘶哑的啊啊声 接着呀 用力挣脱图马 就想向萧綦冲去 萧綦一看紫霞的反应 心如刀脚脚下一闪 向他冲了过去 那曾想啊 紫霞前脚刚一动 后面的图马博人大怒 一把抓住紫霞的胳膊 相当的用力啊 捏得紫霞脸上 神情痛苦 浑身颤抖 同时 图马一手拉着紫霞 另外一手毫不犹豫 向萧綦一拳轰了过去 嘴里喝骂道 地球的猴子 给我死吧 早在他抓上紫霞胳膊时 萧綦就已经疯狂了 在他的心里 图马已经死了 眼看他一拳砸过来 萧綦夺也不多 一身修为运指 巅峰境界 直接逼出天池雷惊 到手臂上 刹那间 紫雷鸣动 雷霆爆射 紧接着 轰隆一声巨响 一道身影 响起了撕心裂肺的 凄厉叫声 像流星一样 划过一道黑线 砸到了后面的墙壁上 下一秒 紫光消炼 之前图马站立的位置 已经变成了萧綦了 萧綦怀里揽着紫霞 看着他绝世的容颜 有些憔悴 眼中泪光涌动 更让人震惊的是 他体内竟然一丝 能量感应都没有了 他竟然变成了普通人 怪不得像傀儡一样 受图马的摆布 为什么会这样 是谁 是谁伤了紫霞呢 萧綦的心底深处 第一次感受到一种 撕心裂肺的伤痛 那是吴采石 对陪伴了他千万年之久的 紫色云烟的心疼和眷恋 那一刻呀 萧綦有生以来 第一次彻底失控了 他的双眼几乎在眨眼之间 变成了漆黑如墨 额头青筋密布 一只手紧紧的搂着紫霞 另外一只手捏绝作印 浑身杀气飙升 我要这里所有的人 全都陪葬 我要整个悠悠城 村草不生 仿佛从九幽地狱里 传出了声音 响遍了整个星塔的顶层 紧接着呀 顶层大厅里疏忽间浮现出了 无数个消气的分身 这些分身有的赤手空拳 有的使用各式各样的神兵 就在这时 宴会大厅大门口处 咚当一声巨响 两道身影冲了进来 眨眼间来到被砸进了 墙壁的图马的身旁 其中一人在警备队大楼 加连途的办公室里 见过影像 正是圣王城四大将军之一的 帕卡将军 另外一个声据一副异乡 身材消瘦鲜弱 不足一米五 披着一身漆黑的斗篷 瞪着一双星红的毛子 这个人 萧綦也知道 守卫在警备队大楼 网络平台的水晶武师 那鼓弱 没想到啊 这个人不但能发现自己的神念 居然还追到了悠悠城 看来 他的实力水平 或许不止大楼金鲜的境界 但这个时候 萧綦的心里 根本就没有恐惧或者忧虑 他的心里只有杀戮 眼看着冲进来的帕卡将军 神态疯狂猙獰 像是要爆发了 萧綦冷冷的扫了他们眼 接着呀 打了一个响指 傻瓜 一声令下 整个顶层大厅里 所有的分身疯狂咆哮 各色神兵 光芒绽放 不要命的向四周的精灵人扑杀过去 眨眼间 四周成了修罗地狱 绝大部分精灵人都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只有部分武士勉强的抵抗了几下 也相继惨遭分尸了 没到两分钟时间 整个顶层就只剩下了 纳古弱和帕卡了 跟纳古弱对战的分身 拿着的正是琥珀神道 胸利淘天 而纳古弱也终于是显露出了 他的水晶武士的修为 浑身上下闪烁着奇怪的光芒 任凭琥珀神刀砍在身上 刀劲全都被诡异的抵消了 但是他的攻击也很普通 没有什么技能 只是双手擒着一把怪模怪样的重剑 跟琥珀神刀对抗 另外剩下的帕卡 比纳古弱还差劲呢 他应该只是紫金武士 但是应该比普通的紫金武士要厉害的多 很可能已经接近了水晶武士的级别 可惜啊 他这种水平在萧綦面前 也完全是个菜 只是勉强撑着不被击杀 苟延残喘而已 萧綦完全不在乎那两边的战局 他那些空出来的分身 好像被捅了马蜂窝一样 从顶楼一直往下 不断杀戮下去 整个星塔渐渐蔓延出无数血水 从大楼表面流到了外面 离远了一看呢 相当凄厉恐怖 数分钟后 整个悠悠城开始响起巨大的报警声 乍一听到报警声 萧綦像是被刺激到了一样 突然搂着紫霞飞出顶层大厅 悬空站在外面的半空中 从他的身上开始不断的换出分身 密密麻麻的分身落到地面 开始像潮水一样席卷而出 见人就杀 他这样子把紫霞吓坏了呀 就算自己受到了委屈 可是萧綦也不至于变成杀人机器 他的状态不对 双眼漆黑 浑身磨砌 糟了 他这是被磨砌影响的入魔了 紫霞紧紧的抱着萧綦的身体 很想张嘴跟他说话 可是嗓子根本发不出声音 突然 紫霞心中一动 耳边似乎听到了一个清脆稚嫩的声音 紫霞姐姐 我叫小雨滴 现在在叔叔的戒指里 叔叔的样子不对劲 好吓人呢 紫霞姐姐 我有办法让叔叔恢复正常 可是你能帮我吗 叔叔的意识现在一片混沌 形成了自我防护 我迫不进去 姐姐能想办法让叔叔的心灵 产生一次漏洞吗 听到这个声音 紫霞美眸眨了眨 接着抬头看着萧綦 下一秒 突然伸出双手扶着萧綦的脑袋 毫不犹豫的就亲了上去 这一吻瞬间震撼了萧綦的心灵 这一吻好像是更古以前就感受过 一直延续了亿万年 延续到天荒地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你演播 紫霞那一吻让萧綦心神俱真 原背景有些混沌的意识 疏忽间来到了一片神奇的天地 那片天地洪荒幽击 好像整个世界都感受不到有生命的存在 自己也不能动 也不能说话 只能茫然的看着四周 看着天很蓝 地很阔 终于有一天 周围好像产生了一片茫茫的紫烟之气 也不知过了多久 侠气分成了五色 化成五色的云彩 再之后 五色云彩产生灵智 清烟率先离开 带着一抹淡漠 而后 红黄白 三色云烟 也悄悄离开 不知所踪 只有紫色云彩 不知什么时候 似乎产生了一对美眸 那对美丽的眸子 蕴含着无尽的情思 痴痴地看着自己 就那么看着 眼睛都不眨 几乎看了万年 终于有一天 美眸下面 唤出了一张绝世俏脸 那张红润晶莹的小嘴 轻轻勾起一抹轻柔的笑意 接着迫不及待地亲了过来 对 就是这种感觉 这种略有些酸楚 却无比甜蜜的感觉 奇怪啊 为什么对紫霞的感情 会有种伤心伤神的情绪在里面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千万不要吓我呀 绝对不会让紫霞出事 绝对不会 带着这种执着的思念 萧綦的思绪开始漫无目的地飘飞 疏忽间似乎进入了紫霞的内心世界 可是当看到紫霞的心理时 萧綦顿时大吃一惊 心神俱振 就在这关键时刻 四周空间里突然响起了一阵 带有无上威严的稚嫩声音 随着最后一个定字 萧綦脑海里嗡的一声巨响 如同木骨沉重一般瞬间清醒了过来 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心念一闪 收回了悠悠城里的无数分身 地面上的分身收回之后 萧綦身影欲闪 直接消失在虚空中 而悠悠城里 已经有过半的精灵人惨遭吐露 放眼望去 血腥力气冲天 一片惨淡 星塔顶层的大厅里 有些脱离的纳古若 亮枪来到窗口 看着下面如同修罗地狱一样的场景 脸色如同死灰 片刻之后 硬咬着牙 从齿缝里挤出了一句话 帕克 同志圣王和无尊 此人实力非同小可 不是以往的地球人可以逼你的 从今天开始 口牙所有在爱兴的地球人 一定要逼出这个人来 他的身后 早已跌坐在地的帕卡 神情呆滞 默默地看着地上的儿子 此时的图马已经浑身冰冷 再没了呼吸了 实在没想到一天时间不到 两个儿子竟然先后惨死 那个地球人难道是死神吗 此时的萧綦 状态非常糟糕 今天发生的意外 让他第一次被魔性掌控身体 犯下了滔天杀孽 虽然这里是爱兴不是地球 可是短短的一段时间相处 让他很清楚的感觉到 爱兴人跟地球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而且爱兴人也有很多善良而又美丽的人 比如妮娅 比如小雨滴 比如维基 可是刚刚一时失控 短短几分钟里自己恐怕杀了上万的爱兴人 包括老人和小孩 这种沉重的负罪感让萧綦心头低血 再加上刚刚不要命的放出分身 以巅峰状态 自己还没彻底适应这个星球超过万倍的重力 所以身体负担相当大 萧綦勉强带着紫霞 闪到城市边缘 一个僻静的角落 当放开紫霞的时候 自己一个亮强 竟然跪倒在地 浑身汗如雨下 颤抖不止 紫霞拼命辅助他 脸上黄疾 但却说不出话 急得他紧咬嘴唇 要得鲜血持流而不自知 萧綦努力的盘膝坐在地上 虚弱的看着紫霞低声说 没事 紫霞 放心吧 我先把你收进虚控拿戒里 这样安全一些 他刚说完 就见紫霞拼命的摇头摆手 态度十分坚决 萧綦知道 他想留在身边 可是现在还在游游城里 刚刚那场动乱 很可能会引来更加可怕的对手 比如另外两个水晶武士 比如最神秘的武尊 纳古若的实力 萧綦已经大体上掌握了 他对能量的掌控能力相当强大 虽然进攻的手段贫瘠了一些 但是实力绝对强劲 应该相当于大罗金仙的中上层 而且他更善于防守 另外两个水晶武士 其中有一个是圣王城的城主 他肯定比纳古若还可怕 至于那个武尊 萧綦已经在心里有准备了 那个武尊十有八九堪比洪荒之境 在这个超重力的星球上 如果有洪荒之境的实力 恐怕自己对上他也完蛋了 毕竟他更适应这个星球的重力 而自己却要束手束脚 再加上自己现在的情况糟糕至极 刚刚被魔器控制身体 体内的混沌体脉 跟暗物质能量 斗了个难解难分 连混沌体脉 都开始压制不住自己的魔性 这种结果太可怕了呀 萧綦深吸了几口气正想说话 脑海中突然响起小雨滴的声音 叔叔放我出去吧 现在只有我能保护你了 小雨滴 对不起 刚刚 叔叔别说了 虽然小雨滴很生气 非常生气 七叔叔残杀了那么多同胞 但是小雨滴说过的话 不会更改 更不会出卖叔叔 希望叔叔有朝一日 能弥补今天的杀戮 小雨滴心中一阵扭曲的疼痛 半赏才沙哑地回答 叔叔 会弥补的 嗯 我相信你 放我出来吧 小雨滴 现在跟在我身边很危险 我不怕 而且 从现在开始 我要时刻监督叔叔的状态 另外 我要带叔叔去一个地方 或许会有解决办法 乍一听到小雨滴的话 萧綦心中已经 你知道叔叔身体有问题 嗯 我知道 你体内有大量的暗物质能量 多得可怕 小雨滴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多的暗物质能量 你知道暗物质能量 知道 抄体实验室里 有纳莫老师 就是他告诉我有关 暗物质能量的事 纳莫 萧綦第一时间想到了 在小雨滴的家里 看到的一张照片 就是他刚出生的时候 那个实验室里 有个地球人 应该就是他吧 他不但知道暗物质能量 还精通扶门针法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68集 爱星 错综复杂的形式 萧綦对小雨滴 所说的那个人 充满了极大的期待 如果他了解暗物质能量 或许真的能够帮自己想法 压制住体内的魔性 萧綦 你说的那个纳莫 他在什么地方 他在圣王城 果然呢 还是得回去圣王城啊 萧綦摇头苦笑 回圣王城 就得去找尼亚 可是现在的自己 还有资格去找尼亚吗 他现在肯定已经知道了 悠悠城的惨案了 叔叔 去找尼亚姐姐吧 去了我跟他解释清楚 他会听我的话的 好吧 萧綦暗叹了口气 无论如何都得回圣王城 现在找到了紫霞 再想办法找到小六就行了 到了圣王城 如果能找到压制魔性的手段 那是最好的 想到这儿 心念一动 放出了小雨滴 接着呀 转身看着紫霞轻声说 还是把你收回去控那戒吧 这样啊 我们就可以用神念来沟通了 放心 有小雨滴在 我不会有事的 紫霞眨眨眼低头 看了眼小雨滴 发现这个美丽的精灵娃娃 也在抬头看着她 接着呀 紫霞缓缓蹲下身子 轻轻搂住小雨滴 随后在她额头上 亲了一口 小雨滴的脸上 终于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低声说 紫霞姐姐 我不会再让叔叔发狂了 放心吧 紫霞点点头 欺然一声 接着呀 萧綦一挥手 将她收起了虚空那戒里 随后盘膝坐在地上 看着小雨滴 小雨滴啊 我叫静坐一会儿 恢复经历 等我一下 嗯 叔叔 你恢复经历吧 小雨滴点点头 乖小的手在萧綦的身旁 而萧綦也虚弱的闭上了双眼 以神念跟紫霞沟通起来 紫霞 现在说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体内怎么一丝能量都没有了 萧綦 我遇到太乙真人了 太乙真人 她在爱星 萧綦大致一惊 没想到太乙真人会在爱星 太乙真人 也是逆天道的成员 而且 我还见到了这个星球顶尖的存在 就是那个武尊 就是她 把我的力量封印起来 抽离了身体 武尊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怀疑 她是九界中人 因为她长得不像精灵人 但是 她也肯定不是地球人 她的力量很恐怖 深不见底 或许比你还厉害 如果真是九界中人 对她也不奇怪 只是她们要你的能量做什么 她们要的 是带有女娲气息的能量 为什么 这就不清楚了 但是 应该是跟福西大神的传承有关 另外 从图马那里 我还听到了一点线索 好像 佛祖也在这个世界 萧綦心中顿时一阵 这惊人的消息 是一波接一波呀 之前还想着找到了紫霞 小六之女和哪吒他们 就一起想办法离开这个星球 现在一看 这里竟然埋藏了这么多的秘密 你一听到 福西传承 佛祖 九界中人 这一切的一切 似乎都有些观念 看来啊 自己得重新制定计划了 现在想想自己之前入魔失控 造成了惊天续案 实在是最大的败笔 这样一来 自己就只能暗中行动了 没办法求助任何人 绝不能再牵连尼亚和维基了 一会儿 得跟小雨滴聊聊 看看能不能让他想办法 解决所有的麻烦事 想到这 立刻暗中跟紫霞沟通 紫霞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 为你找回力量的 在这之前 你就一直留在虚空那街里吧 嗯 小七 突然失去了力量 反倒让我感受到了 一丝奇怪的现象 什么现象 这个星球万层空间 那一圈汹涌的火焰洪流 好像跟我的身体 隐隐有关联 但是 我不知道 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一听他说起这件事 消息立马想起 自己之前陷入混沌的时候 曾经意外地 进入了紫霞的内心世界 他的心里有一样东西 应该是个残骗 难道爱心外面的洪流 跟他体内的残片有关系吗 对了 自家 你声音是怎么哑吊的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身体里似乎跟火焰洪流 有关联的原因 在火焰洪流里时 从体内好像冲出一种奇怪的能量 跟火焰洪流混合在一起 形成了像血液一样的液体 接着又倒灌回来 倒灌回来的过程中 就把我的洪龙烧伤了 还好 原来是这么伤的 萧棋松了口气 散出一缕神念 直接钻进虚空纳戒里 控制着一团幸运泉水 混合在鲜酒中 让紫霞喝下去 试试 能不能修复你的嗓子 眼看着他一点点喝光了 鲜酒跟星运泉水里的混合液 片刻之后啊 紫霞轻轻嗡了一声 这声音轻柔温婉 听得萧棋精神一振 激动之下 一把抱起紫霞 幸好 幸好 不是什么大事 萧棋 以后千万不要为了我 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答应我 不会了 我会想办法控制自己的魔性 还有 也不要为了今天的杀戮 太过自责 陷入的太深 还是会容易被魔性所控制 杀人的时候 那可不是你 那是魔 一念成佛 一念成魔 杀人的不是我 可也是我 算了 先不说这件事了 你的嗓子没事就好 否则 要是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 可能我还是会抱走他 紫霞抬头看着萧棋 玩耳一笑 不管结果如何 她的抱走终究是对自己的深情造成的 之后再想办法吧 无论如何 都要跟她一起承担这份罪责 因为 她是自己唯一的男人 自从萧棋恢复了五魂十六魄 自从把紫霞从云海侠阁接出来 虽然两个人都知道 对方是自己等了千万年的那个人 可是身份的变换 还是让这层关系带上了一点点的尴尬 谁知道 经过这次的事件 两人之间再无隔阂 彻底引爆了那延续了亿万年的情思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你演播 第1269集 悠悠成神偷 天小剑 当消极了神念离开虚空纳戒时 心脏砰砰狂跳 这要不是因为没有实体 只是神念进去了 刚刚可能就跟紫霞稀里糊涂的 嗯 最后呢 还是紫霞实在受不了了 硬生生的把他推了出来 真没想到啊 跟紫霞在一起的感觉 是这么震撼人心 萧綦深吸了一口气 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同时有了紫霞的安慰和鼓励 心中又涌起了滔天的斗志 爱情上 情况复杂的超乎想象 这里有逆天道的人 有福西的传承 有佛祖的消息 有九界中人的影子 再加上太乙真人 杨俭之女 哪吒小六 简直乱成了一团呢 这还没算上 爱情原本的那些精灵人呢 如果不沉着应对 冷静处理 恐怕自己都 陨落在爱情的危险 毕竟 那个神秘的武尊 极有可能是九界中人 萧綦沉默了片刻 缓缓睁开双眼 看了一旁身旁的小雨滴 这个可爱的精灵女孩 一直瞪着大眼睛 看着自己呢 即使自己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她也对自己不离不弃 爱情上 她是第一个 把身心都交给自己的人 虽然还是个孩子 小雨滴 叔叔没事了 嗯 我感觉都出来 叔叔 我要带你回一趟圣王城 去抄底实验室 找纳莫老师 好吧 叔叔跟你去 只是 有办法离开悠悠城吗 这个时候啊 整个悠悠城 一直都响着巨大的报警声 远方城市中心 早就乱了套了 嗯 想要正常的方法 离开悠悠城是没可能了 而且现在回去找尼亚姐姐 恐怕麻烦也不小 我们只能想办法离开悠悠城 进入荒原里 再驾驶来时的那辆列战车 回到圣王城 就这样离开悠悠城 不是说只能以列战车 进出城市吗 我们这样 能穿过外面的防护罩吗 嗯 圣王城市不行 但是悠悠城可以 那些小城市建设 没那么完美 有些地方能秘密溜出去的 那事不宜时 赶紧出发吧 说完 萧綦长山而起 抱起了小雨滴 等一下 叔叔 你得变成我们的样子 而且 从现在开始 不能随意对精灵人出手 叔叔 你答应我 我答应你 说完默念法诀 瞬间变成了一个 普通的精灵人 这样就好多了 走 咱们先去找一个人 他一定知道什么地方 能偷偷溜出悠悠城 找什么人 安全吗 哼 这个人啊 也是地球人 是跟着纳默老师 一起来的 地球人 对啊 他叫田小剑 刚来爱星的时候 跟我都是 超体实验室的研究对象 所以他在地球上 是个很奇怪的孩子 怎么个奇怪法呀 嗯 纳默老师 说他是什么 吃油的转生者 萧綦简直无语 吃油的转生者 真的假的呀 好吧 先不管他多奇怪 咱们先找到他 赶紧离开悠悠城 嗯 叔叔 走这边 萧綦收拾心情 深情一闪 按照小雨滴的指点 往悠悠城某个方向冲去 悠悠城北区边缘 这里的住宅建筑很散乱 而且很密集 当萧綦带着小雨滴赶到北区的时候 发现整个北区人头涌动 不少精灵人好像都在搬家一样 不断有飞行器穿梭在空中 街上的行人也是神色凝重 步履匆匆 小雨滴跑出去打听了一下才知道 悠悠城里传言 有恶魔隐藏在城里准备屠城 市中心的星塔周围方圆百里 几乎已经成了修罗地狱了 随整个悠悠城的百境 都开始疯狂的大迁徙 准备往另外两座小城市 甚至是往圣王城里迁徙 萧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只有苦笑不止 自己是恶魔吗 好像也算吧 但是屠城的说法又是哪传出来的呢 幸好小雨滴满不在乎 拉着萧綦一路穿过了闹市区 来到北区的西北角 那里有一片小小的窝居 就像是地球上的贫民窟一样 小雨滴边走边说 田小剑来到爱兴 有很长时间了 可是他的样子 还是十二三岁的样子 一直也长不大 所以他很颓废 一直混迹在这里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悠悠城最乱的地方 相当于贫民区 田小剑对这里的名气可大呢 是个神头 小偷 嗯 他说他喜欢这种挑战 什么难偷 他就偷什么 萧綦一听 简直哭笑不得呀 找这种小屁孩能成事吗 刚路过一个街口 小雨滴突然一把 拉住萧綦的胳膊 把他拽到一旁地上说 糟了 怎么了 叔叔你看 顺着小雨滴的手指 萧綦往远处看了一眼 前方百米左右 在一个像是车站的地方 一个少年被几个 穿着制服的精灵人 按住双手 而少年正拼命挣扎 破口大骂 你们在干什么 抓我干嘛 风趴开将军命令 缉拿所有地球人 走 赶我们去警备厅 去个屁警备厅啊 我是田三手 难道你们不认识我 废话啥说 带走 说完 两个精灵人警卫队员 在田小剑的双手手腕上 扣了一条闪闪发亮的绳子 接着呀 又拿出一个头罩 准备往他脑袋上罩去 远处的小雨滴突然低声说 叔叔 斗手吧 没有办法 只能硬抢了 一旦戴上头盔 田小剑就会短暂失去神志 不到警备队 没有办法恢复神志 叔叔 尽量别杀人 放心 用不着杀人 萧綺微微一笑 身形一闪 直接进入隐身状态 瞬间出现在田小剑的身旁 同时暗中念头咒语 伸手一指 定 田小剑身旁的两个警卫队员 突然浑身一阵定在原地 萧綺松了口气 看来啊 定身法还是好用的 可是当他想伸手去抓田小剑的时候 那两个警卫队员竟然又恢复了过来 萧綺心中一领了 看样子 爱情人体内的古怪能量 用定身法是没用的 既然这样 那就对田小剑下手吧 刚刚的定身法 已经让两个警卫队员发现了异常 两个人同时拿出武器 可是看不到周围有什么异样 一时之间神情紧张无比 萧綺再次念动咒语 趁着两个警卫队员扭头 分别看向其他地方的时候 一把拽住田小剑的胳膊 直接把他引起了身形 接着拽着他转身狂奔而去 当那两名警卫队员再次回头的时候 恶然发现田小剑已经不见了踪影 两人一脸懵逼的神情 茫然不知所措呀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为您演播 第1270集 悠悠城的大披露 救出了田小剑 萧綦也没有放开他 直接以秘法封印起来 回到小雨滴的身旁后 抱起他闪身躲到百米开外的一个隐秘的角落里 这才放出田小剑 这小子一出来 立马像榨湿了一样跳到远处 吃惊的看着萧綦 眼神里满是恐惧 小雨滴大步走到他面前 表情严肃的冲他挥了挥手说 喂 小剑 小 小雨滴 他是什么人 为什么他身上有这么浓重的血腥味 哪来的血腥味啊 少胡说八道 他是我叔叔 我们有事找你 不对 他绝对不是爱心人 刚刚他 田小剑 听我说话 小雨滴突然掐着腰 冲他大声喊了一句 小公主 你说啥 啥事找我 谁是小公主 讨厌 我问你 摇摇城什么地方能偷偷出去 偷偷出去 小公主你疯了 你的身体直接出去会死的 田小剑 一脸吃惊的表情 一旁的 小七听到两个小家伙的对话 大体上也看出端倪了 看样子 这个田小剑对小雨滴 还是相当爱护的 他们俩的私人感情 应该还不错 你别管了 快点说 哪里能偷偷溜出去 田小剑看了看小雨滴 又看了眼小七 突然笑嘻嘻的说 带上我一起出去 我带你们走秘密通道 你跟着出去干嘛呀 我们事办正事 没有时间搭理你 哎哟 小公主 你没看到刚刚警卫队抓我吗 怕怕将军死了儿子 再加上星塔附近的惨剧 现在爱星上的四座城市 全都戒严了 而且都在抓捕地球人 啊 他们坚弄了所有的地球人 糟了 小雨滴扭头看着小七说 叔叔 我们得赶紧回圣王城 否则纳默老师 可能就要被抓了 小七看了一眼田小剑 点头道 走吧 带着他 行 小雨滴回头看着田小剑 飞快地说 你跟着我们吧 赶紧出城 咱们得以最快的速度 赶回圣王城 否则纳默老师就要遭殃了 没问题 出城简单 够我来 田小剑一挥手 转身往城市边缘冲去 三个人一路专挑小胡同跑 七扭八拐地穿出了居民区后 前面是一片大草坪 小雨滴突然停住脚步 失敬地说 小剑 这下面有能量防御炮的 你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不相信我 难道我还能把自己的小公主害死吗 田小剑满脸的不在乎 对着小雨滴笑眯眯地说着 屁 谁是你的小公主 再说我就揍你 还有 这里怎么出去啊 小公主 你可真是个急性子 我偷偷跟你说吧 这里确实有三架能量炮 不过其中有一架 哑火了 当初维修能量炮的时候 我偷偷地跟了过来 本来是想偷点能源石的 结果意外发现 这能量炮的输送能源管道 根本不在城里 而是在城外 啊 这怎么可能啊 这些能源应该都是城里生产的 融合型新能源呢 怎么会从外面输送 这我就不知道了 曾经有一次 我偷偷顺着能源管道爬出去 你猜爬到哪了 哎呀快说 少卖关子 小雨滴不愿地瞪了她一眼 我居然爬到了虫谷 我的天 能源管道竟然连着虫谷 那岂不是外面的荒兽 随时随地都能攻进城里了 小雨滴的脸色有些难看 萧妻皱了着眉头 过去蹲在她身边 低声说 怎么了 叔叔 我总感觉这里不对劲 这些防护炮的能量 既然是从外面输送进来的 能量管道 又连着铜骨 你知道吗 城骨里有非常可怕的荒兽 而且是有灵质的 这些荒兽跟精灵人 是互相攻法了数千年的死对头 你在担心 这城里有内鬼吗 嗯 这些事情好可怕 一定要想办法通知上网 否则万一出了纰漏 这悠悠城里的精灵人都完了 这事啊 旁边的田小剑满不在乎的说 没事小公主 等咱们出去了 可以想办法把通道毒死就是了 不行 萧妻突然低声说了一句 怎么不行 田小剑对萧妻似乎一直带着敌意 第一 毒死通道 打草惊蛇 如果城里真的有一类 无疑于给对方通知 第二 你毒死了这里 如果悠悠城还有其他通道怎么办 不能一次性的全部毒死 只会加速免荒兽的进攻时间 田小剑一听 挠挠头说 那你说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 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尽快赶去圣王城 通知可靠的人 让他们秘密的检查这些武器管道 查出问题到底在哪里 出在谁的身上 还是叔叔想的周到 小剑你学着点 忙忙躁躁的 小雨滴听了萧妻的话 似乎松了口气 田小剑不以为然的撇了撇嘴 嘟囔的说 说什么 出去不还是得靠我 你说什么呢小剑 没什么 走不走赶紧 一直站在这里 容易引起怀疑 走赶走 萧妻一声令下 田小剑立刻一猫腰 钻进了草丛里 在前面带路 后面的小雨滴 跟萧妻迅速的跟上 几分钟后啊 来到了某个位置 乍一看这里 根本看不出任何一场 也多亏了田小剑是个神偷 在机关暗道之内的 相当有研究啊 在草地上鼓刀了半天 接着慢慢拉开了一道门户 快点进了 萧妻一伸手 直接抱起小雨滴 飞快的钻了进去 田小剑随后跟着进去 顺手关上那道门户 下面呢 是一条树直向下的天井 将近二十多米深 一路下到底部 能看到角落里 并排三根粗大的精石管道 里面似乎有红色的 能量流涌动 前面的隧道里隔三差五 会有一盏暗红色的灯 把下面映照的阴森诡异 田小剑一马当心 猫着腰迅速向前跑去 萧妻一边抱着小雨滴 跟着一边不断四处打量 可是越往前越心惊 这地下隧道里竟然一点点的 感觉到了若有若无的 仙气波动 可是这种气息 又不是织女或者哪吒他们的 而且越往前 仙气越清晰 可是据田小剑说 一直往前跑 进去到了荒兽的虫谷了 那是非常可怕的地方 生活着荒兽里 将近上千种变异的虫子 就连圣王城的水晶武士 都不敢随便接近虫谷 没有超大型的装甲 列战车 根本就不能去虫谷 见了鬼了呀 那这股仙气波动 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第1271集 逆天道的下落 萧姬抱着小雨滴 跟着田小健 飞快的在地下通道往前跑 他其实很想去查查仙气的来源 这是自己现在 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而且这股仙气的波动 虽然越来越清晰 可是时有时无 而且给人一种感觉 这仙气不像是活物产生的 倒像是死的一样 所以才断断续续的 这时前面领路的田小健 突然停住了身形 来到隧道边 四处看了一眼 接着走到一处 一脚踹了出去 就听到砰的一声响啊 墙壁上竟然被踹出了一个大洞 那明显是一块巨大的青石板 被伪装成了墙壁的样子 这里可以出去了 这上面已经远离了 悠悠城千米之外 下面的隧道不能再往前走了 再往前跑百米多远 就会引起重骨荒收的警觉 千米之外足够了 走 上去 说完 萧綦率先钻出了隧道窝口 田小健在后面出来之后 转身又把窝口堵上了 等他转身跟上萧綦的时候 恶然发现 小雨滴不见了 顿时大吃一惊啊 小雨滴哪去了 被我保护起来了 啊 你怎么保护她的 她在哪 真就别管了 外面的毒气 对你没什么效果吧 没效果 喂 你把小雨滴都拿去了 田小健有些着急 上去一把拉住萧綦的胳膊 看她一脸急迫的样子呀 看样子是真的担心 小雨滴的安全 萧綦轻轻一笑 放心吧 我把她收进了虚空大戒里了 说完 冲着她挥了回手上的戒指 虚空大戒 真的假的 这么神奇 能不能让我也进去 田小健看着萧綦手上的戒指 双眼直放光 少来 小雨滴已经跟我说了 看你个子小小 应该也是活了几十年了吧 放你进我的戒指里 那宝贝岂不是都被你偷走了 你省什么你 小七皮撇嘴 迅速沿着涌道跑到了外面 出口的地方是一片黑漆漆的荒草平原 外面阴风呼啸 四周草坪里时不时的就有奇怪的声音传出来 远处悠悠城的方向 能看到每隔一段时间就大批猎战车腾空而骑 向圣王城的方向飞去 估计这是在做大迁徙的 萧綦心中暗叹 随手取出戒指里的猎战车放到草坪上 一旁的田小健正盯着她的戒指 琢磨着怎么想办法进去看看呢 别说小雨滴在里面了 就是听到萧綦说有很多宝贝 那也让她心动不已 哪知道 舒服间面前黑影一闪 一艘巨大的猎战车就凭空出现在了眼前 这神奇的一幕让田小健浑身一抖 呦哼一声大叫啊 萧綦心里提小杰飞 赶紧一把捂住他的嘴 纵身而起 跳上猎战车 直接钻进了仓室里 进去之后 飞快的放出小雨滴 这才看着田小健骂道 小子 你想死啊 这乱吼乱叫的 就是 小杰你能不能稳当点 活了几十年都白活了 过来 帮我驾驶列战车 回圣王城 嘿嘿 好嘞 田小健也不知道想到什么了 眼珠子滴溜溜乱转 痛快答应一声 跟着小雨滴坐进了驾驶位 数分钟后 列战车响起巨大的轰鸣声 缓缓升空 一点点加速 向圣王城的方向飞去 等列战车进入正常飞行速度之后 萧綦转身走到仓尾 一如既往的盘膝坐下 闭上双眼 散出神念 钻进了虚空那界里 戒指无限大的空间里 某个地方祥云缭绕 悬浮着一座美丽的空中花园 那是紫霞依照云海侠阁 利用萧綦的力量 幻化出来的空间 他被囚结了数千年 早就习惯了一个人读处 当萧綦的身影出现在 云海侠阁的花园里时 远处一间小茅屋里 迅速闪出一套身影 紫色沙裙轻舞飞扬 倾城容颜寒羞带消 他已在门口探出半边身子 似笑似瞻地看着萧綦 可能还沉浸在之前的欢愉里 紫霞的脸上满是红韵 很想冲出来 扑进萧綦的怀里 可是又怕他那双魔手 那双不规矩的手 再次伸进自己的衣服里 你怎么又进来了 来看你咯 不是刚离开没多久吗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一时不见如隔三生啊 油嘴滑舌 紫霞轻轻一笑 终究还是忍不住 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来到萧綦的面前 他抬头看着萧綦的脸 眼神温柔神情羞涩 半天才说 小七 如果我不能恢复力量 就一直把我留在戒指里吧 我不想再出去了 靠那怎么行啊 怎么不行 我喜欢这里 幽静 幽静个屁 你一直待在这里 那我怎么办呢 你不是可以经常进来吗 光进来怎么行 就像上次似的 要在外面 早就睡到瘸城了 讨厌啊 满脑子 放七八糟的 紫霞听他说的露骨呀 顿时大休 挥手给了他一拳 萧綦一把抓紧他的小手 放在嘴边一顿亲呢 边亲边说 乱七八糟 我让你试试这种感觉 溅在弦上 却又看得吃不得的感觉 讨厌 小七 放开我 放开 行啊 抱着你进毛屋里 咱们继续下一步 别 小七 怕了你了 好好好 我出去还不行吗 紫霞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要是再坚持下去 恐怕他真的会把自己抱进屋里 强行脱了身上的衣服 到了那时啊 自己可没办法再推开这个混世恶魔了呀 一看紫霞屈服了呀 小七车才紧紧的拥着他 走到一处花铺旁边 坐在地上 看着云海峡阁的风景 紫霞 放心吧 我一定会帮你找回力量的 嗯 我信你 哎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呢 脑子里突然浮现出王母的身影 啊对了 之前率印争夺战上 他对自己就说过这句话 一想到率印争夺战 自然而然的 又想到了激兰他们几个 如果逆天道的人 都是从这里出去了 那是不是说 次元舰的其他残骗也在这里呢 牛郎抓了哪吒进来 下落不明 织女跟杨茧回到这里 现在也不见身影 自己在悠悠城造成这么大的轰动 如果这些人是在城里 甭管是在哪座城 恐怕都会知道了自己的存在 可是在悠悠城里 始终也感受不到他们的气息 突然呢 萧綦心中一动 万一这些家伙是在荒原之中呢 悠悠城的防御炮被动了手脚 这说明外面肯定有人想打这座城市的主意 这么一看呢 这荒原之中恐怕不只有荒售的存在 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难道逆天道的人在荒原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第1272集 《轮回珠》的地图 逆天道的人或许在荒原里 这个想法很突兀地出现在脑海中 而且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紫霞 问你个事 嗯 什么事 你说见到了太乙真人 他是逆天道的成员 还有五尊 他们都是一起的吗 是的 那你见到他们的时候 是在城里吗 不是 那里环境很古怪 但不像是城里 那里空气有种刺激的气味 而且很黑 萧綦眉头一皱 果然呐 那种环境应该是荒原的特点 看样子 逆天道的人真的是在荒原里 奇了个怪了呀 五尊应该是城市守护的强者 为什么会跟逆天道的人搞在一起呢 如果他想颠覆城市 恐怕他自己就足够了吧 难道城市里还有什么人在制约着他吗 子霞 你觉得逆天道的人有什么异常吗 感觉不到有异常 他们都很正常 也没有迷失神志的感觉 这就奇怪了呀 这是让我一直百自不得其解的地方 织女妹子我很熟悉 可是她现在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太乙真人更是上古风神之先 居然也加入了这见鬼的逆天道 到底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变成这样了 紫霞眨眨眼突然轻声说 如果这三界里还有了一种力量能让人改变 却又看不出他被动手动脚的 那恐怕只有福祖的暗示之眼了 暗示之眼 你说血眼浮屠的四色同树 对 就是四色同树 其中绿色代表暗示之眼 那是一种相当可怕的同树 能对灵魂上进行暗示 只要修为足够 别说风神之先 就是红黄古仙 也抵挡不住暗示之眼 暗示之眼 血眼浮屠 大家倒是认识一个就是黄七 可是那哥们据说带着他的一种老婆 已经离开了地球 去了那个叫什么雪国的异界 很明显不是这里 除了他 这三界里还有血眼浮屠吗 萧綦正想着呢 突然神情一动 扭头看着紫霞低声说 我得出去了 已经到了圣王城了 嗯 去吧 千万小心 那个武尊可能比你修为还高 遇到他 三世而后行 放心吧 我走了 说完神念迅速退出虚空那街 回归入身 睁开双眼时 猎战车已经在缓慢的减速了 萧綦来到了驾驶舱 看着外面的情况 圣王城上空猎战车入城通道密密麻麻 挤满了上百艘战车 基本上全都是从悠悠城迁徙过来的 由于悠悠城的惨案已经传开了 所以这些猎战车进入圣王城 需要严格的检查 小雨滴小脸凝重 扭头看着萧綦说 叔叔 这艘立战车是偷来的 我也没有驾驶资格 一旦进入圣王城 就会被视为入侵者 还是在外面消失吧 我说你就信了 你以为虚空那街是超市 进去了什么都能看到 给你科普一下 虚空那街空间无限 我想把你放到哪 就放到哪 让你见识见识 怎么 不怕我偷你里面的东西了 说完大手一挥 直接把田小剑和小雨滴 收进了戒指里 接着呀 自己引起了身形 闪出猎战车 再次把猎战车收起来 这么一艘庞大的家伙 突然消失 还是引起了周围一阵混乱 不过在庞大的猎战车 洪流里 也只能算是小小的骚动 至少啊 远处圣王城的入口 并没有留意到这个方向 小七身形连闪 冲到前面 随便找了一艘 即将进入圣王城的猎战车 钻了进去 没想到刚一进去 就看到了一幕热辣火爆的场面 一对精灵人夫妇 正在船舱里面上演真人秀呢 萧綦满头黑线了 目瞪口呆的看着眼前的一幕 原来精灵人黑羞的时候 尾巴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 其他的动作呀 则大体是跟地球人一样 因为他们下身的结构 跟地球人很像 只是啊 这夫妻俩激情来的太诡异了 明明是逃难来的 而且正在入关的档口干起这事 难道这样更刺激吗 萧綦尴尬的欣赏了片刻 实在受不了女性精灵人激昂的叫声啊 身形一闪 向后舱躲去 这艘列战车 里面应该是改装过的 结构跟之前乘坐过的两辆都不一样 后舱的位置多出了一道门户 是去往下面的入口 萧綦随意的晃悠过去 往下瞄了一眼 突然心中一震 入口的盖子翻在一侧 下面有一道金属梯 底下的空间传来阵阵能量波动 而且很不稳定 这他妈该不会是炸弹吧 萧綦身形一闪 直接钻进下面空间里 进去一看 好家伙呀 这里面简直就是个小型作战会议师 中间放着一张金属长桌 四周墙壁上摆着各式各样的能量枪械武器 地面角落也摆放着不少的冠状物 里面有能量鼓荡的波动 看着像是炸药 中间的金属长桌上面凹凸不平 看着像是实景地图 只看了两眼 萧綦就被上面的地图吸引了注意力了 怎么越看越眼熟呢 看了一会儿心中豁然开朗 随手从虚空那界里取出好久以前 地藏菩萨送的那张印有轮回珠的地图 摊开栏跟桌上的地图一比 我靠 丝毫不差呀 原来这张地图是爱心荒原的地图 见鬼了 怪不得紫霞说 佛祖很可能也在这个星球上 如果手里的地图是有关轮回珠的 那一旦找到轮回珠 岂不是也找到如来佛祖了 萧綦心中大喜 立刻收起地图 接着把石台上的全景地图也收进了戒指里 这全景地图上标示的更仔细 甚至包括了荒原上所有荒兽的分布 接着呢 扫了一眼四周的武器 总感觉这些东西很危险 想了想啊 大手一挥 把下面的所有武器都收进了戒指里 没准啊 将来会有用得上的时候 随后萧綦展开急速 闪身离开这艘立战车 以最快的速度 在圣王城外面 这一片列战车里面搜寻起来 没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居然发现了二十多辆列战车里 有相同的武器配置 看来啊 圣王城也要发生大事了 萧綦把所有带着武器的列战车搜刮一空 悄无声息的把能量武器都偷走了 最后隐藏在一艘列战车里 偷偷进了圣王城 自己在悠悠城里犯了大错 希望这点行为 能够补偿一下爱心上的精灵人吧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混进圣王城 在小雨滴的指点下 萧綦一路狂奔 往超体实验室冲去 超体实验室 有点类似于地球上的特别行动图 专门研究爱心上一些特殊的变异体 包括外面荒兽的变异体 同时呢 也包括了意外流落到爱心上的地球人 超体实验室在圣王城的南边 比较靠近精灵人的军事总部 因为这间实验室就是军方控制的 悠悠城的草案 在圣王城也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城里的气氛比自己之前离开的时候 要紧张了不少 越靠近超体实验室 机上巡逻的警卫队就越多 全部带着能量武器 带着最先进的扫描系统 貌似自己能隐身的能力 已经彻底暴露了 消极隐藏在超体实验室 前面三公里远的地方 坐在一棵参天大树上 睁着千里眼打量远处的情景 小雨滴 纳摩老师的超体实验室在什么地方 嗯 在地下 消极运足了牧笠 尝试看透地下建筑 想找到纳摩的位置 可惜啊 超体实验室相当牛逼 应该自带防护系统 透视眼根本看不破那层防御 看样子 只能想办法偷进去了 不过这附近的警卫队全都拿着一种扫描装置 时不时的四处扫描 恐怕我能隐身的事情 已经被警卫队知道了 叔叔 我们再想办法吧 千万别冒险 一旦被发现了 虽然未必能抓住你 可是就打草惊蛇了 到时候 整个上王城都知道你来了 消气厅 心中暗成奇啊 小雨滴这小丫头好像越来越成熟了 现在一扫她之前萌萌的状态 简直老练成熟 心智深沉 她的智商应该是属于超高的那一类 跟萧雅舌很像 你有什么好法子吗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我现身 一旦警卫队发现我 一定会把我带去抽体实验室的 到时候 叔叔就藏在我身上 警卫队见到我 自然不会再用扫描设备来扫描我了 好 那就按你的想法执行 不过 一旦你有危险 叔叔会选择你 毫不留情地大开杀戒 你 明白吗 小雨滴沉默了一下 半嗓才轻声说 叔叔 如果可以 还是不要再杀爱情人了 那你只能祈祷这些人 不要对你起杀心才好 消气的语气斩钉解体 自己入魔杀人是一回事 保护自己喜欢的人杀人 又是另外一回事的 对于后者 萧綦一向不会手软 更不会有愧疚感 小雨滴没办法 她知道不能左右萧綦的决定 也只有默默地接受了 毕竟啊 如果真的有人想杀自己 自己也不会坐以待毙的 片刻之后 两人定下计划 萧綦悄悄把小雨滴放出来 自己则是收敛浑身惊气 悄悄躲在了她的身上 具体躲在哪儿 还真的是费了一番脑筋呢 最后呢 萧綦直接附身在她那条 可爱的尾巴上 毕竟啊 精灵人的尾巴 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随便乱碰的 只是她倒是附上去了 小雨滴可是尴尬得要命啊 她们的尾巴无比敏感 连带着无数墨烧神经 即便萧綦几乎化成了一粒粉尘 可是呢 小雨滴还是感觉浑身怪怪的 一张小脸仗着通红 别别扭扭的 往超体实验室的方向走去 果然不出所料 还没等接近实验室呢 就被一群警卫队员给控制住了 接着双手被束缚住 头上戴上了一个头罩 戴上去的瞬间呢 小雨滴浑身一软 直接瘫倒在地 从现在开始 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了 这种头罩 能让精灵人失去神志 这是羁押犯人最稳妥的方法 所以消气是打起了12分的注意 只要发觉有人试图伤害小雨滴 那肯定是雷霆万军的反击 控制了小雨滴后 警卫队有负责人 打开通讯器联络了一下 片刻之后啊 负责人冲几个警卫队员说 上头命令啊 送去抄体实验室 跟实验组人员暂时关在一起 是 组长 两个警卫队员立刻驾着小雨滴 往抄体实验室的方向走去 刚走到实验室楼下 马上就要进入实验室大门室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苍老的声音 等一下 那是小雨滴吗 两个警卫队员回头一看 立刻恭敬地低头回道 大长老 是小雨滴 萧綦心中一惊 大长老 那不就是尼亚的爸爸了 之前在悠悠城 决定不再找尼亚 偷偷溜出城市 萧綦就暗中念舟 解除了尼亚和维基身上的法术 这会儿啊 他们俩应该也回到圣王城了吧 尼亚知道小雨滴跟自己在一起 现在大长老过来 难道要抓小雨滴吗 这时啊 大长老已经缓缓走到近前 看了昏迷的小雨滴一眼 淡淡地说 先送去我那里 大长老 帕卡将军有令 要把小雨滴 暂时关在超体实验室里 您看要不要 先送去我那里 有事本长老担着 是 大长老 两个警卫队哪敢怠慢呢 赶紧架着小雨滴 又跟着大长老走向临近的 军事总部大楼 负在小雨滴身上的消息 心里那个恨啊 这老家伙凭空出来多事 眼看就要到地方了 居然被他劫走了 奶奶的 要不迷婚他算了 不行 现在迷婚了他 恐怕也会打草惊蛇 算了 走一步 看一步 两个警备队员带着小雨滴 进了军事总部大楼 一路直上顶层 来到其中的一间巨大的办公室里 放下小雨滴后 回身向大长老行了个礼 转身出去了 萧綦心中诧异 尼雅的老爹 不但是圣王城的大长老 居然还兼任军事总部的要职 看他胸口配他的勋章啊 他只是紫金级别的武士而已 不过呀 这个军事总部里应该还有一位水晶武士 之前尼雅科普过 圣王城有三大水晶武士 排在第一的自然就是圣王城的掌控者 水晶圣王 排第二的呢 就是军事总部的领袖 也是整个爱兴的最高军事长官 叫球音 排第三的就是那个看守警备大厅网络平台的 纳古若了 按照之前在悠悠城交手的经验来看 纳古若大致在大罗金线中级 球音排名在他之上 应该接近大罗金线顶级 这种级别的高手神念都很强大 自己可得小心一点 别被发现了 想到这儿啊 小七彻底把自己屏蔽起来 一念不起 万念不醒 等两个警备队员离开后 大长老关上办公室的房门 来到小雨滴的身旁 看着躺在沙发上的小雨滴啊 悠悠的叹了口气 接着 扭头看向一旁说了一句 尼雅 小雨滴带来了 你要做什么 他话音一落 一旁看着像是墙壁一样的地方 竟然缓慢的打开了一道暗门 尼雅和维基从里面缓缓的走了出来 尼雅看着小雨滴的身体 脸上满是古怪的神情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第1274集 反目成仇 看到尼雅出现 萧綦真的是吓了一跳 他们回来的这么快 可是他把小雨滴接来做什么 而且他看着小雨滴的眼神有点怪 萧綦心中隐隐捕捉到一丝不祥的信号 果然呢 下一秒就听到尼雅轻声说了一句 爸爸 你想抓住那个屠城的恶魔吗 大长老一愣 疑惑的说 当然想 你知道他在哪 听到这儿 萧綦心中暗护不妙 这时候啊 尼雅突然闪电般的从身后 掏出一把奇形怪装的手枪 直接对准小雨滴 毫不犹豫的扣动了扳机 那枪口涌动出来的能量波动 强大的让萧綦头皮发麻 尼雅竟然真的要下杀手 这是萧綦脑海里的第一反应 可惜啊 已经来不及挪揍小雨滴了 无奈之下只好现出身形 心念一闪 先天灵宝山河设计图 突兀的浮现在他和小雨滴头顶 紧接着 尼雅手中的手枪 刺目的白光闪烁 嗡的一声鸣啸 一道强大的压缩能量 轰到萧綦的面前 巨大的轰击形成了冲击波 震的四周墙壁 咔嚓咔嚓裂开 无数道裂缝 萧綦心如刀角 此时的尼雅完全恢复了战士的本性 他被强大的冲击波 震退数米之远 被围机一把拦住 与此同时 大长老也被飞震出去 可是 他的身手相当高明 在空中迅速稳住身形 随手扔出一样东西 那是一个巴掌大的银色圆盘 扔到萧綦面前后 立刻嗖嗖嗖地射出 数道红色的光柱 这些光柱几乎是瞬间 就在萧綦的身体四周 形成了一座牢笼 远处的尼雅站稳身形后 一把甩开维基的手怒道 你扶我做什么 还不动手 尼雅 她虽然是恶魔 可是救过我维基的命 她也救过我的命 杀了她 我再把这条命还回她 尼雅一声娇叱 迅速闪身到萧綦面前 隔着牢笼举起手枪 再次对准她 尼雅 住手 突然 大长老一把抓住尼雅的手 皱着眉头说 暂时不能杀她 要等仲裁所审判之后 才能决定她的司法 在这期间 萧綦一时面色平静 站在小雨滴面前 目不转睛的看着尼雅 她是爱情上的战士 是爱情人的守护者 她想杀自己无可厚非 可是为什么为了杀自己 她连小雨滴都不在乎呢 刚刚那一枪 如果不是自己反应迅速 先别说能不能杀死自己 至少小雨滴死定了 尼雅这样做 让萧綦心如刀脚 这个美丽梦幻的精灵美女 是自己到爱情上认识的 第一个朋友 如今这种局面 以后恐怕再难成为朋友了 尼雅被她父亲拦住 咬着牙瞪着萧綦 可是看着她骨颈不拨的脸 看着她那双深邃的毛子 心里渐渐涌上一种强烈的委屈 你啊 萧綦心中暗叹 刚要开口说话 萧綦 为什么 你到爱情 我千方百计地保护你 帮助你 你杀桑博的事 我不在乎 我替你隐瞒 你要去悠游城 我宁可潜逃警备队 也要送你去 你告诉我 为什么 为什么要屠杀悠游城 上亡无辜的精灵人 尼雅终于失控 流着眼泪 冲着萧綦一阵大吼 可是她的话 不但被大长老听到了 也被门外的人听到了 她刚说完 大门嘎吱一声 缓缓地开启 外面 帕卡将军和另外一个 神情肃穆 不怒自卫的精灵人 站在门口 而帕卡的脸 简直已经扭曲成了一团了 她双眼喷着怒火 盯着萧綦 一字一顿地说 原来 是你杀了我儿子 我两个儿子 紧接死于你手 好 很好 她身旁站着的 另外那个精灵人 大步走进了客厅里 大长老回身 冲着那个精灵人 攻身失礼 低声说 求音老师 这个精灵人 正是军事总部负责人 圣王城三大水晶武士之一的求音 她扫了尼亚一眼 接着来到萧綦的面前 上下打量萧綦一眼 皱着眉头说 刚刚 尼亚说的 都是事实吗 萧綦一直看着尼亚 看着她哭得伤心难过 却无一丝悔意 她始终是个战士 生于战士之家 受着战士熏陶 她或许对自己有一丝情意 可是 这一丝情意抵不过她对家园 对同胞的爱 她是个有大爱的精灵美女 虽然萧綦不得不开始考虑 把她列为敌人之一 可是始终还是在心里默默的赞叹了一声 这个星球或许跟某些人会产生些许的纠缠 但是这里始终不是自己的家乡 没有任何人能阻止自己救出之女 哪吒他们 更不会让人对自己产生性命威胁 萧綦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尼亚的眼神渐渐变冷 最终啊 她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兄弟的气息 沙哑的声音低声说 尼亚 你是个真正的战士 为了对你表示敬意 我现在很认真地告诉你 从这一刻起 千万别拦在我面前 否则 我会毫不犹豫地 杀了你 好 萧綦 好 尼亚今天就站在这里 等你来 尼亚 你给我站一边去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大长老面色一变 没等尼亚说完话 一把拉开她 冲着维基使了个眼神 维基心领神灰 硬拖着尼亚离开了办公室 临走出门时 尼亚回头看了眼萧綦 发现她已经不再盯着自己了 而是面无表情地看着球影 这种变化心痛无比 一时悲从心头声 放声大哭起来 等尼亚离开之后 萧綦突然笑道 各位 我是地球人 萧綦 来这里是为了找几个同伴 如果你们大开方便这门 咱们两下安好 如果想杀我 那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是比悠悠城 更血腥的代价 说完 萧綦一伸手 把小雨滴收了起来 接着 手中光影一闪 诸神黄昏幻化成形 这把闪烁着七彩光芒的超凡大剑 早已具备了神格了 巨剑有灵 感受到周围的球龙枷锁 顿时嗡嗡名笑不止 与此同时 萧綦身上杀气狂飙 那种经历 无数血腥杀戮培养出来的气息 刺激的水晶战士球阴 都面色大变 迅速向后退了两步 扭头冲着大长老一声喉 退出去 你的球龙困不住他 大长老一听心中矩阵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 球阴老师紧张成这个样子 赶紧闪身退出办公室 跟帕卡站在一起 办公室里只剩下了球阴 萧綦缓缓抬起 出神黄昏 巨剑跟球牢接触的一瞬间 发出一阵刺耳的琵琶声 紧急着呀 闪着红光的囚牢 就像蛋糕一样 被诸神黄昏缓缓的切开 球阴 我知道你 三大水晶武士之一 应该是可以做主的人 我要见纳摩 还有逆天道的信息 同意 这盏可免 不同意 别怪我让你这里 化成废墟 球阴一张脸 渐渐变得猙獰起来 浑身的皮肤 闪烁着青色的光芒 他这样子呀 无疑是宣战了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一千二百七十五集 巅峰对决 大长老办公室里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 关键时刻脑海里传来了 田小剑的声音 喂 萧七 我知道纳木老师在哪 你最好别在这里大开杀戒 否则很容易把纳木老师也误杀了 萧七一听 顿时皱起了眉头 这时 外面又有两股惊人的能量波动 迅速靠近 紧接着 门口人影一闪 两道身影冲了进来 跟球阴一起 成三角形 将萧七围在了中间 新进来的两个人 一个是水晶武师 纳古洛 另外一个穿着一身 华贵的金色长袍戴着披风 他的头发也是金色的 看上去无比眨眼 这个人带着一股 天生的王者霸气 背后背着一柄 弯月形的巨大的长刀 如果不出意外 这应该就是圣王城的水晶圣王了 果然呢 球阴一见到进来的两人 立刻微微点点头 陈生说 圣王 纳古若 敌人强大的有些诡异 不同于其他地球人 圣王 他就是萧七 在悠悠城造成血腥屠杀的始作俑者 纳古若也接口说了一句 眼前这个霸气的水晶圣王 神态威猛 金发飞扬 盯着萧七冷道 地球人 为何大肆屠杀我爱心子民 我爱心对地球人一向理尽有加 你的行为为何如此残暴 抱歉 悠悠城是个意外 抱歉 一句抱歉能抵消上万生灵的命吗 萧七双眼一眯 我说过 那是意外 其他的不想解释 我来找人 找到就会离开 跟你们爱心没有任何的仇怨 如果你们想报仇 萧七随时奉陪 记住了 任何想留下我的人 都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别怪我没有时间提醒 说完呢 身形突然诡异的消失在空中 可是 站在对面的圣王 却好像能够感知到萧七的能量 也不见如何动作 背后的那把弯跃形的大刀 突然握在手中 猛的向虚空中一刀劈出 给我回来 轰隆一声巨响 半空中 靠向窗口的位置 萧七的身影竟然被一刀劈了出来 这个圣王果然很厉害 隐身法在他面前 已经没有效果了 他的实力 隐约在大罗金仙巅峰至今 但是这只是初步评估 他体内的能量得出的结果 现在再看他的手段 恐怕综合实力 一定在洪荒古仙的水平 萧七紧握手里的诸神黄昏 挡了他一刀 心念急闪 刚刚田小剑 已经大致说出了 纳摩被关的地链 就在旁边的超体实验室地下室里 如果自己真的在这里展开全力的战斗 恐怕这方圆百里之内 都得毁于一旦 小雨滴说过 纳摩可能会有办法 抑制自己体内的魔性 而且这个奇怪的地球人 精通佛门功法 没准跟佛祖有些关联 可不能失手把他弄死了 想来想去 只有先避开这一战了 萧七深吸了一口气 突然收起诸神黄昏 暗中捏绝作音 看着圣王淡淡的 圣王好本事 不过 七爷不想辜负小雨滴的信任 所以 这一战暂时先免了 再见 他刚说完 圣王手里的大刀 已经闪电般的劈了出来 同时 球阴和纳谷若也双手 浮现出了古怪的能量波动 像是在周围生成了一种 巨大的能量场 电光火石之间 萧七的身影一须 半空中眨眼之间 竟然换出密密麻麻 无数道身影 简直遍布方圆千里之内 圣王一刀劈出 直接幻灭了数十道身影 可是 他的脸色也终于变了 惊倒 这是什么手段 半空中 圣鱼的那些萧七的分身 冲着圣王微微一笑 接着身形连闪 向远处飞快的一散出去 那场面相当壮观 无数道身影 飞溅四面八方 让人眼花缭乱 圣王手里倾着长刀 飞临窗外 悬在空中 眼睁睁看着萧七的身影 慢慢消失在远方 对于他们来说 虽然能量运用的相当厉害 或许 还有可能掌握 杀死萧七的强大力量 可是 他们没有神仙的 诸般奇妙宪法 这身外化身法 对他们来说 简直是无法可破 听着身后传来 那股若和球鹰的声音 圣王咬着牙 低沉的说 看来 只有请五尊出面了 只要能破了 这个地球人的宪法 本王就有把握 当场击杀他 圣王 五尊不是离开 圣王城了吗 球鹰地上问 已经回来了 还带了几位地球人回来 又带地球人回来 圣王 属纳古若想不明白 五尊为何如此 维护地球人 若不是他一力助持 爱心上 哪有地球人 安住的资格 圣王眉头一皱 回头轻声呵斥 纳古若 不许背后评论无尊 他老人家 如此做法 必有原因 我想不明白 就是想不明白 纳古若似乎非常倔强 一旁的球鹰 突然伸手 拍了拍 纳古若的肩膀 接着扭头看向圣王 那现在如何 我们三个去见五尊吗 嗯 随我来 圣王点点头 迅速飞回大楼里面 球鹰和纳古若无奈 也跟着进去了 此时的萧綦 借着身外化身法 已经成功潜入了 超体实验势力 反正自己身份已经暴露了 也不在乎 会被人扫描发现 从现在开始 只要有威胁到自己 生命安全的 将不会再留守 进了超体实验室里 萧綦一边 依照田小剑的指点 飞快地往地下室冲去 一边暗中问道 小雨的一直昏迷不醒 怎么能让他清醒过来 这个简单 进了超体实验室 有装置 可以拿到他头上的头盔 机械化程序 你懂的 萧綦一听 心中暗暗成奇 这小子说话 现代感十足 难道他跟地球 还有联系 听说你是吃油的转生者 哦 这个是纳默老师说的 不过研究了我几十年 也没有什么意外的发现 所以 我自己已经开始怀疑 纳默老师是不是瞎说 纳默究竟是什么人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只知道他很厉害 喂 前面停下 右手边的是警卫室 里面有装置 可以让小雨滴醒过来 好 多谢提醒 萧綦随口回了一句 闪身到前面拐角的地方 那里有一道金属门挡住去路 旁边是一间监控室 透过一张巨大的透明玻璃 能看到里面的情形 有三个警备队员 正在里面监视着一组彩色的屏幕 萧綦隐身钻了进去 随手取出如意金箍棒 变成短小的棍子 照着三个警备队员的后脑 就是一顿闷棍呢 三个精灵人哼都没哼 直接被砸晕了 萧綦又四周扫了一眼 屈指弹出几道电弧 将监控室里暗藏的隐藏设备 全都毁掉 这才放出田小剑和小雨滴 你会省庄置吧 小意思 靠我的 田小剑始终笑嘻嘻的 刚刚面对三大水晶武士的时候 也听不出他有什么紧张的情绪 眼下更是镇定自若 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 萧綦心中暗赞了 就这份心理素质 就绝对不是普通人 他是吃油的转生者 或许还没到恢复本性的时候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76集 神秘的地球人 纳姆 监控室里 田小剑一阵忙活 幼条不稳 看着他操作一种大型设备 将小雨滴的头盔 连接上几根数据线 接着 在设备上 噼里啪啦 调整了一下 一会儿功夫 头盔上亮起了一排绿灯 接着 田小剑小心翼翼的 把头盔 从小雨滴头上摘下 这才蹲在他的身旁 笑眯眯的看着他 一点点睁开了双眼 躺在桌上的小雨滴 慢慢恢复意识 睁开双眼之后 眼神有些模糊 一看到面前蹲着个人 立刻兴奋的大叫 叔叔 直接就扑到了 田小剑的怀里 这下一旁的小妻 尴尬的苦笑 田小剑却是激动的 瞠目结舌 结结巴巴的说 小雨滴你搂我 他这话一说出来 顿时让小雨滴浑身一针 赶紧抬头一看 田小剑 你个坏蛋 敢占我便宜 接着就听到 啪的一声清脆的响声 小雨滴迅速 从他怀里跳出来 扭头一看 这才发现 小妻站在一旁 赶紧跑过去 拉着小妻的手说 叔叔 我们进抄体实验室了 进来了 不过 你可不应该打小剑了 是他把你救醒的 哼 不理他 小雨滴撅着嘴 坚决不道歉 田小剑悲催的走到一旁 可怜兮兮的说 算了 刚才我能抱一抱他 此生足矣 臭小剑 你还敢说 哦 不说 不说 小气一看 无奈地抱起小雨滴 捏捏他的鼻子 你怎么对他这么粗暴啊 他活该 奇怪 他得罪过你 不想说 突然呢 田小剑一脸幸福的插口说 我说 小的时候跟他一起被研究 我们两个都是一起洗澡的 而且都是我跟他洗澡的 田小剑 你真该死 说好了不提的 我要杀了你 小雨滴一听田小剑全都抖出来 气得浑身扭动 想从萧七的怀里跳出来 好了好了 小雨滴 安静一点 咱们可还处于危险中呢 萧七哭笑不得的安慰两句 这个田小剑虽然活了不少年 可看他的性子呢 跟小孩一样 他跟小雨滴 倒是一对欢喜冤家 一听萧七说 眼前的处境啊 小雨滴总算安静下来 狠狠瞪了躲在萧七身后的田小剑一眼 这才扭头看向监控屏幕 狠狠的说 先办正事 回头再收拾你 接着呀 大致在监控屏幕上扫了一眼 迅速说道 走 叔叔 赶紧出去 我看到南茂老师的身影了 小剑 开四号码 得令公主 田小剑屁颠屁颠的跑到控制台前 刚想伸手按下去 萧七突然拦住他 别 你告诉我怎么走就行了 我带你们隐身进去 这样至少能拖一那些时间 不至于被他们发现 说完 随手将小雨滴跟田小剑 再次收进了戒指里 接着 展开七星隐身法 化成一片微光 闪出控制尸 从面前的金属门的缝隙里 直接钻了进去 叔叔 右手边走到头 再左转 进去之后 最里面的玻璃房里 关着的就是南茂老师 好 按照小雨滴的指点 一路来到那间玻璃房前 站在外面 里面的情形一目了然 这间玻璃房 只有十几个平方大小 里面一片纯白色 什么家具都没有 只有一床 一桌 一移 雪白的床上 躺着一个人 穿着灰色的制服 面朝里 静静的躺着 那就是南茂老师 叔叔 放我车了 耳边响起小雨滴的声音 他话音刚落 里面躺在床上的人 突然身体微微一震 慢慢从床上坐了起来 接着呀 缓缓的扭头 看向窗外 踏着一转过来 倒是吓了消气一跳啊 这个人果然就是 在小雨滴家看到他出生 影像里的那个地球人 可是 他的双眼 竟然变成了两个黑窟窿 眼睛没了 怎么会这样 那我老师的眼睛怎么没了 叔叔 快放我出去 小雨滴似乎相当急躁 消气眉头一皱 随手放出小雨滴和田小剑 这两个小娃娃一出来 同时冲进玻璃房子里 扑到床边 看着床上的老人惊声问道 那么老师 你的眼睛怎么了 那么老师 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会这样 老人没有吱声 只是用空洞的眼神 看向消气的方向 消气深吸一口气 张开火眼金睛 屈指弹出无数道电弧 将所有的监控设施破坏掉 这才走进玻璃房里 来者 何人呢 老头的声音虚弱暗牙 轻不可闻 地球人 消气 消气随口回了一句 张着火眼金睛 仔细打量老人 她的体内 果然有纯正无比的佛门力量 眉心石海处 隐隐散发着一道万字金印 这人竟然是个佛门高人 那么老师 你到底怎么了 我才离开几年 你的眼睛怎么就没了 小雨滴忍不住又追问了一句 小雨滴忍不住又追问了一句话 你还是能看到你的 老师 到底是谁呀 谁拿走了你的眼睛 小雨滴 田小姐 你们两个先坐到一旁 时间紧急呀 老师没有太多时间 跟你们许旧了 纳摩突然伸手摸了摸小雨滴的头 示意他们俩站到一片 接着再次看向小七 低声说 小先生 佛祖体内的暗物质能量 如何到了你体内了 小气一愣 这老头好厉害呀 没了眼睛 居然还能知道自己体内有魔性 更奇怪的是 自己明明收敛了所有的精气 这种状态 就算玉皇大帝也看不破呀 那么老师 事不相瞒 佛祖的这些暗物质能量 在地球上一度形成了魔化佛祖 差点毁了三切众生 小七费了很大的力气 降服了魔化佛祖 只是 不小心 把这些暗物质能量 吸到体内了 纳摩灰白的眉毛抖了抖 伸出干枯的手 冲小七招了招 小先生 过来 过来一下 什么事 小七没动 对一切未知的危险人物 他都比较谨慎 这个瞎老头 虽然没了眼睛 可是感觉他还是很危险 而且是相当的危险 放心 老朽不会害你 只是想确认些事情 确认什么事 你直说就行了 这么谨慎呢 看样子 近日来爱兴上的重大变故 就是你带来的 是 小七也是无意中来到爱兴 刚巧几位朋友 已迷失在这里 为了找到他们 费了不小力气 之前一时不慎 被魔性控制了心性 犯下沉重杀孽 难怪 难怪 老朽对你心生厌恶之心 果然是由杀孽引起的 正确的时间 遇到了错误的人 说完呢 老头慢慢盘膝坐在床上 双手摆出了莲花佛纸印 同时 神情庄严肃目 朗声说道 小先生 奉如来佛祖法语 佛门护法菩萨之职 今日正受传授于你 至此 老朽的任务完成 功德圆满 终于可以往生极乐了 小七一听顿时大惊啊 佛门护法菩萨传给自己 这玩笑可开大了吧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第1277集 初代血眼浮屠 爱心惊天之秘 小七对南无的行为 完全是一头雾水啊 传给自己护法菩萨之职 这简直有点搞笑啊 别说自己现在满身魔性 强自压抑 就算是正常的 自己也不能去做 佛门的菩萨啊 而且他说什么正确的时间 遇到错误的人 到底什么意思呢 是自己来错了呀 难道还有其他人会来找他吗 等一下 南无老先生 你弄得我莫名其妙 说实话 我是来找你想办法压制身上魔性的 而且还有一堆的疑问想问你 你突然传我什么护法菩萨 这简直搞笑嘛 小先生 一点不搞笑 佛祖曾经留下一道佛玉给我 预测到今时今日应有机缘者到老朽面前 此人 即使佛门心人护法菩萨 抱歉 我对当菩萨没什么兴趣 要不我把你救出去 你还是继续当你的菩萨吧 你只要指点小子 怎么压制魔性就好了 压制你的魔性 就必须接受护法菩萨之指 不是我强迫你 而是客观条件如此 这是天定之缘 为什么一定要接受护法菩萨之指 你体内魔性原子如来佛祖 虽然本源是宇宙中的暗物质能量 但是被上古一宝轮回珠转化 已经产生了变异 否则 它也不可能生出魔化佛祖来 那又如何呀 既然产生变化了 这种东西就不能单纯定义成 邪恶或者魔性 这种能量压制不如吸纳 萧气心中一阵 吸纳 怎么吸纳呀 不是已经在体内了吗 萧先生 老朽没太多时间 只能简单解释 你体内现在的魔性 经过轮回珠的转变 已经成了一种特殊的阴性能量 只需佛门功法辅助配合 将会与你体内的仙法相扶相成 完成佛道河流 届时日 萧先生的修为将会更上一层楼 萧气一听 这道头会听说呀 这魔性还能跟道门仙术合为一 南木老师 我身怀佛祖的六字真言大明咒 而且也精善密宗九字真言 这些功法不能辅助配合吗 当然不行 那些是真言法音 是精神上的质敌手段 那要什么功法配合呀 六道天书 六道天书 这法门倒是听过一次 之前认识个朋友叫黄七 是夏家的血眼浮屠转生者 这小子就身怀六道天书之法 你竟与现代的血眼浮屠有缘 看来倒是老修多虑了 或许你就是正确的人 你可知道老修是什么人吗 你不是护法菩萨吗 老修是万年以前 第一代血眼浮屠 听到这儿啊 消息终于动容了 这老头居然是第一代血眼浮屠 也就是当年佛祖飞升之际 流下的那滴血泪 好家伙呀 原来他在爱情上 那他在爱情应该是有些年头了 而且他的双眼 又怎么会被抠掉了 那么老师 原来你是第一代血眼浮屠 那你的眼睛 这就是第二件事了 老修的一只眼睛 被爱情上的武尊强夺了去 他这话也说出口 一旁老老实实听着的 小雨滴和田小剑 同时惊叫出声 武尊 武尊 武尊他老人家 怎么会多走老师的眼睛 那魔冲着两个小家伙挥了挥手 惊声说道 你们两个还小 看不破武尊的本相 说完了 重新对萧七说 萧先生 爱情上风起云涌 即将有大事发生 那个武尊并非爱情人 实为九界真人 萧先生可知道九界呀 果然是九界中人 那么老师 九界我实在太熟悉了 好 既然知道九界 那就简单了 经过万年的追踪探索 老修知道了一些秘密 那武尊为了地球上的某些东西 从九界而来 以恐怖手段打通空间束缚 将爱情引向地球 予以毁灭地球先界 你说爱情和地球年连 是武尊搞的鬼 他有这么可怕的手段吗 不错 正是他搞的鬼 千万年前 地球还是洪荒时代 这场悲剧就发生了 幸好被当时的两位古神 发现了端倪 是福西和女娲吧 正是 福西女娲两位古神 修为达到了混沌境 两人合力想隔开空间 可惜 上古十大神器之手的 鸿蒙戒杯遗失 两人的力量也没办法彻底 隔开两个星球 鸿蒙戒杯 终于听到这十大神器之手的名字了 后来呀 福西女娲决定牺牲自己 即便不能彻底分开两个星球 但是也要在他们相撞之前 阻断相撞的缺失 说到这 纳摩喘息了一下 说得有点急呀 已经快上不来气了 到这一刻 萧七才发现 纳摩身上的生命气息 已经开始渐渐的萎缩 果然 他的时间不多了 纳摩老师 我这里有先进的盘涛和仙丹 你 萧先生 没用的 老朽这不是正常死亡 而是被五尊夺取了血眼浮屠 盘桃仙丹 救不回老朽的命了 旁边的小雨滴一听 眼圈顿时红了起来 眼泪噼里啪啦的就往下掉 纳摩扭头冲着他淡淡一笑 小雨滴呀 你不适合在留在爱心上 有机会 就跟萧先生离开这里吧 还有你 田小剑 那么老师 我知道了 田小剑虽然没哭 可是小眉头皱得紧紧的 毛子里忽影忽现地 闪烁着阵阵清光 萧七也暗暗叹了口气 实在没想到啊 刚见到这个 可以指点迷迹的人 没想到 居然叫死了 小先生 多想无意 我继续说 这些信息你要留意 为了定住不断贴近的爱心 古神女娃将自己的心 留在地球上 封印到了五色云烟之中 接着他蛇气自身血肉 化成遮天封印将爱心彻底团团困住 萧七心中一阵 肖七心中一阵 果然不出所料 上古十大神器之一的女娃石 在紫霞她们五个姐妹的身体里 之前就紫霞的时候 曾经一度意外地进入紫霞内心世界 在她心里看到了一样东西 那样东西 萧七一直没跟紫霞说 因为啊 那就是上古神器女娃石 这女娃石就是女娃的心脏 一分为五 画在了青霞紫霞五姐妹的体内 这件事情萧七不想提 也不愿再提 如果有可能 自己也不会去吸纳女娃石 尽混沌体脉 因为那么做 很有可能会要了紫霞她们的命 不过呀 另外一件事却引起了萧七的注意 原来 爱心表面那一圈火焰洪流 竟然是女娃的精血所化 怪不得那里面的能量 跟紫霞产生了共鸣 想到这儿 萧七的心里突然微微一动 脑子里冒出个 异象天开的想法 或许 紫霞的力量 能恢复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78集 血眼浮屠 与六道天书 玻璃房里 纳磨的状态越来越差 说话已经开始气喘吁吁了 小雨滴拽着她的袖子 哭得稀里哗啦的 萧七看得心中测然 一狠心 直接大手一挥 把小雨滴和田小健 都收进了虚空纳界里 同时屏蔽了两人的 惊声尖叫 多谢萧先生 若是让两个小家伙 看到老朽死时的样子呀 必定会吓到他们 没事 纳木老师 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还有几件事情 萧先生牢记在心 女娲牺牲自我 遮住爱心后 福西大神本想彻底 封印那个缺口 却不曾想 被人偷袭 意外陨落在爱心上 偷袭她的人 应该是九界众人吧 不错 正是九界众人 福西大神陨落 一缕残存的神念 寄存在 其坐骑蓝符身上 利用福西琴封印起来 隐藏在了爱心荒原上 蓝符原来是福西的坐骑 看来传说很不靠谱啊 还有 数千年前呢 如来佛祖在神游太虚之时 意外发现地球上 有一界人潜入 在所有大洋身处 秘密建造能量震荡武器 当他驱逐这些异界人时 从海底一处神秘空间里 发现了轮回猪 建造那些能量震荡武器的 也是爱心人吧 没错 他们打着逆天道的名号 想要彻底毁了地球 这些逆天道的人 就是无尊的手下 这个无尊这么厉害啊 连我的朋友都被他策反了 最关键的是 在很短的时间里 就让那些神仙 一个个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这都是血眼浮屠的结果 无尊抢走了老夫的血眼浮屠 利用暗示之眼 改写了那些人的意识 那无尊能力超凡 别说普通神仙 就算是大罗金仙 都挡不住暗示之眼 那红黄谷仙之境呢 这就不好说了 至少我知道 已经有红黄谷仙 成了他的拥护者 现在啊 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萧先生 佛祖追寻轮回珠 也追到了爱心上 可惜老朽只能隐约 感觉到他的存在 开始利用血眼浮屠的联系 那莫老师 您这担子可真有点重 我怕我担不起来呀 萧先生 老修相信你 如果我感知的没错 你身上至少有四件上古神器在身 萧綦一听 暗暗叹服 血眼浮屠真是世间异类 脱离了福祖 仍然有这么强大的能力 好吧 我尽量去找佛祖 毕竟 轮回珠也是我的目标之一 多谢萧先生 多谢萧先生 只要能找到佛祖 老修死也明目了 这个星球跟地球 牵连太深 年代久远 外面荒原之中 更有福西的残存神年 所以 萧先生 老修希望你能收回 所有我们地球 遗失在这里的一切 包括女娲的血肉 包括福西的传承 包括佛祖的下落 听到纳摩的嘱托呀 消气一个头两个大 这些事 没有一件事 简单就能办到的 现在自己面临的最大麻烦 就是那个武尊 如果他是九界中人 更得了血眼浮屠 自己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啊 纳摩老师 说实话 我现在就头疼的 就是那个武尊 我一直很奇怪 九界中人到底想干嘛 地球对他们来说 应该微不足道 至于这么处心 激励地对付地球吗 萧先生 老修知道一点点断倪 地球上有一样东西 关乎整个宇宙空间 未来的命运 那样东西 据说是一副 骸骨 水晶遗骸 肯定是这玩意了 萧綦赶紧追问 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呀 你知道吗 有什么危险吗 具体的 老修也不清楚了 只知道那副骸骨相当可怕 属于一个高于 朱天生灵之上的存在 不是老修能探知的 但是 但是九界中人 似乎没有能力 接触那副骸骨 所以 他们千方百计的 想要毁掉骸骨 我去 以九界的实力 直接毁了地球不就好了 还搞这些臭氧层子 有什么用啊 萧先生有所不知 九界虽然高高在上 却不是铁板一块 他们那里究竟有多复杂 没人能知道 但是 相互皆有牵扯 是肯定的 那么刚说完呢 就一阵剧烈地咳嗽 直到这一刻 萧七才吃惊地发现 他的下半身 已经渐渐灰化了 那么老师 萧先生 老修不成了 能听到今日啊 倒是为了完成 佛族的法语 现在送先生最后两件礼物 说完 缓缓伸出已经僵硬的手掌 手掌上方缓缓浮现出两样东西 其中一样 竟然是一颗眼睛 被一团灿烂的金光包裹着 另外一样 是一样样式古朴的法典 萧先生 这颗眼球是老修另外一只眼睛 当日武尊强夺老修 血沿浮屠时 被老修藏了起来 今天将他送给你 萧七看着他手中的眼珠 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佛门中人 真正具有大智慧者 皆悲天悯人 心怀苍生 心中无我 那个纳摩 为了守护对佛祖的誓言 拼命守住一颗眼睛 就为了今天送给自己 可是 自己这双眼 可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难道为了他的血眼浮屠 要放弃一只眼睛吗 那么老师 你可能有所不知 我的双眼 我知道 你那双眼睛很特殊 丝毫不弱于血眼浮屠的威力 只是 这血眼浮屠是为了让萧先生抵抗武尊的 如果没有这颗眼球 萧先生说不准什么时候 就会被迷失心智而不自知 毕竟你并不知道武尊相貌如何 拿摩的一番话说得萧妻心中一寒 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自己并不知道武尊长什么样 可是整个爱情上 恐怕都已经知道自己的容貌了 万一武尊能锁定自己 并且识破自己的隐身书 变化书之类的 那他就能轻而易举的暗示自己 弥主心神 毕竟 只要自己还在圣王城里 巧合的偶遇还是没法避免的 想到这儿啊 萧欣挠挠头 心地有些犹豫 萧先生 无需烦恼 老朽自有密法将眼球植入你眼中 血眼浮屠不会影响 先生那双特殊的眼眸 啊 那就没问题了 只要不用让自己抠掉一只眼珠子 那移植了血眼浮屠 只会锦上添花 另外呀 这本法典就是六道天书 六道天书囊括天地诸般奇功妙法 以佛门心法为主 其中包括天道真经 鬼道天书 地狱密藏 无子妖书 修罗心法和 中正法典 分别代表天道 恶鬼道 地狱道 畜生道 修罗道 和人道 萧綦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点头 对六道天书的厉害程度 自己也是有所耳闻的 黄綦那小子就是精通六道天书 不但自己能闯上天天 还能从天庭的围捕中逃出 更是去了异界空间 自己一身仙法 得自孙悟空的传承 还是以道门为基础 如果彻底融会贯通了六道天书 以后佛道河流 应该能更上一层楼 想到这儿 不再犹豫 直接跪倒在纳摩的面前 纳摩老师 萧綦受教了 好好好啊 不枉老朽等你千年 来吧 抓紧时间 你且盘膝坐好 闭上双眼 放空心神 老朽传你血眼浮屠 于六道天书 萧綦点头 盘膝坐在地上 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闭上双眼 放空心神 片刻之后啊 脑海中突然多了一阵 泥南细语之声 紧急着 轰隆一声巨响 石海深处 珠般幻想坟城 最可怕的 还是那幻想核心处 那颗散发着 四色奇光的眼球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 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79集 运筹帷幄 强势出击 六道天书 夺天地造化 为佛门无上圣典 幸好消气 以洪荒 古仙之身 领悟六道天书 总算没什么太大障碍 只是 这颗血眼浮屠 可当真是恐怖啊 血眼浮屠 拥有无上铜树 那颗眼睛 能散发出 四色奇光 红光者 为血池血眼 可直接将三界生灵 投入血池地狱 永不超生 金光者 为浮屠之眼 可度化 云云众生 跳过六道轮回 直接往生 极乐世界 绿光者 为暗室之眼 为三界第一童书 可修改 元神石海 可制造 虚空幻阶 银光者 为长生之眼 也是 慈悲之眼 秉承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之慈悲心 以身是法 普度众生 四色铜树中 真正最可怕的是 长生之眼 一旦修炼到极致 可当肉身成佛 以自身为媒介 创造介子佛国 国中万物生灵 皆可超脱三界外 跳出五行中 超脱六道 极乐长生 是真正的长生境界 与亘古宇宙长存 这种境界不是萧綦 现在所能想到的 不过血眼浮屠的植入 让他体内佛门功法的力量 无险飙升 跟一身道法仙术 并驾崎岖 恍惚中也不知过了多久 萧綦猛然惊醒过来 睁眼一看 面前雪白的床单上 散落一片灰尘 纳膜已经消失不见了 这些灰尘 恐怕是他肉身所花 没想到 第一代血眼浮屠 竟然以这种方式 结束了使命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他客死一箱 萧綦挥手轻拂 将床上所有的灰尽 尽数收集起来 存放在虚空纳戒里 刚做完这一切 整个地下监控室里 警报声大作 数道惊人的气息 飞快的逼了过来 这是先妻 估计是逆天道的人 萧綦心中冷笑 是该见见这些逆天道的家伙来 如今自己也怀有血眼浮屠 找个机会 应该把这帮笨蛋唤醒 免了成了五尊的免费奴才 想到这 转身站起 大步往外走 刚走两步 灵魂深处 突然涌上了一种莫名的悸动 萧綦面色大变 想也不想 猛的向后闪电般的退去 背后轰隆一声 撞在墙上 一股狂猛无仇的力量 将身后的墙壁震塌 接着身形瞬间消失 他的身形刚消失 白色的玻璃房里 突兀的闪出四道身影 其中一身 姓黄道袍的老者 皱了皱眉头 转身对身旁一个 毫不起眼的中年人 低声说 无尊 他的气息消失了 中年人黑发黄面 粗眉细眼 生得跟狐狸似的 皱着眉头 看了眼屋子里的情况 接着淡淡一笑 他跑不了 你们各自一计划行事去吧 我来跟他玩玩 是 无尊 老者一躬身 带着其他几个人迅速离开了 中年人背着手 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两趟 接着身形一闪 从萧綦撞出去的那个大洞 钻了出去 萧綦逃离地下监控室 闪出地面一路狂奔 刚刚某一瞬间 感悟到进来的一群人里有个非常可怕的生物 如果不出意外 这一定是九界中人 也就是那个武尊 这种感觉来的非常突兀 十有八九是因为自己移植了血眼浮屠的原因 这可麻烦了 如果自己能感知到他 他岂不是一样能感知到自己吗 萧綦一边跑一边心思飞转 想着一切可能的对策 想着想着 突然停住了脚步 自己是不是把九界中人想得太强大了 如果就这样一直逃跑 躲避他的追杀 那什么都不用干了呀 可是 自己可还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去解决 首先还得把小六之女和哪吒他们找到 恢复他们的意识 其次 虽然爱星人现在把自己当成恶魔 但是幽幽城 地下的诡异的通道 还是有必要想办法通知一下 圣王城里靠谱的人的 毕竟 这里也是小雨滴的家 是尼亚的家 同时呢 女娲血肉不得不收 福西传承不得不收 佛祖下落不得不找 这些都需要时间来推进 要是自己一味逃跑 哪还有时间做这些事 想到这 消息突然拍了自己脑门一巴掌 喃喃的说道 一直以来 九界中都被妖魔化了 就不信他们真的是全知全能 以前不是也被诗诗找到过吗 既然他们也有看不到的地方 也有算不出的结果 那就代表他们不是全知全能 地球上天庭仙界 那也是亿万年的积累形成的 天庭仙法真的这么好破解吗 老子就不信了 萧綦猛的运转仙气 默念法觉 身体周围刷刷刷 又多出了十道一模一样的身影 身外刷身法 是高等级的仙术 能形成镜像 也能形成幻象 镜像者 修为实力 大致跟本体持平 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消息 这是数量有限 时间有限 而幻象者 修为较低 分不均匀 数量可刷万千 没有时间限制 消息直接刷出 十道镜像分身 心念一动 这十道分身 立马向城市的数个方向射去 而他自己 则出现在千米之外 盘膝坐在树梢上 静静的等着 等武尊的到来 等他的选择 他的选择 直接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如果他根本不受分身术的影响 直奔本体而来 那自己真的就走投无路了 只能选择跟他一战 可是 如果他被其他镜像所吸引 那就代表自己想的正确 武尊虽然是九界中人 也许他对能量掌控的手段相当高明 也许他能一挥手灭掉一颗星球 但是那不代表他能搞明白所有天庭仙术法门 只要他搞不懂身外化身法 那自己就有时间来做任何事了 就这样 消息坐在树上引起真情 一坐就是一天一夜 第二天 他笑了 即便强如武尊 对于迷惑性的手段 也不是万能的 他已经被其他的分身引开了 萧綦松的口气长身而起 接下来 就是分秒必争的时候了 血眼浮屠嘛 七爷也有 你能催眠天庭神仙 做你的帮凶 七爷就陪你玩点大的 催眠了整个圣王城 让你成为孤家寡人 想到这 萧綦身形一闪 迅速往圣王城中心的王宫大殿 狂奔而去 想达到自己的疯狂大击 第一步 一定要先把水晶圣王搞定才行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80集 神偷出马 目标 小公主 萧綦的计划很疯狂 也很大胆 反正自己要立足于圣王城 要做很多事情 莫不如把整个爱情上最大的势力 弄到自己手下 再跟武尊下一场 别开生面的大棋 这样玩 才对得起武尊背后的九届势力 萧綦一边往王宫大殿跑 一边暗中解开了小雨滴的屏蔽 刚一接触她的意识 小丫头就冲着萧綦大喊了一声 臭叔叔 萧綦认恋你了 真的 真的 有多真呢 要多真就有多真 那我要一丁点就行了 萧綦轻轻一笑 散出了一缕神念 钻进虚空大戒里 小雨滴一见萧綦进来 气鼓鼓的扭头转到了一边 抹了一把脸 气呼呼的说 不理你 讨厌叔叔 都没让小雨滴见到最后一面 小雨滴啊 纳摩老师不想让你看见 她死是难看的样子 她想把最好的印象留在你心里 你能明白吗 哎呀 小雨滴 叔叔收了纳摩老师的残灰 带回地球安葬 如果你跟叔叔回地球 这件事可以由你来做 叔叔 先出去了 等一下 嗯 好吧 小雨滴原谅叔叔了 那你进来查我 是有事吗 小雨滴神情扭捏地转了过来 看着萧綦茶茶眼 是有事啊 为爱情人做点补偿 所以需要小雨滴帮忙 做件大事啊 什么大事 说来听听 小雨滴一听要做大事 立马来了精神 萧綦微微一笑 立马坐到她的身旁 把这个小萝莉揽在怀里 轻轻说出自己的大计划 说完之后冲着小雨滴眨眨眼 你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吗 我的天 叔叔你的小法 好我别出心裁啊 不过为了给南茂老师报仇 我有办法 一定不会放过那个可恶的武尊 好 咱们俩联手 干一票大的 嗯 干一票大的 圣王城中心 圣域皇宫 水晶圣王就住在里面 这里面不但是圣王的家 同样也是办公场所 更是圣王城里 除了军事总部和超体实验室外 防御最强的地方 想要搞定水晶圣王 就得先搞定圣域皇宫里的防御系统 萧綦不想冒险 不想以身犯险 现在利用石道分身 成功骗过了武尊 让他追偏了目标 万一在这里露出马脚 引来武尊世小 如果让他察觉出 自己开始对圣王下手 那就麻烦大了 而且呢 一旦被他知道 自己也得了一颗血眼浮屠 那自己的大忌就彻底泡汤 所以一定要神不知鬼不觉的 前进圣域皇宫里 能做到这一点的 恐怕也只有小雨滴和田小剑 这两个小家伙联手了 小雨滴说他有办法 就是把田小剑拉出来 这小子是幽幽城里有名的神偷 但是真正知道他是神偷的 就只有纳摩和小雨滴两人 这才是田小剑真正厉害之处 他只想让该知道的人知道 不该知道的 没可能知道 所以呢 萧七的大忌 也对田小剑和盘托出了 反正 这小子对小雨滴言听计从 而且对于纳摩的事情 他也是伤心了好一阵子 毕竟 他才是纳摩带到这个世界来的 唯一生灵 现在 纳摩死了 他反倒成了孤家寡人 所以一旦听了萧七的计划 立马投入全部精力 开始战斗 夜幕降临 圣玉皇宫周围一片灯火辉煌 鉴于恶魔消极还没缉拿归案 整个圣王城都人心惶惶 这里是核心局域 所以防御力量也是最强大的 某一刻呀 圣玉皇宫西北角落 暗中一道身影一闪而失 这道身影正是田小剑 他悄悄躲在阴影里 默默的看着前面的情况 圣玉皇宫一大四小 呈中心对称分布 五座雄伟巍峨的水晶宫殿 以桥廊相连 形成了一座庞大的皇城 西北角落 是水晶圣王的小女儿住的地方 田小剑对这里无比熟悉 因为当初在超体实验室 被研究的时候 圣王城的小公主 就对他超级痴迷 也不知道迷上他什么了 曾经一度把他带回皇宫 囚禁了半年之久 期间田小剑也算开了眼界了 被这个野性大胆 外加不要脸的小公主 折磨的差点抑郁了 后来田小剑忍无可忍 施展手段 将小公主绑在床上 扒光了衣服 狠狠揍了一顿 接着扬长而去 至此 他也成了圣王城的通缉对象 这也是他不得已展开 瞒天过海手段 逃到悠悠城的原因 如今对于萧綦大计的展开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那个变态的小公主 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个小公主 应该已经十五六岁了 想要突破进圣王城 这个小公主 应该是最佳的突破口 所以呢 他自告奋勇的来攻下第一城 西北角 如果幸运的话 当年他偷偷离开的秘密地点 应该还有一丝破绽 可以突破进去 田小剑默默数着数 看着前方隔三差五 就出现了巡逻卫兵 双眼睛光闪闪 一直静静不动的潜伏了三个小时 终于他的脸上似乎露出了一丝笑意 接着呀 微微拱起腰身 全身灌注 某一刻 身形突然像利剑一样冲出去 左躲右闪 剑火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下一秒 再次翻身而起 向前冲去 就这样 数息之后 他已经靠在了皇宫围墙的外面墙角下 上面不断有卫兵来回寻医 下面左右两侧 各有两道扫描仪器 在不间断的来回扫描 而他躲藏的地方 是他精心算计好的空档 唯一的破绽 能看到这破绽 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 田小剑平复了一下狂跳的心脏 接着呀 慢慢蹲下身子 小心翼翼的伸出双手 按在地面上 接下来 就是他另外一项与生俱来的能力了 解体 这是超体实验室 研究了几十年 都没能弄明白的一项奇特能力 在田小剑的心神控制下 他的肉身可以悄无声息的 慢慢解体成无数肉眼难辨的小虫 这小虫没有任何能量波动 这也是他能够成为神头的最大倚仗 此刻 肉身解体慢慢深入地面 钻进了土壤中 案前第一关 功课 功课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一千二百八十一集 爱兴小公主 随着田小剑解体 慢慢从地下悄悄钻进了围墙里面 就在四周满是扫描仪和卫兵巡逻的眼皮底下 钻进了围墙里 数公里外 消极盘膝坐在一座高达五百多米的金属塔上面 据小乙驴说 这是信号发射塔 但不是民用的 而是整个圣王城的军用发射塔 消极的大计划就要在这里执行 他一直睁着千里眼盯着田小剑的行动 当看到他解体的瞬间 心中暗暗吃惊不已 之前不知道 他居然还有这种诡异的法门 现在想想 这小子据说是吃油的转生者 自古以来 吃油善宠古之道 自己给雷子和尔玛弄的古母物 就都是吃油一族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古母 从这点来看 这小子真的是吃油转生者 或许自己该找个时间 帮他一把 如果能让他觉醒了吃油的力量 或许他也会成为不错的帮手 正想着呢 耳边突然传来小雨滴的声音 叔叔 让我也出去吧 你想出来 这里可有点高啊 没事 我不怕 好吧 出来吧 说着呀 右手一扶 身旁光影闪烁 小雨滴出现在旁边的平台上 四周看了一眼 小脸立马煞白 赶紧搜到萧綦身边说 我的天 果然很高啊 别往下看就行了 有树在呢 嗯 怎么样 小剑进去了吗 已经成功潜入了 只是 后面的行程会比现在更困难吧 哼 等他见到了小公主阿雅之后 那才算最可难的 你不知道啊 那个小公主阿雅 简直就是个疯子 对小剑已经迷恋到了极其疯狂的程度 这么多年都没变过 听着小雨滴的话 消气提小皆非 可是现在 那个阿雅公主估计已经长大了吧 可是小剑还是个小正态似的 还能吸引他吗 能啊 所以说那个阿雅变态呢 小雨滴啊 你对小剑就没什么感觉吗 小雨滴一听立马摇头不迭啊 大声说道 没感觉 完全没感觉 跟他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 基本不会相交 说不准在某些条件下 平行线就相交了 比如空间之蝶呢 打住 讨厌的叔叔不许再说过这个话题 好好好 不说了不说了 破解激战的密码 你确定没问题吧 没问题 小意思 小雨滴大眼睛微微一瞇 细长的小尾巴又开始扭来扭去 这个时候啊 田小剑已经成功闪到了皇宫墙角 由于这一阵子皇宫守卫大幅增加 再加上各种扫描系统 全天候不间断的进行循环扫描 所以 这次偷入宫殿 真是耗费了精力啊 到了墙根底下 田小剑浑身大汗淋漓 每次动用密码分身 都会消耗极大的精力跟体力 今天恐怕得动用两次密码了 现在已经到了墙角下 再渗透进宫殿里面 进了里面 难度就大大降低了 田小剑深吸了一口气 硬着头皮 再次蹲下身子 双手触碰地面 片刻之后又化成了一片小虫 慢慢地钻进了宫殿里 宫主的宫殿 富丽堂皇 是圣玉皇宫最奢华的地方 水晶圣王跟王后的住处都很简朴 圣王办公地点更是粗糙大气 不像宫主的宫殿里面 到处都是蓝色晶石装饰品 而且里面铺满了彩色羽毛 墙上挂着金光闪闪的林甲乡成的壁画 宫主殿造型有点像是欧洲的古堡 田小剑钻进去后 身形恢复 缩在角落里休息了半天 他所在的位置 刚好是一排巨大的柜子旁边 他的身形矮小 缩在阴影里 不容易被发掘 宫殿里面有一张华丽的大床摆在西面 这个时间屋子里静悄悄的 只有大床的四周 亮着两盏柔和暗淡的小灯 把大床映衬的温馨舒适 床上一个美丽的精灵正熟睡着 一头火红色的绣发 细长的尾巴 一条腿伸出被子外面 整个身体蜷缩着 被子眼影间 能看到一张精致娇俏的脸蛋 长长的睫毛时不时颤动两下 高挺的鼻梁 红润的嘴唇 眉宇间还带着一丝 自志气 年龄也就十五六岁大 田小剑吃惊的 看着床上的精灵美女 好半天才咽了口唾沫 心中暗想 这个变态的公主 竟然变化这么大 前几年还贫瘠的像个搓衣板呢 今天怎么竟然变得这么夸张了呀 要是她站在自己面前 恐怕得比自己高一倍了吧 哎呀 悲催呀 算了 还是赶紧执行任务吧 这大计划的头一炮 自己可不能压活了 想到这儿啊 立刻捏手捏脚的 往精灵美女的床边走去 越来越接近这个小公主 田小剑的心脏 开始咚咚狂跳 好不容易挪到了近处 伸手慢慢拿出 自己带来的通讯设备 脑子里也不断回想着 当年她欺负自己的种种画面 可惜呀 越回忆越心跳啊 正当田小剑 不断干咽着唾沫的时候 床上的小公主阿雅竟然 吐得睁开了双眼 那一瞬间田小剑 头皮都炸起来了 心中一急 竟然猛的扑了下去 哪曾想她忽略了一件事 这么多年过去了 小公主还可能是 当年的小公主吗 她的身形刚一动 躺在床上的美丽小精灵 突然一仰手 身上的被子 直接卷了出来 一下将田小剑包裹住 同时呢 她的身形眨眼间 闪到了田小剑的身后 飞起一脚 将她踹向了大床 我靠 大床上扑通一声响 紧接着呀 门外就传了一道 低沉的声音 公主 怎么了 这声音一落 田小剑面色大变 刚想拼了命的 再次施展分解之法 赶紧逃出去 可是突然发现 小公主阿雅冲着她 嘘了一声 没事 洛西叔叔 我喝点水 好 公主如果有事 千万示警 嗯 放心 说完 低头看了 大被卷住的田小剑 绝美的脸蛋上 慢慢浮现出了 一抹得意的笑容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如果是平时 田小剑绝对不会错过这种让人心跳的场景 阿雅公主身上布着寸驴 却毫不在乎 她一条腿踩着被卷起来的田小剑 另外一条腿站在床边 胳膊撑在卷曲的膝盖上 背后的尾巴不住的扭曲缠绕着 那双明媚的眼睛水汪汪的看着田小剑 丝毫不顾自己下面空门大开呀 小剑哥哥 你竟然深更半夜的 偷进我到归房来了 阿雅突然轻声喃喃了一句 他这一句小剑哥哥把田小剑吓得浑身一个机灵啊 仿佛又回到了十年前 那个时候 阿雅也跟他现在一般大小 也不知道这个丫头发什么神经 在第一次见到自己之后呢 就彻底疯狂了 找了无数借口跑去超体实验室跟他私婚 就好像这爱情上 只有他一个雄性生物了一样 一开始呢 这田小剑还觉得好玩 有个很漂亮的小精灵给自己当跟班 多威风啊 尤其还是圣王城的小公主 可是玩着玩着 就发现不对劲了 这小丫头相当早熟 他喜欢玩的东西 是田小剑的身体 甭管哪个部位呀 都是如痴如醉 那段时间田小剑差点被他玩坏了 就千方百计的躲着这个缠人的小妖精 哪曾想 没过多久 他居然利用种种手段 把田小剑给软禁到了公主殿里 如果不是后来田小剑利用密法 早早逃离住处 恐怕后果将会极其悲惨 那次 田小剑下了狠心 一躲就躲到悠悠城去了 从此再也没回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今天故人重逢 竟然是以这么一种 暧昧以泥的方式见面 难道这就是自己的命运吗 田小剑背后冷汗直冒 脸上堆起笑容低声说 小雅 好久不见了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呢 你这个坏蛋 居然躲去了悠悠城 不是躲 是去发展 发展什么 是耶 公主阿雅秀气的眉毛一条 笑眯眯的凑近了 轻声说 什么事呀 说来听听 田小剑心中较苦 眼前波涛汹涌 这看也不是 不看也不是呀 这个放浪的公主 这么大的 怎么还不敢这个毛病呢 这个 小雅 你能不能先去把衣服穿上 你老大不晓得了 是不 我不 反正这身体早就是你的了 啊 什么时候是我的了 小时候就是你的了 怎么 你想来这啊 阿雅背后的尾巴动得越来越快 牙齿咬着嘴唇 衣服要扑过来的样子 田小剑心念急转 看样子呀 只能使用第二套方案了 猛的一咬牙 双手在被子里动了两下 他这个小动作立刻被阿雅看到了 眉头一皱 叫声赤道 你干嘛 我告诉你 现在我可是紫禁武士 你再捣蛋 我就把你绑起来 说 你偷偷潜进来 想干嘛 还能干嘛 给你送礼物吗 礼物 阿雅顿是愣住了 就是这东西了 说完 田小剑突然把胳膊抽出来 把一样东西送到阿雅面前 那是一个小型通讯机 阿雅眨眨眼 神情一变 刚想说话 突然通讯机里传出了一阵 极其细微的 鸡里呱啦的声音 那是小雨滴这个 魔语者施展的异能 这种声音是以爱兴人的语言 说出来的 所以乍一听到声音 阿雅立刻神情呆滞 摇摇欲追 田小剑吓得赶紧从被子里钻出来 一把抱住马上要摔倒的阿雅 把他重新放到床上 抱着他的时候 这眼神总是止不住的 往他胸口上飘 放好了阿雅 用力咽了口唾沫 扭头看了眼门口 这才收起了那个通讯机 接着又拿出一样设备 稍微调试了一下 片刻之后 设备上换出一道影像 正是萧七的脸 七爷 搞定了 准备好了吗 可以啊小剑 还是用了B计划 让小雨滴出手帮忙 好了 尽快实施吧 这里实在太危险了 一边说着 一边贪婪的看着阿雅的胸口 眼神开始渐渐往下瞄 瞄过了平坦的小腹 又瞄到了 哎 臭小子 看什么呢 你不把设备对着他的眼睛 我怎么识计划呀 呃 抱歉 田小剑满脸通红 赶紧把手里的影像 拿到阿雅的面前 此时的阿雅大眼睛呆愣着 似乎有些空洞 当影像拿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的双毛不由自主的挪到了影像上 那上面似乎有一双眼睛 一双绿色的充满了异样魔力的眼睛 看着看着 阿雅的眼神里渐渐恢复了神采 数息之后 他的身体微微一震 瞬间清醒过来 诧异的坐起身子 四周看了一眼 挠挠头 接着呀 拿起床上的小设备 喃喃的说 应该先去见妈妈 说完 拿着设备慢慢走向大门口 角落里田小剑默默看着阿雅走出了房间 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 虽然跟这个妖女纠缠了很多年 可是再次重逢 就对她做这种事 总觉得 还是有些心里亏欠的感觉 幸好啊 做这些事对她的圣王城 都是天大的好事 希望她以后知道了 不要怪自己 田小剑长出了一口气 默默缩紧阴影 离开了宫主殿 燎原之火 从今夜开始 或许用不了多久 整个圣王城 就都能够清楚 武尊的真面目了 到时候 联合整个星球的力量 再加上萧綦的神奇 还赶不走一个武尊吗 当她离开公主殿的时候 阿雅公主已经赶到了 圣王后的卧房里 圣王后也是个美丽的精灵人 她对阿雅半夜三更出现在卧室里相当诧异 但是这个宝贝女儿 一向行事疯癫 做事不均常理 所以也没她当回事 又熟悉之后 阿雅和圣王后悄悄离开了王后的寝殿 走进了一个隐秘的小单间里 那里是整个计划的关键 水晶圣王之所以能成为圣王 就是因为她掌控着 爱星融合能量的钥匙 同样为水晶武士 她能力压另外两位武士 成为爱星的统治者 不是她的战斗力超越了另外两位 而是因为她有无限的能量供应 所以呢 如果想利用暗示之眼搞定水晶圣王 就必须短暂的切断 她跟无限能源之间的联系 而切断联系的关键 就在阿雅和圣王后 以及小雨滴的身上 当阿雅公主和圣王后 走进隐秘的房间后 爱星上啊 不久之后 将掀起一片滔天巨浪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 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83集 暗示生肖 城市乍现漏洞 一日清晨 小妻缓缓睁开双眼 看着蜷缩在自己怀里的小雨滴 尝出了一口气 自己的十道镜像分身 已经被武尊灭了三道了 从镜像分身那里得来的信息 这个武尊的实力 绝对凌达于自己之上 看来呀 自己在爱星上的行动 得彻底转入地下了 否则呀 一个不小心撞上武尊 那可真的就玩大了 昨晚的行动相当顺利 自己的想法也相当正确 先搞定小公主 再搞定圣王后 接着利用这两个人 短暂的切断水晶圣王的无限能源 切断能源的时候 完全是靠小雨的黑客技术 这个小丫头简直就是幻影的翻版 她仅仅花费了数秒钟时间 就成功破解了 圣王掌控的能量供应 没了整个爱星的能源支撑 圣王也抵不住萧綦的暗示之眼 成功迷惑住了圣王之后 萧綦把一颗种子 埋在了她的心底 同时呢 对她们以后的行动 加以暗示 做完这一切之后 又利用圣王的关系王 把平时不跟武尊接触的 所有爱星本土力量 全都用暗示之眼控制起来 这是萧綦第一次 大规模使用暗示之眼 一个晚上下来 真的把她累坏了呀 勉强振作精神 带着小雨滴找了个 相对安全的地方 又把柏铭和玉玲珑 放出来当哨兵 这才搂着小雨滴 沉沉的睡了过去 这一觉睡的是昏天黑地呀 前所未有的放松 清醒过来之后 萧綦突然发现 玉玲珑怎么不见了 昨晚把她和小柏铭放出来 守在身边当护卫来着 柏铭 玉玲珑呢 哦 主人 那个笨蛋半个小时前溜出去玩了 她说闻到奇怪的味道 其实我也闻到了 小柏铭已经能够开口说人话了 而且现在呢 总是焦的昂着小脑袋 站在萧綦的肩膀上 抖露她的尾语 奇怪的味道 那种味道啊 有点臭乎乎的 好像是野兽的味道 什么方向 萧綦随手将还在熟睡的小雨滴 塞进了虚空大戒地 站了起来 北方 再往城市边界靠过去 主人不用担心她 她现在能隐身呢 而且她都那么大了 你的仙丹被她糟蹋了不少呢 小柏铭似乎根本就不在意 玉玲珑失踪 柏铭 这个城市里有个很可怕的敌人 连我都不是对手 所以不能掉以轻心 萧綦严肃说了一句 接着心里跟玉玲珑联系了一下 幸好神念送出去 她立刻就回音了 叽叽 主人 城市边缘这里被刨出了大洞呢 外面的异兽好像钻进来了不少 你能不能说话之前不要叽叽两声啊 听着真别扭 还有 留在那里 我这就过去 不许擅自行动 说完随手收起百名纵身而起 向玉玲珑的方向飞去 城市边缘刨出了大洞 如果不出意外 应该是自己的暗室开始奏效了 就像悠悠城一样 圣王城里也出现了破绽 说不准是什么防御系统的下面 被挖通了连接外面的密道 今天早上 肯定是圣王城的警卫队 把这条密道给挖开了 只要能让他们引起警觉 那这条密道的作用就彻底消失了 萧綦总有种感觉 这密道肯定跟武尊有关系 至于到底是什么计划 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密道被破坏了 应该会让武尊吃一回瘪 自己呢 也算是赢回了一城 数息之后 萧綦赶到了玉玲珑的位置 往远方一看呢 顿时倒下了一口冷气 这他妈是密道吗 这简直就是一条宽阔的地下军用通道啊 前面地面上斜斜向下的 一条黑油油的洞穴 直径得有一百多米宽 高度呢 至少也有一百米 从洞穴里不断地涌出一些可怕的荒原一收 洞穴外面 四周站满了拿着能量武器的警卫队员 一个个如临大敌一般 把入口处守得严严实实的 只是啊 看他们的样子 好像洞里还有人 否则干嘛不直接使用能量武器 将洞给炸塌 彻底封住洞穴呢 远处啊 能看到军方最高领袖 球阴和纳古弱 可是不见圣王的身影 萧綦皱了皱眉头 收起玉玲楼 悄悄潜伏过去 在边缘处抓了个警卫队员 利用暗示之眼控制他 让他去打听一下消息 片刻之后 警卫队员回来了 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一大清早 水晶圣王召集力量 探测所有城市边缘的防御体系 同时协令其他三座小型城市展开自查程序 结果让人震惊 别说三个小城市都有防御漏洞 都查出了密道 就连最古老的圣王城都发现了一条如此巨大的通道 圣王一怒之下召集三大水晶武士 上百紫金武士齐聚通道前 接着 则令球阴和纳古弱守在洞口 他带着一众紫金武士钻进了通道里 大概一个多小时后 通道尽头似乎发生剧烈战斗 接着就开始不断有荒原异兽冲进来 球阴调集了一批白银武士做扫荡王 在后面又跟进了洞穴里 到现在为止 下去的所有战士包括圣王在内都还没有回转 偶尔时候洞穴里能够感觉到激烈的爆炸和震动 萧綦听完心里按骂 这个圣王真是猪脑的 空有一身无勇 他倒是热血了 第一个钻进去以身试贤 可是他就没想过 一旦自己出事 这圣王城怎么办呢 而且他要是挂了 那自己昨晚的一番努力岂不是白费了呀 真他娘的草蛋 如果自己之前的推测没错 这些阴谋都跟武尊有关 那自己要是下去 很容易被他来个瓮中捉鳖 想来想去 萧綦猛的咬牙 想想自己的大计划 再想想或许紫霞恢复力量的机会 就在圣王的身上 这趟险呢 自己不得不猫 再说了 自己现在掌握了血眼浮屠 更融会贯通六道天书 虽然境界上没有变化 但是凭借朱斑妙法 就不信不能跟武尊周旋 尤其是昨天到现在 被灭掉的三个分身 都传回了相当重要的战斗信息 越接触他 就越有希望打败他 想到这 萧綦立刻展开了七星隐身法 收敛精气 一头钻进了地面上 那个巨大的洞穴里 怎么说呢 这下面的洞穴 还真不像是人工开凿出来的 倒像是野兽刨出来的 洞里面 到处都是难闻的臭味 一路往前狂奔了近百米之后 前面突然出现七八条岔路 萧綦侧着耳朵仔细听了听 真你妈呀 每个岔路里都有声音 看来只能寻找圣王的声音 先保住他再说吧 为了能听到圣王的声音 萧綦真的是将所有注意力 都放到耳朵上 展开顺风耳的能力 凝神细听 某一刻 突然一阵惊声尖叫 传进耳朵里 靠 是公主阿雅 萧綦猛的张开双眼 眼睛里闪动着骇人的光芒 一头钻进了其中一个岔路口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上飞 由海洋 岳灵 为您演播 第1284集 离开圣城 寻找轮回珠 真没想到 阿雅居然也下来了 她虽然是紫禁武士 可好歹也是个小公主呀 怎么就跑来以身犯险呢 她和圣王后 那可是相当好用的内应啊 就算武尊 也未必会留意 他们这些女性精灵人 所以呢 暂时还不能让她出事 萧綦身形电闪 在通道里几个闪略 就已经到了阿雅所在的位置 往前一看 顿时大事已经啊 她这个通道里 竟然钻进来了一片 毒蛊蜂群 不过幸好呢 这里空间狭小 数量不多 萧綦也来不及打招呼 瞬间闪到她的身后 揪住她的衣服领子 一把扯到一边去 接着飞快的 祭出了阎寝之火 将洞口的方向 彻底封死了 哪曾想啊 刚堵住 蛊蜂群的路 旁边洞壁上 轰隆一声巨响 一片泥沙飞扬 一只硕大的爬行甲虫 顶穿了洞壁 漆黑的脑袋 刚钻进来 就扑的一声 喷出了一片 黑色腥臭的液体 阿雅一个躲闪不及 半边身子 立刻沾上了不少毒液 这一玩意儿 也不知道毒性 裂到什么程度 只听阿雅一声惨叫我 直挺挺的 就倒了下去 萧綦看得心惊胆战 阿雅身上是穿了一件 薄薄的铠甲的 虽然看着薄 可是圣王城小公主的装备 能插得了啊 可是眼看着铠甲 就被漆黑的液体给腐蚀了 萧綦吓得一个剑步窜过去 一把抓到她的胸口 一声敬鹤 给我破 就挺嘎吱吱的 一阵烈泊声 阿雅那一身 亮丽的铠甲 被萧綦硬生生的 撕成了两半 撕开铠甲的同时呢 萧綦的身体没闲着 侧着身体飞起一脚 砰的一声 踹在了甲壳虫的脑袋上 巨大的力量 差点把甲壳虫的脑袋 踹得缩进肚子里 这只甲壳疼得一阵丝鸣 飞快的缩了回去 萧綦这才是松了口气 可是突兀的心中一阵激动 糟了 武尊终于来了 犹豫了一下 一把捞起被扒得金光的阿雅 闪身从刚刚甲虫 撞出的大洞冲了出去 几个闪掠之后 身影消失在了外面 幽暗的荒原中 他的身影消失没多久 一脸阴沉的武尊 就出现在刚刚的洞口 这个长相普通的 跟路人甲似的武尊 眼眸闪烁着七彩光芒 四周扫了一眼 接着呀 闪身也从甲壳虫 那个洞里钻了出去 当他出现在城外洞口出时 看着外面一片 幽暗死界的荒原 冷横了一声 此时的萧綦为了救阿雅 又要躲开武尊的追捕 无奈之下 只好冲出圣王城 隐藏在荒原山谷中 为了不让阿雅中毒 又为他制造了 星韵全水的防御气泡 将它暂时放在里面 他身上几处 沾上了毒液 雪白的肌肤上 出现了几片漆黑的斑纹 极大的色差对比 看着触目惊心 而他也像是 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已经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 萧綦在荒原山谷中 急速狂奔 费了半天劲 才找到一个山洞 立刻带着阿雅 冲进了山洞里 洞里面像是有一窝 异兽崽子 一听到洞口有声音 闻着气味不对 全都开始低鸣咆哮起来 萧綦不耐烦的 挥手甩出阎寝之火 控制着这小精灵 放出熊熊烈焰 将洞穴里面的异兽 瞬间烧成了飞灰 接着彻底封死洞口 这才放下了气泡 气泡里面 一直被星韵泉水滋润的 阿雅身上的肌肤 正在慢慢的恢复 虽然速度很慢 可是星韵泉水 对他们受到的毒伤 还是有治疗效果的 萧綦终于是松了口气 这一放松心情 立马感觉到一丝尴尬 阿雅公主的铠甲被扯掉了 她里面什么都没穿 真空的 就跟当初尼亚一样 回到猎战车上时 脱掉铠甲 里面也是中空的 或许是因为 他们的铠甲 里面就没办法穿衣服 否则呢 这些精灵人 为什么都喜欢 光着屁股穿铠甲呢 这个圣王城的小公主 生的比尼亚成熟多了 这火爆热辣的身材 简直像个小妖精 昨晚催眠的时候 只看到她那张 妖艳绝色的脸蛋 今天终于看到她的身材 真是奇怪 田小剑是怎么保持清醒的 这么性感的游物 都送到嘴边了 她居然还能一把推开 一想到田小剑 消息眉头就皱了起来 注意力离开了阿雅的身体 看着外面有黑的空间 自己被迫暂时离开圣王城 也不知道这小子会不会出事 希望她别露出马脚才好 小语弟啊 叔叔 怎么了 刚刚差点遭遇无尊 为了救阿雅公主 我已经带着她离开了圣王城了 啊 叔叔 现在我们在荒原里吗 你让我看看外面的环境 消息闪身来到洞口 将外面的环境 传到虚空那界里 让小语弟看了一眼 哦 这里大概是圣王城西南方向 这个方向是荒原异兽 最多的区域了呢 呃 这么倒霉 竟然 话没说完 脑子里突然闪电般的 划过一个念头 靠 自己既然出了圣王城 何不找找佛祖 或者伏羲传承的位置呢 佛祖的下落 自己还有一份地图 可以参考呢 而伏羲传承 只要能够接近 伏羲秦方圆千里之内 神器之间 应该是有共鸣的 一想到这 萧綦心中豁然开朗 猛的一拍巴掌 小语弟啊 我有事情要做 正好利用这个机会 探索一下荒原世界 叔叔 你要探索整个荒原世界 爱心可大呢 体积足有地球的上万倍 这里除了那四座城市 寄予的地方 全都是荒原 没事 叔叔有出发点 可不是无地方似的 说完立刻散出一缕神念 钻进虚空纳界里 招来以前在地藏菩萨那里 得到的地图 还有之前从其他 力战车里偷来的 荒原石井地图 这些地图应该是找到轮回 诸和佛祖的关键所在 萧綦把地图摊在小语弟面前 看着他 小语弟 对照这两幅地图 你能看得出 黑布上标识的地方 大概在什么位置 什么方向吗 你在哪弄的地图啊 画的好粗糙啊 小语弟伸着脖子 看了一圈 仔细地看了看 黑布上原来 标识出的三个位置 接着呀 挨个齿着说 这里 好像是 生涯歌虫的虫穴 这里 应该是 爱兴深渊 这个地方嘛 看上去 好像魔龙崖 完美了呀 小姑奶奶 你这脑袋可真厉害 告诉叔叔 哪里离我们最近呢 这里喽 魔龙崖 就是现在这座山谷 往西大概十万公里吧 十万公里 这还是最近呢 对呀 我说过的 爱兴好大的 好吧 幸好叔叔 还藏了一辆猎战车 走 小语弟 叔叔带你狩猎去 说完呢 萧綦兴奋的一笑 这时 外面的星韵泉水气泡里 突然传来一阵 慵懒逆人的娇哼声 萧綦听得头皮一麻 脸顿时垮了下来 真草蛋 忘了还带着 这么个脱油瓶呢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85集 圣王清醒 六尔弥猴现身 山洞里 萧綦收回神念 一眼就看到气泡里 阿雅公主 已经恢复神志 清醒了过来 只是一时 没搞清楚自己的处境 呆呆的看着身体 外面的气泡 再看到萧綦时 顿时大惊失色 林芒捂住身体的关键部位 缩成一团娇声赤道 你是谁 我的衣服呢 一看她的反应 萧綦乐乐 佛祖的暗示之眼 实在是厉害 对她的暗示一旦生效 她就已经忘记了 萧綦的身份 更忘记了 悠悠成的续安 现在她的眼里 恐怕萧綦更像色狼 阿雅公主 你就甭管我是谁了 但是 你得好好想想 刚刚在圣王城的洞穴里 是我救了你 你还记得吗 你被那只难看的甲壳虫 潘了一身的毒液 哼 想起来了 果然是你呢 你好厉害啊 阿雅公主双眼一亮 想起了洞穴里的遭遇 突然激动的站起来 扑到气泡面前 看着萧綦直消 萧綦现在可 没有烈焰的心思呀 对阿雅的眼神 暗暗一惊 连忙开口说 阿雅公主 这里是荒原山谷 我马上离开这里 去更危险的地方 所以你最好想办法 能联系上圣王城的人 来这里接你 不要 我才不要回去 你去哪 我也要跟着去见识见识 我真的去很危险的地方 你 话刚说到这 突然脑子里 响起了小雨滴的声音 叔叔 让他跟着也好 猎战车最好两个人驾驶 一个人驾驶起来 会很麻烦的 啊 带着他 我总觉得这个女人 会是个大麻烦呢 放心吧叔叔 他就是个变态 他对田小剑的纠缠啊 不会弄到你身上的 你确定 很确定 萧綦眨眨眼 看着阿雅说 好吧 带着你 但是呢 有言在先 这一路上必须听我的 能做到吗 如果做不到 我现在就把你 扔回生亡上去 你这个地球人好奇怪 对我这么不客气 阿雅歪着个脑袋 捂着胸前的胳膊 也渐渐放下了 似乎对萧綦相当感兴趣 赶紧的你答不答应 实话跟你说 我可没有救你 救你是看在小剑的面子上 哼 原来是小剑的朋友啊 那就好说话了 本公主答应你 但是 能不能先给我弄件衣服穿 萧綦叹了口气 转身走到洞口 四处看了一眼 接着呀 挥手放出自己 藏起来的那辆猎战车 之后呢 带着阿雅直接 钻进了猎战车里 进去之后 把小雨滴放了出来 同时解开了 阿雅身上的气泡 乍一看到小雨 阿雅吓了一跳 惊声尖叫道 小雨滴 你从哪儿猫出来的 哎呀 你少废话了 赶紧去找家制服穿上 难看死了 怎么 哪里难看 你是嫉妒吧 我嫉妒个屁 也许 就是嫉妒我的屁股呢 阿雅一边说着呀 一边扭着性感的小屁股 长长的尾巴不住的摇晃 走到一色舱壁上 取出里面的制服穿上 小七终于松了一口气呀 冲着阿雅一招手 先别说话 跟小雨配合 发动猎战车 咱们先离开这里 好啊 真刺激 我还从来没出过远门呢 我们去哪儿 摩龙崖 啊 去哪儿 摩龙崖 那可是爱情上的禁忌之地呀 看着阿雅一惊一乍的样子 小雨滴丝毫不理会 有条不紊的发动猎战车 一看小雨滴不像开玩笑的样子呀 小七也目光灼灼地看着自己 阿雅眨了眨眼 立刻坐到副驾驶上 喃喃地说 这次可玩大了 不知道副王会不会拔了我的皮 说完 迅速协助小雨滴启动立战车 在一阵巨大的轰鸣声过后 立战车腾空而起 缓缓加速 向西北方向飞驰而去 就在萧綦等人离开山谷的时候 爱情上的四座城市 也终于爆发了激烈的战争 源源不绝的荒原一收 通过那些地下通道 疯狂地向城市里冲去 幸好四座城市早有防范 每个城市都集中了最强大的能量机动部队 守住洞口 跟外面的荒原一收 斗了个旗鼓相当 精灵人的优势在于可怕的能量武器 而荒原一收的优势在于庞大的数量 悍不畏死地进攻 圣王城里 水晶圣王已经退出了地道 跟另外两位水晶武师站在一起 同时呢 武尊也是背着双手 神态轻松地站在一边 圣王看着不断开进洞穴里的精灵人战士 听着身旁下属汇报其他城市的战况 眉头皱得紧紧 听完了汇报 忍不住冲着武尊攻身失礼说 老师 本王一直没想明白 且不谈城内的内奸问题 这外面荒原一收 一向是各自为战凶残暴力 怎么这一次 像是都团结在一起似的 就像是有了首领指挥一样 无妨 无妨 荒兽终究是荒兽 除了数量可堪之外 实力不足以提 圣王眉头一皱 老师 近些年荒原异兽 变异程度越来越可怕 绝大部分堪比银牌武士 少数精英异兽 已经达到了紫金武士级别 更别提魔龙牙的魔龙 古独风群的丰厚 这种逆天的异首 武尊微微一笑 看向圣王 圣王 属老朽失言 你已经很多年没出大荒了 如今外面的荒兽 哪有你百合之地 这圣王城的能量系统一直滋养你的身体 难道你自己没发觉 自己已经接近老夫的水平了吗 老师 本王有自知之命 现在的实力 也难抵老师万分之一 圣王恭敬地冲着武尊行了个礼 过渡自迁了 有机会就出去尝试一下吧 说完 武尊大秀一挥 转身离开 边走边说 这里的战况已够不成威胁 劳羞去 如有意外 圣王该知道去哪找我 圣王默默地看着武尊的背影渐渐离去 心里总是有种别扭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知道他是自己的老师 可是从内心深处 对他的尊敬已经消失了 而且心里反倒生出了些许疑惑 为什么他一直想让自己走出圣王城呢 而且他说自己的修为 已经快要接近他了 语气中毫无欣赏的感觉 反倒是嘲讽的感觉多了一些 诡异啊 自己以前从来没从这些角度看问题 正当圣王心中疑惑的时候 突然洞穴里传了一阵惊人的咆哮声 一股难以形容的恶寒扑面而来 紧接着 无数精灵人战士从洞里面退了出来 似乎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圣王跟旁边的囚阴和纳苦若面色大便 同时闪身冲进了洞穴里 刚一进去没多远就看到前面不远处 一只浑身金毛体型巨大的猴子 双眼闪烁血色凶光 疯狂的咆哮不止 囚阴跟纳苦若脱口惊道 这是什么东西 可身旁的圣王却诡异的眼神闪过一道绿光 喃喃的说 六尔弥猴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第1286集 牛郎啊 你可来的真是时候啊 地下通道里呢 水晶圣王神情古怪 看着远处渐渐急冲过来的巨大金毛猴子 眼中一阵的绿光闪烁 黄原里什么时候出了这么可怕的异兽啊 球阴惊道 是啊 这实力简直不在魔龙和毒蛊丰厚之下呀 纳谷若也是面色难看 纳谷若 全力撤舍吧 否则一探让他突破过来 圣王成就完蛋了 球阴身上瞬间涌出能量波动 双眼闪动着骇人的光芒 而纳谷若也终于取出他那把巨剑 两人眼看着就要冲上去全力战斗了 突然呢 水晶圣王一伸手 拦住他们俩低声说了一句 别动 待在这里 说完自己身形闪动 一个人向着前面的巨猴冲了过去 球阴和纳谷若吓了一跳顿时几道 圣王不能以身犯险哪 圣王 等我和纳谷若 水晶圣王在跑动的过程中啊 扭头猛的瞪了他们也怒道 让你们等着就等着 别过来 话音刚露 人已经冲到了金毛巨猴的面前 那只金毛巨猴正是六尔弥猴 他跟萧绩一样 在火焰洪流里逃了出来 毕竟啊 他好歹也是到了洪荒第四境的 只是他也落到了荒原里 而且距离城市更遥远 在这个荒芜的星球上 他感受不到跟萧綦的血气联系 一度很狂躁 碰巧荒原里一手层出不穷 他跟萧綦不一样 他的凶行更烈 杀戮更重 所以真的是彻底爆发了一段时间 在荒原里到处游荡杀戮 几乎已经快要成为荒原上的一方巨头了 这天呢 他终于晃悠到了圣王城的附近 骤然发现这里有城市 把六尔弥猴兴奋勾腔 可是还没能进城呢 就发觉荒原里的易兽 似乎有人驱赶一样 通过一条通道 拼命往城市里钻 六尔弥猴直觉在这里 或许能找到萧綦的下落 所以呢 也跟着钻了进去 这下可好啊 不但跟易兽 跟他打成一片 半路上呢 遇到了城里的精灵人卫队 又加入战团 所以他冲进来的通道里 简直是乱成了一锅粥啊 前路受阻 再加上精灵人手里的能量武器 相当可怕 六尔弥猴凶性大发 索性陷出了腰身 一路横冲直撞 就攻了过来 眼下 突然发现里面跑出一个 很强大的精灵人 六尔弥猴也不得不谨慎对待 手中金光一闪 把他的铁棒招了出来 正打算全力以赴战斗时 突然发现那个精灵人 毫无战斗的姿态 而是迅速接近自己 以极其细微的声音说了一句 小六 主人有令 命你隐匿身形 进入圣王城 暗中查询逆天道成员 一意控制住 务必小心一个叫武尊的人 在城里 圣王会辅助你完成任务 他的话音一落 六尔弥猴浑身俱沉 能叫得出自己小六这个名字的 那只能是消息了 眼前这个精灵人 虽然能感觉到他身上能量相当恐怖 但是这一刻呀 他的双眼有些呆滞 而且微微闪着绿光 很明显 他不具备自己的意识 至少这一刻是这样的 六尔弥猴虽然凶残暴力 但是天生聪明 机灵之处 不下于灵明石猴 脑子里飞快的琢磨了一下 接着身形一闪 吐的消失 他的变化神通 本就不弱 既然得到指示 立刻不再抵抗 幻化成飞虫 直接隐藏在圣王的身上 他一消失啊 水晶圣王的双眼 立刻恢复清明 眨了眨眼 随即扭转头去 越过那股若和球阴 返回到了城里地面上 而地道里面 那股若和球阴面面相聚 完全没看清 六尔弥猴是怎么消失的 眨眼功夫他就没了呀 而水晶圣王呢 也像是没事人一样 自顾自就走了 到底发生什么了呀 两个精灵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 看到了疑惑之色 这个时候 荒原 魔龙崖 小雨滴驾驶着列战车 赶到了魔龙崖的 上方万米高空中 关掉主引擎 悬浮在半空 他和阿雅公主 都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萧綦站在列战车舱门口 往下瞄了一眼 所谓的魔龙崖 有点像是倒叉 在大地上的一个席靶子 山崖顶部 隐约看到一个巨大的巢穴 里面似乎睡着一只庞然大雾 那就是所谓的魔龙了 萧綦当然知道 这玩意肯定跟地球上的龙 是不一样的 听小雨滴科普呀 这魔龙崖的魔龙 是外面荒原异兽里 实力最强的几只异兽之一 而且生有灵质 力量恐怖 威力无穷 可惜呀 在魔龙崖这里 丝毫感受不到任何神奇的气息 体内的神器 也没有产生共鸣的现象 看来呀 轮回珠不在这里 也就是说 佛祖也不会在这里 萧綦叹了口气 最近的没有 那就还得往远的找 不知道这会儿 圣王城里的局势 变化成了什么样呢 萧綦弟 走吧 这里不是我要找的目标 萧綦回头轻声说了一句 啊 这就走了 我下去看看魔龙 小雨滴还没说话 阿雅就挤到萧綦的身旁 抓着她的一条胳膊 探出身子往下看去 这个丫头好像对萧綦 越来越没什么戒心了 毫不在乎跟她之间的亲密接触 萧綦不着痕迹的抓起她的胳膊 像拎小筋一样把她拎了回去 没好气的说 你真是好奇宝宝 想看魔龙自己找直接来看 我可不奉陪 哎呦 七哥 阿雅 先别吵 叔叔 地面上好像有个 飞猎号的影子 小雨滴突然打断阿雅的话 紧张地说 飞猎号 是精灵人 不对 不是精灵人 小雨滴在控制台上一顿调试 一会儿功夫呀 将地面上飞猎号的扫描信息 提取出来 在控制台上方凝成幻香 当看到飞猎号里面的人时 萧綦顿时大惊啊 这不是牛郎吗 或者说呀 是披着牛郎外皮的某些东西 他怎么会跑来这里呢 看他的目标 好像是直奔魔龙崖区的 小雨滴 等在这里 我得下去一趟 萧綦飞快的盯住了一句 接着一闪身 直接从猎战车跳了下去 这个牛郎是解开 所有秘密的关键人物 以前或许还拿他没辙 即便捉了他 恐怕也得不到真正的秘密 但现在不一样了 自己有血验浮屠在身 想要知道他的秘密 简直太简单了 一想到这儿 萧綦就心中狂喜 牛郎啊牛郎 你可来的真是时候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87集 制服牛郎 萧綦纵身跳下列战车 身体在万米高空自由落下 并没有直接拦住牛郎 牛郎的行为有些诡异 他现在的修为很低 以他这种身手 按理来说 是不可能斗得过下面 魔龙崖里那只旁人大巫的 可是他的目标就是魔龙崖 而且毫不犹豫 速度不减 萧綦下降了一段距离之后 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立刻缓住身形 同时隐身在空中 像这样停在高空中 要承受相当大的重力作用 即便以萧綦的身体素质 也很吃力 但是为了不引起牛郎的注意 不能冒任何风险 隐在空中 是最佳的监视手段 一会儿功夫完 魔龙崖上的庞然大雾 就被非裂号飞行器的 轰鸣声吵醒了 这只巨兽缓慢苏醒过来 慢慢抬头 这一身长脖子 顿时让萧綦大开眼界 好家伙呀 细长的脖梗 估计得有百米长 末端生了个小脑袋 庞大的身躯上 两只漆黑的骨质翅膀 慢慢展开 同时缓缓站了起来 在魔龙崖上活动了一项 某一瞬间 突然仰天一声咆哮 震得周遭方圆千里 不断的回响 他这估计跟普通野兽睡醒了 撑个懒腰 打个哈欠是一个道理 可奇怪的是 牛郎已经开着非裂号 冲到了魔龙崖的山下了 这只魔龙还是没什么反应 难道他们熟悉对方吗 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 萧綦顿是头皮发麻 如果真是这样 那想再抓牛郎 可就麻烦大了 岂不是先要搞定这只魔龙啊 而且牛郎凭什么能收服一只 这么恐怖的异兽呢 眼下的情况有点诡异 萧綦只好按兵不动 继续观察牛郎的协位 只见他开着非裂号 到了魔龙崖下 直接停下了 接着毫不停留 从非裂号上跳下来 几个闪身 就已经跳上了魔龙崖 这下麻烦可大了 牛郎果然跟魔龙很熟悉 眼见他冲到魔龙身旁 像是对自己的丑物一样 伸手拍了拍魔龙巨大的肚子 接着走到魔龙的巢穴里 直到这时 萧綦才发现 魔龙之前盘着的巢穴下面 居然有个洞 牛郎一头钻进洞里消失了 随后啊 魔龙晃了晃脑袋 又一屁股坐了回去 看到这儿 萧綦尝了一口气 没想到无意之间 竟然发现了牛郎的秘密 这个古怪的家伙 应该也是逆天道的成员 只是 他不跟在武尊的身边 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这里呢 难道他还有其他的身份吗 而且他这么弱的身手 居然能够收服下面那只庞然大雾 实在古怪 萧綦想了半天 猛的咬牙 不入虎穴 焉得胡子 现在爱兴的形势已经到了马上就要摊牌的时候了 四座城市的密道被自己以暗示之眼透露出去 提前打乱了阴谋者的计划 不管那是不是武尊的计划 恐怕现在圣王城里都开始了风起云涌的变化 只要武尊没发现圣王有问题 那早晚他会在整个爱兴人面前露出真面目的 所以现在 也是时候解开逆天道的秘密了 萧綦想了想 随手取出百花蜜 这玩意在地球上 能勾引天地间的灵兽 不知道能不能引诱爱兴上的这些异兽 打开盖子 粘了一点百花蜜 接着展开身形 往一个方向急速的狂奔 一路上陆续弹出几点百花蜜出去 没过多久啊 百花蜜的味道一点点散发出来 这宝贝的味道相当清新疑人了 居然能够驱散荒原里那种恶臭的气息 片刻之后 远处魔龙崖上的魔龙 突然神清兮兮的再次站了起来 细长的脖子不断甩来甩去 最后呢 小脑袋固定到了这个方向 与此同时 萧綦耳边突然想起一阵阵 如海潮般的嗡嗡声 扭头一看 顿时吓了一跳 身后将近千米之外 居然铺天盖地的席卷过来 无数的独骨蜂群 我里个擦呀 居然在这附近引来独骨蜂群了 这一下麻烦可大了 萧綦抬头看了一眼 上面悬浮着的列战车 为了不让独骨蜂群 发现列战车的踪迹 立刻打开百花蜜的盖子 直接甩出去一大片的百花蜜 这下可好了 一股浓郁的香味弥漫在空中 别说那群独骨蜂群像疯了一样 猛地加速急冲过来 就连魔龙牙上的魔龙也忍不住了 他或许也不是很忌惮独骨蜂群 鼓荡起巨大的黑色骨质翅膀 仰天一声怒吼 闪电般地冲了过来 萧綦头皮发麻 以最快的速度隐身飞上万米高空 回到列战车里 让小宇关闭了所有的引擎 只留下能悬浮在半空中的反中立装置 接着呀 迅速闪身出去 再次向魔龙牙的方向扑去 刚冲到一半 就发现魔龙跟毒蛊蜂群已经纠缠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 四面八方竟然陆陆续续传来阵阵 私鸣售吼声 空中地上密密麻麻的荒原一手 潜伏后击 往百花蜜的方向冲击 那些滴落在地上的百花蜜 已经彻底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混战 萧綦的心里啼笑皆非呀 自己的一个举动 竟然引起这么大的连锁反应 也不知道是福是货 不过呢 至少给自己搞定牛郎争取到了时间 数息之后 萧綦一头钻进了魔龙牙巢穴上的黑洞里 里面漆黑一片 臭气熏天 不但有臭气 还有一股辣的异乎寻常的气息 萧綦下意识的屏住呼吸 转为内吸 这么辣的空气肯定有毒 巢穴下面的黑洞 树直向下大概三百米深就到头了 下面就是个巨大的弹形洞穴 当萧綦冲进去的时候 正巧碰到牛郎在洞穴的边缘 正往一棵植物上 撒着一种不知名的液体 一听到有人下来回头一看 顿时目瞪口呆呀 无论如何他都想不到 居然能在这里见到萧綦 而萧綦的目的更明确 那就是尽快制服他 否则等魔龙回来 少不得又是一番恶战 自己现在还是尽量少动手为妙 所以在牛郎一愣神的瞬间 萧綦闪电般的捏绝作音 一声爆喝 哄 真言一出啊 真的牛郎浑身一抖 双眼发直 萧綦闪电般的出现在他的身旁 挥手一掌砍在他脖梗上 就听嘎巴一声响 牛郎直接瘫软在地 幸好这家伙修为不高 解决他相当轻松 不过总觉得他有点诡异 萧綦不放心 又取出了捆线索 念动咒语 将牛郎捆了个接接实实 这才把他塞进了虚空那界里 接着呀 四周扫了一眼 这下面呢 有点像是临时住所 偌大的洞穴里什么都没有 光秃秃的 只有面前的石台上 长着一颗古怪的植物 颜色漆黑 一朵花五片叶 每个叶片呈星星 黑色的花朵看着像雏菊 小巧玲珑 上面映射着淡淡的光运 弥漫出一阵阵黑气 这下面有毒的空气啊 十有八九 就是这朵小花散发出来的 小区犹豫了片刻 随即挥出一团仙气 将那朵小花连同下面的石头 全部都塞进了戒指里 接着冲天而起 钻出洞穴 飞快的升上半空 离开了魔龙崖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88集 神农师 炎帝 当萧綦离开魔龙崖 回到烈弹车上时 小雨滴和阿雅的脸色 全都难看至极 因为下面 由于百花灭的缘故 已经引起了一场 史无前例的超级收场 即便这里有魔龙和毒蛊蜂群 这两种最可怕的异兽存在 也丝毫无法阻止 其他地方的各种异兽 前赴后继 到最后 下面已经没法看了 大地震动 血雨腥风 寿鸣嘶吼 一片混乱 最可怕的魔龙 跟毒蛊蜂群 打得难解难分 魔龙对付蜂群的方法 就是喷出剧毒的毒液 蜂群一沾一大片 沾着必死 可惜呀 毒液始终毒不到封后 而封后呢 带着无数大的离谱的冰封 闪动如电 专挑魔龙身上柔软的地方扎 不断注射毒素 这两大巨头斗得难解难分 恐怕一时半会 都不会分出胜负 等回到猎战车 萧綦也终于松了口气 赶紧招呼小雨滴 走 赶快走 吃了就遭殃了 小雨滴和阿雅 根本不带萧綦的命令 早就开始启动猎战车了 片刻之后啊 猎战车带着轰鸣的呼叫声 化成一道流光 消失在远方的黑暗中 远离那片可怕的战场后 萧綦这才决定了下一个目的地 那就是爱情深渊 一个类似于地球上 东非大猎谷的那种地方 安排好了行程之后 萧綦独自进了后舱 盘膝坐在地上 散出一缕神念 钻进虚空纳戒里 戒指里被困住的牛郎 已经清醒了过来 他的恢复能力竟然这么可怕 跟在天庭 刚发现他是完全判入两人 看来在南天门啊 他受伤应该是装出来的 萧綦把紫霞也拉了过来 两个人缓缓来到牛郎面前 此时的牛郎面色平静 四周张望了一圈 突然平淡的说道 这里是次元空间结界吗 旁边的紫霞愣了一下 乞讨 你竟然知道这种称呼 什么称呼 紫霞 啥意思啊 萧綦没弄明白 他们俩的意思 赶紧追问了一句 萧綦 次元空间结界 戒指纳虚迷 空间技术 三个说的都是一样的 说的都是你的 虚空纳戒的本质 但是 资源空间结界的说法 是战国洪荒时期才有的 你怎么知道 牛郎娘娘告诉我的 紫霞轻声回了一句 接着呀 看着牛郎说 你不是牛郎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我是 我是 牛郎的眼神有点恍惚 眉头渐渐皱在了一起 想了半天 突然抬头看着萧綦 惊声叫道 匹县大哥 我是牛郎啊 她这突兀的转变 把紫霞吓了一跳 可是萧綦却是心中一振 刚刚她转变的瞬间 双眼闪过绿色的一光 这是暗示只眼的效果 看样子 她不但不是牛郎 而且自己也不知道是谁了 她也是被暗示只眼洗脑的人 萧綦突然轻声笑道 这样就好办了 紫霞啊 我有办法知道她是谁了 接着呀 大步走到牛郎的面前 单手作印 体内运起六道天数的力量 接着呀 左眼慢慢开始变化 眼神里渐渐射出了一种 诡异的绿色奇光 牛郎呆呆的看着萧綦的左眼 再也不说话了 紫霞虽然知道萧綦有了血眼浮屠 可是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神奇的童书 不由的凑近了仔细看了两眼 哪曾想啊 这一离近了 顿时一阵头晕目轩 吓得赶紧缩了回去 她现在体内没有掀器 根本扛不住暗示只眼 甚至连露出来的一点余光都受不了 片刻之后 萧綦左眼的绿光慢慢消散 一点点收了起来 收回暗示只眼后 松了口气正想说话 突然对面的牛郎面色一沉 低声怒道 你是何人 竟然与那妖人有同样邪恶的同属 萧綦一愣 诧异的看着眼前的牛郎 果然不一样了 他的眼神好深邃一样 历尽沧桑的感觉 能不能告诉我你是谁 牛郎眉头一皱 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 顿时大怒 捆线索 岂有此理 竟然敢用捆线索 捆住本地 萧綦和紫霞相互对视一眼 都有些好奇 这家伙自称本地 他是什么地 我靠 他不会是炎帝神农士吧 萧綦脑子里嗡的一声巨响 这个念头毫无来用 只是凭借着一个很意外 而又很深刻的场景 不自觉地想到这个结果 那就是当初在九天玄女宫时 自己从他怀里拿出神农士的时候 他的反应就是那种 像是自己的东西被抢了似的 萧綦忍不住沉声问道 你是神农士炎帝 不错 正是老夫 你又是何人 为何捆住老夫 听到他承认了 萧綦心中狂乎见鬼 这老家伙居然是炎帝 也不知道他是以什么状态 钻进了牛郎的身体里 看样子 光解开他的暗示还不够 还得让他想起所干的一切才行 想到这儿 萧綦再次捏绝作印 看着眼底低声说 眼底大人 我叫萧綦 实话实说 你被童树洗脑 做了一些奇怪的事 我刚刚挤了你的童树 但是还不够 还得让你想起 你做过的所有的事情 这需要你配合一下 不要抵抗我的书 那会让我事半功倍的 眼底眉头一皱 扭头先看了眼紫霞 又打亮了萧綦几眼 半赏才点点头 难难自语 有女娲娘娘的味道 好 老夫就信你 说完慢慢放松全身 眼神平和 看着萧綦那只 慢慢变成绿色的左眼 这次呀 足足耗费了将近一个小时 才完成 当萧綦再次收起暗示之眼时 感觉一阵疲惫 这只眼睛威力巨大 自己还没有使用熟练 长时间使用 对身体的负担可不小 不过呀 这次应该能让炎帝想起他的事了 果然呢 萧綦收回目光后 炎帝站在那里 呆了很长时间 十几分钟后 才眨了眨眼 凯然长叹 原来 本帝早就已经陨落了 说完面色颓然 脸上一片死气沉沉 萧綦一看 从他的身上 已经感受不到危险的契机了 赶紧收起捆线索 冲着炎帝一抱拳 炎帝大人 能不能讲讲 这爱情上到底怎么回事 我和几个朋友被困在爱情上 而且面临一个非常危险的敌人 老夫知道 是那个 无尊刑绝吧 刑绝 他叫刑绝 对 他叫刑绝 是这个宇宙中 一个至高无上的世界里的人 你说的是九戒吧 小兄弟也知道九戒 说实话 我身上也流着九戒的血脉呢 什么 你也是九戒中人 啊不是 我老妈是九戒中人 我老爸是地球上的凡人 天忆 还能让老夫遇到你 果然是天忆 天不绝 我五行借样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89集 五尊行天的天大阴谋 虚空纳戒里 烟蒂 凯然长滩 接着呀 一把拉着萧綦的手说 小兄弟 为何你和你身边这位仙子身上 会有女娲娘娘的气息 这个嘛 简单的说呢 千万年前 我是女娲娘娘 遗留在人间的一颗五彩石 经年累月 吸收天体精华 生了灵智 修成天道 它呢 是五彩石 霞光化生出的 云烟之气 同样修成了大陆金仙 原来如此 难怪 难怪呀 这位仙子身体里 哎呀 炎帝大人 咱们还是说说爱情上的事吧 时间紧迫呀 萧綦突然打断了炎帝的话 这让炎帝和紫霞同时觉得奇怪 不过紫霞没问 炎帝更没问 小兄弟啊 老夫悍然 虽然成了残存意识 却没能抵抗住 邪恶同属的迷惑 竟然迷失了本性 做了太多 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炎帝大人 其实这并不是邪恶的童书 如来佛祖你知道吧 呃 前身应该是昆蓬祖师的弟子 金引道人吧 这童书是如来正道之时 留在人间的异宝 只是被武尊抢去了一只眼睛 用来做坏事了 炎帝听得一愣 半天才缓缓点点头 萧綦一看心想 还是自己来问吧 让他说呀 猴年马月才能说到点子上 呃 炎帝大人 还是我问你吧 第一个问题 你现在是个什么状态 怎么会留在牛郎的身体内 老夫只剩下一道残存的魂念 意外被武尊用铜书迷住 从此来往于爱心跟天庭之间做了中间人 现在这副身体也是最近才得到的 残存的神念 看样子 他也活不了多久了 就算他是洪荒时期的古神 神念强大无比 可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消磨 恐怕也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大人 那这副身体的主人 是活着还是死了 抱歉 已经死了 这身体的主人 元神太弱 老夫被迷惑时求生欲望极强 强行吞噬了他的元神 以图壮大自己的神念 听完他的话 萧綦心中黯然 扭头跟紫霞对视了一样 牛郎看来是真的死了 不知道之女恢复清醒后 知道了会有多伤心呢 萧綦深吸了一口气 把牛郎的事抛在脑后 迅速温暖 严谛大人 逆天道的成员 到底在做什么 想尽一切办法 毁了五星界的天庭 为什么 萧綦大人 可知道 爱星跟地球的现状吗 大概都知道了 也知道了女娲娘娘 牺牲了自己 定住了爱星 而且 福西大人似乎被五尊偷袭 远落在了爱星上 嗯 知道这些就好 五尊的目的 无外乎是想毁了地球 他之前的行为 被女娲娘娘破坏了 现在为了确保 能够再次推进 爱星跟地球相撞 他自然要两方面做准备 哪两方面呢 第一 确保五星建立天庭 不再有神仙 能阻止爱星的靠近 第二 抽掉爱星表面 女娲娘娘的力量 再将这种力量 转化成宇宙能量 推进爱星的移动 萧綦倒下了一口冷气 这个五尊到现在 还计划着毁掉地球呢 而且 他竟然想抽掉 女娲的力量 而转变成动力 这个人好可怕呀 严谨大人 也就是说 逆天道的人 目的就是毁了整个天庭 而爱星上 这些能量融合的法门 恐怕也是五尊传给他的嘛 你错了 爱星人很聪明 这能量融合和转化的法门 是他们自己研究出来的 哦 所以五尊才做了 圣王的老师 跪接近他 留在他身边 正是 这个五尊手段独辣 无所不用其极 而且心思深沉 修为告绝 连古神福西都不是他的对手 逆天道的人 在天庭和人间 到处寻找带有逆阴阳 凶八卦符号的人 到底是想做什么 逆阴阳凶八卦 是五尊以诡秘的术法 将九种特殊体制的人 刻上标记 这九种人是为了完成他颠覆 天庭大际的关键所在 你可知道地球灵脉消失的事啊 知道 一时没搞清楚 灵脉到底是如何枯竭的 就是五尊利用手段 封印起来的 若看年前 他鼓动爱星两位十足游历宇宙 暗中动了手脚 让那两个爱星人遗落地球 是封印在虚拳幽谷里的 那两个精灵人 他们还活着呢 半死不活 自我封印了 这个倒是意外 不过当年那场事故 主要的是送一件宝贝到银河里 宝贝银河里 萧妾的脑子里 突然浮现出了银河里 悬浮的那艘古怪的大船 惊道 该不会是一艘船吧 正是 你见过 我靠 我还真见过一艘船 停在银河里 上面还隐有能量波动 你没动它吧 没有 银河里的星辰洪流很可怕 我可没敢下去 怎么了 这艘船到底什么东西啊 还好 那艘船其实是武尊 送给那两个精灵人十足的 实则是一件异宝 那艘船落到银河里 上面的封印阵法自行启动 将整个地球的灵气 吸收殆尽 存储起来 啊 地球的灵气 都存储到那艘船里 我靠 那岂不是等同一个巨大的炸药包吗 炎帝可不知道炸药包是个什么呀 扫了消息一眼 沉声说 那艘船 就是毁灭天庭的关键 一旦找到被标记的九子 将这九子带去那艘船上 一遭启动密法 船上封印的能量将会清洗而出 将银河的星辰洪流推出轨道 流向天庭 甚至流落凡间 听到这儿 萧綦终于明白 什么是颠倒乾坤 天河道观 日月暗淡无光 这手段也太他妈惊天地气鬼神了呀 要是真的执行了 别说天庭啊 人间也肯定毁了 这个武尊简直就是个毁灭神呢 只是萧綦一直都想不明白一点 他这么牛 怎么还费心费力的布这么大的局呢 他的局里其实很容易出现问题 因为环节太多了 为什么一定要搞这种间接性的伤害 直接动手毁了地球 岂不是更好啊 纳摩老师曾经提过 说九届内部也不是一块铁板 也有问题 相互之间有制约 可是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就说不清了 严丽大人 为什么武尊实力通天 却还要费尽搞这种计划呀 他直接去地球 出手毁了地球不就得了吗 小兄弟啊 据说九届很高 掌控朱天星宇 他们不能随意对其他世界出手 九届之中 只有一位叫做 赏善罚恶使的 才有资格直接出手 老夫探听到口风 地球外面是有九届中人盯着的 所以武尊只能暗中使用手段 在天庭里秘密执行他的计划 听到这儿 萧綦总算了解其中原委了 如果没猜错 一直在地球外面盯着的 应该就是那个赏善罚恶使 夏寒若 也就是自己的小姨 现在想想 星祖的遗骸在地球上 老妈意外的流落到地球上 从远古时期就有九届中人 在暗中谋划毁了地球 真他妈操蛋啊 这星祖遗骸到底是谁 扔在地球上的呀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为您演播 第1290集 爱星暗渊 弄清楚了爱星跟地球的渊源 弄清楚了武尊的来历 萧綦一时千头万血 脑子里乱糟糟的呀 眼下 无论如何 都得破坏掉武尊的计划 可是糟糕的是 自己现在被困在爱星上 银河里那艘船 包括在地球上的逆天道的成员 也不知道行动到哪一步了 如果他们还没找到 凶八卦和逆阴阳的 全部转生者 那就还好一些 可是一旦他们找到了 谁还能阻止银河道观 乾坤颠倒呢 幸好 自己掉进爱星之前 已经通知了诗诗他们 并且把逆天道的事情 跟他们都说了 就算不知道详细的内幕 至少有诗诗在 他应该能够想办法 阻止逆天道的人 萧綦现在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毕竟啊 没办法跟地球上的人联络 而且自己现在的目标 再明确不过了 那就是阻止武尊 抽离爱星表明的能量 或者呀 即便把能量抽离一下来 也不会让他用来推动爱星 想了想 萧綦看着炎帝轻声说 炎帝大人 基本情况我都了解了 能不能问问 你既然已经被武尊催眠了 怎么还会一个人跑到魔龙崖里 你在那干嘛呀 老夫虽然被催眠 迷失真我 可还是下意识的想要恢复自己的生命 所以培养了那株墨浴妖花 墨浴妖花 消气一愣 想起自己从魔龙崖下洞穴里 带出来的那株黑色的小花 随手招了出来 放到盐底面前 就是这玩意儿 对 就是这墨浴妖花 是以老夫的神念催省出来的 哦 那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唉 现在对老夫来说完全无用了 被迷失神志时 忘记了自己只剩下残魂 还以为这副肉身也是自己的 所以才培育了这朵妖花 此花又神小 以剧毒排育 彻底长成之后 能使元神跟肉体彻底融合 哦 你是想用着腰花彻底掌控这具身体 正是 老夫以为中了什么邪术 使得肉身跟元神不符 才导致修为降低这么多 唉 实在没想到 老朽只剩下一道残念了 萧綦眨眨眼 疑后的说 听说当年盐底大人是为了 追寻福西跟女娲 死在了半路上 结果师姐化成了黑水玄境 老朽却是累死在半路上 新年天陷异象 紫雷肆虐大地 老朽在昆仑之巅 祈求上苍旧世 醒得女娲娘娘之主 才收服了紫雷 从那以后老朽就像着了魔一样 想亲眼见见女娲娘娘一面 所以上天入地 到处寻找他们的踪迹 萧綦一听 心中啼笑皆飞扬 这神农士炎帝果然也是个痴人 就这样就败倒在 女娲娘娘的石榴裙下了 不知道真正的女娲是什么呀 想到这儿 萧綦突然扭头看了眼紫霞 心想 或许紫霞的身上 就有几分女娲的神韵吧 毕竟她的身体里 藏着女娲的心脏碎片 正当萧綦走神的时候 炎帝突然开口说道 小兄弟啊 老朽十日不多了 这道神念或许还能挺个三五日 所以在这期间 老朽必须做点事 为弥补之前的过失 炎帝大人心怀苍生 萧綦敬佩 武尊的事 我一定会想办法阻止的 只是 实力跟他相差太多 所以我现在正在寻找轮回珠 和伏西琴的下落 不知炎帝有听过这两东西吗 这两样神物 老朽听过 轮回珠不清楚 但是伏西琴 应该就在这荒原里 伏西当年陨落 利用大智慧 将伏西琴和坐骑蓝符 一起封印起来 应该就在爱兴 荒原之中 轮回珠估计也在荒原里 我现在要去的地方 是爱兴暗冤 那里有些线索 炎帝大人跟着小七吧 也好 现在这幅残区 修为地位 也做不了什么了 炎帝一声轻叹 意态萧索 萧綦和紫霞相互看了一眼 悄悄退出了炎帝所在的区域 让他一个人先休息一下 顺便静一静 毕竟刚刚解开了暗示 他的脑子恐怕会相当累的 离开掩体之后 两人回到戒指里 虚拟出来的云海侠阁 萧綦兴奋地凑到紫霞身旁 在他耳边悄悄说了一些话 紫霞听完顿时瞪大眼睛 惊声道 这能实现吗 只要计划的好 就应该没问题 你忘了 我已经控制了水晶圣王 所以达到这个效果 只是要摸清楚武尊的时间 这个妖貌很大显得 万一被武兹发现 我倒是没关系 可是你不能 不许胡说八道 你再胡说 小雄把你裙子打屁股 讨厌 不正经的 紫霞玩耳一笑 轻轻娇沉了一句 接着呀 秀眉微臭 喃喃地说 如果真能做到 也算暴打了女娲娘娘 相信我 无论如何 我都要做到 萧綦轻轻搂住紫霞 在她的额头上亲了一口 接着呀 眨了眨眼 低声说 我得出去了 到了爱情深渊了 去吧 我是小夕 放心 萧綦身形一闪 离开了虚空那街 外面 列战车已经停下了 还是停在虚空中 下面是一片 黑乎乎的阴影 叔叔 这里就是暗渊了 列战车不能下去 据说暗渊里面 重力比外面 还要重一万倍 没有人敢下去过 小雨滴见萧綦过来 飞快地说了一句 萧綦听得一愣 没人敢下去 那这个结论哪来的 不知道 从很早以前 就有这个传说了 而且暗渊的可怕程度 丝毫不亚于 魔龙崖和虫骨 暗渊里面 传说住着很可怕的生物 一旦放它出来 爱情就会经历 第二次文明覆灭 我靠 这也太夸张了 等等 我出去感应一下 说完萧綦闪身 出了列战车 刚到外面 体内混沌体脉上的四个节点 顿时嗡名不止 真的脑瓜子都嗡的一声巨响了 神起共鸣 这下面果然有神奇 萧綦心中狂喜 迅速闪回列战车 看着小雨滴说 立刻把列战车开走 离得远点 这下面有我要的东西 我得下去一趟 啊 叔叔 真的要下去啊 小雨滴 一脸紧张的神色 暗渊的传说 在爱情上 已经流传了几千年了 爱情人对暗渊 都有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感 一旁的阿雅公主 也苦兮兮的说 七哥 你确定真的要下去吗 必须要下去 而且我很确定 下面有我要的东西 你们两个听话 赶紧开走列战车 回来等我 说完身形一闪 直接跳了下去 阿雅愣愣的看着小雨滴 疑护的说 她刚刚叫我们俩小宝贝 哎呀 那肯定是一种口头语了 你别想多了 花痴女 小雨滴随口回了一句 接着呀 控制着列战车 缓缓离开了暗渊上方 后退了千米 停在空中 虽然对萧綦 其实很有信心 可是也对暗渊充满恐惧 希望叔叔能够平安无事的回来吧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91集 福西的考验 萧綦对暗渊并没有太多恐惧之情 即便下面除了神器 或许还有其他的凶手 但是在爱情上 除了武尊 其他的东西都没办法对他造成威胁 所以呢他几乎是展开急速 飞快的往下前 暗渊里面幽际虚无 四周看不到边际 下面也看不到底 萧綦一边往下降 一边随手弹出了无数道三昧真火 用来驱散黑暗 照亮四周的环境 可惜啊 即便以三昧真火的光亮 也照不到边界所在 当下降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后 才隐隐听到了下面似乎有潺潺流水声 上古传说 蓝浮是凤玉九厨之一 并且属性为水 现在听到下面的水声 难道这下面的不是轮回珠 而是福西秦德所在吗 不管是什么 反正啊 这里肯定有神器 那就够了 自己再收一件神器 至少跟武尊对抗的本钱 就又提升了 想到这儿 萧綦神经大振 飞快的冲了下去 某一刻扑通一声 竟然毫无预兆的掉进了水里 萧綦心里已经啊 靠 刚刚听到声音 恐怕至少也还有几百米之下 怎么莫名其妙的就掉进水里了 这水里要是没有问题 老子的名字就掉过来写 萧綦心念一闪 迅速往上扶去 没弄清楚这水的来历之前 贸然进来啊 恐怕有点不太妙 哪曾想 网上浮了有半个多小时 竟然看不到顶了 就好像自己悬空在了一个水的世界里 根本就没有其他空间 遇到这种异象 萧綦反而沉静了下来 越是诡异 越是说明 这里应该就是福西的陨落之地 也只有福西凭借他的大智慧空间 才能搞出这么迷惑人的封印来 心里有了结论之后啊 萧綦开始运转自己脑海中的大数据空间 希望能够找到四周环境的一些破绽 突然心中一动 水流好像有变化 猛的扭头一看顿时目瞪口呆呀 身后水中缓缓浮现出了一只通体水蓝色 美丽梦幻的大鸟 这只鸟齐色湛蓝 齐形死烟 长指三丈 齐身巨大 拖着老长的尾羽在水中飘渺摇摆 尾羽的尖端 闪烁着星星点点的蓝色光球 我的老天啊 这就是蓝符吧 果然 凤玉九厨各个美丽之极啊 萧綦用力咽了口唾沫 缓缓的转过身来 还没等说话呢 脑子里突然传来一阵温柔似水的声音 你是什么人 这个解释起来可就复杂了 简单的说 我是萧綦 蓝符的身影渐渐靠近 离得越近越感觉 这只蓝色的大鸟实在是太美了 尤其是那双美丽的毛子 一一声辉 带着人类的情感 你是怎么进入我悬水结界的 蓝符又开口问了一句 她的声音真温柔 而且动听无比 萧綦眨眨眼试探着问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进来的 能不能问问你是蓝符吗 是不是福西大臣的坐骑啊 我是蓝符 你来这里做什么 其实我是来找福西琴的 如果你不介意 我可以叫你的姐妹跟你沟通 姐妹 蓝符美丽的毛子微微一闪 似乎有些诧异 萧綦小心翼翼的冲她挥了挥手 接着呀 心念一闪 把百明给招了出来 这小家伙一出来 立刻瞪着蓝符 仔仔细细的看着 而蓝符呢 也是盯着百明 上下打量了好久 萧綦心中有些疑惑 难道 他们还需要相互认识一下吗 当初百明见到金翅大鹏王 可是很快就跟他撕混熟了 过了一会儿啊 小百明突然一扭头 自古自的闪回了戒指里 只是在萧綦的脑海中 说了一句话 我不喜欢跟他说话 接着再无声息了 萧綦有点蒙鼻翼啊 这啥情况呀 再看蓝符 貌似他比刚才平静了许多 呃 这 这个 能收服百明 想必你也是修为高觉之人 伏羲大神陨落已经上万年了 这里封印着一道残念 苦等着有缘人 今天你来了 或许就是伏羲大神要等的人 萧綦一听 顿时松了口气 是不是有缘人我不知道 但是 我跟伏羲大神还真的有点远远 我的脑子里 也有他的大数据空间 或许你真的是有缘人 想得到伏羲的传承 拿走伏羲 需要通过考验 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了 说完呢 蓝符在水中轻轻一抖 身后几根细长的 维雨顿时摇摆起来 维雨尖端那些闪闪发光的 蓝色光球 眨眼间光芒大方 萧綦只觉得 有种危险的感觉扑面而来 急忙吼道 哎等一下 有没有 话还没说完呢 眼前画面突然一阵扭曲 紧接着呀 鼻子微微一动 竟然闻到了一阵茶香 小兄弟还不落座吗 突然 一个清朗的声音传进萧綦的耳朵里 抬头一看 一个风神俊朗相貌轻取的中年人 竟然坐在自己面前 他正在往一个小茶杯里倒茶 再低头一看 木桌藤椅 石制茶杯 中年人粗袍麻血 长发树呆 这是古代吗 萧綦皱了皱眉头疑惑的说 这 就是考验 什么考验 中年人倒满两杯茶 面色平静 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你应该 不会是福西大神吧 福西 小伙子 你神话故事看多了吗 在下 茶否 茶否 这是人名吗 当然 我叫茶否 它自然就是人名了 请喝茶 书完冲着萧綦比划了一下 这场景点诡异啊 这肯定是考验无疑了 可是呢 这种考验是最让人头疼的 莫名其妙一类的考验 尤其这还是福西大神弄出来的 这种幻境 自己的一身修为完全无用武之地 根本感觉不到体内有半点波动 萧綦头疼的揉了揉太阳穴 无奈坐到腾衣上 看了一眼茶杯 这他妈是茶吗 自己要不要喝呢 既然是考验 肯定每一步都不能走错 否则 自己很可能永远陷在这里出不去 想了想啊 萧綦拿起茶杯 看着中年人说 茶否 茶否 那我喝了 不用客气 萧綦一咬牙 端起茶杯叫一口喝干 可是刚刚拿起茶杯 就听中年人开口说了一句 喝之前 你还得想想 凭什么一个双手沾满了 数万精灵人的鲜血的人 还奢望得到救赎 啥 一听到这句话 萧綦浑身拒针 脱口惊呼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 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92集 茶否 可怕的谜题 中年人的一句话 让萧綦大吃一惊 他竟然知道悠悠成的事 这怎么可能呢 这里不是福西制造出来的幻境吗 萧綦一把放下茶杯 闪电般的退到门口 沉声喝道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下 茶否 装神弄鬼 萧綦一声冷哼 脚下一蹬 后背猛的撞上后面的墙壁 就听轰隆一声响 墙上立马被撞出一个大洞 萧綦闪身冲了出去 可是 还没等看清楚周围的画面时 耳边又响起中年人的声音 你怎么又回来了 定睛一看 我靠 果然又回到茶桌旁了 再抬头看着墙壁 完好无损 这下可让萧綦出了一身冷汗了 心念一动 又从另外一个方向撞墙冲了出去 出去之后 以急速往外跑 可是啊 耳边还是传来中年人的声音 来回试了几次 都没办法跑出去 萧綦眉头紧重 放弃了逃离这里的想法 扭头看向茶否 只见他一如自己刚刚进来的动作 倒上一杯茶水 示意自己喝了这杯茶 看样子呀 不弄清楚这里的秘密 自己恐怕真的出不去了 奇怪呀 为什么刚刚他说起 悠悠城蓄暗的时候 自己会反应这么大呢 不是已经释怀了吗 在这个意识界里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难道自己还要圣母的考虑别人的安危 而把自己或者心爱的人 留在火坑里吗 这不可能 自己绝对做不到 既然认定了这点 萧綦索性重新坐下 拿起茶杯 也不在乎中年人在说什么 仰头一饮而尽 喝完之后放下茶杯 看着中年人 喝完了 嗯 终究还是喝了 刚刚冥想了千年 可有收获 啊 冥想千年 开什么玩笑 刚说完 萧綦突然发现 自己的袖子跟桌子之间 竟然满是密布猪王 再抬头看看四周 我靠 这屋子里还真的是闲着了千年似的 到处都是猪王灰尘 连面前的茶桌都已经斑驳不堪了 萧綦脑子里已经有些混沌了呀 自己刚刚只不过转了个念头的功夫 怎么就过了千年了 你不信吗 中年人突然又笑着问了一句 啥不信 你刚刚心里不相信 这里已经过了千年了 你连我心里想的都知道 我都知道 好吧 说实话 我不信 这里是幻境 我虽然还没有弄清楚怎么从这里出去 但是我知道 你是假的 就相当于一个关卡一样 我迟早能找到破解的关键 你错了 我不是假的 这里都是真的 而且你也确实举着杯子 做了千年 我知道你以为这里是幻境 但是我告诉你 这里是暗冤底层 你在这里枯作千年 外面的世界 早就灰飞烟灭了 萧綦心中一惊 越来越觉得不得筋 如果他是福西制造出来的 福西怎么会知道外面世界的事呢 福西自我封印在暗冤里 他不可能知道外面的事 例如悠悠成了惨案 你还是不信 好吧 我大致说说外面的事 你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当然知道 你进来百日之后 武尊暗杀了水晶圣王 将爱兴的无限能源通道 控制在手里 吸收了所有的女娲血肉 转化成了宇宙能量 你竟然知道武尊的事 我说过 我什么都知道 我还知道 流落到爱兴的轮回猪 被武尊得到了 他手里不但有轮回猪 更有刺元剑 太义真人 他们这些迷失心智的人 一个个都被扔进了刺元空间里 萧綦越听 头皮越麻 不管是什么 他绝对不可能是福西 他不可能知道刺元剑的事 更不可能认识太义真人 福西是上古洪荒之神 他跟女娲是同一个时期的 怎么可能知道 太义真人这种后辈呢 你的心乱了 你终于相信了 也真不容易 爱兴跟地球 没能脱离相撞的命运 九界中人 终究还是得逞了 不过还好 你活下来了 我不信 地球上还有我的朋友 还有萧雅诗 他一定能够阻止 逆天道的行动的 我就是说了吧 地球跟爱兴相撞之前 就已经彻底毁了 始作俑者 就是那个萧雅诗 你放屁 萧綦猛的站起身来 双眼通红 恶狠狠的盯着中年人 一身杀气 轰然爆发开来 你听我说完原因 再判断我说的 是不是谎话 当你进入爱兴后 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踪影 以萧雅诗为首的那些强者 追上天庭 得知你前往黑水旋界后 立刻组织人手赶了过来 可惜 中途路上 他们发现了不该发现的东西 听到这儿 萧雅的心里 像是压了一块沉重的巨石一样 嘶哑着嗓音说 银河里的沉船 对 就是银河里的沉船 以萧雅诗的个性 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么神奇的事 所以 你该可以想到后果了 他无意中引爆了沉船 造成灵脉灵气爆炸 毁了银河 这次天河倒灌 乾坤颠倒 日月无光 萧綦听完扑通一声 跌倒在藤仪里 浑身冷汗直溜 这不是没可能的 而且合情合理 自己当初听完言帝的话 就已经产生了这种担忧 别说萧雅诗 就连落水心都一样 失去了自己 他是最容易失控的 毕竟 他肚子里怀着的 可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宝宝 难道外面的世界真的完了吗 自己吓到暗冤里 竟然被莫名其妙的困住千年之久 等等 怎么有点古怪的感觉呢 萧綦扫了眼自己手上的虚空纳戒 这个动作落在中年人眼里 摇头笑道 你别想 那戒指已经被我封住了 里面的东西 别说那个没什么能量的紫霞 还有个残魂神农师 就连那些神兽 也因为失去了你的精力 全都萎缩了 你能封住我的戒指 这又何难 我能困住你 自然能封住你的戒指 你既然不是福西 那你是谁 为什么困住我 不是我想困住你 是你自己来找我的 你忘了吗 看着中年人一脸平淡的笑意 萧綦脑海中闪电般的划过一个念头 终于想到哪里古怪了 为什么他说的所有的事 都是自己潜意识里幻想过的 或者说自己的隐忧 或者是自己最害怕最担心的事 而且每次说话 都是自己先说一句 印个开头 他才长篇大论的说了一堆 他不但清楚的知道自己所有的事 自己所有的秘密 更清楚久戒 清楚这其中的复杂情识 如果他真的是暗冤里的某些可怕的生物 或者精灵人 那他简直就无敌了 这么清楚自己的 恐怕应该是自己吧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第1293集 心灵漏洞 完成福西传承 那一瞬间 小琪想通了一些事 一旦想通这些事 脑海深处久违的大数据空间 立马急速旋转起来 电光火石之间 手指微微一动 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笑到最后 变成了捧腹狂笑 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笑完之后 小琪趴在桌上 男男的说 我原来这么脆弱吗 原来 我对这些事 都没什么信心的 原来我才是 最起人忧天的一个呀 幸好 你很聪明 很有悟性 突然对面的人声音变了 小琪赶紧抬头一看 我靠 形象不一样了 眼前的人穿着一身青袍 没心处闪着阴阳八卦印记 微微荡漾出淡淡的能量波动 而且那股能量波动似乎要消失了 她的长相也变了 变成了一个儒雅的老者 双眼深邃无比 充满了智慧 小琪心中一动 赶紧站起来抱拳行礼 萧綦见过 福西大神 不错 你能这么快意识到你心里的漏洞 打出老夫意料之外 福西大神太厉害了 你指出这些事 都是我的致命弱点 不 你的弱点是太执着 对生命执着 对胜负执着 对爱情执着 对你身边的一切都执着 这样执着下去 你会入魔的 我其实早就入魔了 如果没有佛门力量的压制 恐怕现在已经变成杀戮机器了 小琪 你的状态算不得入魔 真正的魔你还没有见过 等你闯到了九界 你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魔 九界 福西大神也知道九界 知道 被五尊行诀 偷袭 陨落的那一刹那 大数据空间就察觉到了 九界的真实面目 真实面目 福西大神 到底九界是怎样的 福西尝出了一口气 双眼神光闪闪 轻声说道 九界 是整个宇宙中最强大的 魔的聚集地 啊 是魔的聚集地 这个 福西大神 其实我体内也流着九界血脉了 我老妈就是九界中人 我可不觉得她是魔呀 等你任何真正接触了 自然会领略到 萧綦皱了皱眉头 虽然福西有大智慧 可是她这么评价九界 心里可是有点不是滋味 毕竟九界里 还是有好人存在的 像七叶 像小姨夏寒若 像自己老妈 想了想啊 开口问她 福西大神 如果九界是魔的聚集地 他们主宰宇宙星空 那岂不是没有正义的力量了 你错了 真正的正义 只在一个生物身上 一个生物 什么东西啊 星族 一听到这个名字 萧綦的脑子 里里里马 想起了水晶遗骸 这副遗骸 已经不止一个人说过 是超越了宇宙 所有生灵的至高存在 难道它 才是正义的力量吗 福西大神 你知道星祖是什么人吗 不知道 大数据空间 受到我的能力限制 只能感受到这些东西 或许在你身上 能得到更大的发挥吧 开什么玩笑 我的大数据空间 还是九天选举传输的 比心你来 只是营火与浩月之比吧 不用谦虚 小伙子 你体内有上古四大神器 古往今来独此一家 你的前途不可限量 老夫都看不透 好了 闲话到此为止 接下来要干嘛 我是不是算是过关了 过关了 老夫残存万事 终于可以安息了 大数据空间在你身上 眉弱了他的名头 老夫只是一道残存意念 已经难以为及 这就把对天道的感悟 转赠于你 连同老夫的爱宠蓝符 和神奇福西琴 说完了 伸出剑指在眉心处一摸 直接把他眉心上的八卦福印 招了下来 萧綦看着他手里的八卦福印 突然开口问了一句 福西大神 接了传承 估计就要消失了 小七能不能问一个私人的问题 老夫知道你要问什么 无外乎是问老夫对女娲的心思 八卦 一时八卦而已 无妨 老夫光明磊落 无愧天地 此生数万年 只钟情过一个女子 那就是女娲 只可惜 女娲心中虽有爱 却是众生大爱 相比对来说 倒是老夫落了下场 话不能这么说呀 福西大神的爱也是大爱 超越了天道 难道还不够大吗 再说了 女娲娘娘并不是人类 很难理解男女情爱 更不懂爱的升华和涅槃 但是福西大神懂 而且已经到了涅槃的阶段了 小子果然有气 如果还有机会 真想跟你好好谈谈 算了 老夫得你传承一波 也算无憾了 过来受教吧 小子 是 福西大神 萧綦心情舒畅 来到福西身旁 只见他见指引诀 指引八卦福音 几点萧綦眉心 随着脑海中一阵 海潮浪涌般的声音过后 一道悠扬深远的声音 渐渐回荡在脑海中 小七 你天资聪明 更具五魂十六魄 有身怀九界血脉 未来不可限量 但是切记不可执着 你体内魔性 老夫用大数据空间将之束缚 埋藏在你的气海深处 如无生死关头 或许魔性不会再发作 接着呀 声音渐渐转柔 越来越轻 完成传承 要善用福西琴和蓝符 另外 答应老夫 将女娲血肉收回地球五行界 切记 切记 说完最后一个字 小七浑身巨震 脑袋像炸了一样 疯狂的涌进无数知识 那都是福西传承的精华所在 最后 脑海中蓝色光影一闪 蓝符的血气 法印自动生成 同时 自己体内的混沌体脉 像是爆炸了一样 疯狂的伸出无数支插 从体外拽进来 一把斑斓骨琴 骨琴类似骨争 以天外寒语为胎 加鬼眼蚕死为闲 谈之可引天地混沌严肃 清心凝神 净化心魔 能够支配万物心灵 福西企一进入体内 立刻成了混沌体脉上的 第五个节点 与此同时 一股汹涌澎湃的力量 涌向四肢百骸 萧綦的修为直线飙升 没多久 就突破了第五层太极境界 进入了第六层上清境 萧綦体内气息鼓荡 有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某一刻猛的仰天长啸 朕的四周空间 嘎吱作响 紧接着心念一闪 脚下蓝光大声 萧綦一屁股坐下去 就听到一阵轻力悦耳的 鸣叫声响起 蓝符载着她冲天而起 从暗渊底部 闪电般的射向天机 当萧綦放声长啸的时候 远处列战车里的 小雨滴和阿雅就听到了 一时有些惊疑不定 听她的声音 好像没什么事 可是她没事 叫这么大声干什么呀 爱星人不懂这些 有时候人是需要发泄一下的 尤其是像萧綦那种 刚刚晋升力量之后 不发泄一下 力量预计容易出岔子 好不容易等到笑声消失了 突然就发现 暗渊里冲上来一只巨大的 梦幻无比的蓝色巨鸟 这下呀 俩丫头彻底带住了 在爱星上是看不到这么美丽的飞鸟的 这到底是什么呢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第一千二百九十四集 田小剑跟六尔弥猴的组合 得到了福西琴 让萧綦修为大掌 足足提高了一个境界 以现在的修为层次 提升一个境界是相当可怕的 足见福西琴和福西的传承 绝对非同小可 萧綦脑子里一直闪动的很多东西 包括大数据空间的使用 包括福西琴的用法 包括蓝符的一切 此时的他已经很清晰的 掌控了整个爱情的局势 想要破坏武尊的行为 最关键的一个人 还是水晶圣王 只要能一直隐秘的控制他 不被武尊发现 到最后揭开一切的时候 武尊必败 萧綦坐着蓝符 飞上暗冤 心中舒爽 虽然现在急于想前回圣王城 做一些部署 可是轮回珠 还差最后一个地方没摊 始终心里惦记 那张地图上 用记号标记了三个位置 到现在为止 前两个位置都出现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转变 魔龙崖里发现了炎帝 暗冤里找到了福西琴 或许这第三个位置 也就是圣鸭歌虫的巢穴里 就轮回珠的消息了 想到这儿 立刻以最快的速度 赶回列战车 到了车顶上 收起蓝符 一闪神钻进了船舱里 叔叔 刚才那是什么了 好漂亮啊 小雨滴站在舱门口 眼睛瞪得大大的 一脸的咽现 是啊七哥 那是什么 能送我一只吗 阿牙也激动地问道 抱歉 这玩意可送不了 只此一只 而且认主了 等以后有机会啊 我给你们弄点其他的好看的灵兽 现在赶紧出发 我们赶去圣鸭歌虫的巢穴 叔叔 圣鸭歌巢穴在爱星的背面呢 由于爱星自转角度的问题 爱星背面是永恒的黑暗之地 而且极度寒冷 那里的圣鸭歌虫 不但数量庞大 而且非常惨暴呢 相当危险 小雨滴的脸上浮现出少有的畏惧神色 你们还像这样 把列战车悬浮在空中不就好了吗 叔叔 圣鸭歌虫是个完整的家族链 不但地上有虫子 共有空中飞行的虫子 那些虫子的爪子非常坚立 比列战车的外壳都能轻易撕毁 还有啊七哥 圣鸭歌虫是虫王统一进攻指挥的 或许可以称得上是爱星荒园里的真正王者 一旁的阿雅也慎重的补充了一句 听完他俩的描述 萧綦脑子里不由自主的浮现出了星河战队的画面 这圣鸭歌虫 怎么跟星河战队里的虫族挺像的呢 如果真是这样 万一真的惹翻了这些虫族 到时候搞定他们的虫王不就行了吗 这样吧 咱们敢去爱情背免 快到巢穴的时候 你们就留在外面 我自己进去 只要大致探一下巢穴 我就能感应到 里面到底有没有我要的东西 那好吧 只要不让列战车进去就行 因为这种普通的列战车 根本就抵挡不住 圣鸭歌飞虫的袭击 小雨滴点点头 阿雅却是一种恐怖的眼神 看着萧綦嘻喃喃地说 你真是个疯子 没准以后啊 还有更疯狂的事要做呢 走吧 两位美女出发 你叫我美女啊 七哥 我真的美吗 比小雨滴差了一点 什么 你眼睛有毛病吗 小雨滴才多大 咪咪还没长出来呢 该死的阿雅 你想死吗 随着小雨滴 一声尖利的喊叫 列战车终于缓缓声空 再次亮起刺目的白光 向远方急速飞去 圣王城 城市中央的圣域皇宫腹肌 一个身材粗壮 面目凶恶的大汉 缓缓走在路边的阴影里 默默地看着不远处 富丽堂皇的宫殿 喃喃自语 主人也真是大手笔 竟然图成 这岂不是比我还血腥啊 这个壮汉 正是六尔弥猴幻化成的 在接到了圣王莫名其妙的传话之后 悄悄的变换行迹 溜进了圣王城里 虽然圣王知道他的名字 更明确提出了消息的命令 可是六尔弥猴总是觉得 这个圣王鼓鼓怪怪的 对自己传达完消息之后 他就离开了 跟踪他好久 发觉他好像完全不记得 曾经见过自己的事 之前在通道下面 他对自己说的那番话 像是在一种迷离状态下说出来的 难道这是主人的新手段吗 奇了怪了呀 为什么一直感觉不到主人的位置呢 想了一会儿 忙无头绪 不过这个圣王传的话 是让自己寻找逆天道成员的下落 并且一起控制住 这总算是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而且萧綦这么说 那应该代表了逆天道的人就在城里 好吧 开始寻找逆天道成员的下落 想到这儿 六尔弥猴转身大不离开 由于他走的都是偏僻无人的阴暗角落 所以刚走了没几步 突然神情一动又停了下来 接着扭头看着某个隐秘的角落地面上 开始密密麻麻的出现无数肉眼难辨的虫子 这些虫子带着一种诡异的细息 那好像是地球上才有的感觉 六尔弥猴心中诧异 将浑身气息收敛 静静地站在一旁 等着这些虫子的变化 某一刻呀 地面上密密麻麻的虫子突然聚拢在一起 转眼间化成了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刚一成形就目瞪口呆地看着六尔弥猴 而六尔弥猴也是皱着眉头盯着他 因为他的身上竟然还淡淡地散发着萧綦的味道 你是什么人 身上怎么会有主人的味道 六尔弥猴双眼惊光一闪 突然骑到小男孩的身旁 一把捏住他的胳膊 哎呀哎呀 疼疼疼 你轻点大块疼 你说的主人该不会是萧綦吧 就是萧綦 真的啊 爽了 感觉你好像挺厉害的 我跟你说 我跟七哥那可是哥们 我是你主人的哥们 我叫田晓风 六尔弥猴可不会轻易相信他的话 只是上下打量了几眼 低声说 你知道主人在哪里 嗯 现在可说不好 他带着小雨滴和艾雅公主出了圣王城了 本来应该也带上我的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把我一个人扔在这了 幸好我还有工作可以做 看着他说的有板有眼的 六尔弥猴缓缓松开手 疑惑地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跟主人认识他 田晓健毕竟是吃油的转生者 不同于一般凡人 他能感觉到六尔弥猴身上的强大气息 所以啊 机翼贼的他立刻详细地将自己跟萧綦 认识的经过 事无巨细地说了一遍 他是想跟在六尔弥猴的身边 这样他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就有了保障了 说完之后 冲着六尔弥猴笑道 你看 这回相信我是你主人的朋友了吧 所以啊 你得保护我 你想多了 除了主人 其他生灵在我眼里都是蝼蚁 不过 你说的如果是事实 主人一定还会再回这座城市 你说话真不好听 算了 七哥肯定还会回来的 他让我定期坚持生亡 免得他再被五尊洗脑 六尔弥猴点点头 喃喃自语 主人现在身怀血液浮屠 真是造化 有血液浮屠之处 这爱情上恐怕没什么东西能挡得住他 接着 看着田小剑 这样吧 你暂时跟着我 协助我找出这座城市里的逆天道的成员 啊 真的啊 太好了 完美 对了 怎么称呼你 叫我六哥 啊 六哥 那岂不是比七哥大了 你叫不叫 呃 叫叫 六哥 你不用露出这么可怕的杀气吧 哎哎哎 等等我啊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你演播 第1295集 小六发威 搞定杨简 爱星 列战车停机坪附近 六尔弥猴带着田小剑 躲在远处的树荫下 盯着一个浑身黑袍舞的 严严实实的人 正快速走进停机坪大门 那个人的黑袍一脚啊 印有逆天道的符号 这也是田小剑 带着六尔弥猴 找到的第一个线索 自从萧綦离开圣王城之后 就没了音信 他就时不时的偷进圣羽皇宫 监视圣王的状态 这是老早就跟萧綦 商量好的后续计划 通过监视圣王 他知道了武尊 已经回到了圣王城里 同时呢 带回来了几个地球人 按照之前萧綦的推断呢 武尊身边的地球人 应该就是太乙真人 他们那些被暗示之眼 洗脑的神仙 也就是逆天道的成员 所以现在六尔弥猴 要寻找逆天道的人 田小剑 立刻自告奋勇 带着他在圣王城里 所有武尊可能出现的地方 到处转移 还真是巧了 真的意外发现了一个 鬼鬼祟祟的家伙 为了确认他的身份呢 而且不能在城里动手 所以呢 六尔弥猴带着田小剑 一路尾随 跟到了猎战车停机坪 看样子 这家伙是想出圣王城的 他身上穿着逆天道的黑袍 应该错不了 只是不知道 他到底是哪一个 眼看着黑袍人 上了一辆猎战车 六尔弥猴立刻扭头 看着田小剑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去就来 你就不能带着我吗 你就没有什么 戒指之类的吗 把我也戴上吗 田小剑一脸的期待神色 戒指没有 把你变小了 塞进耳朵里倒是可以的 六尔弥猴瞄了他一眼 随口回了一句 耳朵连 那还是算了吧 我在这里等你好了 别乱跑 很快的 说完 六尔弥猴身形一须 直接消失了 远处 十几分钟后 列战车缓缓的升起 带着巨大的轰鸣声 向出城的通道飞去 可是还没等进入轨道呢 就见那巨大的列战车里 轰隆一声爆响 紧接着呀 巨大的爆炸声不觉于耳 停机坪里 顿时响起了警报声 树音下呀 田小剑吃惊的看着 列战车的情形 喃喃自语着 为什么跟萧綦有关的人 都这么狂躁 难道就不能 悄悄的解决问题吗 他当然不知道 逆天道的成员 在地球 在天庭 那个都是修为高深之位呀 几分钟后 列战车里的声音消失了 那辆列战车 就那么悬浮在半空中 从里面不断向外 冒出浓浓的黑烟 地面的能量炮 已经全都进入了 战备状态 控制塔里 早有人对了列战车 大声喊话 突然树音下人影一闪 六耳弥猴 瞬间出现在田小剑的身旁 轻声说道 走了 下一个 啊 你搞定那个人了 嗯 制服了 人呢 放哪了 耳朵里 田小剑一听 顿时一头黑线 挠挠头说 他是地球人吗 是神仙吗 是 是谁啊 二郎神杨俭 啊 杨俭 我听说过 他不是三界战神吗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六耳弥猴斜偏了他眼 皱着眉头说 你跟主人在习的时候 也是这么多话吗 没有 七哥总喜欢把我塞进戒指里 我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哦 这倒是个好办法 哎哎哎哎 你干嘛 话还没说完呢 就见田小剑身上金光一闪 直接化成一套光影 钻进了六耳弥猴的耳朵里 真是很吵 六耳弥猴随口说了一句 接着慢慢的向远处走去了 此时的消息已经跟着列战车 飞驰到了爱星暗面的边缘地带 大地上出现了很诡异的一幕 远处 像是有一道明显的分界线一样 再往前就是一片漆黑 比荒原还要黑暗 是那种浓得化不开的黑暗 由于爱星所在的星系 恒星的位置跟爱星自转的角度出现了奇妙的巧合 导致爱星有一面永远都照不到光亮 那个地方亿万年来都是黑暗冰冷的 虽然爱星人也尝试过进入黑暗的世界 探索新资源和开发未开发的局 可是呢 数千年来始终没办法能够彻底探索完这片死亡之地 别说列战车没办法承受住这里面的虫子的攻击 就算能扛得住 也没办法抵抗暗面的冰冷 据说暗面的温度比地球上所知的最低温度绝对零度还要低 得知了暗面的具体信息之后 萧綦自己都有些心惊胆战的 可是为了轮回珠的下落 为了佛祖的下落 无论如何都得进去看看了 反正自己就是感知一下 如果没有 那就挑挑退出来 要是佛祖真的在里面 那就是刀山油锅也得闯进去了 至少把如来佛祖给弄出来才行 来到了岸面边缘 萧綦帝把列战车停了下来 航行了这么久 她和阿雅一直都没吃过东西 路上萧綦已经听到了 他们俩的小兔子一直在抗议了 所以停下列战车后 立刻把两个丫头叫到了后舱里 接着取出几枚鲜果 递到两人手里 先补充点能量 别把你们两个饿坏了 哇塞 好惊人的元素能量啊 这东西真好 这是吃的吗 阿雅兴奋的接过鲜果 吃惊的问道 当然 放心吃 没有副作用 叔叔 跟着你真好 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小雨滴笑眯眯的看着萧綦 眼里的神色 毫不掩饰自己的爱慕 虽然她自己可能还不懂 她心里的爱慕 崇拜的成分居多 是吧 等你们吃完了 我才进去 你们要保护好自己 我才放心啊 阿雅看着手里的鲜果 一副舍不得吃的样子 大眼睛眨了眨 突然凑到萧綦的身旁 妩媚的遗笑 七哥 以后也让我一直跟着你吧 你开什么玩笑 你跟小雨滴可不一样 你好歹是圣王城的小公主 你父母能放你离开 管他们呢 父亲母亲都是老顽固 我不喜欢跟在他们身边 没有前途 一旁的小雨滴扑斥一声笑道 阿雅 你难道转性了 不再就缠小剑了 去去 你少管 你当我不知道啊 小剑肯定会跟七哥离开爱心的 是不是七哥 带我走嘛 求求你了 阿雅毫不避讳地伸手搂着萧綦的胳膊 紧紧贴在自己身上 施展出撒娇大法 这身上的媚态可不是盖的呀 幸好 小七身边有个木叶旗 再惊人的迷惑手都能见惯了 所以一笑 一把扯掉阿雅的手 接着呀 隐含深意地说 过段时间 你再考虑这个问题吧 或许用不了多久 你就不想跟我在一起了 说完 转身站起来 大步走到餐门口 或许用不了多久 就到了跟武尊摊牌的时候 那时候 万一控制不住场面 或许爱情人会大批的伤亡 到那时 阿雅不把他当成仇人就不错了 有时候啊 世事总是难以尽如人意的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96集 盛亚歌虫 萧綦离开了列战车 一头扎进黑暗的世界 真这么冷啊 这是他唯一的感受 毕竟在黑暗的地方 有他的火眼金睛在 都能看到东西 可是这里 简直冷得动人魂魄 以他内附 蕴含了地球上 最强悍肉体基因的身体 都已经扛不住 这种寒冷了 低于绝对零度 那是一种什么概念 如果身体表面 没有防护罩的话 恐怕瞬间 就得被冻成人棍了 萧綦又不敢放出 三昧真火或者延期 因为进来没多久啊 就让他看到了 让人头皮发麻 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景象 暗面世界 山势复杂 地理环境相当恐怖 高山错落 古怪的植物遮天蔽日 在这些山壁 跟植物上密密麻麻的 爬着无数虫子 仔细一看呢 真的跟星河站队里的 虫子很像 地面上的全都是 身高两米以上的爬行虫 而山壁上 或者那些生长了 极高的植物上 爬着飞行的虫子 整个暗面世界里 寂静无声 没有一点声音 萧綦极其缓慢的速度 往前飞了将近十公里远 地面上这些虫子 只多不少 而且个头也越来越大 看到这种情形啊 萧綦的心里终于确认了 这盛亚歌虫 才是爱情上真正的霸主 现在是不知道 它们能不能离开暗面 倒有光亮的荒原 如果能出去 别说其他三座小型城市 就是盛亡城也毁定了 这种规模程度的虫子 简直如汪洋大海啊 古独风群跟它们一对比 基本上就是海上的一片绿叶而已 萧綦一边小心翼翼的在天上飞 一边仔细感受周围的环境 同时心里暗发愁 根据自己对爱情的了解 这个星球超级大 这暗面的面积恐怕不比亮面的小多少 自己要是以这种速度感知下去 一万年也未必能够感知到头啊 可是要是加快速度 万一引起这些虫子的感应 那可真的就是大火临头了 怎么办呢 到底怎么样才能找到这些虫子的老巢呢 萧綦脑筋飞转 想着各种可能 某一瞬间突然面色大变 身体瞬间向下降了百米 头顶上空嗖的一下 掠过一道黑影 那道黑影体型巨大 飞行时却几乎没有什么声音 定睛一看 竟然是一只飞行虫 这只虫子很明显是发现自己的 一扑不中 在空中掉了个头 又凶狠的向自己冲了过来 萧綦有点懵逼一样 怎么突然就有一只虫子就醒过来了呢 而且还发现了自己 这飞行虫的速度极快 巨大的翅膀震动的频率相当高 可是却诡异的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眼看着它化成一道黑影 再次冲到自己面前 萧綦一闪身 又堵了过去 两扑没中 那只飞行虫似乎有些暴躁 身上慢慢支愣起了 像鳞片一样的东西 它的整体形象 就像是一只放大了无数倍的蚊子似的 萧綦看着它的动作 头皮都炸了起来 脑子里灵光一闪 想到了这只飞虫 发掘自己的原因 这家伙肯定是一只放哨的虫子 它根本就不睡觉 在空中巡逻 一旦发现入侵者或者敌人 立刻扑杀 杀不掉 那就肯定要明教示警了 这可不能让它叫出来啊 紧急时刻 萧綦突然默念法觉 眨眼间换出了腰身法相 巨大的腰猴 闪电般的伸出大手 凌空一把抓了过去 正巧啊 那只飞虫也是加速的向它冲来过来 只是它没想到 萧綦的形象突然发生变化 一个躲闪不及 直接被妖猴的巨爪捏在了手里 萧綦心中一怂 正想一把捏死算了 可脑海中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血眼浮屠的暗示之眼 在地球上可是对诸天生灵都有效果的 不知道这爱星上的虫子能不能控制 想到这儿 立刻抓着虫子放到自己眼前 同时 左眼渐渐换出了绿色神光 暗示之眼的强大异能 开始影响着那只飞行虫 片刻之后 萧綦心中一动 顿时狂喜啊 还真他们成了呀 暗示之眼居然控制住了这只飞行虫 萧綦强忍着心中的激动 慢慢打开手掌 在意念的控制下 飞行虫老老实实的趴在手心里一动不动 这个结果相当让人意外 而且呢 更让萧綦意外的是 在控制飞行虫的过程中 似乎触碰到了另外一股精神能量 之前就是那股精神能量 在控制着虫子 如果没猜错 那股能量就是虫王的 而虫王也是利用精神能量 来控制所有的虫子 这么一看 这只虫王恐怕 比如来佛祖都可怕 他单凭一己之力 居然能控制这么无边无际的一片虫子 他的精神力得强大到什么程度啊 萧綦深吸了一口气 迅速收回法身 接着 纵身跳上飞行虫的后背 飞快的下了一调指令 带着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去巢穴 刚刚触碰到虫王的精神能量 他肯定也知道了这只虫子出现异常 在他察觉到有危险 并且开始派虫子袭击自己时 自己得先赶到巢穴去感应一下 如果没有感觉 那就赶紧闪人拉倒 自己可不想跟这么一大票的虫子肉搏了 幸好 飞行虫的飞行速度相当快 而且寂静无声 这给萧綦的潜入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可是越往前走 越觉得心惊胆战了 这虫子实在太多了 无边无际 绝对堪比海洋啊 万一在巢穴里 真的发现了佛祖或者轮回猪 要是跟虫子干起来了 自己真的能逃出来吗 没准就被虫子给分尸了 列战车扛不住飞行虫的爪子 不知道自己的那些先天灵宝 能不能挡得住 正当萧綦心里胡思乱想的时候啊 遥远的黑暗中 树骨危险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 你妈 这虫王这么屌吗 这么快就派杀手来了 哎 不对 怎么有掀起不动呢 那一瞬间呢 萧綦立刻收敛浑身气息 驱使着飞行虫 钻进了一片密密麻麻的 倒吊在一片藤腕上的飞行虫群里 数据之后 头顶上空 一连嗖嗖嗖的闪过四道黑影 全都是一只飞行虫 驮着一个人 那上面的人穿着逆天道的袍子 虽然速度飞快 可还是被萧綦看清楚了 四个人里 竟然他们认识三个呀 正是太乙真人 哪吒和织女他们三个 另外还有一个人 相貌粗豪霸气 生的跟张飞似的 黑脸求然 眼如铜铃 鼻弱玄胆 身材雄壮气势滔天 他的修为已经到了 洪荒古仙境界第二层 终于看到了一个 被武尊控制的洪荒古仙 他一定是天庭之前 封印着的十八位 洪荒古仙之一 萧綦深吸了一口气 这回可是有意思了呀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97集 学佛的圣鸭戈虫王 在岸面里发现了太乙真人他们 让消息始料未及 这四个人当中 更有个洞天境的洪荒古仙在侧 难道他们也是去巢穴了吗 看他们的行为 以飞行虫为做起 很明显 他们对这里应该相当熟悉了 有五尊的血眼浮屠 做到这点轻而易举 头顶的四个人 很快就飞远了 萧綦猛的一咬牙 驱动飞行虫 迅速跟了上去 如果圣亚歌虫 巢穴的标记 是指向轮回猪的下落的话 就算有逆天道的人在场 那也得过去看看 只是这形势就更加不妙了 要是只有织女他们三个 就算有太乙真人也不怕 自己能够轻易的制服他们几个 再用暗示之眼 恢复他们的神志就行了 现在多了个洪荒古仙 这一麻烦可就大了 想控制住他们 那肯定会惊动 这里无边无际的虫子 除非 萧綦的脑子里 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或许自己反而能一步登天呢 想到这 立刻控制飞行虫 远远掉在四人的后面 紧追不舍 这暗面果然够大呀 就算以飞行虫的急速 也飞了足足八九个小时 某一刻 萧綦心中警召狐仙 四周黑暗中 闪电般的冲出了 七八只飞行虫 不过目标是奔着 太乙真人他们几个去的 看来自己真的是高估虫网了 这么长时间才派杀手出来 可惜呀 这些杀手先遇到了前面四个家伙 不知道他们怎么解决 正想着呢 就见那四个人里 长相粗豪的洪荒骨鲜 不慌不忙纵身而起 他的双手巧无声息的涌出几团水球 这些水球闪电般的跟飞虫撞在了一起 直接把飞虫罩了进去 接着很诡异的 这些飞虫就像是融化了一样 竟然慢慢瘫软在水球里 片刻功夫就化成了一滩液体 那骨鲜挥手将液体震散 接着呀 落回飞虫身上 像是做了毫不起眼的事情一样 继续向前飞去 当萧綦来到刚刚震散的液体旁时 仔细感受了一下 只是普通的水 难道这些可怕的虫子怕水吗 这可有点诡异了呀 整个爱情上也没有多少水 可以说这里的生物应该都极度缺水才对 这些飞虫反倒被水给融化了 萧綦心中有些疑惑 但是眼见为实 或许自己无意中撞到了解决这些虫子的办法 如果使用水的力量 恐怕没人能跟自己的水元素之根 水溪相比了 算了 暂时先把这事放到一边 这几个家伙也不知道要飞到什么时候 看他们行色匆匆的样子呀 估计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又跟了四五个小时 他们的速度终于放缓了 而消气也惊觉 这下面的虫子大的已经没谱了呀 不少虫子的个头比列战车还大 也就是超过了地球上最大的飞机了 难道已经接近巢穴了吗 眼看四个人控制的飞虫 缓缓下降来到地面上 一片环形的山谷边缘 那片环形的山谷中间凹陷深不见底 整个山谷的形状像是飞溅的液体 离远了去看呢 像是巨大的陨石砸在了爱星上 留下了这么一个深坑式的 四个人到了山谷边缘跳下飞行虫 萧綦远远跟着也跳下飞行虫 接着地面巨瘦的掩护引起身形 闪电般的往山谷边缘前去 某一刻呀 突然浑身一震 脑子里嗡的一声巨响 一种奇怪的精神能量 似乎想突破自己的防御 钻进脑袋里 靠 这绝对是虫王啊 看来他已经发现自己了 萧綦硬着头皮猛的咬牙 暗中捏绝作印 心中暗和 仙法 兵经置信 仙法启动 瞬间震开了那股能量波动 这股波动应该是来自另外一个方向 萧綦略犹豫 猛的矮身冲向那个方向 试试自己刚刚想到的方法 那就是尝试去控制虫王 如果侥幸能控制了虫王 那岂非自己就能指挥这么一大片 无边无际的虫子大军了 就算没办法控制虫王 至少虫王应该是在自己的老巢里 而轮回珠标记的地方 应该就是圣亚歌虫的老巢 或许那里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侄女他们四个进了那个深坑里 估计一时半会也不会离开 自己只要去巢穴打个转 就能确定是否又轮回珠了 所以呢 萧綦展开急速 疯狂的往巢穴的方向跑去 这期间 那不死心的虫王居然又尝试了两次 都被自己的精神防御屏蔽在外 开玩笑啊 现在自己已经洪荒古仙境界第六层上清境了 怎么可能被一只虫子给控制住了 不过呀 这虫子的智商真高啊 虽然懂得尝试控制自己的精神 树西之后 萧綦来到了一片虫群聚集地 这里密密麻麻堆满了小型的甲壳虫 这些甲壳虫的颜色全都是诡异的青黑色 看着就很硬 甲壳虫的中心地点似乎有个洞 萧綦有些犹豫 因为这些甲壳虫全都是清醒的 自己现在是隐身状态 不知道会不会被他们发现 万一要是能够察觉隐身状态 那自己麻烦就大了 这四周的虫子 各顶各巨大的可怕呀 身上都荡漾了恐怖的能量波动 自己杀一只没问题 杀成百上千只 那估计最终完蛋的 肯定是自己了 正当萧綦愁愁的时候 耳边突然响起了一阵口齿不清的声音 你很厉害 你是来杀我的 这声音说的是爱星语 但是萧綦一直带着尼雅的耳塞 所以呢也能听懂 难道是虫王在说话吗 他是用精神力量在影响着自己的听觉 所以萧綦眉头一周 在心里回了一句 虫王 是 我是虫王 我靠 你居然能说话了 胡了多少年了 如果你是来杀我的 我劝你尽快离开吧 一旦我的生命受到威胁 这里所有的虫族就会失控暴走 到时候 爱星上生灵灭绝 萧綦眨眨眼疑惑地说 听你的口气 你好像是在护着爱星人 如果不是护着爱星人 我为什么要将虫族拘束在星球的岸面 这可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了 没什么意外的 因为我学到了一句话 叫做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一听到她的话 萧綦心神俱振 这他妈不是如来佛祖的名言吗 难道佛祖真的在这 谁教你这句话的 他人呢 你这么急迫 难道你跟他熟悉 靠 熟得不得了啊 快说他在哪 或许咱们可以和平相处 那道声音沉默的片刻 接着轻声说 他在我面前 只是被奇怪的能量困住了 没百日才能跟我说一次话 萧綦一听 心里顿时松了口气 这意外的结果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呀 佛祖被困在这里 居然把一只虫子感化得悲天悯人了 说出去 谁心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酒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98集 跟虫王交易 乍文水心下落 在跟虫王短暂的沟通之后 消极心思飞转 虫王的话或许可信 一来 如果佛祖不在这里 一只虫子怎么可能说出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这种话呢 二来 爱心上 这种圣鸭歌虫数量实在庞大 而且实力强横 如果不是因为生活习性 迫使他们必须待在暗面的话 那还真没准是虫王硬给拘束在这里的 否则 虫子怎么可能一直龟缩不出呢 不过他的话也不可禁心 毕竟他是虫子 不是人呢 而且是一只智商高超 精神力量很强大的虫子 谁知道他是不是很善于说谎呢 想到这儿 消极在脑海中轻声问道 我能不能去见见那个被封住的人 不行 你实在太危险了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不是爱心人 来这里就是为了找那个人 你不让我见他 我迟早会想办法见到他 到时候 咱们俩可就没那么愉快了 虫王沉默的片刻 接着说 你威胁我也没用 不保证我自身安全 这里所有的子民就会失控 到时候 我会失信于他 我靠 你还挺死心眼 哎 你想想 如果我见到了他 说明你说的话是真的 没准到时候 我和你还能成为朋友呢 说完 心里一阵恶寒 跟一只虫子交朋友 没准还是一只乳白色 圆滚滚肉肚肚的肥虫子 还是不行 保险起见 你去做一件事 听到虫王不温不火的声音 消气气消了 无奈地说 你还真是个将种 行 我听听 你让我做什么事 你刚刚过来的方向 有个木坑 那里有些活着的 跟你相似的生物 你去解决掉它们 解决了它们 我才能相信你是善意的 木坑 就是刚刚见到太乙真人 它们进去的那个深坑 为什么非要解决它们呢 因为它们跟爱心的武尊 是一伙的 武尊知道了使用水元素 可以消灭圣雅哥虫组 可是他不知道 消灭的只是外围的幼生虫 一旦杀戮的幼虫过多 我周围的成虫可能会惊醒 水的力量杀不了虫 更杀不了我 萧綺听得心中一惊啊 幸好刚刚没利用水的力量硬床 否则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看来太乙真人一活 真的给这只聪明的虫子 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行 这是我答应的 正好那几个家会 也是我的目标 可是你得保证 我去解决它们的时候 万一吵到周围的虫子 你可得控制它们 这个你不用担心 木坑里发生再大的响动 也不会惊扰虫组 那木坑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那里是爱兴始祖 埋谷的地方 靠 原来是祖坟呢 估计是被陨石给撞破了 爱兴人也真可怜 祖坟都被扒出来了 甚至他们还不知道呢 想到这儿 萧綺身形一闪 渐渐远离潮雪的位置 心中暗道 冲王 希望你信守承诺啊 我去解决木坑里的人 等我回来 你要是骗我 我会让你后悔的 记住 我不是爱兴人 更不在乎爱兴人的死活 说完身形几个连闪 向着木坑的方向冲去 木坑埋葬着爱兴数万年以前的始祖遗骸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里成了圣雅歌重组的巢学 随着爱兴上的精灵人更新换代 人们也渐渐遗忘了这里 曾经作为圣地被守护着 逆天道的人能选择这里做秘密基地 可见这个武尊对爱兴的历史相当的熟悉啊 这些九界中人 越来越感觉他们不像是诸天万家的主宰 倒像是户埃一样 他们随意支配其他星球的人 随意改进星球的历史 甚至引导星球走向他们希望走的路 这分明就是奴役 奴役着宇宙无数文明 奇了怪了呀 九界中人的力量到底来自哪里呢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强大 就像自己体内的混沌体脉 简直强得可怕 可是真到了九界 或许也不是最牛的吧 想着想着呀 萧綦的身形已经站到了木坑的边缘 下面的坑洞似乎很深 隐约能看到底部 星星点点的闪着淡淡的光芒 而且木坑表面有一层能量波动 很奇怪 这或许就是虫王有信心 说木坑发出多大的声响 也不会惊动外面的虫族的原因了 萧綦缓缓伸手 在表面那层能量波动上触碰了一下 冰凉水润 一种有别于仙气的能量层 似乎对自己并没有什么损害 既然太乙真人 他们都下去了 估计自己也是可以下去了 萧綦收敛精气 引起身形 飞快跳进木坑里 迅速向下飞去 下面的高度大约有三四千米 当落到底部的时候 恶然发现 木坑下面简直跟 秦始皇陵兵马俑似的 只是 一条条的坑洞里不是石涌 而是圣亚歌虫族的化石 之前虫王说 这里是数万年前 精灵人始祖埋谷的地方 可是这么多的虫族化石 是个什么意思呢 难道圣亚歌虫是精灵人 以前劝养的 萧綦心中惊异 小心翼翼的四处扫了一眼 下面坑道排列整齐 严格平行密密麻麻的化石 恐怕有上万只 远处边缘 有个黑悠悠的洞口 四周的墙壁上 有数点亮光 一直延伸到洞里 萧綦也从洞里面 感受到了掀起波动 那里面应该就是 逆天道成员的据点了 当下深吸了一口气 暂时收射心神 什么都不想 那里面 可还有一位洪荒古仙啊 虽然只有洞天境 在自己这上清境面前 实在不算什么 萧綦做好了万全准备 闪身来到洞口 突然听到里面传来一阵 低沉的说话声 各位 地球那边的行动兽族 立地老族突然失踪 下落不明 什么 李尊主 李尊主 失踪了 一位洪荒古仙 就这么轻易地失踪了 之前那个声音梯上说 地球的人间 局势已经不可控制 那里至少有五位 洪荒境的高手 再加上天庭的玉帝和老君 西天灵山佛教的 弥勒佛祖也现身了 正在天庭做客 所以那边的计划 或许要五尊他老人家 亲自动手了 五尊会离开爱星吗 会 短时间就会离开 因为爱星跟地球的交界处 现在被人堵住了 就是我说的 人间那几个洪荒境的高手 为首的好像叫落水心 所以我们已经 再没有能力出去了 只有五尊他老人家 才有这个实力 听到这儿 萧綦心冲俱阵 水心他们居然找到了 银河尽头 找到了爱星的入口 这一消息实在是 让人有些意外呀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299集 《肖雅师的运筹帷幄》 此时的爱星入口处 银河尽头 一群人远远地看着前方 那浓重如墨一般的毒气 议论纷纷 为首的正是落水心 穆也齐和穆燕 他们身后站着 金九大善猪八戒 嫦娥和九天玄女等人 唯独不见了 肖雅师跟肖骁 穆也齐在爱星入口的地方 来回走了好几圈 最后啊 脸上神情凝重 回到落水心和穆燕的身边 低声说 前面的吸汗液体 应该是剧毒 连神仙都扛不住的剧毒 而且那城毒墨 就是唯一的结界 也就是说 这里是黑水玄机的入口了 落水心 皱着眉头问了一句 一旁的九天玄女接口道 应该就是这里 匹子哥消失之前 应该是在这里 用灵渊跟我通信的 奇怪 这里好像也没有多远 为什么天庭 从来没人到过这里 莫燕突然疑惑地 问了一句 以前曾有仙家试过 比如虚日数 比如杨茧 可是他们走的时间 比我们这次来的时间 要多得多 可是都没见过这里 嫦娥也接了一句 或许是小七闯进去之后 引起了某些变化 所以这里的伪装也消失了 落水心说完呢 扭头往后面看了两眼齐了 诗诗和萧萧 怎么还没上来 唉 你还不了解诗诗吗 她看到了银河那里 那艘古怪的船 不研究个透 是不会赶上来的 木野奇苦笑地说 该死的诗诗 到底是船重要 还是小七重要 落水心的话音刚落 身后远处黑暗的空间 突然传来 萧雅士轻快的声音 干嘛呀水心 你又发牢骚啊 这不是来了吗 接着呀 萧雅士抱着萧萧 飞快地闪到了前面 你个呆呆的家伙 还能不能醒了 我们这是来找小七的 知道了知道了 刚刚意外得到了一点消息嘛 说完 萧雅士冲着附近 所有人大声说 各位 我知道这里所有的人 都是关心小七才来的 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 小七没事 啥 事事 你怎么知道小七没事 萧博士 匹兹哥在哪 你知道什么了 萧博士 他的最后一句话 简直是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啊 最熟悉他的木野奇 魅眼一转 突然扭着腰 走到他面前 恶狠狠地说 臭丫头 你说 你是不是把那个什么 猎地老祖李续辉给搞定了 只是又从他那里 打听到了点消息而已 萧雅士笑眯眯地说 那天你出来这么晚 原来是去抓李续辉了 洛水星恶然地看着他 行了 水星 赶紧让他说重点吧 墨烟在一旁急迫地说了一句 萧雅士美眸一扫 眼前这些个气质各异的角色妖娆 各个神情紧张地盯着自己 就连那个大善都眼神古怪地不得了 不由地心里暗骂萧妾化心啊 同时也冲着所有人挥了挥手 接着从容不迫地说 首先呢 小夕不会死 我猜他肯定是进了那个封印里了 这一点从小九和小姨他们的状态就知道了 这不是废话吗 我也知道小夕不会死 说重点 木叶急白了他一眼 行行行啊 重点就是 眼前封印的后面不是黑水玄界 而是另外一个星球 叫做爱星 这里面有个天大的阴谋 他的话音刚落 四周诡异地安静了下来 另外一个星球 要说是黑水玄界 其他人还好接受一点 毕竟大家都是神仙 神农是师姐的地方 还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另外一个星球是什么鬼啊 逍遥是一见 所有人都有点懵逼了 立刻不慌不忙地 把当初在张家界天坑下面 自己后来又揪出地理老祖 李旭辉的经过一一说了 李旭辉的实力 虽然到了洪荒境 可是当他发现 萧雅是真正的力量后 彻底震惊了 他根本无法想象 一个身上没有半点仙气的少女 竟然会有那么恐怖的精神力量 之后呢 他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 说了爱星的一切 也说了武尊的秘密 和爱星跟地球的渊源 甚至包括银河里那艘 作为定时炸弹的神奇古船 当时萧雅师是觉得呀 这件事相当的好玩 真可以好好的玩吗 天庭银河里有那种宝贝 他绝对是不会放过的 所以事后呢 还想着带萧雅偷偷溜上天庭 去研究研究那艘船 结果没过多久 萧雅就消失了 等众人上了天庭 见了玉地 得知了原尾 又一路赶往银河尽头后 萧雅师渐渐将这些线索 联系在一起 不难发现 萧雅肯定是跳进了封印 离开了地球 否则怎么可能连血脉相连的金酒 都感应不到他 等中途路上啊 终于发现了银河里那艘古怪的船石 萧雅师已经彻底确认 萧雅一定是去了爱星了 萧雅师缓缓地将所有的细节 跟众人说了一遍 说完之后 这才笑着说 这就是我的推论 准确率应该在95%以上 听完他的话 九天玄女扭头 看向爱星的入口处 喃喃地说 真没想到 银河的尽头 竟然是这样的情况 恐怕 连玉地和老君都不知道 对于神仙来说呀 接受一颗外星球 比接受黑水玄界 要困难一些 不过对于地球人来说 那就简单多了呀 谁还没看过科幻电影呢 所以落水星想了想 飞快地问道 那现在怎么办 我们能想办法进去吗 办法是一定要想的 只是我一直在想 爱星上的那个武尊 他搞了这么多名堂 可是逆天到的人 都被我们给废掉了 如果他还想弄那只船 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他会亲自过来 根据从李续辉那里 得到的消息 这个武尊很可怕呢 比小七还要厉害得多 那又怎么样 他赶过来 大不了一战 落水星不耐烦地 回了一句 我的姑奶奶 你怎么动不动 就打打杀杀的 这是没有一点孕妇的心理 你要是出了点事 恐怕小七回来之后 得要了我的命啊 萧雅是摇头失笑的 少扯的 小七拿你当宝贝呢 怎么会要了你的命 赶紧说 到底要怎么做 简单得很啊 武尊要是过来了 第一 他肯定是要找齐 逆阴阳和穷八卦 所有的人 第二 他要去银河里的沉船 所以 要趁着他出来之前 我们先把这两样的东西搞定 听到这儿 木野其双眼一亮 喜道 这主意不错 我喜欢 可是 我们怎么找到这些人呢 找到了又怎么办 那艘船要怎么搞定啊 嫦娥疑惑的问了一句 嫦娥姐姐 这就是逆阴阳和凶八卦的符号 你和玄女姐姐记清楚了 萧雅是在手臂上 调出了一组符号 展示给嫦娥和九天玄女 接着呀 让其他人也都记下了符号的样子 最后 看着所有人大声说 从现在开始 天庭里由玄女姐姐和嫦娥姐姐负责 凡间由水星和大善负责 你们全力找寻那些抽出的人 找到以后 最好交给稳妥的人保护起来 我看太上老君就是个稳妥的人 那 云河里那艘船呢 猪八戒在一旁追问了一句 那艘船 肯定是他自己搞定了 落水星哼了一声 接着扭头看向墨烟和大善等人 试试的做法我觉得不错 咱们这就行动吧 如果小七在爱心上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 我希望我们能在外面帮帮她 嗯 理应如此 大善微微点点头 其他所有人都没有异议 萧雅是轻轻一笑 猛的一挥手 好了 诸位 出发 话音一落 银河边数道流光折返回去 最后的落水星林离开之前 看了萧萧一眼 无奈地说 萧萧啊 跟姑姑在一起 多加小心 你这个姑姑啊 是个标准的疯子 比你在末世的姑姑 还要疯呢 嗯 妈妈放心吧 我会看着姑姑的 萧萧甜甜一笑 落水星无奈地捏了一把 萧雅师的脸蛋 低上她 千万别带坏了我的宝贝女儿 说完了 浑身湿气暴涨 瞬间消失了 看着她离去的身影啊 萧雅师微微一笑 喃喃地说 越来越有韵味了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一千三百集 白骨妖仙 真正的文问 眨眼间 爱情入口处的人 走了个一干二净 萧雅师悠闲地 在入口处晃悠两圈 双眼一直清光闪闪 显然在计划着什么 旁边的萧萧 安静地坐在地上 双手拄着下 一双美丽的眸子 默默看着爱情入口处的 那一汪黑水 看了一会儿啊 突然开口说道 姑姑 你有办法把我送进去吗 你想进去 嗯 我想去找爸爸 你不想跟姑姑 去研究那艘船了 不想 姑姑 那艘船感觉好危险的 萧雅师满不在乎地说 有什么危险的 只不过 好像很容易爆炸 那还不危险啊 小鬼丫头 你真不开窍 越是超越前沿的科学 就越危险 但是 你不去研究 就永远赶不上 宇宙的前沿 我才不喜欢 赶上宇宙的前沿 我只想去找爸爸 萧萧举着嘴 忧愿地说了一句 你这个小祖宗啊 真是个爹空 你也不想想 就算我能使用 一次元空间的力量 把你送到 那层封印的后面 可是那后面 是个什么情景 谁也不知道 万一那后面 还有危险怎么办 骗人 你不是说 那个猎地老祖 都跟你说了 所有的秘密了吗 你傻呀 我只是用念动力 强迫他说的 又不是催眠他 怎么可能 所有的事情 都说得那么详细 那你把他弄去哪了 叫出来 我们再问问 没那小功夫 我把他扔到 力宿员空间里了 看着萧雅 是一副耍无赖的表情 萧萧气的 直接跳了起来 大声叫道 姑姑 你耍无赖 我不信你 你就会骗我 你 他话还没说完 萧雅是神情一变 瞬间冲到他的身边 挥手浮出一片水晶墙 挡在了身后 就听后面 登当树声响 水晶墙竟然被震裂了 无数的裂缝 这么强大的攻击力 让萧雅是眉头一皱 身后远处的黑暗空间里 缓缓走出了一个人 穿着一身逆天道的黑袍 可是这长相 简直跟萧萧似的 又稚嫩又萌啊 实在难以想象 这样的一个小丫头 居然有着洪荒境界的修为 她是从哪儿跑出来的呢 萧雅是上下打亮了 远处的小萝莉一眼 当看到她手里拿着的兵器时 顿时双眼一亮 轻轻笑道 原来你就是之前那个 在天庭里争夺帅印的 逆天道 闻闻吧 远处的萝莉 果然是闻闻 只是她的感觉 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虽然还是那副尊容 可是浑身的气息 磅礴浩荡荡 绝对是洪荒古仙的修为 她一只手拿着一把 白骨森森的七节骨剑 另外一只手拿着的 却是萧七的神农尺 刚刚她离老远 就看到萧雅是跟萧萧 想也没想 直接使用骨剑劈了过去 哪曾想啊 那个女人随手甩出一片 透明的防护层 居然把自己的骨剑挡住了 这让她大吃力惊 她可是天庭封印的 十八位洪荒古仙之一 有白骨妖尊之称的秋文 被武尊以暗室之眼控制 以秘法降低修为改变容貌 跟在激兰的身边 做一部暗棋 她身上的秘法 是武尊亲收的 所以整个天界 没人识破她的身份 后来 争夺率印行动失败后 她暂时进入暗牢里 等待下一部命令 没多久就有新的指令传达 居然是去兜率宫里偷神农指 等她偷出了神农指后 施展神通手段 在天庭如入无人之境 顺利逃出南天门 一路往爱兴入口重来 临来的路上意外发现 不少人从入口的方向回来 而且呢 那里面甚至有好几道 洪荒净净的气息 这让她吃惊不已 这一路上 费尽了心思 将自己隐藏起来 躲过了那些人 最后呢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爱兴入口处 没想到 看到了萧雅师和萧萧两人 当时她以为这两个人 就是守在入口处的普通神仙 毕竟 萧雅师和萧萧的身上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掀起不动 所以想也没想就直接出手了 结果现在才发现 那个眼睛隐隐散发的 七彩光芒的女孩 实在是够可怕的呀 秋文谨慎的后退了一步 白骨腰剑横在胸前 冷漠的说 你管我是什么人 让路 让路 那可不行 你要是问问 我就还有点话想问你 无可奉告 再不让路 别怪本尊不客气 萧雅师眨眨眼 突然笑道 你也自称本尊 看来你跟李徐辉一样嘛 你也是天庭风印的 红黄虎仙 你见过李老祖了 秋文心中一惊 见过他很客气 跟我说了不少事呢 萧雅师耸了耸肩 胡说八道 给我死开 秋文突然双眼 杀鸡暴涨 手中的白骨腰剑 眨眼间伸长 带着一股腥风 刺向萧雅师 萧雅师一伸手 在前面布下几层水晶墙 同时一点点收敛了笑容 挡在萧萧面前 平淡的说 你确定 不能跟我好好说话 虽然你生得很像个小萝莉 但是我可不愧 把你当中小孩子 少废话 秋文剑普通攻击 根本奈何不了他的防御墙 浑身 瞬间金光大方 手里的白骨腰剑 也是金光闪烁 直接变成了软鞭 疏忽间将萧雅师和萧萧 缠在里面 软鞭里面风雷声大作 密密麻麻的金色闪电 全都轰向萧雅师 一次元空间 萧雅师面无表情 双手做出古怪的手势 一声嘀喝 白骨软鞭里面 突然一阵古怪的波动传出来 紧接着 那些闪电雷鸣声 直接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果然不显得 秋文一声娇齿 背后放出万丈金光 一道飘渺的仙女形象 出现在身后 那是她的腰身法相 仙女浑身仙气渺渺 沙群飘飘 却没有肉身 里面是一具巨大的白色海骨 散发着惊人的气息 紧接着 秋文收起神农指 双手作音 一声爆喝 古霸 眨眼间 整个银河之盼的虚空中 像万花筒一样 急射出铺天盖地的古剑 这些古剑 跟之前的攻击截然不同 威力其大 带着一股毁灭的气息 这个洪荒古仙竟然比列帝老祖还难缠 消雅时脸上也没了表情 眼睛里更是变得冷漠无比 眉心处念动力汹涌而出 双眼的七色光芒 灿烂耀眼 同时呢 轻轻伸出一根手指 指尖红光一闪 换出一道细长星红的指甲 星红独阵 声音一落 嗖嗖嗖一连六道刺眼的红芒 在铺天盖地的古剑里挤射而出 闪电般的射向秋雯 随后 两人身边响起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片刻之后啊 炸裂的光芒消脸 两方身影同时显现出来 萧雅时和萧萧的身边 多了一层灿烂的金色光圈 而秋雯却半蹲在地上 用手捂着一条腿 脸上满是痛苦的神情 一朝过后 胜负立盼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相互攻了一招 直接决出了胜负 萧雅时低头看了眼萧萧 她手里拿着一杆黄色的旗子 看上去古朴灵动 这玩意还挺好用的 萧萧笑嘻嘻地说了一句 这是什么宝贝啊 防御能力倒是不错 萧雅时诧异地问了一句 这个呀 叫乌以姓黄旗 是王母娘娘送我的 好像是从台上老区那里弄来的 萧雅时一听啊 心里哭笑不得 她跟她老子一样 都是令人费解的生物 怎么就能跟王母娘娘 混到一块去了呢 还送她礼物啊 还是这件名垂千古的宝贝 摇了摇头啊 这事想不通 萧雅时抬头看了眼秋闻 心想 这个女人也挺厉害啊 星红毒针被她躲过了五针 只有一针命中了 这样的她恐怕更危险 萧萧 姓黄旗一直催动 别停了防御 嗯 知道了 叮嘱完了萧萧 萧雅时走出了姓黄旗的防御护照 缓缓向秋闻走去 刚走了两步 蹲在地上的秋闻手里 鼓鞭一甩 砰的一声爆响 整个谷边竟然震碎成了一片白雾 萧雅时的身影立刻淹没在了白色的烟雾里 不过她也没在乎 挥手在身体四周布下水晶护哨 接着呀 开口轻声说 文文 你再敢动一下 我绑着后面还有更疼的 蹲在地上的秋闻 眼中闪过一抹凶力 此时的她 哪还有半分萝莉的样子呀 她整个人趴在地上 从身体四肢上不断涌现出 森森白骨 这些白骨一离开身体 立刻钻进了地面 远处的萧萧生怕 萧雅时看不见吃亏 立马扯着脖子 叫声喊道 姑姑 这个女人好可怕 她身上掉出了好多骨头渣子 全都钻掉地下去了 她的话音刚落呀 秋闻猛的抬头瞪了她一眼 接着呀 双眼金光一闪 萧萧面前的地面上 突兀的射出了树道白光 速度迅捷无伦 当当几声 定在她身边的金色护照上 巨大的力道震得萧萧 手里姓黄奇差点没捏住 吓得惊声尖叫了一声 萧雅时在白眼里怒道 简直找死 听完 烟雾里突然闪出两道 星红色的光芒 瞬间就射穿了秋闻的身体 就听她一声尖叫 浑身剧烈颤抖 吃惊地看着烟雾惊叨 你 你怎么还能找到我的本体 哼 你中了星红毒针 只要中了一针 其他的毒针总能找到你的 妖女 简直就是妖女 我就不信杀不了你 秋闻神色猙獰 双掌猛地拍向地面 就听白色烟雾里响起一阵密密麻麻的撞击声 这声音简直跟下雨似的 某一刻呀 从烟雾里嗖嗖嗖 又是三道红光射出 秋闻照单全收 这下呀 彻底瘫倒在地 浑身颤抖不止 钻石星辰 随着萧雅石一声冷漠的呵斥 他身体周围的白烟轰隆一声炸得四散开来 从他身上鼓荡起猛烈的冰屑飓风 将白烟彻底吹散 萧雅石浑身闪着轻蒙蒙的豪光 没心处涌动的念动力 缓缓走向秋闻的面前 手指尖端 那点星红的颜色已经准备好了 地上啊 秋闻再没办法动了 甚至连神农尺和白骨腰间也握不住 掉落在地 萧雅石随手捡起了神农尺 轻声说 这是小七的东西 你告诉我 偷她做什么 你 你给我 话没说完 就见萧雅石没心处轻光大盛 强力笼罩在秋闻的头顶 不想那么辛苦 就好好说话 说 用尺子做什么 做 做 做梅艰 吸收入口处的剧毒 萧雅石一听 顿石一愣 拿起手里的神农尺 仔细看了两眼 这把经过太上老君 重新锤炼的神兵 出具神格 比以前好看多了 整体散发着绿油油的光芒 由于加入了星辰结晶 和灵山祖金等稀有元素 使得绿色的神农尺里 夹杂着一道道彩色纹路 能感受到里面有种很特殊的能量 不同于普通的仙机 这东西叫神农尺 以前听小七提醒过 跟舍利子玲珑内丹 有异曲同工之妙 只是威力小得太多了 看样子呀 这一玩意还能吸收剧毒呀 萧雅石脸上渐渐的展露出了笑容 扭头看了一眼爱情入口的方向 如果能把内层 连仙体都扛不住的剧毒吸收了 自己岂不是就能进去了 想了想啊 扭头又看向邱文 飞快地问道 如果后面 还有什么危险吗 邱文咬着牙扛了半天 终究还是从尺缝里挤出一句话 没 没有了 没了毒性 可以直接进去 进入爱情 萧雅石眨眨眼 随即轻轻一笑 接着随手放出水晶罩 将邱文封印起来 他身上有自己六根星红毒针 再加上水晶罩 也不怕他逃走了 随后转身回到萧萧的身旁 示意他解开姓黄旗的防御 笑着说 看到没 你那个老爸呀 给我们留了钥匙了 啊 真的呀 哪着这个东西能进去 这神东齿能吸收入口处的剧毒 那太好了 咱们赶紧动手吧 吸了剧毒 咱们先进去看看 说完拉着萧萧的手 飞快地往爱情入口处飞去 某一刻 身后被封印在水晶罩里的秋文 缓缓抬头看了一眼 萧雅石和萧萧的背影 喃喃地说 进去吧 扰死你们 爱情暗面目坑里 萧七心里有些着急 如果水晶他们真的在外面 一旦五尊出去了 要是产生了冲突 必定会有伤亡的 外面的人不管哪一个出事了 自己都不能忍受 想到这猛的咬牙 赶紧解决这里的事 争取回去把五尊拦下来 最起码 现在自己又提升了一个境界 跟五尊对战 恐怕比水晶他们要稳妥的多呀 有了决定 萧七也不在藏头露尾 身形一闪 直接冲进了洞穴里 木坑下面的洞穴 不超过百米深 当萧七的身影 出现在洞穴的尽头处 一个天然石洞里时 里面的人顿时大吃一惊啊 织女和哪吒见到萧七 全都是一副 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 而太义真人 则是如临大敌一般 只有那个洪荒古仙 略微镇定一些 看到这四个人 萧七心中突然狂喜 因为从他们几个身上 竟然又感受到了刺猿剑残片的气息 两片分别在太乙真人和那个洪荒古仙的身上 萧七深吸了一口气 盯着太乙真人和洪荒古仙 我是萧七 想必你们也很熟悉了 另外我现在很狂躁 是生是死 你们自己决定 说完呢 一身上清境界的修为轰然爆发开来 那一瞬间 对面的洪荒古仙 终于勃然色变 目瞪口呆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第1302集 血眼浮屠家六道天书的威力 面对气势全开的萧七 洞里四个人全都被压制的呼吸困难 那名洪荒古仙顶在最前面 后面就是太乙真人 而织女和哪吒 已经被狂暴的气流推到了最后了 织女一边吃力的对抗了萧七的威压 一边急道 痞子哥哥 我是织女啊 你先安静下来听我说 是啊 痞子大哥 这其中的真相 我们可以详细说给你听 旁边的哪吒也开口急道 萧七看也不看他们俩 这两个家伙被暗示只眼迷惑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所以干脆不理他们 直接搞定眼前的洪荒古仙 和太乙真人才是重点 太乙真人早在萧七闹上天庭之前 很久就已经失踪了 所以他也不知道萧七的身份 听着哪吒叫他匹仙大哥 突然艰难的开口问道 匹仙 莫非是当初在红包群里遇到的那位 红荒古仙 师父 就是他 哪吒飞快的回来一句 太乙真人一甩手中浮尘 全力抵住威压 接着呀 对他身前站着的红荒古仙 沉声说道 罗尊主 他是地球上的一位红荒古仙 不同于你们自我封印在星域里 他是自由神 自由神 这怎么可能 那个罗尊主浑身肌肉扎球 一身修为也运指巅峰状态 看着萧七疑惑道 本尊是星域摩颜圣尊卢傲 阁下一身修为 早超越了玉皇上帝大天尊 本尊心中静伏 可负收敛气息 和平坦坦 猴 原来你就是摩颜圣尊卢傲啊 萧七看着他 摇头叹了口气 可惜了你的摩颜圣尊的名号 不过这也难怪你 佛祖的暗示之眼 再加上武尊的实力 你也没能力抵抗 什么暗示之眼 你还知道武尊 怎么 难道你不知道 之前在地球上 一直跟逆天道作对的 就是我吗 本尊当然知道 不过 那时你没发现真相 一旦你知道了真相 一定会助我等一笔之力 唉 真是被迷得死死的 算了 看来得用武力 让你屈服才行啊 说完萧七猛的踏前一步 脸上杀气密布 沉声说道 侄女 哪吒 给我老实的缩在后面 就算你们被暗示 也该知道我的实力 还有你 太一真人 现在你也不是我对手 最好缩在一边 就算你修为境界高过我 本尊也不会坐以待毙 卢奥就算是被迷失了心智 可是洪荒古仙的自尊还在 一看萧七已经准备要出手了 猛一咬牙呼尽一切 就算战死 也不能剁了摸焰圣尊的名号啊 由于山洞不算太过巨大 所以萧七也不敢动用诸神黄昏 反正这个卢奥只有第二层 动天境的实力 正好拿他试试六道天书的威力 想到这 左眼渐渐金光闪烁 一点点浮现出了浮屠之眼 那是一只金色的眼球 眼球中间闪烁着万字金周 以浮屠之眼加持 六道天书的威力成倍的增长 萧七双手飞快作音 一声陈鹤 地狱到万归浮烟 随着一声仙气狂勇 从卢奥脚下突然浮现出了 十八道金光 这是十八层地狱的精华所在 金光眨眼间将卢奥困在里面 同时密密麻麻的黑影 铺天盖地地往他的身上冲去 岂有此理 本尊乃洪荒至尊 你当我是鬼吗 卢奥一声狂笑 剑指在眉心处一抹 直接从眉心石海勾出一道黑光 那道黑光黑得可怕 像是连光线都能吸收一样 四周无数的鬼影 顿时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凄力尖叫 源源不绝地被吸进了黑光里 厉害的招数不错呀 萧綦突然由衷地赞赏了一句 姓萧的 本尊即便境界不敌你 但是你想抓本尊也没那么容易 说完 右手紧握成拳 突的一抖 萧綦心中有感 这是刺元剑的异能 疏忽间闪身躲向一旁 他之前站立的位子 砰的一声温响 一拳轰了出去 将身后远处的洞壁 打穿了一个深深的黑洞 刺元剑的异能不过如此 既然地狱道不适合你 那就再试试这场 天道 大罗无极拳 随着一声爆喝 萧綦浑身金光绽放 他就像化身成了一尊战神一样 挥动俱拳 冲着卢奥 直接轰了过去 这套拳法 简直是疯癫狂武 霸气十足 卢奥一看萧綦怪招叠出 此刻竟然展开了肉搏战 林芒咬牙苦撑着 极力的封挡他的拳头 这招法非同小可 一旦有一拳砸到自己身上 恐怕都够自己喝一壶的了 眨眼间百拳鸿出 消气打得酣畅淋漓 兴奋之下又是一声长笑 六道天书果然牛逼啊 再试试这个 嘴拿手的来了 说完 双手合十捏成手印 一声大喝 林 真言法咒一出 朕的卢奥浑身俱阵 双眼金光四射 原本这九字真言密咒 已经没办法伤到 洪荒古仙级别的高手了 可是眼下有血眼浮屠加持 这真言密法威力 竟然成几何级数地增啊 一声林子 就朕的卢奥身体震 萧綦得势不饶人 手中法印变换 一连串爆喝 兵斗 折 戒 阵 裂 前 行 九道真言何处 卢奥身体四周 已经围上了九个巨大的手掌幻象 般若诸佛 九字真言 阵 轰隆一声巨响 九字真言其出 卢奥扑的一声 喷出一口鲜血 竟然被震得扑通一声 跪倒在了地上 萧綦一见机不可施 心念一闪 上股神器伏羲琴突然出现在手中 卢奥 你是第一个听到伏羲琴声音的 也算你的造化 不用杀你了 说完右手一服务 一阵清澈的琴音响起 震撼人心 那一瞬间呢 别说抢住卢奥 后面的太乙真人和哪吒之女已经彻底失去了力量 瘫软在地 痴痴的看着萧綦手里的伏羲琴 好家伙呀 这神器果然屌啊 不愧是上古武神之一 谈之可引天地混沌元素 清新凝神 净化心魔 萧綦一闪身 蹲在卢奥面前 左眼浮屠之眼转化为暗石之眼 深深地盯着卢奥的双眼 绿光绽放 解开一个洪荒古仙的暗石真是相当费力 萧綦运足了 掀气足足耗费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这才大功告成 暗石之眼潜入卢奥原石石海深处 改写了他的记忆 接着呀 又用同样的手段 将太乙真人哪吒和之女 全都用暗石之眼控制住 做完这一切 终于松了口气 接着一闪身 悄无声息的退出了洞穴 林离开之前 伸出手掌啪的一声 打了个响指 接着身形瞬间消失了 洞穴里 四个人像是愣了神一样 随即转行 相互看了一眼 没再说话 而是转身离开了地下洞穴 消失在黑暗中 萧綦离开洞穴 再次回到重亡的 巢穴之外 刚到外面 脑子里就传来 虫王的声音 你真是个神奇的人 或许 你才是真正能 克制武尊的存在 克制不克制武尊 我不知道 但是 现在我得见见佛祖了 好吧 我会为你开辟一条路 记住 在巢穴里 千万别对我露出杀意 否则 这数以万计的虫族 将彻底失控 放心吧 不用一再提醒我 会不会杀你 完全取决我自己的判断 我其实 不是很在乎 爱情上的经历人 虫王沉默了 片刻之后 萧綦面前的甲壳虫 缓缓地向两侧移开 空出了一条路 佛祖 萧綦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一千三百零三集 萌萌虫王 小小如来 萧綦有点傻眼了 他看着面前那个懒洋洋的躺在巨石上的和尚 嘴已经和不上了 这是如来佛祖 这个身高不足一米五 长得跟个嫩豆腐似的小和尚 能是如来佛祖 难道自己搞错了 不对啊 地藏老菩萨给自己的地图明示过 是跟佛祖和轮回珠有关系的 前面两个都没关系 那最后一个又恰好是个和尚 可按理来说 应该就是佛祖的下落了 可是这小和尚到底怎么回事啊 萧綦简直有些暴躁啊 四处打零了一眼 也没看到什么虫王之类的虫子 正疑惑呢 耳边突然传来虫王的声音 你有些目中无人呢 啥 目中无人 什么意思啊 本王就在你面前 你竟然左顾右盼 一直也不屑于看本王 不是目中无人是什么 啊 你在我面前 萧綦往前仔细看了眼 顿时无语了 我来个去呀 巨石上的小和尚 脑袋上趴着一个拇指大小的 玉白色的蚕宝宝 呃 对 就是跟蚕宝宝一样的肉虫子 这是圣亚哥虫王 那一瞬间 萧綦简直觉得天雷滚滚啊 这个小小的洞穴里 不足三十平方的空间 中间一张大青石 石头上躺着个小和尚 和尚脑袋上盘着一只肉虫子 你妈 这跟自己想象的差太多了呀 还以为这里是龙坛虎穴呢 萧綦一脸黑线的跌坐在地 一边摇头一边喃喃的说 一定是哪搞错了 什么搞错了 不是你这小肉虫子 你是虫王 你藐视本王 算了 本王饶你性命 佛约一沉一怒 磨油心生 拜托啊 我真不想听一只虫子说 阿蜜豆腐啊 那个 我问你啊 这和尚有没有说 他叫什么呀 他 他名如来 你妈 真的是如来佛祖 看样子他摒弃了 体内的负面能量 形态发生了变化了 就像魔化佛祖一样 也是生的跟普通人差不多 完全都没有自己想象中的 一坨巨大的和尚法身 浑身闪着万丈金光 满脑袋都是疙瘩的样子 好吧 就当他是如来 得赶紧看看他到底是怎么被封住的 这里没有轮回猪的气息 轮回猪的下落 只能弄醒他直接问了 想到这儿啊 萧綦往前走了一步 刚想过去 一直盘在如来头顶的那只肉虫子呀 突然翘起了身子 疑惑的说 你要干什么 他这一动 四周立马响起了一片沙沙声 萧綦心中警照乍现 直接腾身而起 悬浮在半空中 低头一看 地面上密密麻麻 钻出无数漆黑色的 像蚂蚁一样的东西 这些小东西 一双熬钱 游黑赠亮 闪着游光 喂 你冷静点 我对你没兴趣 只是看看这个和尚 能不能再弄醒他 你能让他清醒 虫王顿时激动的问道 不知道啊 可我总得试试啊 所以你先收了你的虫子 行不行啊 好吧 你试试吧 听着虫王的语气呀 萧綦总是不自觉的 把眼前的如来 当成了大话西游里的唐僧来 他竟然能让一只虫子 悟透佛法 心甘情愿维护他 这比让丸石点头还稀奇呢呀 毕竟丸石可没智商 这只虫子智商高超啊 一边想着呢 萧綦一边挪到了青石旁边 张开火眼金睛 仔细看了眼如来的身体 他的身体表面 有一层不同于 仙气的能量波动 跟武尊的气息很像 这十有八九啊 是被武尊给封印起来 扔到了木坑里 后来呢 被虫王给偷走了 武尊的手段自己可不懂 眼下只有强力破解事实 千万别把如来搞死就行了 想到这儿 扭头看了眼 他脑袋上的虫子 低声说 哎 你能不能先挪个地方 我试试 让他清醒过来 行 话音一落 那条虫子竟然闪电般的 射向萧綦的脑袋 那速度快的 连萧綦都没反过来 他就已经爬上去了 我靠你 这是保障 万一你有新家害于他 我也可以阻止你 凭你就能阻止我 虽然杀不得你 但是阻止你 应该没有问题 萧綦摇了摇头 暗骂自己无聊 跟一只虫子聊天聊上瘾来 赶紧伸手按在如来头顶 心想啊 如果骑下来就好了 有他在 再难的封印法术 也能解开 一边想着 一边缓缓的运转先机 由于不知道五吨的能量属性 所以萧綦最细致的控制手段 将体内五行元素的力量 一一运转开来 挨个湿了个边 没有一种力量 能够克制如来身体表面能量的 五行力量不行 那就十大神奇的力量试试呗 徐灵静 雷静 索妖塔 破灭神医 甚至伏西琴 挨个湿了个边 当最后弹奏了伏西琴 也不好使的时候 突然觉得头顶有些异样 伸手一摸 卧槽 这只虫王竟然轻而易举的 被伏西琴给催眠了 此时呢 已经浑身发软 像一条大鼻涕虫一样 从萧綦头顶上 滴落下来 靠 就这还虫王呢 搞了半天 伏西琴就搞定你了 真搞估你了 说完随手把虫王扔在石头上 虽然他晕了 可是暂时还不能乱动他 毕竟啊 自己还是在乎爱情上的精灵人的 万一真惹的虫族发狂 离开了暗星 那可就挽犊子了 试了半天呢 也没能解开如来身上的束缚 萧綦挠挠头 蹲在如来的面前 喃喃的说 弄不行 看来这种能量肯定来自于九界 否则怎么这么难搞呢 自己还有什么手段可以试试呢 突然脑子灵光一闪 对了 血眼浮屠啊 这新掌握的童树 能不能让和尚清醒过来呢 想到这 萧綦立马莫运仙气 将血眼浮屠招出来 首先是浮屠之眼 不行 没效果 其次呢 是血池血眼 还是没效果 再来 暗时之眼 这个是最有希望的了 可是随着绿光暴涨 扫遍了和尚全身 还是没效果 闷的呀 最后一线希望 长生之眼 也是慈悲之眼 这种童树 萧綦还没试过 根本不知道具有什么功效 可是 当它施展起长生之眼后 那银灰色的铜光 射到如来身体表面 顿时响起一阵刺耳的吃尸的声音 萧綦大吃一惊啊 一方面是因为长生之眼的童树 果然能消弭如来身体表面的能量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这牛逼的童树 居然让自己的肉体迅速衰老下去 我的天哪 自己洪荒骨鲜 尚精进的修为 一身蕴含了地球上 最牛逼的五种上骨生物 血肉元素的肉体 居然这么容易 就衰老下去了 它身上的能量束缚 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呢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上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第1304集 长生之眼如来之点 长生之眼的能力很逆天 利用自身寿命 生成的这种长生之光 相当可怕 使得如来身体表面的能量束缚 如同冰雪消融一样 迅速消灭一空 萧气硬着头皮 咬着牙撑了十几分钟 实在撑不住了呀 赶紧收了长生之眼 低头看着自己的胳膊 我来个区域啊 已经老的皮都开始松了呀 赶紧从虚空纳机里 取了紫纹相合的盘桃 疯狂吞了下去 吃掉一颗盘桃 这才感觉自己的身体开始复原起来 可是复原的速度相当缓慢 萧气又胡乱抓了一把鲜蛋 也不管是上品还是鲜品了呀 统统塞进嘴里 胡轮吞掉 接着呢 坐在地上盘膝打坐 恢复自己肉身能量 这种衰老靠着天才地宝 还算可以支撑 突然某一刻 萧气恶然抬头看向巨石 发现如来已经醒过来了 正饶有兴趣的打量自己呢 他的眼神好深邃呀 似乎能看透自己的身体似的 萧气深吸了一口气 用一种苍老的声音说道 佛祖 总算把你弄行了 差点就把老子耗死了 你不给点福利呀 有意思的小子 你叫什么名字 小琪 地球人 小琪 你是洪荒古仙 老僧却从未见过你 你别自称老僧啊 你现在的样子可不像老僧 我停着别扭 小哥 还未回答老僧呢 如来一脸温和的笑意 根本不理会萧气的话 算了 我呢 是世界里的bug 你不能按照常理来推断我 就这么回事了 不过我说佛祖 你是怎么流落到这里的 又被缝引起来的呀 如来四周看了一眼 突然笑着说 老僧追寻轮回珠 误入这个世界 那轮回珠呢 不见了 老僧用一部分元神 寄托在轮回珠上 冲出了这个星球表面的能量洪流 把这里的地址带给了地藏 之后 轮回珠就再次消失了 萧綦眨眨眼 心中恍然 原来地藏老菩萨给的地址 是这么来的 你是被谁封印的 五尊啊 你说的五尊 是个跟地球人类似的外星人 是吗 萧綦一身手 以掀气凝成五尊的形象 看着如来问道 是这个人吗 阿弥陀佛 就是他 此人可怕 立刻焊天啊 这家伙确实可怕 不但偷袭的福西大神 与陆爱兴 连佛祖都给封印起来了 他奶奶的 不知道我权力一战 能不能扛得住他 一听萧綦的话 如来双眼一亮 小哥修为如何 你感受不到吗 老僧沉寂千年修为大俭 已经不成了 别逗了佛祖 你的确实力是减弱了一点 可是软实力却越来越强悍了 什么软实力 如来脸上愣成了一下 软实力啊 就是嘴皮子的功夫 你竟然能把爱情上 最可怕的生物 忽悠成你的信徒 这份本事 恐怕五尊也不具备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咱还是先说正事吧 我的修为境界 已经达到了 洪荒第六层 上清境 如来一听 脸上一片恶然 伴上才轻声说了一句 难得 难得 佛祖 你觉得 我能斗得过那个五尊吗 不能 靠 这么干脆啊 楚家人不打狂语 萧綦嘴角一撇 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如来的修为虽然降了点 可也是洪荒第三层境界 他的眼光更是高明的很 他斩钉截体的说自己不是对手 想必真不是对手 自己的大计划到最后的时候 肯定免不了要跟五尊一战 现在看来 岂不是必死之局啊 而且没找到轮回出 自己又不能再进一步 哎对了 还有一样神奇 或许在爱情上能找到 那就是刺元剑 想到这儿 萧綦赶紧问了一句 佛祖 知道刺元剑在哪儿吗 在五尊手里 如果不是刺元剑 他也没那么容易控制住老僧 靠 真他妈背 你需要刺元剑有什么用 如果没感觉错误 你体内应该有了五件神奇了 你可真是个可怕的人 甚至得到了伏西琴了 你能感受到我体内的神奇 能感知到一点 因为老僧曾经拿到了轮回珠 这神奇之间是有感应的 难怪 我的体质比较特殊 能吸收十大神奇 提升修为 所以啊 如果能得到刺元剑 或许跟五尊一战 就更有把握了 如来恍然大悟 点点头说 世间诸般神奇 果然造物主 才是最伟大的 哎呀 佛祖 咱就别感慨了 奇怪了 为什么你身上 没有盘古索的气息 盘古索 我都不知道在哪 在地球上吗 当然 在龙肿里 洪荒时期 被一条白色祖龙叼了去 受着神器 一同寄灭了 白色祖龙 那可有些年头来啊 可这龙肿在什么地方 老僧不知 只有身怀祖龙血脉的龙族后裔 才能找到龙肿 听到如来的话 萧綦脑子里立马想到了熬雪 看来回去之后啊 找小雪就行了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现在要怎么搞定五尊 从爱情上逃出去 才是最重要的 眼下 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刺猿剑上了 刺猿剑碎成了几部分 其中一块残片在自己手里 另外两块 在罗奥和太乙真人手上 他们俩已经成功被暗示了 只是为了不引起五尊的怀疑 所以呢 才没取出残片 另外 还应该有一块 在杨简的身上 除了他们几个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残片的存在 最后剑的主体 肯定是在五尊的手里 他的修为那么高 再拿着刺猿剑 简直就是无敌啊 不行 自己一定要想办法 把刺猿剑 从他那里偷出来才行 之前在城里 自己散出十道镜像 勾引他的时候 被他灭了三道分身 战斗的时候 从来没见他使用磁元剑 或许 那把神器 应该是藏在了某个隐秘的地方 萧綦突然陷入沉思 脑海中大数据空间狂转不休 这是从得到福西真传之后 第一次全力展开 大数据空间的能力 数分钟后 在整合了所有信息以后啊 萧綦脑子里 突然划过一道闪电 当初从圣王城地下通道 往重谷的方向跑的时候 曾经感觉到若有若无的仙气 那会因为时间紧迫 没来得及 查探清楚那股仙气的来历 现在想想 虽然那不是刺元剑的感觉 但是恐怕跟刺元剑脱不了干系啊 这个感觉来的相当突兀 但是经过了大数据空间的推演 这个猜测 八九不离十了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一千三百零五集 耍小心思的修文 有了调查的目标啊 萧綦心里一松 再次抬头看下如来佛祖 这个改变了形象的小和尚 正盘西坐在青石上默默地看着自己呢 行了佛祖 我这就带你离开这里吧 如果运气好 搞定了五尊 到时候想办法离开爱兴 回到地球上去 小哥好一心灵了 但是 现在老僧离不开这里 为啥啊 不是解开你的封印了吗 不是封印的事 老僧一走 恐怕这只虫王就会陷入迷途 继而暴走 老僧得留在这里 将他彻底驯服才行 啊 开什么玩笑 好不容易找到你的 小哥 老僧留在这里 还有个好处 或许 有朝一日 你需要强大的同盟 老僧自可助你一臂之力 看着佛祖老神在在的样子呀 萧綦心中一动 这个真的可以有 脑海中迅速的闪过一个念头 接着呀 哈哈一笑 佛祖 你真太可爱了 行 那你就暂时留在这里 继续度化这只肥虫子吧 阿弥陀佛 老僧静候佳音 偶了 我先走了 拜拜 说完 站起身来 冲着如来挥了挥手 接着迅速闪身离开了巢穴 外面 一如既往的阴冷 黑暗 可是萧綦的心里 却是战意高昂 热血澎湃 这几天的连番遭遇 意外的给他打开了一个 相当明朗的局面 即便武尊是九界中人 即便他强大到 让诸天生灵 难以忘记向背 但是自己还是有了 设计他的办法 接下来 就看谁的运气更好一些了 萧綦出了巢穴之后 控制了一只飞行虫 以最快的速度离开黑暗 跟小雨滴和阿雅会合之后 就去寻找最后一个地点 那里或许会有次元剑的下落 得到了次元剑 自己就可以回到圣王城 跟武尊进行正面交锋了 地球的宝贝们 给我点力量吧 无论多大的阻碍 只要还有你们 就没有任何人 能挡在我萧綦的面前 银河尽头 爱心入口 萧雅师正拿着神农尺 站在那团墨色的液体前 他把神农尺小心翼翼的 凑到那团液体里 紧急着呀 那团漆黑的液体 就以一种恐怖的速度 渗透进神农尺里 仅片刻功夫 神农尺就变得漆黑无比 而且浑身滚烫 萧雅师赶紧缩回尺子 一离开黑色液体 神农尺就开始散发出 一阵阵浓郁的香味 那是一种药草的味道 而尺身的颜色 也随着药草味变大 逐渐恢复成了墨绿色 萧雅师松了口气 扭头看着蹲在一旁 闷闷不乐的萧萧说 成了 快来这位神农尺 真的能吸收这里的毒性 只是得稍微花点时间 你又觉得这么大的嘴干什么 还要多久才能去找爸爸呀 萧萧闷闷不乐的说道 你可真是小棉袄啊 你怎么不担心你妈妈 她还怀着宝宝呢 还到处奔波 妈妈肚子里的宝宝 只要有小姨在身边 就服贴得像个绵羊 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倒是爸爸 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 萧雅师摇头苦笑 这小丫头对萧妻的感情 简直夸张到让人费解 难道她上一辈子 真的是萧妻的情人吗 行了 你多留点神 看着那个小女孩 别让她耍出什么诡计来 有你的水晶墙呢 她能耍个滚 真是服了你了 你给我过来 看你撅嘴就来气 你来吸收毒气 干点正事 萧雅师没好气的瞪她一眼 不给她找点事 她迟早得闯出祸来 这整个三界里 没人能让萧雅师害怕 唯独这个混世小魔王 聪明才智实在不下于她 而且呢 鬼主义贼多 又胆大包天 什么都敢干 仗着萧妻是她爸呀 更是不在乎生死了 要说真正无法无天的 恐怕是这个小魔头才对 一听萧雅师语气不善 萧萧气呼呼的站起来 接过神农使 一脸怨念的开始 吸收面前的毒气屏蔽 趁这功夫 萧雅师转身回到 邱雅的面前 这个女人 被水晶墙困住 身上钉了六颗星红毒针 瘫在地上奄奄一息 喂 缓过来了吧 能不能问你点事 萧雅师蹲在她面前 轻声问了一句 什么事 邱雅的声音暗雅 气息虚弱 我很奇怪啊 银河里的那艘船 是怎么储存那么多能量的 哪来那么多的能量 一旦爆炸 规模到底有多大 邱雅抬头看了眼 萧雅师冷笑道 你的好奇心 真的挺强啊 没办法 我可是生了个超级大脑 不研究东西 我的脑袋会生锈的 说吧 我可以减轻你的痛苦 听到萧雅师的话 邱雅脸上微微动容 萧雅师的星红毒针 真的是一种极其残酷的功法 身上中了六针 这种感觉 剧痛钻心 生不如死呀 最可怕的是 你根本不知道 具体是哪疼 一听她说 能减轻痛苦 挣扎了一下 邱雅低声说 你听过地球的灵脉吗 灵脉 地球的灵脉 不是已经枯竭了吗 不是枯竭了 是被封印到那艘船里去了 啊 整个地球的灵脉 都在船里 那一旦爆炸 连地球都炸没了 萧雅师着实吃了已经 不会 但是爆炸的威力 会将银河炸毁 这些星辰洪流 会冲向天庭 毁了整个三十三种天 或许 也会流流到人间吧 哇塞 好大的手笔啊 这个武尊 真是没什么人性啊 邱雅又扫了 萧雅师一眼 突然轻声说 如果你有足够强大 可以提前毁了那艘船 这样 直接就破坏了 武尊的计划 说完之后 缓缓低下头 额头上 痘大的汗珠 不断往下流 萧雅师眨眨眼 突然轻声笑道 你知道吗 你刚刚说了不少 我还真的想 减轻你的痛苦来着 但是嘛 你不该一而再 再而三地 在我面前耍小聪明 什么 我耍什么小聪明了 秋文浑身一阵 抬头茫然地 看着萧雅师 你知道吗 这三界里 没人骗得了我 包括神仙 甚至洪荒古仙 我知道你在之前 就骗我 骗我说吸光了毒气 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我敢保证 那后面恐怕 有更可怕的陷阱 在等着我 听到这儿啊 秋文浑身一抖 下意识地往后嗦了嗦 现在你又骗我 你说实力足够强大 可以事先毁了那艘船 但是我几乎可以断定 一旦我接触了那艘船 恐怕会提前引爆它 你说我的猜测正确吗 说完 萧雅师冲着秋文 微微一笑 原本一张柔弱气质的笑脸 此时落在秋文的眼睛里 竟然感觉 说不出的阴森恐怖 她好歹也是 红黄鲍鲍鲜鲜鲜cott 可是从心底深处 竟然感觉到 萧雅师比武尊还要恐怖 这个女人的大脑究竟是怎么长的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肖雅师的超级大脑 完爆三界圣灵 想在他面前玩心眼 基本上只能自讨骨质 邱文的心思被揭穿 这让他从心底里一阵发寒 眼前这个看上去柔弱娇美的女孩 简直令人恐怖 而此时的肖雅师 好像又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一样 眼神不断上下打量邱文 看了一会儿 突然缓缓伸出手 伸进了水晶墙里 向邱文的胸口摸去 你干什么 邱文虚弱地往后一锁 沙哑的声音有些惊恐 在你身上发现了点好玩的东西 你居然还隐藏着这么诡异的宝贝啊 肖雅师根本不在乎她的反应 仙仙玉手 眨眼间按在她的胸口 虽然邱文的身体是个萝莉 可是胸口那也是鼓鼓胀胀的 发育良好 被另一个女孩摸上去 这感觉是要多别扭有多别扭 可是她无力反抗 又没地儿退缩 所以只能尽力地扭动身体 别动 再动也是白扯 只能让你自讨苦吃 肖雅师美眸一灯 眉心处念动力涌出 强力压制着邱文的身体 接着 手掌屈指成爪 一声娇喝 出来 随着她强大的力量爆发 从邱文的心脏部位 竟然缓缓地抓出了一道金光灿烂 带着灰红气息的亮晶晶的东西 这东西一离开邱文的身体 这个红光骨仙就像失去了 所有力量支撑一样 双眼一翻 咕咚一声瘫倒在地 咦 这东西怎么那么像 哎呀姑姑 这好像是爸爸提到过的 次元剑残片吧 就跟基兰他们能使用的空间密法 是一样的东西 突然呢 身旁传来萧萧的尖叫声 这小丫头不知道什么时候 窜到萧雅师的身旁 等着大眼睛 盯着她手里的东西 嗯 感觉很像 七七也像 当初小七让咱们在人间 寻找那天到了人的时候 就提过这东西 这是她体内混沌体脉的一部分呢 姑姑 现在有必须进去的理由了呢 萧萧突然笑嘻嘻地说 就算没有这个 你也肯定会找出理由的 去 抓紧时间把入口的剧毒吸收干净 我还得跟水晋他们联系一下 啊 干嘛呀 你要救妈妈他们也来吗 萧萧一听 立马紧张地问了一句 要是有落水晋在身边 他是没有办法玩进行的 当然不是啊 不过被我困在张家界天坑下面 那个洪荒古仙 叫什么李去灰的 他身上也有这种气息 当时我没在意 现在想想 他身上应该也有一片 咱们收集起来 给小季送过去 哦 要不我去取吧 让妈妈去拿 他肯定也得跟着进去 你这个鬼丫头 那你自己去拿吧 小心点啊 这样也好 两片次元剑残片 如果我估计的没错 这些人肯定是用 次元残片的异能 进出门户的 萧雅是似笑非笑地 看了看萧萧 摇了摇头 难难地说 你的胆子 真是大的媒谱了 行了别废话了 先去把李去灰身上的残片 取来再说 嗯 姑姑 你千万要等我 一边说着呀 萧萧一把扔掉神农尺 展开殿母的雷动九霄身法 化成一道闪电 向天庭方向飞去 而萧雅师则是摆弄着手里的残片 默默分析着所有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 爱情荒原上 萧七带着小雨滴和阿雅公主 又回到了圣王城附近 距离圣王城最近的重谷 就是现在的目标 之前在重谷的方向感受到了若有若无的仙气波动 这十分可疑 十有八九是武尊搞出来的 而且重谷是距离圣王城最近的大型荒兽聚集地 这个地方呀 精灵人通常都需要驾驶大型猎战装甲车 才敢往里面进 如果武尊想藏点东西 要离城市近一点 那这里无疑是最佳地点了 综合所有的因素 萧七几乎可以确定 重谷里藏着的东西 应该跟次元件有关系 当猎战车出现在重谷百里之外时 悄悄熄灭的引擎 悬停在一座山顶 萧七一个人展开身法 以最短的时间赶到了重谷上方 放眼一看 下方重谷深处 简直就像个巨大的白蚁窝 密密麻麻 种类繁多呀 整个虫谷弯弯曲曲 回环曲折 有点像是用放大镜 去看蚂蚁在泥土里钻的洞一样 里面爬满了各种又黑又亮的甲壳虫 这些虫子个情其道 敬畏分明 相互之间几乎没有接触 畏畏壮观 而且所有的虫子目标都很明确 在虫谷里虽然混杂一些 但是呢 到了远处 渐渗成一条红流 源源不绝的 往圣王城的方向冲去 萧綦张开千里眼 往圣王城的方向瞄了一眼 城里看不出太慌乱的现象 看来啊 还没到大举进攻的时候 这些虫子行为诡异 它们不像圣亚歌虫那样 是由虫王带领的 这里的虫子 原本各自为战毫无章法 现在却表现出 这么强大的规律性和战术性 这要是没人捣鬼 那就怪了呀 萧綦深吸了一口气 引起身形 纵身一跃 跳进了数百米深的虫谷中 刚一落地 就感受到了那种若有若无的古怪仙气 好像还挺有规律 每隔一段时间呢 就会鼓荡出一阵仙气波动 萧綦四周瞄了一眼 大致找准方向 迅速的接近那个方向 掀起传出的方向 远离圣亡城 在虫谷的大后方 这里的虫子感知能力差多了呀 完全感受不到萧綦的气息 所以呢 萧綦懒得理会周围的虫子 几乎全力以赴的往前冲 大概狂奔了两三公里远 突然前面出现了一道深渊 就像一道天剑鸿沟一样 横在虫谷的中央 纵身看不出深浅 但是足有五六百米宽呢 萧綦探头看了一眼 下面黑气缭绕 浓舞翻轨 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见了鬼了呀 仙气波动就在下面 可是这下面的味道 真是难闻的要命 难道是虫谷的粪坑吗 萧綦心里咒骂了半天 把五尊祖宗十八代 都给问候了个别 最后将水溪的力量遍布全身 把自己护得严严实实的 接着呀 再次跳进了黑暗的深渊里 幸好 下面的深渊 虽然看着黑暗 深不见底 跳下来之后才发现 下面都是一种漆黑的烟雾遮掩的 这烟雾的底层 是一座闪烁着蓝色光芒的 晶石宫殿 整栋宫殿看上去美轮美欢 俨然像是仙宫一样 真有些诡异 上面恶臭无比的烟雾 跟爱星入口出的剧毒差不多 下面居然有这么美丽的 晶石宫殿存在 这是五尊搞的吗 藏一把次元剑 至于弄这么大一座宫殿吗 萧綦身形一闪 落到底层 来到宫殿门口 那两扇高达三十多米的 晶石大门 完全是透明的 突然 晶石大门的后面 似乎有人影慢慢走过 那道人影似乎也感受到 外面有人 恶然转过身来 看向外面 那一瞬间 萧綦浑身俱阵了 目瞪口呆 脱口惊声叫道 老妈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307集 恢复了记忆的九界圣女 萧綦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居然在爱情重骨下面 看到了自己的老妈 里面站着的正是夏寒烟 她仍然穿着当初自己 送给她的那件红色的封衣 那是特意找织女做的 仙品仙衣 能够抵抗天仙成都的攻击 更有个奇特的技能 隐身 那一刻呀 萧綦终于知道 自己之前感受到了 若隐若现的仙气波动 原来是仙品仙衣的气息 里面的夏寒烟 乍一看到萧綦 完全惊怠了 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用力的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当她确认了外面站着的 激动的脸都有些扭曲的人 就是萧綦时 立马疯狂的冲到大门口 双拳不断砸到水晶大门上 老妈 萧綦激动的一声大叫 一闪身来到了水晶宫的宫殿门前 可是刚伸手过去 就听嗡的一声巨响 整个水晶宫殿荡漾出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 砰的一声 弹开了萧綦 这道力道大的出奇 萧綦猝不及防 竟然被弹得倒飞出去了几十米 儿子 儿子 你没事吧 夏寒烟下的花容失色 惊声叫道 没事 妈 别急 我没事 萧綦赶紧安慰了两句 双手在后背抖了两下 这一下阵的手掌酸麻 都快没知觉了 能把自己这个洪荒古仙 第六层竞技的手阵麻了 这宫殿周围得凝聚多大能量啊 可是 这种能量 自己居然感受不到 萧綦再次闪身来到宫殿门口 努力平息自己激动的心情 看着紧一门之隔的下寒烟 一双眸子通红 满含雾气 里面的夏寒烟早就气不成声 背驰咬着嘴唇 用手在门上不断抚摸着 妈妈 你别哭 没想到你被囚禁在这里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了 萧綦声音暗哑 止不住地颤抖 嗯 儿子 你爸爸他 夏寒烟美眸寒泪 不住地摇头 萧綦一听 这才想起来 萧景天复活 老妈还不知道呢 赶紧开口说 妈 老爸他没死 被我用龙珠复活了 啊 儿子 你说真的 你爸没死 没死 而且 现在正拼命修炼呢 我把他弄去给太上老君他徒弟 他现在的修为境界 相当不俗呢 夏寒烟一听 浑身一软 顿时瘫在了地上 脸上虽然还是梨花带鱼 可是已经笑了下来 语无伦次地说 天哥 没事就好 没死 活了就好了 妈 听我说 我得想办法叫你出去 所以 你先告诉我 你怎么会跑到爱星上来 爱星 什么地方 这里不是地球吗 夏寒烟顿时一愣 看他的反应 萧綦心中一沉 他好像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 老妈 你先告诉我 是谁办法弄来的 舅舰将军 云若显 夏寒烟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 脸上的神情相当古怪 带着一种天然的圣洁和威严 而且毛子里满是仇恨 这样的老妈萧綦可从来没见过呀 刹那间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惊到 妈 你恢复记忆了 嗯 儿子 妈已经恢复记忆了 我靠 你怎么做到的 萧綦心中狂喜 大声问他 就是云若显解开的 我的记忆封印 都来自于九界圣堂 云若显是圣堂七大长老之一 所以 他有能力解开我的封印 听了夏寒烟的话 萧綦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老妈的记忆恢复 那代表神秘的九界终于要在自己面前 揭开神秘面纱了呀 但现在可不是讲故事的时候 略以沉吟立刻开口道 妈 虽然我有太多的疑惑 但现在先不说这些 你的记忆恢复了 有办法离开这里吗 需要我做什么 夏寒烟深些了一口气 刚刚见到儿子激动的失去了分寸 此刻心情渐渐平复 又知道萧景天仍然在世 心里顿时涌起强大的求生念头 他伸手擦掉眼泪 站起身来 异常认真地说 儿子 先告诉我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另外一颗星球 叫爱星 消极苦笑一声 接着把爱星的所有的一切 都简单介绍了一遍 包括爱星上的情势 以及那个神秘而又强大的武尊 说完之后 轻声说 现在的情况就这样 相当复杂 而且 那个武尊实力远胜于我 其实我来这里 是为了找一个要上古神器的 次元舰 按照大数据空间的推演 来这里应该能找到次元舰才对 结果没想到 竟然找到你了 他刚说完 下寒烟眨眨眼 突然转身走到一旁 从角落的一座神岸上 取下了一件东西 快速来到惊世门前 一看到他手里的东西 消极顿时大吃一惊 他手里的就是次元舰 当初混沌体脉刚成形的时候 曾经看到过幻想 那是混沌体脉 对十大神器的需求 所以呢 这些神器的样子和功能 基本上都在消极脑海中 过了一遍 所以一看到 夏寒烟手里残破不堪的长剑 消极就知道 那就是次元舰 而且次元舰上 果然缺了几块 大略一扫啊 一共缺了六个部分 妈 你拿着的 就是次元舰呢 原来这就是次元舰 这把剑和神器 可惜惨破了 妈 你用过吗 你怎么知道神器啊 嗯 这把剑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积蓄满能量 挥动这把剑 能短暂地破开 这座晶石宫殿的封印 或时不时地会破开封印 想试试 会不会有什么奇迹发生 消极一听 顿时恍然大悟 难怪啊 之前感受到 仙器波动的时候 总是时有时无的 感情只有在老妈 挥动次元舰的时候 这微弱的仙器波动 才能泄露出去 可惜啊 上次自己感受到了 却没过来看看 失之交臂 想到这儿 消极叹口气 如果估计的没错 完整的次元舰 一定能放你出来 可惜 这把次元舰换坏了 而我现在 只知道三块残片的下落 儿子 放我出去的事 不急于一时 既然你在这里 那就总有办法的 但是 听你刚刚说的 外面的局势 却不太乐观 你告诉妈 你怀疑的那个武尊 叫什么名字 如果是九戒中人 或许妈会认的 眼见下海燕 毫不在乎自己的处境 萧綦心中扭通 鼻子有些发酸 但是老妈说的在理 只要解决了自己的危机 后面有的是时间 想办法搞定这座水晶宫殿 所以呢 也不再犹豫 立刻说道 那个武尊 叫刑绝 原来是他 下寒烟秀眉微粥 看他的样子呀 是知道这个人的 妈 他是九戒中人吧 是个什么样的人 九戒刑家的长老 是个刚愎自拥 没什么脑子的人 老妈熟悉他 当然熟悉 在九戒 有三大家族 掌控九戒心育 分别是刑家 夏家和云家 其中 云家最强大 刑家最狠辣 而夏家最神秘 听到夏家最神秘 萧綦立马兴奋地问道 妈 咱们夏家 怎么个神秘法啊 夏家的神秘 来自于圣女的血脉 在九戒中 有古老的预言兴老 曾经说过 结束九戒 掌控诸天万戒的 是诅咒之子 他向寻回星祖之源 使茫茫宇宙 重归于混沌 这个诅咒之子 不会是我吧 这个预言呢 萧綦也听过 当初萧綦刚到 这个时空的时候 就说过了 那还是九戒 寻游使七爷说的 夏寒烟看着萧綦 神情有些古怪 轻轻摇了摇头 低声说 儿子 我知道 这个诅咒之子 肯定不会是你 那还好 我想我也不可能 干出毁灭宇宙的事啊 那个诅咒之子 可能是你的下一代 啥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一千三百零八集 夏寒烟的破敌之法 夏寒烟的一句话 震得萧綦脑子里嗡嗡直响 自己的下一代 小萧 还是水心肚子里刚怀上的小家伙呢 老妈这是推测的 还是她已经知道了什么呀 妈 你别吓我呀 你怎么知道是我的下一代 你是真的确定知道 还是推测的 不确定 这只是我的一种预感 妈 您老的预感 一般情况下准不准啊 这是妈 头一次预感到这种事情 夏寒烟心里 暗暗叹了口气 作为九届的圣女 一旦开始有预感了 那就是真正开启了 圣女的力量 至于圣女的预言 或许比预言兴老还准吧 萧妻不知道夏寒烟心里想着什么 一听说 她是头一次预感到这种事情 顿时松了口气 幸好你是头一次预感 要是真的 那我就头大了 我的下一代 可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什么意思 夏寒烟一愣 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已经有了一个 十二岁大的孙女了 而且呢 还有个不知道是孙子还是孙女的 还在水心肚子里呢 听到萧妻的话 夏寒烟已经彻底带住了 好半天才激动的说 臭小子 我都有孙女了 而且还有个在肚子里的 对 老妈你别激动 你冷静一下 你个小瘪独子 还没结婚呢 孩子都出来了 妈呀 这个 这个情况啊 它是相当的复杂 还是等以后你回地球再说吧 咱们能不能先说说 这个刑局的事啊 夏寒烟 瞪着大眼睛 看着萧妻 脸上也不知道是在笑啊 还在生气 好半天才无奈摇了摇头 叹道 你真是连你爸爸 万分之一都赶不上啊 老妈你 不能这么埋态自己的儿子呀 怎么着 我还得夸你两句啊 水仙的孩子还没过门呢 就被你弄大了肚子 你对得起人家吗 萧妻满头黑线 自己的老妈就算恢复了记忆 可也不像刑局这种九戒中人 看样子呀 她是被地球人同化了 完全就是地球妈妈的标准办 眼下情形诡异 她甚至都不在乎自身安危 却一直给水仙打抱不平 真是让人崩溃呀 还好 夏寒烟也只是发现了两句 毕竟呢 现在萧妻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 放下落水仙的事 夏寒烟沉默了一下 接着说 好 先说刑局的事 她的修为远高于你 不是你现在能抵抗的 他们刑家是九戒里掌管暗杀的 所以手段才忍毒了 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那她就没有弱点吗 有弱点 但是你能抓住她弱点的机会 几乎接近一领 妈 你知道我现在什么修为吗 为什么觉得我差她那么多呀 虽然不知道你的修为 但是从你被这水晶宫的防御 震退就知道了 因为这水晶宫的防御 应该就是刑局设下的 啊 她设下的 你不是被云若邪带到这儿的吗 夏寒烟她的口气 刚刚听完你讲的所有经历 妈已经大概知道了自己的处境 你该知道 我有个妹妹 也就是你的小姨 叫夏寒若吧 啊 知道 这个小姨还暗中帮过我 还有九戒巡游室七夜 夏寒烟轻笑道 他们两个呀 欢喜冤家 好 说正事 云若邪把我抢走 但是她知道 韩若和七夜一直在暗中盯着她 所以她不方便一直带着我 就偷偷把我藏起来了 就藏到这爱兴上来了 不错 云若邪是九届禁卫将军 手下掌控着九届最庞大的信息网 她知道刑局在爱兴上搞的这些阴谋 但是刑局却不知道云若邪已经到了地球上 萧綦突然打断夏寒烟 疑后的说 妈 听你这意思 云若邪比刑局还厉害 那当然 云老邪是九届将军 修为排得上前十 我靠 那小姨一直盯着她 还把她吓得到处乱跑 那小姨的修为能排多少啊 寒若 她在九届稳坐第三把交易 听到夏寒烟的话 萧綦心中狂震 那个九届善恶使 居然排得上前三 难怪她能够掌控 诸天万家的赏善罚恶权力呢 好吧 那后来呢 在九届三大家族关系 错综复杂 云家跟刑家也明争暗斗 云若邪老谋深算 将我偷偷塞进这里 一旦刑局完成了他的阴谋 爱兴跟地球相撞 那就不但毁了星族遗孩 同时也把我这个出逃的圣女毁了 到时候 刑家也见命令被惩罚的命运 我靠 一举两得呀 这个云若邪果然厉害 云老邪把我藏到这里时 这个水晶宫里 有非常强大的宇宙能量存储 应该都是刑爵准备的 同时 这把刺猿剑也在水晶宫里藏着 外面的封印 就是刑爵布下的 可惜对云老邪来说 尽出如入无人之境 小妻点点头 尝出了一口气 弄清楚了这些细节 结果却让自己有些吃瘪了 刚刚乍以接触 就被封印力量震飞了几十米 连他的封印都破不开 那面对他本身的实力 恐怕更是毫无胜算了 儿子 或许还要一个方法 能解决这里的大麻烦 突然了 下寒言轻声说了一句 啥方法 老妈 你快说 如果我估计的没错 刑就毁掉地球的方法 有两种 第一 控制圣王 把能量转化融合之法 掌握在手里 当他确保 能把爱星表面 那一圈女娲的能量 化为己用的时候 就会想办法 促使爱星 再次撞下地球 嗯 这也是我猜到的方式 他在地球上 弄了很多逆天道的人 也是为了毁灭天庭 确保没人能再隔断 两个星球相互接近 下寒言点点头 接着说 但是 如果一旦第一个方法失效 他就会继续第二种方法 那就是次元舰 跟这座水晶宫的组合了 次元舰 跟水晶宫的组合 对 次元舰的异能 可以展开次元空间 而这座水晶宫里 封印了极其庞大的宇宙能量 它一旦重新组合次元舰 就可以使用蛮力展开空间 将爱星和地球 放在同一时空下 到时候 引爆爱星 地球自然跟着毁灭 只是这种方法 太过显眼了 听完了下寒言的话 萧綦尝了一口气 这种方法 他可没想到 难怪刑绝要把次元舰 封印到水晶宫里 这是第二层保险了 妈 那你说的解决危机的方法 是什么呀 需要你在最短时间内 做到两件事 第一 阻止他转化女娲的能量 或者想办法化解掉能量 第二 在他决定 使用第二种方法之前 找其次元舰 放我出去 妈 你有打败刑绝的实力吗 妈没这个能力 妈这一身的力量 都已经传到你身上了 那放你出来的意义呢 虽然我没有能力打败他 但是我有方法 可以叫寒若和七叶来到这里 只要他们俩能及时赶来 刑绝就再也翻不起浪花了 妈 你能联系上小姨和七叶啊 消息惊喜地问他 对 而且正好利用这里的能量 也算了一举两得吧 好 老妈 就按你的意思吧 你说这两件事 就交给我了 如果这都做不到 老子的红黄骨鲜 就得回家吃奶去了 下寒言一听啊 顿时脸蛋飞红 没好气地笑骂头 你想得美呀 小别犊子 老妈 我就随口说一句 你看你脸红什么呀 难道我还能真吃啊 臭小子 你再说 等我出去不拿鞋底子拍你 老妈 越来越怀念你拿鞋底子拍我的时候了 夏寒言虽然翘脸飞红 可是眼睛里却是满足的笑意 这个神奇的儿子 就算能力通天 心态却始终如意 赤子之心如此 还说什么呢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你演播 第1309集 决战开启 有了应对之策 消气大脑立刻糊落起来 眼下呀 也不用再费力想办法叫老妈出来了 虽然把他留在这里 难免担惊受怕 但严格来说呢 他在这里反而是最安全的 自己只要在刑局行动之前 破坏女娲能量的转化 并且收集其次元件的残片 到时候 自然有人解决刑局 只是啊 破坏女娲能量的转化好办 自己本来就已经有机化了 可这次元件的残片 实在是不好收集啊 从次元件的主体上看 应该一共有六片残片流落在外 自己身上一片 太乙真人和魔眼圣君 罗奥身上各一片 这三片是自己肯定能拿到的 还有一片应该是在杨简的身上 当初杨简跟织女回天庭时 在南天门外 已经感受到他身上 刺元件的波动了 他应该是在爱兴上 可是最后两片 在谁身上都不知道 甚至不知道 是不是在爱兴上 这就麻烦了 略以沉吟呢 消息立刻看着下海燕说 妈 事不宜迟 我这就要开始行动了 眼下 也只能把你暂时留在这里了 去吧 儿子 今天看到你在这里 妈就已经有预感了 用不了多久 咱们娘俩就能回到地球 妈 这事你预感的准 放心吧 无论如何 我都会尽快回来接你的 说完随手一招 将蓝符招了出来 蓝符 留在这里 守着老妈 除了武尊 其他任何东西敢靠近这里 一改杀无赦 是 主人 巨大美丽梦幻的蓝符 轻轻抖了抖翅膀 接着呀 身上蓝光涌动 竟然瞬间化成了一个千娇百妹的女人 穿着一身蓝色纱裙 长发飘逸 极致臀部 面容清冷 眉目如画 神情气质 跟嫦娥有几分相像 消息愣了愣 半嗓才恶然道 学来你能化醒啊 当然 蓝符是福西的坐骑 修炼的时间久了 自然能化醒 乖乖 不管是兽性还是人性 都这么的经验啊 蓝符微微低头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是福西的坐骑 那个洪荒年代可没人这么说话 好吧 你就守在这里 保护我老妈 是 主人 水晶宫里面的下寒烟 此刻恢复了 酒家的记忆 再见到了蓝符啊 虽然意外于她的美貌 可以并没有什么惊诧的深情 只是觉得自己这个儿子 简直就是怪胎 她的身边永远都有 无情无尽的异类存在 主人 啊 什么事 萧妻正想跟夏寒烟告别 先离开这里 蓝符突然又叫住她 如果可以 主人将摆明 也留在这里吧 蓝符轻声说 摆明 留她做什么呀 她还小呢 我知道她还小 所以才想主人 把她留在这里 蓝符可以暂时 指导她修行 她的话音刚落呀 小摆明就像听到了一样 在萧妻的耳边 尖声叫道 我不要 才不要跟她 待在一起 萧妻可没管 摆明的抗议 看着蓝符其道 你能指导摆明修行 可以 通为凤凰血脉 蓝符可以指导摆明 尽早开启独有的异能 哦 这倒不错 行 依你了 说完呢 也没管在自己耳边 吱吱乱叫的摆明 直接将她拎出紫须街 扔到蓝符的面前 皱着眉头说 好是懒足的家伙 你就留在这里 好好跟蓝符修行 听话 我不要 摆明也不敢 违逆萧妻的话 只好搭了着脑袋 委屈了嘟囔着 萧妻没理她 想了想啊 又把玉玲珑给拽了出来 随口道 你也留在这里吧 陪他们俩 叽叽叽 靠 叽叽叽 你叽叽什么 你都吃了那么多 灵丹盘桃了 你觉得还不会说人话 你这够笨的 萧妻白了她一眼 这只从神兵 玄奇世界里带来的小龙啊 现在已经长得 跟蓝符差不多大了 可惜呀 还只是会叽叽的叫着 一句人话也说不出来 留下了三只异兽 萧妻扭头看着下寒烟 妈 我先走了 很快会再回来的 嗯 去吧儿子 萧妻也不再犹豫 深深的看了自己老妈一眼 接着呀 瞬间消失了神情 水晶宫前 三只异兽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时尴尬的沉默无声 离开了重谷 萧妻迅速回到猎战车 刚一进舱门 就听到阿雅公主 急到 七哥 糟了 好像整个荒原的荒兽 全都暴动了 他们有规律地围住了四座城市 已经在疯狂地进攻了 怎么办啊 萧妻已愣 怎么重谷里的荒兽 没有变化呀 不知道 但是其他地方的荒兽 确实已经围住了四座城市 开始大举进攻了 一旁的小雨滴 也神情紧张 叔叔 真的 我收到了小剑传来的信息 难道武尊家快进度了 什么原因让他破釜神州了呢 他在地球那边搞的小动作 不搞了吗 萧妻眉头紧皱 飞快地思索着 片刻之后啊 心里得出一个结论 太乙真人和哪吒他们 都中了自己的暗示之眼 如果他们露馅被杀 自己一定会有所察觉 眼下他们几个家伙完全无异 这代表武尊并没有识破 他们被暗示的状态 那促使武尊破釜 陈州提前执行他计划的原因 就只有地球那边出岔子了 一定是他派去地球的 逆天道成员 行动受阻 或者干脆就已经被人搞定了 所以呢 他才不再理会地球天庭 决定直接执行他的计划 看样子啊 一定是水心他们搞定了逆天道的成员 既然武尊已经苟急跳墙 那自己得配合他 完成这女娲能量的收集和转化了 想到这儿啊 萧妻立刻让小雨滴和阿雅公主 回到驾驶位 全速回城赶去圣王城 小雨滴啊 小剑还说什么了 圣王城现在状态很差吗 没有 小剑说他有个厉害的大家伙帮忙 暗政解决了不少青武尊派的精灵人呢 包括帕卡将军在内 啊 帕卡被他们搞死了 萧妻顿时一愣 嗯 提小剑的意思是这样的 他说他那个大块头的朋友好厉害 动不动就变成一只巨大的猴子 战斗的时候 等会儿 变成猴子 萧妻惊喜地问道 是啊 变成一只巨大的金毛猴子 萧妻呆了呆 突然哈哈大笑 那奶奶的 这一定是小六进城去了 看样子 能阻断我们的血气联系的 除了距离之外 还有这城市的防护罩啊 叔叔 你认识那个大块头 小雨滴诧异地问道 嗯 那是叔叔的仆人 行了 小雨滴 全速前进 咱们杀回圣王城 萧妻双眼金光四射 盯着远方隐隐透射光亮的圣王城 尝出了一口气 最后的决战开始了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310集 终极较量 圣王城周边 方圆千里之内 涌现出疯狂的兽巢 这是几千年来难得一遇的罕见兽巢 外面的荒兽就像是疯了一样 从四面八方涌来 汗不畏死地冲击着圣王城的防御系统 甚至那些平速生活在几十万公里以外的罕见荒兽 都已经脱家带口 举足进攻 圣王城里全民皆兵 在水晶圣王和另外两位水晶武士的带领下 所有的紫金和白银武士全都投入战斗中 其余的青铜武士跟平民 负责善后和医疗工作 天上密密麻麻上千辆列战车 同时启动 在天上阻击荒兽 表面上看 圣王城防御相当不错 竟然有虚 可是坐镇中央的水晶圣王 却是神情猙獰 额头青筋暴跳 这种罕见的兽朝动乱极不寻常 爱情很大 荒原面积广阔无边 外面生存的荒兽根本无穷无际 像这样耗下去 迟早圣王城和另外三座小型城市 要毁在兽朝里 而且眼下的防御 还是建立在荒原那些 有名的荒兽煤道场的情况下 比如魔龙崖的魔龙 比如毒蛊蜂群的种族 比如虫蛊的虫子 最可怕的还要属爱情的暗面里 那些攻击力超强的圣亚哥虫族大军 那些虫子可是由兵种配合的 一旦他们冲出黑暗 参与围剿城市 恐怕顷刻之间 圣王城就会烟消云散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呢 为什么突然之间会产生这么庞大的兽巢呢 水晶圣王站在圣域皇宫的楼顶 看着远方不断闪烁的天空 心里产生了一种绝望的危机感 突然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射来两道身影 正是纳古若和囚银 囚银一落地 立刻冲着圣王击到 圣王 独骨封群终于大规模入侵了 外面的列战车队必须撤回 否则不行 列战车一旦撤回 地面的通道就再也守不住了 那等于要放进所有的荒兽进场 进行肉搏了 开机毁灭程序 协助列战车顶住 能顶多久 顶多久 水晶圣王当即立断 一口回绝了 圣王 这样硬顶 列战车伤亡惨重啊 纳古若声音沙哑地说了一句 不然呢 战时的使命就是体现在这个时候 否则 难得要那些普通的民众去顶吗 立刻照办 是 圣王 纳古若和囚银闪电般地离开 水晶圣王紧紧地握着拳头 看着远方城市上空 似乎不断有亮点坠落 掉下半空 用力过渡之下 一双铁拳 血水直流 某一刻 突然身旁人影一闪 武尊背着双手出现在一旁 老师 圣王心交了 老师 此等寿朝千年罕见 恐怕这一次 圣王 有老夫在 不会让圣王成出事的 可是 老师尽一人之力 圣王差异 再有一时三刻 四周 寿朝会达到顶盛时期 到时候 就该是圣王动用终极能量的时候了 水晶圣王一听到终极能量 突然眨了眨眼 眼神深处闪过一抹绿色的光芒 是 老师 是该动用终极能量的时候了 再不动用 恐怕精灵人将会在爱情上彻底消失 烦请老师 开始做准备 嗯 老夫 这就去为圣王 做好一切准备 说完 闪身离开圣域皇宫 出现在皇宫地面的大门外 那里啊 并排站着四个黑袍人 武尊皱了皱眉头疑惑的说 杨检呢 回武尊 杨检失踪了 失踪了 什么时候的事 罗某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武尊神情阴厉 目光闪闪 四周打亮几眼 接着一扭头 冲着身后四人挥手说 不用那个废物了 你们跟我来 说完呢 带着四个黑袍人进了圣域皇宫 一路往地下室走去 圣域皇宫的地下有个神秘的空间 那里是整个圣王城最隐秘的所在 因为那里就是爱情人进行能量融合的地点 爱情上的精灵人 天赋聪颖 研究出能量融合和转化的法门相当强大 这宫殿下面的神秘装置 能将星球外面女娲血肉形成的火焰洪流 融合成宇宙能量 一点点存储到爱情上 加以利用 同时呢 这装置也是爱情圣王城最后的防御手段 以最大程度的能量转化之法 可以将所有能量以放射状射向城外 进行无差别毁灭性打击 武尊要的就是这最后的防御手段 最大化转移能量 可惜啊 这种手段不到最后关头 圣王是不会使用的 武尊虽然得了纳摩的血眼浮屠 可惜他不会施展佛门功法 暗示只眼的威力大打折扣 即便能控制住圣王的一切行为 却没办法动摇他使用终极力量的决心 无奈之下 只好舍本出没 武尊花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用来操控爱情荒原上的荒兽 利用他们造成灭城的危机 迫使圣王使用终极力量 原本这个行动还不到时候 可是呢 自己送出爱情的那几个逆天道的成员 一个个陆续失去了联系 那证明在地球的行动失败了 不管是谁破坏了 恐怕他的存在都已经彻底暴露 威免夜长梦多呀 干脆开始执行最后的计划 于是圣王城外面 就有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兽朝暴动 终于啊 圣王同意使用终极力量 只要他同意就好 一旦神秘设备开始疯狂的吸纳 星球外面的女娲能量 自己的计划 将再也无法被阻止 到时候就能达到自己一直以来的目的了 即便以武尊的实力 此刻也微微有些激动 终于不用再守在这破烂星球 没有美女 没有美酒 更没有英格厌恶 这种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 武尊带着四个黑袍人 来到圣玉皇宫 地下另外的一处暗室里 那里面是武尊准备用来转移中级武器的能量的装置 他站在那超级巨大的装置面前 简单调试几处设置 接着扭头看向四个黑袍人 低声叮嘱了几句 随即身形一闪 离开了暗室 等他一走 四个黑袍人相互看了一眼 站在最中间的伸手 摘掉自己的面罩 正是摩艳圣君 罗奥 此时的他 双眼闪动着诡异的绿色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型装置 塞进耳朵里 片刻之后 轻声说了一句 已经控制了能量转化装置 你可以来了 位置是 交代完毕 随手取下装置 握在手心 猛的一用力 就听啪的一声响 一阵清烟 从拳头里 一散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第一千三百一十一集 争分夺秒 抢夺女娲能量 离开了暗室 武尊一路直奔皇宫下面的终极武器室走去 路上 脑子里一直思索着 杨简的缺席 十有八九啊 跟那个地球人消气有关 这个人突然消失了 应该是离开了圣王城 去了爱情荒原里 为什么自己对这个地球 楼椅这么在乎呢 总觉得他有问题 之前从地球传回来的信息 那边的逆天道成员 行动进展就不顺利 就是因为这个消气的原因 甚至天庭率印 也是被他搅和的 失去了控制天庭的机会 可是他意外到了爱情上 却在悠悠城里犯下血案 跟精灵人成了不共戴天的死仇 这也让自己暂时放松了 对他的监控 难道自己错了吗 武尊走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 心里别扭的感觉越来越重 正当他想回头的时候 突然耳边传了掠空声 紧接着水晶圣王 圣王后 纳古若 囚音 包括四大长老 三大将军 一起走了进来 他们这是准备启动 终极武器了 这个时候 武尊怎么可能随意离开呢 只好暂时抛开 对萧妻的烦恼 冲着圣王 攻身抱拳说 圣王 外面黄兽已经达到高潮了吗 没错老师 魔龙 独骨风群 宠骨万兽 再加上其他几只 顶级的荒兽 全都聚集在圣王城之外 恐怕再不动用终极武器 圣王城就要支撑不住了 好 武器正当用事 走吧 是老师 圣王一挥手 所有人迅速走进终极武器的神秘密室里 别说武尊 就是其他两位水晶武师 包括四大长老三大将军 这都是第一次见到圣王城的终极武器 那间漆黑的密室 占地足有八百多平方 一组组阵列式的神秘仪器 排列组合成六边对称结构 乍一看上去 像是雪花的晶体结构一样 这些神秘的东西嗡嗡响着轰鸣声 里面缓缓流动着像血一样阴红的液体 列阵的正中心 有个大致成人形的小空间 那里就是水晶圣王一会儿要进去的地方 能量转化装置 将星球外围的能量全部抽取下来 经过转化 通过水晶圣王的身体 以密法控制 传导进圣王城四周的毁灭武器里 到时候一个亿年进去 能量武器像天女散花一样 像四周千里之内 喷射超强的能量光珠 这种杀伤力是毁灭级的 在所有人都震惊过后 水晶圣王跟圣王后两人 开始进入其中的一间小型控制室里 秘密的操作着一些按钮 数据之后 一股股恐怖的波动 开始向四周荡漾而出 整个终极武器阵列开始嗡嗡巨响 不断震颤 像是要爆炸了一样 如果从外太空看去 整个爱星表面的火焰洪流 诡异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从漩涡的位置开始 所有的火焰洪流高速旋转 向爱星上涌去 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与此同时 爱星入口处 萧雅时和萧萧已经做好了 要进去的准备 萧萧真是豁尽了全力 展开闪电急速 从张家界天坑里 被萧雅时困住的地理老祖 李旭辉身上 取出了次元件残片 接着又悄无声息的返回天廷 赶到银河尽头 萧雅时对他的疯狂 也是哭笑不得 真是有自己的影子 也不管那爱星上 到底有什么危险 反正是硬生生 瞒出了落水星和木野结他们 义无反顾的 要跟自己进去 算了 进就进吧 现在两个人手里 刚好有两片次元件的残片 这东西应该能让两人 避开次元空间 直接踏见爱星 即便真的在后面遇到了危险 大不了自己打开 一次元空间 带着萧萧 先进去避避再说吧 想到这儿啊 深吸了一口气 把所有的细节回顾了一遍 应该是没什么漏洞了 接着 伸手拉起身旁的萧萧 两人同时激发次元件残片 随着一阵光影闪烁 两人的身影突兀的消失 当萧亚石和萧萧发现自己正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往一个星球上掉落的时候 心中大吃一惊啊 这么强大的重力 简直恐怖 萧亚石一把搂住萧萧 彻底爆发小宇宙 念动力全开 护住两人 同时呢 吃惊的看着下方 好像有一团惊人的火焰洪流 带着一点尾巴 顺着一个旋转的漩涡 吐的被吸了进去 那个旋转的漩涡吸力极大 自己竟然有些稳不住身体 萧亚石双眼闪过七彩光芒 眼睛看着漩涡升起的方向 伸手往空间中一拍 一声娇吃 半空中 突兀的裂开一道有黑的缝隙 萧亚石紧紧搂着萧萧 身子一扭 直接钻了进去 圣王城底下 卢傲所在的密室里 萧七的身影诡异的出现在密室的中央 他脸上满是急迫 甚至来不及跟众人打招呼 一个剑步冲到大型设备旁边 手边光芒一闪 紫霞的身影出现在设备平台上 这里是武尊抢夺能量融合的枢纽所在 圣域皇宫地下的终极武器 早就被武尊私下里更改了路径 天上的庞大的能量吸收下来 只会进入这个能量枢纽里 成为他推动爱星撞上地球的强大动力来源 而萧七的计划 就是趁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偷偷将女娲的能量 彻底灌入紫霞身体里 紫霞体内有女娲心脏的碎片 也就是女娲时的碎片 所以呢 能够完全接受女娲能量 刚把紫霞放好 能量中枢上轰隆一声巨响 一股血色的火焰洪流 带着无与伦比的震荡波 灌进了紫霞的身体里 这强大的能量 砰的一声 把萧七震飞出去 与此同时 紫霞身体剧烈扭曲 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 此时呢 终极武器势力 已经进入人形 装着的水晶圣王 一脸惊骇欲绝 天上的能量 已经吸收下来 却诡异的偏离了轨道 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见到这一幕啊 武尊脸上突然浮现出 疯狂的笑意 仰天狂笑 意态张狂 看着水晶圣王 和密室里所有人吼道 终于到了这个 你们这些卑微的蝼蚁 连带着这颗破烂星球 彻底跟地球同归于尽吧 你果然不怀好意 你这么多年苦心精英 就是为了劫走 终极武器的力量 毁了我爱心圣王城 突然圣王后看着武尊 冷冷的问了一句 武尊突然一愣 看了圣王后一眼 下一刻灭色巨变 扭头就往外冲了 因为她感觉到 自己的转化中枢里 好像并没有能量储存下来 这不可能啊 怎么会出现这种意外呢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312集 运气也是一种实力 武尊扭头刚要离开终极武器时 就听水晶圣王一声怒吼 咬人 迷惑我们这么多年 岂容你说走就走 说完呢 浑身气息暴涨到顶点 一拳轰了过去 与此同时 球阴和纳古若 包括四大长老三大将军 全都彻底疯狂起来 将力量运至巅峰境界 汗不畏死的扑向了他 只有圣王后躲向远处 他的胸口 一个小型的装置将眼前的一切 全都拍摄下来 武尊骤然遭袭 还真是愣了一下 没想明白 一直敬自己如父的水晶圣王 怎么敢对自己大打出手呢 可是 当他看到水晶圣王眼中闪过的绿芒时 顿时心中一震 那是暗示只眼的效果 而且那种感觉比自己纯正的多 难道纳摩还没死吗 不可能啊 他的气息彻底消失了 关押他的玻璃床上 甚至有他遗骸灰尘的味道 到底是谁呢 竟然还有人能够使用暗示只眼 破坏自己的行动 武尊心中恼怒 一声狂笑 终于使出了真正的力量 他的双眼闪着骇人的七色神光 一双铁拳 剑步融发的 跟身边的人 硬碰硬的对了一拳 就听一连串的闷哼声响起啊 除了三大水晶武士 其他人全都被阵飞出去 一招就已经被阵的尾盾在地 三大水晶武士也不好受 人人被阵的蹊跷流血 浑身酥乱 武尊计划败露 杀其张狂 阴森森的看着水晶圣王 咬牙切齿的说 一群蝼蚁渣子 都给我去死吧 说完猛的一挥手 扫出一道狂猛的进风 电光火石之间 就听轰隆一声炸响 一只巨大的金毛猴子 出现在众人面前 挡住了武尊这一击 虽然金毛猴子被震退了术步 可并没有受伤 反而像是激起了凶性一样 手里金光一闪 一根粗大的金色铁棍 幻化成形 接着呀 冲着武尊一声咆哮 轮着铁棍就砸了过去 武尊心中一惊 这只猴子修为非同小可 刚刚跟自己对了一招 竟然仅仅是被震退术步 真要收拾它 恐怕得花费不少功夫 不行 能量转化中枢 那里有一场 得先去看看 想到这儿 武尊一声冷横 突然伸出手指 指尖闪烁起刺目的光芒 他的手指在空中一闪而逝 竟然凭空换出了一只 奇形怪状的异兽 这只异兽的形象 就像是一只 没有壳的王八一样 人力而起 身高不过一米 双手握着两根黑色的尖刺 闪电般的冲向巨猴 两者立刻颤抖起来 趁这个机会 武尊身形连闪 回到自己的密室里 进去一看 里面早已是人取镂空 别说四个逆天道的傀儡了 就连能量中枢里的 吸纳过来的能量 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刻呀 武尊简直觉得 自尊受到了极大的羞辱 暴跳如雷 疯狂咆哮 浑身的能量不受控制的荡漾起来 猛的一跺脚 竟然从地下直接穿透了圣玉皇宫 冲天而起 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声响 圣玉皇宫被他一撞之下 彻底坍塌 武尊闪身来到空中 眼睛里一直闪烁的七彩光芒 疯狂的看向四周 同时怒吼咆哮 谁 出来 蝼夷 给我滚出来 某一刻呀 神情一动 猛地扭头看向一旁的虚空 一拳击了出去 藏头漏尾 给我滚出来 又是轰隆一声乍响 空间里黑影一闪 一道身影竟然电射般地射了出来 瘫降百米开外 脱口惊道 好厉害的能量 一看到出来的人影 武尊原本疯狂的脸上突然一愣 接着凶狠地说 两个女人 你们身上竟然有九界的力量 刚被他一拳轰出来的正是萧雅实和萧萧 本来为了躲避那股能量漩涡呀 萧雅实躲进了一次元空间里 再次利用次元间的能力逃了出来 而且呢 他是奔着能量漩涡的方向追来的 毕竟 有个目标 或许这里可能找到萧綦 没想到啊 刚划破虚空障壁 就被一股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轰出来了 等看到远处那张狂的身影时 再听到他的话 萧雅实深吸了一口气 沉声说道 看样子 你应该就是那个武尊了 他的话音刚落呀 就听到地面上某个方向 响起了一阵吼声 我靠 石石 萧萧 你们两个臭丫头 怎么过来的 接着啊 一道身影瞬间出现在萧雅实的身旁 一把搂住他们俩 小七 爸爸 萧雅实和萧萧浑身俱阵 惊喜的脱口叫了起来 实在是没想到 刚下来就找到萧綦了 其实他们不知道 萧綦完全是被他们逼出来的 本来成功偷走了女娲的能量 甚至都没时间让子霞好好吸收 就把她塞进了虚空纳界里 接下来呀 就是得全力找回次元件的残片了 之前她已经收回了太乙真人 罗奥和杨俭身上的残片 再加上自己的一共四天了 哪曾想还没等脚底抹油呢 就发现萧雅实跟萧萧竟然被五尊一拳砸出来了 这巨大的震撼让她呆了好半天呢 此刻抱紧了萧雅实和萧萧正想说话呢 突然神情一阵接着狂喜 我的天哪 你们俩身上竟然有残片的味道 哦 你说次元件的残片呢 有啊 弄了两片 萧雅实冲她挥了挥手上的残片 萧其激动的上去一口就亲在萧雅实的嘴上 接着扭头又亲了萧萧的脸蛋一口 疯狂大叫 哈哈哈哈 真是我的宝贝 你们俩简直就是爱心的救世主啊 这时啊 站在远处的五尊已经渐渐恢复冷静了 与此同时呢 地下爆起巨大爆炸声 紧接着六尔弥猴 摩艳圣尊罗奥 杨简 太乙真人 哪吒之女 包括水晶圣王 纳古若 囚音 以及圣城四大长老 同时飞上天空 这些人将五尊团团围住 萧其迅速收起刺元件的残片 对萧雅实和萧萧说 是是 萧萧 跟我去救老妈 什么 萧阿姨在这里 萧雅实顿时大喜 爸爸 你生奶奶也在爱心上啊 萧萧却惊喜莫名兴奋不已 还没等萧七说话呢 远处的五尊阴声说道 就这么想走了 我数千年的大忌 被你毁于一旦 你想走 问过本尊了吗 靠 不让我走 你想干嘛呀 难道坐下来陪你喝茶聊天吗 就算你收了爱心外面的能量 本尊也有办法毁了这里 用不上半个时辰 这里就会被荒原荒兽攻破 你的美梦破灭了 难道你没注意 外面已经没有乱七八糟的叫声了吗 五尊神情一动 突然面色大变 瞪着一双七彩眼眸 看向城外的方向 圣王城外面竟然密密麻麻 停满了无数的圣亚歌虫组 这些虫子居然诡异的一动不动 而之前聚拢在圣王城周围的那些荒兽 绝大部分成了圣亚歌虫的美食 胜于灵质稍高的 早就逃离这里了 突然呢 五尊的眼光聚焦到某个地方 那里悬浮着一个光头和尚 少年模样 他突到门上啊 正盘着一只亮光闪闪的肉虫 那是圣亚歌虫王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第1313集 至之死地而后生 五尊看着外面无边无际的 圣亚歌虫族 心中的震怒越来越生 数千年的谋划 竟然顷刻间毁于一大 都是这个地球人消息 实在没想到 短短数日时间 就把自己的大忌给破坏了 既然这样 那就来硬的 这些卑微的蝼蚁 全都去死吧 五尊脸上青筋暴跳 面目猙獰 浑身的气息越来越狂暴 越长越高 渐渐的 他身上的能量 跟四周的空间产生摩擦 相互激荡 竟然在圣王城里 催生出了树谷巨大的火焰巨峰 所有人都惊呆了 甚至包括萧綦 这是他真正的第一次见识到九界中人权力示威是个什么结果 他身边的狂暴力量早就震开了所有人 甚至自己也被推到了百米开外 五尊就像是一尊杀神一样 浑身上下放射出万道霞光 张开双手 怒声咆哮 卑微的蝼蚁 接受真神的制裁吧 他的声音像是能够穿金凿银一样 响彻整个圣王城 甚至已经传出了外面荒原之中 见到如此威势的五尊 萧綦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放开萧雅师 脸上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凝重 是是 带着磁元剑残片跟萧綦一起 去宠古堡老妈救出来 小雨滴会给你们带路的 说完呢 身旁光影一闪 放出了小雨滴 小七 你干嘛 我们不是一起 是是 你看到了 五尊的实力 根本不是这里的人所能抵抗的 如果我一离开 根本逃不出她的追杀 想得到最后的胜利 就必须救出老妈 相信我 可是 爸爸 我不要你 萧綦猛的扭头看向萧雅师和萧萧 双眼爆射神光 怒道 听话 赶紧去 迟了老子也得死在这里 是是 你知道这个结果 如果没有我顶在这里 没人能离开 快走 说完呢 不再理会两人已经泪流满面 身形一闪冲向了武尊的身旁 萧雅师浑身颤抖 用力咬着嘴唇 眼睛里的泪水渐渐变成了一片清光 神情渐渐转成冷漠 接着呀 一把抱起萧萧和小雨滴 以一种恐怖的速度 往虫骨的方向冲去 天上的武尊正在无限制的提升力量 眼角余光扫到萧雅师离去 顿时大怒 一声狂笑 想走 一个也跑不了 说完呢 随手挥出一道刺目的金光 射向远处的萧雅师 可惜啊 金光刚射到一半半空中人影一闪 萧綦浑身绽放着刺目的光芒 直接一拳轰在了那道金光上 就听轰隆一声巨响夹杂着萧綦的闷横声 他亮枪后退几步 卸掉拳上力道 有点意思 值得我刑绝稍微认真一点 有点意思 刑绝仰天狂笑 慢慢转向萧綦的方向 脸上神情残忍而猙獰 萧綦头皮有些发麻呀 今天这一战是自己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战 实力跟刑绝差距太过悬殊 就算自己再收了刺猿剑 也远远不是刑绝对手 这个家伙恐怕挥手毁灭一颗星球 也不在话下 今天唯一的胜算就是 萧雅师能及时赶到宠谷 把老妈救出来 然后老妈再及时的使用密法 把七叶和夏寒若叫来 不管这中间哪个环节 耽误了时间或者没做好 最后的结局肯定是全军覆没 而且地球和爱星 将彻底从宇宙中消失 萧綦猛的一咬牙 目光灼灼的看着刑绝 沉声说道 我知道你是九界中人 也知道你千方百计 想毁灭的东西是什么 我只想问一句 如果九界知道你插手外星球的事 并且设计颠覆爱星和地球 你会受到什么惩罚 你想多了小子 九界不会知道 因为没人能把这里的消息带出去 你真的觉得没人能出去吗 如果我全力逃走 你又有几分把我能拦住啊 说完了 萧綦也豁出去了 体内开始疯狂融合五行元素的能量 同时把混沌体脉上的五剑上古神奇的力量 也融合进去 这一次战斗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自己要是没有死的觉悟 恐怕根本坚持不了几招 就会被他当场击杀 所以呢 这一次真的是不要命了 融合的力量在萧綦体内爆炸了一样 他的身体周围也开始鼓荡起剧烈的能量风暴 只是 他的样子相对比来说 实在凄惨了一些 五行元素之根的力量 加上上古五大神奇的力量 就这样融合在一起 简直就是重磅炸弹 萧綦被狂暴的力量撑得浑身浴血 肉体寸寸开裂 这种情况简直糟糕至极 不能再等了 手中突兀现出了诸神黄昏 一声怒吼 六道 雷暴阴阳 诸神黄昏带着恐怖的雷霆之力 疯狂向行爵扑了过去 而萧綦的样子 也让行爵微微有些愣神 他根本想不到一个地球人 竟然能把能量运用到这种程度 他的力量层次 已经快要接近自己的级数了 这怎么可能啊 眼看着雷霆逼近 这才恍然回神 怒声咆哮 挥动一双铁拳轰了过去 两人这一交战 圣玉皇宫周遭千里之内 直接毁于一旦 之前围在刑局身边那些人 修为稍微低的 已经彻底被挡在外面 这里面只有水晶圣王 摩艳圣尊罗奥和六尔弥侯 汉不畏色的冲进战团 尽一切可能 牵扯刑局的经历 而这三个人里 就属六尔弥侯最疯狂了 他的命运是跟萧綦连在一起的 当萧綦体内能量融合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了一阵死亡的威胁 如果不尽快搞定刑局 或者减缓萧綦的消耗 恐怕呀 他们两个根本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所以 六尔弥侯也存了必死之心 直接献出腰身法相 疯狂战斗 这一番厮杀 简直惊天动地呀 其他那些修为不够的 没办法去参战 只能分散四周 将圣王城 还幸存的精灵人 以最快的方法 护送到城市边缘 躲进地下避难所里 半空中 轰轰乍响 光滑闪烁 混战中 萧綦的肉体 毁灭的速度越来越快 肉身根本扛不住 强大的能量激荡 眼看就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脑海中突然想起了一道声音 萧綦 到了老朽做些贡献的时候了 这是炎帝的声音吗 萧綦百忙中回了一句 炎帝 你想做什么 你们几个这样耗下去 补出一时三刻必死无疑 这个五尊实力高强 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幸好老朽还可以做点贡献 炎帝 你想干什么呀 还记得墨语妖花吗 把墨语妖花交给老朽 再把老朽放出去 这最后一丝残念 将会彻底引爆 所剩无几的灵力 将墨语妖花燃烧起来 墨语妖花不但有 神魂融合的功效 同时也带着 无与伦比的剧毒 这种毒 或许会对五尊 产生些许影响 炎帝大人 消极 不用说了 老朽能感受到你的心情 这是老朽能为地球的生灵 做的最后一点贡献了 快 痴恐不及 萧綦用力咬咬牙 萧綦多谢炎帝 悲悯苍生 多谢救命之恩 接着心念一闪 直接将炎帝和墨语妖花 甩了出来 同时一声狂笑 所有人后退千米之外 刹那间 空中荡漾出 一股恐怖的死亡气息 这种气息 甚至让刑绝都微微愕然 那是什么东西啊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314集 惨烈血战 由于炎帝的残念 还是在牛郎的体内 所以半空中啊 所有人见到的是 牛郎的身影 出现在刑绝面前 同时啊 刚刚围攻刑绝的人 全都闪电般退向千米之外 牛郎 突然间 一阵凄厉的叫声 从远方传来 一道身影 风驰电掣 向往牛郎的方向冲去 萧綦心中一抖 那是织女 身形连闪 请客间挡在她的面前 一把搂住她的腰身 直接用蛮力夹着向远方闪去 就在这时 空中的牛郎诡异的 爆成了漫天精血 这些精血像是活物一样 将一颗颜色漆黑的小花 揉成了一片黑雾 几乎是眨眼间 就把刑绝包裹进去 这黑雾给人一种 死亡的毁灭感 即便萧綦 都不敢再凑过去 总感觉沾上一点 恐怕就是不死不休的下场 黑雾中啊 突然传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声 接着就见那团 黑雾像是沾上了刑绝的身体一样 在半空中闪电般的窜来窜去 萧綦知道 那是炎帝利用最后一脸清明 控制着剧毒 不断消耗刑绝的能量 趁着这段时间 萧綦也开始快速的恢复力量 她来不及跟侄女解释 直接一掌砍晕她 塞进了虚空纳阶里 接着疯狂取出盘桃 和无数的仙品仙丹 不要命的往嘴里吞 同时 甩出数颗仙丹给六尔弥猴 罗奥和水晶圣蒙 这来之不易的喘息机会 让四个拼命的人得到了短暂的休息 尤其是萧綦 在坚持片刻 她的肉身就得分崩离析 数五席之后 刑绝终于震散了漆黑的毒物 闯了出来 可是看到她的样子呀 所有人心里都是狠狠的抖了一下 这九界中的强人 高于大部分宇宙生灵的存在 竟然被剧毒雾气腐蚀的身上满是烂肉 脑袋上的头发都掉光了 一只眼睛甚至也枯萎了 浑身颤抖 悬在半空中呼吱呼吱 喘得粗气 萧綦心中震撼了 没想到神农式的毒物竟然有这么强大 突然心中微微一动 扭头往虫骨的方向看了一眼 顿时狂喜 那里有种可怕的能量波动正在散开 看样子呀 自己老妈应该成功获救了 而且她一定是利用水晶宫里的能量 在召唤七叶和小仪 这时天上的刑局也感受到能量波动 顿时面色大变 猛的咆哮不止 连那最后保底的手段竟然都被破坏了 这怎么可能啊 那里的封印 这个星球上没人能够破开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哪里出了问题呢 刑局已经有些混乱了 一来被剧毒折腾的够腔 二来呀 这一切匪夷所思的变化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眼看虫骨那边能量慢慢扩散开来 刑局再也忍不住了 发出一阵阵狂吼 身形一闪 就要往虫骨的方向冲去 萧綦脑子里飞快的闪过一个念头 接着呀 竟然连去了融合的力量 同时祭出索妖塔和虚灵径 一边疯狂从虚灵径里召唤出强大的异己灵兽 另一方面 把锁妖塔震向刑局头顶 接着扯着脖子狂吼 兄弟姐妹们 不要拼命了 全力阻止刑局就可以 不管用什么手段都赶紧上 就在他狂吼的功夫呀 刑局已经摆脱了异兽的纠缠 冲出了圣王城 外面 盘膝悬空而坐的如来 突然换出通天法相 双手施展佛音 口中缓缓飘出佛音缠唱 念起了金刚降魔咒 一听到这经文呢 四周无边无际的圣雅歌虫 顿时躁动起来 那些变异的可怕的飞虫 铺天盖地的向刑局围了过去 一时之间 圣王城外面出现了一个 令人震惊的场面 几乎是虚语之间 半空中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虫球 萧綦等所有人展开身形 冲出圣王城围在四周 轰隆一声乍响 巨大的虫球被炸成了粉碎 五尊浑身像是鼓荡出了 风刀一样的气息 可是他的样子 也再度变得相当狼狈 身上的衣服已经彻底没了 光着屁股 披头散发 狼狈至极 紧接着 从圣王城的方向 竟然瞬间升起 十二道刺目的能量光柱 这些光柱 原本是圣王城的最强防御力量 号称毁灭武器 现在已经毫无顾忌地 设下了刑局 在一连串巨大的暴鸣声中 刑局的身形不断被砸向地面 虽然他已经气得暴跳如雷 这些能量柱也没法给他造成太大的伤害 可是 真的已经彻底缠住他了 刚摆脱能量柱的攻击 萧綦从徐灵境里又招出了无数异界凶兽 同时 头顶的索妖塔光芒大方 压力越来越重 眼看着那些异界凶兽 只能维持片刻阻碍 如来佛祖在此发出真言法咒 无穷无尽的盛亚歌崇 也跟着异界凶兽 重新缠上刑局 从刑局出来到现在 几乎是寸步难以 这些乌起巴扎的手段 虽然不能造成太大伤害 可是简直让他疲于应付 某一刻刑局几乎忍无可忍 终于想放大招了 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上 萧綦怎么可能让他拖走啊 连忙闪身拦到前方 左眼金光大盛 眼球中浮现出了巨大的万子金钟 接着呀 就见他双手作印 口中怒吓 林 兵 斗 乍一见到萧綦 施展出九字真言大明咒 如来佛祖突然微微一笑 身后的通天法相 竟然也脱离本体 庄严肃穆的喝道 林 兵 斗 很快呀 两道声音渐渐重合 施展出的手印 也跟着重合起来 眨眼间 九道真言手印 在行诀身体周围放射金光 萧綦和佛祖的通天法相 同时一声抱贺 拨惹诸佛 九字真言 震 随着一声震 九道真言手印彻底将行诀束缚在原地 这还没完 萧綦的样子相当古怪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 双眼隐约闪烁起七彩光芒 同时所有人都吃惊的发现 他的战斗意识竟然越来越强烈 越来越可怕 刚施展完九字真言 马不停蹄的一挥手 竟然取出了伏羲 接着就见萧綦 盘膝须旋半空 面容肃木 双手在伏羲上轻轻一扶 刹那间 天地动荡 震人心魄 那双手像是带着无限的魔力一样 不断轻浮挥动 一阵阵古傲的琴音响彻夜空 四周所有的荒原荒兽 全都安静的折服下来 趴倒一片 而魔艳圣尊 罗傲和六尔弥猴等人 也不由自主的落下地面 半跪在地上 只有佛祖面带微笑 重新盘膝 悬浮半空 闭上双眼 轻声吟唱起金刚精来 这金刚精 跟伏羲琴的琴音相得一张 配合着九字真言密法 居然把刑爵 牢牢的束缚在半空中 战局转折的有些突兀 可是其他人不明白 被困住的刑爵 却浑身大针 面色巨变 突然仰天一声长笑 齐夜 你有种 等回到九界 我刑家比拿你十万 说完就见他浑身 血光绽放 轰隆一声 炸开了层层束缚 一道七彩光芒 冲天而起 迅速消失在宇宙星空之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315集 重归原点 刑局消失 萧七像是耗尽了所有精力一样 眼前也黑 直接栽倒下去 紧接着 人影一闪 萧雅是瞬间出现在她的身旁 直接一个公主抱 把她抱在了怀里 低头看到她一眼 松了口气 幸好啊 来得及 爸爸 爸爸 萧萧也冲了过来 急得一把抓住 萧七的胳膊 没事 萧萧 你爸爸死不了 萧雅是淡淡一笑 接着扭头 看向水晶圣王 轻声说道 圣王 爱兴危机已经解了 武尊已经离开了 没了她的力量支持 爱兴和地球之间的 次元通道 很快就会消失了 所以 你们 这是要离开了吗 水晶圣王盯着她怀里的 萧七 低声问了一句 对 必须马上离开 否则次元通道 一带消失 这里距离地球 可就不止十万八千里了 听了萧雅时的话 六尔弥虎和卢奥等人 全都不声不响地 闪到她的身后 这时啊 如来佛祖 突然来到水晶圣王面前 温和地笑道 圣王 这一节 我以为爱兴人伤亡惨重 但是 有因必有果 没有这一节 也没有爱兴未来的繁荣 说到这儿 伸手将头顶的那只肥硕的肉虫拿了下来 直接放到圣王的手里 轻声笑道 这是圣雅哥 虫王 已经被老僧驯服 日后 可以成为圣王手中力量 凭借此虫 爱兴再没有威胁圣王城的存在了 说完 转身回到萧雅时的身后 水晶圣王眨了眨眼 将手中的虫王交给身旁的球阴 接着呀 抬头看向萧雅时 请问 在你们走之前 萧先生还能醒过来吗 本王向亲口向他道谢 圣王客气了 而且你也不必道谢 小七在这里的所作所为 我在小雨滴那里也听到了 他造成了悠悠城的宣案 这也仅仅是赎罪而已 不 在本王心中 一马归一马 好吧 小七可能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 圣王的蜥蜴 试试带你转告小七吧 还有 田小剑和小雨滴 我们带去地球了 你的女儿 被我留在了远处那辆列战车里 或许咱们以后没有机会见面了 就此别过 说完 萧雅师抱着萧七 身形缓缓升空 向漆黑的天幕飞去 地面上 圣王带着一众精灵人 依依不舍地追上半空 某一刻呀 从圣王城里冲出一道身影 疯狂地大声几呼 七哥 七哥 等等我 声音凄厉无意 带着极度的不舍 萧雅师身旁的小雨滴轻声 说了一句 那是尼亚姐姐 她 她跟小七无缘 萧雅师淡淡一笑 摸了摸小雨滴的脑袋 数息之后 所有人都来到了爱星外围 漆黑的星空中 能看到满天星斗璀璨 之前围在爱星表面的火焰洪流 已经彻底消失了 头顶上方能看到正在缓慢缩小的次元通道 萧雅师回头看了一眼爱星 下面的圣王等人 没能力进入宇宙星空中 已经消失在视线之外了 走吧 咱们回家 说完了 带着所有人化成树道流光 冲进了次元通道里 当所有人都进入通道后 那个洞孔闪烁了两下 扑的一声消失了 从这一刻开始 爱星跟地球再次恢复了 各自独立的宇宙空间 而地球天庭 银河尽头处 一连树道光芒闪烁 眨眼间 一群人现出身形 这些人刚一出现就吃惊的发现 外面密密麻麻 站满了天庭仙众 站在最前面的 正是玉皇大帝 王母娘娘 太上老君 和西方弥勒佛祖 后面诸天神将 星宿天官 几乎整个天庭 清潮而出 一看到萧雅师等人出来 再加上他怀里抱着的消气 顿时欢声雷动 震车夜空 接着呀 树道身影闪出人群 冲到萧雅师身旁 其中落水心狠狠 瞪了萧雅师一言怒道 你这个四丫头 你 妈妈 先别生气了 爸爸的状态可不好呢 一旁的萧雅赶紧大声喊了一句 他这一句话呀 立马把已经暴怒的 落水心木野气和木烟的注意力 全都转移到萧雅的身上 萧雅师和萧雅相互对视一眼 会心一笑 同时呢 嫦娥和九天玄女等仙子 再也不顾周围有人在了呀 全都挤到萧雅的身旁 面色黄旗 眼看女人越来越多 萧雅是无奈 只好将萧雅放在地上 好家伙呀 四周至少十几个角色 妖娆紧张的围绕她 远处的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一看 同时苦笑不迭 看来呀 天庭的仙子 要被她一个人卷走一堆了呀 这时呢 弥勒佛祖已经将如来佛祖揭了出来 这些天界至尊相互寒暄了一阵 玉皇震惊于如来佛祖的变化 总感觉她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接着呀 太乙真人等 神仙纷纷跟玉皇建立 摩艳圣尊卢奥却只是打了个招呼 身形一闪就直接消失了 她好歹是洪荒古仙 不归玉帝管辖 所以玉帝拿她没辙 只能任她离去了 一时之间呢 银河尽头乱哄哄的一片 七天后 天庭摇齿仙宫 萧妻终于悠悠行转过来 睁开双眼后好半天 眼神才聚焦成功 接着呀 像炸石了一样猛的坐起来 惊到 星爵呢 要不是为了守着你 姑奶奶早都跟着姐妹们 去逛三十三成天去了 看到木野奇呀 萧妻的脑子一时 有点转不过来 愣着了半天 突然四周看了眼睛 我回来了 对呀 回来了呗 我妈呢 放心吧 夏妈妈也回来了呢 整个萧叔叔见客呢 木野奇一边说着 一边伸了个懒腰 看着她无限慵懒的身体 萧妻眨眨眼 疑惑地说 就这么回来了 圣王城结果怎么样了 刑局又是怎么撵走的 傻乎乎的 过来坐好 听我给你妈妈说 木野奇娇身着 把萧妻摆弄到自己面前 接着呀 缓缓把爱情上最后的一幕 详细地说了一遍 随意和我笑着说 这就是结果了 满意吗 如果你不满意 那我觉得 可能就是因为 叫那个 妮娅的精灵美女吧 临走时 她可是哭得梨花带雨 杜娟气血的呢 臭丫头 少胡说八道 我对她仅仅是 朋友之间的关怀而已 不过还好 圣王城总算是没被毁了 现在 那条空前通道也消失了 这个结果完美了 是呗 是挺完美的 那 银河尽头那艘船呢 那里面 还存储着地球的灵脉呢 木野奇效的 这就是夏妈妈会课的 主要目的了 有人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哦 谁啊 谁这么牛逼啊 九届寻优史 七叶 还有一个 九届善恶史 夏寒若 啥 他俩现身了 萧綦大吃一惊 脱口惊呼啊 这两个神秘的人 竟然真的出现了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你演播 第1316集 觉醒远古作战基因 听到七叶和夏寒若的名字 萧綦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跳下床 拉着墨也齐的手 就往外跑 琪琪你快呀 他们在哪儿 我去见见 哎呀 你急什么呀 真是的 这两个人早都跟我有纠缠了 这次又是他们救了我 当然得救到戏了 再说了 那个夏寒若 还是我小姨呢 不得认个亲戚吗 不解风情的呆子 任亲找什么急啊 人家一直等着你醒过来 你就知道任亲 墨也齐忧怨的说了一句 听得萧綦心里痒痒的 赶紧一把搂过来 凑到耳边 轻轻亲了一口耳唇 低声说道 琪琪 等回了地球了 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啊 哼 你说的啊 到时候 你要是再有什么屁事 我可不饶你 得令 哎 宝贝 快走 任亲去 萧綦兴奋的一声大叫 扯着墨也齐化成两道金光 飞快的冲向黎恨天 除了太上老君了 三界中没人知道 夏寒若和七叶的存在 当然 这是夏寒若的要求 即便连玉帝和王母 如来和弥勒佛 也都不知道此时 夏寒若和七叶 在老君兜率宫里做客呢 而且兜率宫里 也没有老君的身影 他只是把自己的地方借出来 一共久借了两个 至高无上的人使用而已 若不是因为太上老君 是萧景天的师父 若不是因为萧景天 是夏寒颜的老公 恐怕夏寒若和七叶 也不会留在这里 此时的兜率宫 只有四个人 夏寒若和七叶 坐在宫中的上手位置 而夏寒烟陪着萧景天 坐在一旁 整个过程 萧景天并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拉着夏寒烟的手 一刻也不放开 对于他们俩的状态 夏寒若和七叶 也是无可奈何呀 这种赤裸裸的秀恩爱 其实看着实在是有些别扭 毕竟在他们俩眼中 无论萧景天有多大长进 恐怕都配不上夏寒烟的 正当夏寒烟夏寒若 七叶三人小声交谈的时候 突然呢 兜率宫外面传来了一阵 疯狂的叫声 老妈 老爸 哎呀我来了 哎我小姨呢 还有七叶兄弟呢 接着呀 一道身影闪电般的 冲进了兜率宫里 只有萧七自己一个人进来了 穆也齐知道 他们这种家庭聚会 是不太喜欢有外人在的 所以呢 自动离开 跑去找落水心他们去了 一进宫里啊 萧七一眼就看到了 上手的两个人 其中一个 美得梦幻朦胧 七彩的眼眸 跟自己老妈有几分相似 这个肯定就是夏寒若了 终于看到她了 她身旁坐着的 正是九届巡游史七叶 跟当年在十八年后的末世时 见到的形象一般无二 萧七哈哈一笑 看着七叶说 七叶老乡 你怎么没有变化呀 难道你从来不换衣服了吗 她这句话顿时惹得夏寒若 扑斥一笑 眼嘴轻笑 我的天啊 这轻柔一笑 简直天地色变 七叶哭笑 不得的看着萧七叹了口气 你这小子 越来越没规矩了 萧七兴奋的窜到近前 也不再理会七叶 而是看着自己老妈急道 妈 这个就是小姨吧 嗯 你看她的长相就知道了 还不打招呼 夏寒嫣轻声笑的 萧七立刻转向夏寒若认真地说 萧七 说真的 萧七从心里感激你 如果以后小姨有麻烦 来找萧七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哟 你的口气还不小呢 夏寒若淡淡一笑 轻声回了一句 现在是还差点意思 不过 我还有大把的发展空间呢 未来不可见谅啊 自吹自擂 一个行爵 就能把你折腾的脚倒后脑勺 你可知道 行爵这种修为 在九届里只能算是中等水平 一刷一大把的 萧七一听 心里暗吃惊啊 不过表面上 却撇撇嘴道 小姨 我问你一句 如果把行爵生存的时间 放到我身上 你说我现在会是什么水平 听到萧七的话 夏寒若还真的是知了一相 这倒是实话 行爵生在九届 吃了多少资源 生活了多少年 可是呢 萧七生在地球上 又是灵脉枯竭的地球 严格来说 他活了不过三十年而已 这还算上 他在神兵玄奇的世界里 那二十年时间呢 可是现在的萧七 修为已经逆天了呀 所以如果真的让萧七 回到九届 以九届的资源去培养他 未来恐怕真的会很恐怖的 想到这儿啊 夏寒若脸上浮现出了一抹 温柔的笑意 轻声说 算你没说大话 而且我和七叶都很看好你 七叶老兄也很看好我啊 萧七一听顿时大喜 小子 你叫我老兄 去叫韩若小姨 这辈分是不是乱了 七叶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 他跟夏寒若 那是瞎子都看得出的关系 这小子胡乱叫一气 岂不是把自己的辈分都叫低了呀 七老兄 咱们各叫各的 跟小姨不相干 行了 儿子 你一来就说个不停 还是听听七叶对你的评价吧 他可是对你相当的满意呢 夏寒烟忍不住拉了萧七一把 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 让他安静下来 这时啊 七叶也是神情肃穆 认真能看着萧七 小子 我七叶能看上的人真不多 但是你现在 已经能排上第一名了 啊 我现在这么掉了 哪让你看上了 在爱心上 最后那一刻 我本来想帮你 用我的力量 引导你作战 可是我没想到 我的力量刚进入你身体片刻 竟然就被屏蔽掉了 而且几乎是眨眼间 你竟然自己开启了远古作战基因 啊 远古作战基因 那什么玩意儿啊 那是一种强大的战斗直觉 只有含有九届血脉的人才会觉醒 这也是九届中人能强大起来 掌控诸天星宇的一个主要原因 哦 哎我知道了 就是最后那片刻光景 确实感觉自己好像有点奇怪 这脑子里好像自然而然的知道 怎么利用身体里所有的能量 包括技能 而且是择有选择 对 这就是远古作战基因的独特之处 自动整合你的身体素质 综合战力 分析战斗环境 选择最直接和最强大的作战手段 这些想法几乎都是在瞬间完成的 这 就是远古作战基因 哦 这样啊 这种直觉真的可怕呀 所以 这也是我对你推崇被制的原因啊 正因为这个 你现在终于达到了进入九届的标准 这也是我们决定现身的原因 准备带你回九届 等一下 回九届 我干嘛要回九届 我在地球生活挺爽的 小七 你妈妈已经彻底恢复了记忆 一旦她记忆复苏 九届就不会再让她留在地球 你想让你妈妈独自一个人回到九届 去面对一大堆的阴谋者吗 夏寒若轻声问了一句 消气一听 顿是愣了 扭头看向自己老妈 夏寒烟梅雨之间充满了无可奈何 看来小姨说的是真的 如果老妈必须回九届 自己可能不跟着回去吗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为您演播 第1317集 萧七的幸福生活 去九届 这是个很纠结的问题 对萧七来说是真不想去 自从有了这身能力以来 他几乎是马不停蹄的到处解决隐患 把天庭地府 乃至整个地球的潜在麻烦都肃清了 眼看就要迎来一个相当舒服的生存环境 结果呢 突然说要去九届 去了九届 自己恐怕就得脱家带口 带走无数人 可是身边的女人 要怎么离开他们的家人呢 自己总不能把所有相关的人 都带去九届吧 但是现在摆在眼前的路 没得选择 像小姨说的 九届中人不会放任老妈 留在地球上的 老妈应该是九届里的圣女 她的身上 可能还有自己不理解的秘密存在呢 小七 跟妈说实话 是不是真的不想去九届 突然 夏寒烟笑着问了一句 妈 不是不想去 只是还没准备好 不过你放心 给我点时间 这九届 七爷我是去定了 我管他什么万界主宰呢 有人想对付你 这个仇 我萧綦可是忘不了 萧綦冷笑了两声 伸舌头甜甜嘴唇 她眼里无意中流露出来的阴森杀鸡 看着七爷和夏寒若心中一阵呢 眼前这个少年去了九届 也不会是个安生的主 夏寒若轻轻一笑 你也不用着急 处理好地球上的一切在出发 而且七爷也要花点时间休息一下 之前我们去暗杀于老贤 七爷也受了点轻伤 她这话一说出来 别说萧綦了 就连夏寒烟也吓了一跳 急到 七爷受伤了 没什么大碍吧 没事没事 寒若太认真了 些许小伤 不足挂齿 云老邪炸了肉身 还是以神念逃回了九届 恐怕等我们回去啊 才是真正麻烦的开始啊 老哥 你们暗中追杀云若邪 被九届中知道了 不会怪罪吗 他自己哪敢声张啊 他插手地球的事 想暗中毁了星祖遗骸 寒若手里都有证据 他敢声张 那就是自诀死路 小爷 你真厉害 听说你在九届稳坐第三把交椅 有没有什么直恋我了 夏寒若轻轻一笑 也不是怎么了 现在啊 跟这个外甥见了面 从开始到现在 忍不住了笑了好几次了 这实在是很罕见 或许 这代表了自己很喜欢这个外甥吗 你这个小家伙真是没眼光 你妈妈都已经恢复记忆了 你不去问她要指点 我可告诉你 虽然我的综合实力能排上茄子 可是对九届的秘密 知道的远远不如你那个圣女老妈 啊 老妈 真的啊 那不行 今晚得叫老爸一个人修炼去 老妈归我了 萧綦瞪着眼睛看着下汗烟 冲着萧景天回来回首 臭小子 老子的女人你敢争 萧景天一瞪眼 气势倒也是相当害人 咋的啊 你的女人我不敢争 但是我老妈可不能放过 这合理合法 天经第一 狗屁的天经第一 老子的女人 以后再也不会离开她半步 看着这爷脸大眼瞪小眼 下汗烟翘脸飞红 狠声骂道 你们两个给我闭嘴 真是莫名其妙 小七 带着你那些麻烦的女人 回地球去 我跟七爷和汗烙 要去处理地球灵脉的事情 处理完了再去找你 这段时间 你好好把握吧 老妈 处理灵脉 不让我看看 看什么看 你能摆平你那些女人 就不错了 今天才发现 我这个儿子还真是个宝贝啊 除了人间那四个丫头 没想到天庭都被你搂了个遍 真怀疑你是不是我跟天哥的儿子 一旁的下汗若和七夜 也都忍不住呵呵笑了起来 小七尴尬挠挠头 突然也是哈哈大笑 接着身形一闪 迅速退出兜率宫门口 朗声说道 妈 小七绝对是你跟老爸的找 有时间呢 你神是老爸 没准他在你走之后 指不定勾到多少女人了呢 放屁 你个小兔崽子 臭小子 你胡说八道什么 小景天跟夏寒烟 同时破口大骂 只是 小七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兜率宫门口 只留下爽朗的笑声 除了兜率宫 离开李恨天津 小七神念一闪 立刻捕捉到一个画面 好家伙呀 自己那堆女人 现在全都挤在天池里泡澡去了 这他妈简直千年难得一见呢 也没仔细看清楚天池里还有什么人 小七兴奋的呦呼一声 画成一道金光 风驰电车的向天池飞去 树袭之后 金光一闪 人已经飞临天池上空了 接着呀 一声狂笑 宝贝们 七爷来了 随着话音一落 扑通一声砸进天池里 这下可好啊 整个天池顿时沸腾了呀 小七 你怎么直接就进来了 七哥 讨厌 这里还有别人呢 小七 小七你哥该死的 赶紧给我出去 我的天 匹仙怎么下来了 啊 丑爸爸 我还在里面呢 岂有此理 匹仙 你好大的胆 本尊还在里面呢 你怎么敢胡来 刹那间 娇叱声怒骂声 惊叫声 此起彼伏 这其中啊 脾气暴躁的落水心 羞红了脸的萧萧 再加上一脸羞怒的汪母娘娘 三个人毫不犹豫的抱起强大力量 直接向着萧綦轰了过去 在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 萧綦一阵惨叫 狼狈的从天池里冲了出来 抱头鼠窜 逃离天池 身形连闪之下 进入了欲清境 惊微天 这里面的水香阁呀 是七公主原来的居所 萧綦惊魂未定的跳上水香阁前的平台上 尝出了一口气 眨了眨眼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没想到 一时兴奋竟然闹了这么大一个笑话 那天池里不但有自己的一众红颜知己 更有天庭不少没见过的仙子 包括殿母 羽狮 四季仙子和 玉女天妃等等 而且呢 里面更有自己的宝贝女儿萧萧 王母娘娘 精灵 罗莉 小雨滴和大山 这几个家伙的清白之躯 都被自己给玷污了呀 简直过分了呀 萧綦摇头笑骂自己几句 突然心中一动 回身一看 恶然发现七公主竟然缓缓 从水箱隔离走了出来 原来这丫头 没跟着去凑热闹 却跑回自己的旧居来了 哎 其母 你怎么没去洗澡啊 萧綦闪身来到七公主身旁 匹子哥 不管你去哪 小七都永远跟在你身边 你 你要是把干把我扔下 我就 我就死在这水箱隔离 七公主突然大着胆子 搂住萧綦粗壮的腰 抬头看着他认真地说了一句 啊 你听谁说我要走的 没听谁说 我自己隐约感觉到的 不用奇怪 几乎所有人都有这种感觉 你离开这个世界 这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小七心中恍然 能这么想到也不足为奇 所有了解自己的人 哪个不知道 以自己现在的修为 早就远超整个三界了 再加上跟九界牵扯不轻的身世 恐怕早晚会离开地球的 小七长出了一口气 这倒也好 不用去非力解释了 至于这些红颜知己啊 真正想跟自己走的 恐怕不用去说 他们自己就会做出选择了 就像眼前这个 娇吃聪慧的七公主 自己怎么舍得留下她呢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318集 赤兆万神奇的真面目 小七心中开朗 索敬啊 轻声笑道 你确定 你要跟着我走吗 嗯 确定 七公主的脸蛋瞬间红了 你父王母后会答应吗 由不得他们答不答应 要是敢阻拦 你就出去把他们 躲回去就是了 小七一听 心里啼笑皆非啊 难道自己还能 抢抢欲滴的女儿不成 哎 小公主 你可要知道 决定了跟着我 那代表你的人 你的心 就都是我的了 七公主低着头 脸蛋越来越红 牙齿咬着嘴唇 半天才轻声说 我知道 所以 我决定了 决定了 嗯 几个小时后 南天门外 小七精神抖走的 带着一众知己好友 跟玉帝王母和老君 挥手作别 夏寒烟和萧景天 协同夏寒若跟七夜 已经赶去银河尽头 去处理银河里 封印地球灵脉的 那艘船去了 有九届里的两大高手在场 想必恢复地球灵脉的时间 指日可待 而小七的任务 就是回到人间 修养生息一段时间 并且处理好自己的感情问题 对于夏寒烟来说呀 他毕竟恢复了九届的记忆 对于一夫多妻 也没什么太大的反应 在九届里 这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反而像夏寒若和七夜这种 双方只忠诚一人的情况 倒是极其罕见的 临走的时候 夏寒烟又把一样东西 交给了萧七 这东西让萧七兴奋了 好长一段时间 那就是九届的一宝 赤召万神奇 原来这宝贝 是一直封印在夏寒烟的身体里的 可惜啊 以前他的记忆被封印 也记不得这宝贝 是自己控制的 而且呢 最让萧七意外的是 原来赤召万神奇 就是鲁奇彩 当初夏寒烟刚流落到地球上时 无意中把赤召万神奇 招了出来 并且遗失在了人间 而这件九届宝贝 早已通灵 可惜啊 随着夏寒烟的记忆被封印 赤召万神奇 化形而成的精灵 也失去了记忆 变成了鲁奇彩游荡在人间 这也是为什么 当初鲁奇彩和夏寒烟相互见面之后 虽然没有印象认识对方 可是却莫名其妙的 有种亲近感 当初二郎神夏凡抓夏寒烟的时候 把他们几个堵在了龙隐基地底层 眼看着鲁奇彩不舍的夏寒烟 跟二郎神以性命相搏 某一瞬间呢 夏寒烟由于过度紧张鲁奇彩 无意中又激活了封印之初 结果呢 诡异的把鲁奇彩收回体内了 当时没人察觉到鲁奇彩是怎么消失的 就连夏寒烟自己也没有概念 其实啊 那是他自己又把鲁奇彩给封印起来了 在得知了这一系列真相之后 消极总算释然了 难怪鲁奇彩会有这么古怪的能力 能把梦幻西游里的东西带出来 而且他当时消失的那么诡异 真像是被人强制下线了似的 这搞了半天 是被当时的老妈无意中又给收回去了 既然得到了赤爪万神奇 而且这小丫头跟老妈一样 彻底恢复了记忆 自己呢 也总算能够履行自己的承诺了 不管是女仆游戏里的林妹妹 还是神兵玄器里的铁心 又或者是赋予翻云里的梦幺 他们或许还在痴痴的苦等自己呢 如果不去见他们一面 自己也不会死心 败别了玉帝等天气至尊之后 萧綦这群人呼呼啦啦的卷起了一片祥云 飞回了夏季 回归人间 是该好好享受享受了呀 短短一年的时间里 自己的人生轨迹简直可以用坐过山车来享用 跌宕起伏 悲欢离合 自己身边的朋友有人生 有人死 现在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如果没有九季的事 或许自己以后真的可以逍遥三界 快快乐乐的生活下去 可是啊 想深一层 萧綦自己有些迷茫 自己真的可以一直过安逸的生活吗 貌似内心深处 那蠢蠢欲动的魔性 不会让自己一直平淡下去的 那是一种压抑不住的记录 所以或许九界 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归宿吧 回到了人间呢 萧綦身边的人呼啦一下自动散开了 纷纷引在人间大地各处 而萧綦自己则是钻进了清风山里 消失了三天 这三天里啊 他留在七空那界中 全力替紫霞护法 帮助他吸纳女娲精血的能量 一开始 女娲的能量实在太恐怖了 虽然紫霞算是跟女娲同宗同源 可是一下子将所有的精血能量吸进体内 几乎要称爆他的原神和体魄 就在最危险的时候 他体内多余的能量 突然诡异的分流了出去 而分流的目标 萧綦压根就没想到 绝对不在虚空那界里 难道这些能量还能凭空消失了吗 等紫霞彻底稳固了体内能量之后 清醒过来 才笑着跟他解释了一句 原来女娲的能量精血 激活了紫霞体内的女娲石碎片 她们五色云烟生成的五姐妹 本就同心一体 所以在最危险的时候 那些能量自动的分散开来 分成了五分 以奇妙的手段 进入了清霞和其他三个妹妹的身体里 这种意外的传承相当神奇 清霞和另外三个妹妹 甚至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就分担了女娲的力量 而紫霞重新稳固了力量 修为已经突破到大罗金仙的避障 飙升到了洪荒第三层境界 这让萧綦暗震惊 古神女娲力量比福西还要强大 她的精血能量分成了五分 还让紫霞进入洪荒之境 难怪她被称为人类之母 可惜啊 自己见到了福西 见到了神农士炎帝 恐怕以后已经没机会 再见到女娲大神了 这是离开地球之前 唯一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你演播 第1319集 久违的梦幺和铁心 三天后 稳固了紫霞的修为 萧綦带着鲁奇彩 马不停蹄地钻进了女婆的世界里 如今小彩恢复记忆 也无需再制作光盘了 只要她脑海中存在这个世界 直接可以引领萧綦 毫无阻碍进去 这就是赤招万神奇的异能 不过在见了游戏世界里的林黛玉之后 倒是让萧綦意外了一次 这个柔柔弱弱的角色 妖娆在听了萧綦所有经历之后 沉默了半晌 终究还是决定 继续留在那个世界里 她不打算出来了 也不打算留在萧綦的身边 毕竟她没有修为 没有能力 只是很普通的一个弱女子 是真正的弱女子 一旦萧綦离开地球进了九届 那时的凶险程度 比在地球上可怕一万倍 与其做一个普通女人 留在萧綦身边拖累她 莫不如在游戏的世界里 继续做她的bug 听了林黛玉的决定 萧綦默许了 虽然她是自己进入游戏之后 系统分配的女仆 不过对于萧綦来说 身边实在不缺女人 这个柔弱的妹子 或许留在游戏的世界里更好 而且呢 说心里话 自己对她并没有什么太深的感情 说白了呀 也只是被她的名字 所赋予的意义吸引而已 所以最后啊 萧綦也没有说破 其实自己有能力 让她做一个不平凡的女人 在两个人毫无牵挂的雪中 漫步一游之后 萧綦悄然隐退 离开了游戏世界 离开之后 留给林黛玉一颗九转还魂蛋 这是送她的礼物 赐给她额外一条生命 作为在茫茫宇宙中 能跟萧綦相遇的一种缘分的奖励 离开游戏世界后啊 又再次闯进了神兵玄奇的世界里 由于时间选择的好 所以再进入神兵世界 里面距离萧綦当年离开的时候 仅仅过去了三年的时间 当她的身影出现在剑岛深处 一座孤零零的阁楼里时 正见到熟睡的南宫铁心 这个痴痴等着自己的女人 消瘦了不少 那张绝美的脸蛋少了当年的青色 多了几分名艳 她穿着一身洁白的纱裙 一个人生活在密林深处 过着身居简出的日子 真的严格刻苦修炼起来 还不错 天资聪颖 竟然也达到了地限水平 萧綦心中一阵温暖了 来到床边 蹲在她的面前 静静的看着她熟睡的俏脸 某一刻 南宫铁心突然睁开双眼 恶然看着面前的男人 就是那个让她朝思暮想 神魂颠倒的男人 铁心 我回来接你了 七哥 南宫铁心突然一声惊呼 直接扑进了萧綦的怀里 也不在乎自己穿着青纱 空门大开 一身香喷喷的味道 彻底扑进萧綦的怀里 片刻之后 盈盈细语 满是温馨 南宫铁心的心思单纯 也执着 要真是等个十年百年甚至千年 她也会一直等下去 只要她不死 所以当萧綦把所有的经过告诉她之后 她毫不犹豫的选择 要留在萧綦的身边 就算未来凶险万倍 大不了自己努力修炼呗 对见到与生俱来的天赋 让她根本不知道放弃为何物 面对这么执着的美丽一人 萧綦自然乐得留在身边 她的天赋 不下于其他任何红颜之际 缺的只是机缘和指点而已 所以在神兵的事迹里疯狂缠绵了三天三夜之后 萧綦将南宫铁心收进了虚空纳戒里 正是带她离开神兵的世界 有了南宫铁心的例子 萧綦对秦梦瑶也充满了信心 那个聪慧的仙子恐怕更不用自己操心了 三天之后 当萧綦一脚踏进富与翻云的世界后 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意 秦梦瑶 这个慈航敬斋几百年来最杰出的弟子 真的是天赋惊人 进入这个世界的时间 已经是十年之后了 这片天地能够隐隐感觉到 四股强大的气息引在人间 最强大的那个就是秦梦瑶的气息 它已经达到了帝仙的巅峰状态 虽然这跟自己留给他的仙丹有很大关系 但是如果没有惊人的天赋 它也不会有这么快的速度 另外那三股气息 分别是唐斑 浪翻云和风行猎 他们三个应该都已经成功的破碎虚空 感悟天道了 萧綦长出了一口气 站在虚空中散出一缕神念 赶召秦梦瑶 片刻之后啊 就见远方地踏封顶 一道剑气冲天而起 秦梦瑶脚踩仙剑横渡虚空 以惊人的速度冲了过来 当看清楚萧綦的身影时 这个一向清心寡欲的仙子 翘脸飞红 深情激动 一声惊呼 七哥 孟瑶 我回来了 七哥 你真的回来了 秦梦瑶急扑到萧綦面前 紧紧装着她的衣服 抬头仔细打领她 还是那张帅气的脸 只是多了几分冷力 而且眼神更深邃了 这个时候 萧綦也上下看了一眼秦梦瑶 她身上还穿着自己当初 送给她的那件仙衣 倾城剧烈 这个美丽的仙子 只为自己而装 萧綦不再犹豫 拉着她飞到了一处风景 秀丽的山顶 潘息而坐 将自己的经历详细地讲给她听 无论如何呀 选择都需要她们自己做 当听完萧綦的一切之后 秦梦瑶大眼睛一彩连连 轻柔一笑 七哥 当日为梦瑶发猫细嘴 改造身体的时候 梦瑶心里已经认定了七哥 只要你再出现在梦瑶身边 从此天涯海角 不离不弃 果然不愧是 渐行通明的小梦瑶啊 七哥 人家早就突破了 渐行通明的境界了 不过 听了七哥的事迹 恐怕梦瑶现在的虚伪 实在差得太多了 萧綦哈哈一笑 伸手捋了捋她的病发 笑了说 让你留在我身边 又不是招我打手 虽然肯定还会让你继续突破 但是 那不是为了让你挡在我的面前 你呢 喜欢做什么样的自己 随行而为就好 要是喜欢做个小女人 我就把你藏下来 来个金屋藏娇 梦瑶才不要做小女人 梦瑶要攀上巅峰 要做能够七哥守牵手 并肩战斗的伴侣 萧綦看着秦梦瑶美丽的双眸 闪着的光芒 心中舒畅 朗声长笑 行 那就做并肩战斗的伴侣 走 七哥带你离开这个世界 开启另一段人生拳 说完 随手将秦梦瑶收进了虚空那街 接着呀 迅速离开赋予翻云的世界 回归自己的时空 化别了林黛玉 带走了铁心和梦瑶 这个结果呀 萧綦相当满意 从此自己身边 又多了两个绝代芳华的女人 剩下的 就是现实世界里的这些红颜之节了 到底有多少人会愿意 跟自己离开生活已久的地球 去到那充满危险的九界世界呢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十天后 燕都市 清晨五点多 落水溪的别墅里 迷迷糊糊中啊 萧綦感觉到自己怀中的家人 在偷偷地往被窝外面爬 不由地伸手一捞 直接搂住他平坦光滑的小肤 重新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身上 咦 萧綦 你醒了 落水溪轻声细语地问了一句 水溪 一大早的 你像这大虫子似的 干嘛去啊 萧綦眼睛没睁开 胡伦不清地嘟囔了一句 给你弄早点吗 不要 再搂会儿 哎呀 萧綦 我得起床了 萧綦还睡在楼下呢 你再不起床啊 会被他笑话的 落水溪红着脸 在被窝里一阵地乱扭啊 哎呀 你老怕萧綦干什么呀 啊 她又不会上来打扰咱们 你别再扭了啊 我的火都被你勾起来了 落水溪突然不动了 一只手在被窝里摸了两下 突然伸了伸舌头 轻声说 死萧綦 昨晚折腾那么晚 你还这么有精神头啊 靠 萧綦可是洪荒古仙 你以为是肉体繁胎啊 连续折腾一百年 咱都不会累 要不要试试 这大星早的可有感觉了 萧綦突然爬起来 直接将落水溪压在身下 感受到萧綦的雄风压迫呀 落水溪急着说 不行 萧綦 一会萧萧肯定就醒了 这个小丫头 话还没说完呢 就听到楼下传来大叫声 爸爸妈妈快点起床了 真的是 你们两个没个正经 一把年纪了好不好 今天可是大日子 咱们要去昆仑山滑雪 之后去拿海撑浪 还有好多好多的事要做呢 快点啦 这丫头嗓门超大 好的窗户都震得嘎嘎响了 萧綦原本兴奋的势头 立马蔫了下去 跟落水溪互相看了一眼 同时摇头实笑 唉 这个臭丫头 哪是我上辈子的行人呢 分明是仇人 这辈子来报仇来 萧綦无奈的摇了摇头 掀开被子 身上光芒一闪 已经穿戴整齐了 是你自己答应他的 哪能怪他啊 落水溪却慢吞吞的下床 慢慢的穿着衣服 萧綦看着他 突然低声说 水溪 干嘛 如果我去了九届 落水溪抬头看着消息 诧异的说 去九届怎么了 你该不会以为 我们几个还得考虑考虑 要不要跟你一起去 呃 其实 其实个屁呀 去操心你那些仙子妹妹好了 我们四个就不用你操心了 说完 突然沉默了一下 随即低头轻声说 如果你有时间 去看看玉彤吧 他好像 唉 你自己跟他去聊吧 反正 我也不会管你们的 雨彤 萧綦眨眨眼 是呗 你别装无辜啊 不管你是不是有意的 都已经把那个丫头的兴趣 勾出来了 你可给我处理好了 不许让他伤心 落水溪狠狠地瞪了萧綦一眼 转身出了卧室 萧綦挠挠头 心中暗想 这可真不是有意的 什么时候勾引过 他了 难道是在海边那次 自作主张的帮他 发毛洗髓 脱胎换骨那次吗 一个小时后 落水溪别墅里 已经聚集了一堆人了 潇雅时总算是换了一身碎花长裙 戴着遮阳帽 鼻子上夹着眼睛 即使他根本就不需要眼睛 可是呢 戴习惯了 看着戴眼镜的他 那种柔弱的书香气质 扑面而来 这些人里啊 最有迷惑性的就是他了 墨野棋仍旧是一副颠倒众生的样子 穿的永远都很明显 举手投足之间 媚态浑然天成 他也是萧綦最头疼的一个 即便他不是特异的 也随时随地 会把路人勾的三魂不见其破 只有墨烟最让人放心了 穿的跟普通大学生差不多 一身运动装束 戴着一顶棒球帽 那张清冷的俏脸给遮住了大半 除了这三个丫头 九天玄女 嫦娥 百花 七公主 全都到场了 只是他们的现代装束 是木野其常罗的 打眼一看 让人心惊肉跳 他们身上仙子的气韵 本来就很难遮掩 再一装扮 好家伙呀 简直是艳光四舍 九天玄女和嫦娥 全都是一身天蓝色的长裙 木野其呢 还为他们俩 弄了两个斜胯的小包 至于小胯包的来源 是什么 意大利手工制作之类的 萧綦已经懒得去理会了 至于百花和七公主呢 穿的稍微清纯了一些 打扮的像个学生妹 剩下的 就是一群炒人的小萝莉了 以萧萧为代表 红灵小衣小雨滴 红莲幽兰两个小精灵 简直叽叽喳喳吵闹闹啊 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缺了织女 由于在爱情上 她亲眼见到了 眼底借着牛郎的身体 拖延了行绝的动作 所以她一直以为 牛郎是死在爱情上的 萧綦见她伤心 也没说破 就当那是牛郎吧 让她亲眼见到 牛郎已经死了 或许也是一件好事 这段时间呢 织女一直一个人 留在银河 她只是想安静一下 所以呢 萧綦也没有叫她 等所有人都准备完毕 萧綦是以萧綦等一众 小鬼安静一会儿 这才认真地看着 一屋子的美女 各位 美女宝贝们 在外面玩 千万别吓到普通人 啊 切记 切记 行了爸爸 你好啰嗦啊 萧綦不耐烦地喊了一句 嘿你个死丫头 就你玩了方 我就专盯你 要是发现你惹了麻烦 打你屁股 听到没有 哼 我才不怕呢 惹麻烦了 大不了你再消了他们记忆嘛 萧綦压根就不在乎萧綦的威胁 行了 赶紧走吧 再不放他们出去玩啊 我的别墅都要被掀开了 一旁的落水心 冲着萧綦回来挥手 接着呀 看着身旁的人大声说 走吧走吧 各位姐姐 咱们的轻松减压之旅 从昆雷山开始 说完 背后一对巨大的翅膀 突然伸展开来 一声娇吃 来来来 比比速度 她的话音刚落呀 就见萧萧尖利的吼道 肯定是我最快 接着身上金光一闪 雷动九霄的身法彻底展开 瞬间闪出别墅 冲向万米高空 紧接着呀 屋子里嗖嗖嗖流光不断 所有人都兴奋的追了出去 眨眼间 别墅大厅里 就只剩下萧綦 莫燕和嫦娥三个人了 看着莫燕和嫦娥 两张清冷绝世的小脸 萧綦苦笑的说 我就知道 最后肯定会剩下你们两个 就只有你们 才不会玩那种小孩子的把戏 行了 你还抱怨什么 这个轻松减压之旅 可是你听下来的 奎伦山 南海 珠穆朗玛峰 莫纳罗亚火山 东非大列谷 埃及金字塔 非洲沼泽湿地 说到这 莫燕摇头失笑 看向嫦娥说 嫦娥姐姐 我敢保证 她选的这些地方 都是为你们选择的 听了莫燕的话 嫦娥含有的甜甜一笑 看着萧綦 眼神无比的温柔 这些地方对凡间来说 算不得什么新奇 可是对从来没下过凡间的仙子来说 还是有那么一点吸引力的 不是吗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第1321集 地球灵脉恢复 仙法长龙 昆仑山玉柱峰 这里是昆仑山脉东段的最高峰 海拔6100多米 山顶中年飞雪 极度严寒 四方飞檐陡壁 绝壁灵天 在这种地方 如果还有人 那不是疯子 就是疯子了 可是今天呢 这里还真的有人 而且还是一群 高峰参天的山峰上 时不时传来欢笑声 笑得嚣张而又放纵 那是潇潇带着一群小萝莉 疯狂的在数千米的绝壁上 玩滑雪 幸好这种神迹 不是普通人能看到的 因为他们的影响啊 昆仑山里 时不时就发生雪崩 早就惊动了山神土地了 当这俩老头 见到山顶上那群神迹时啊 立马乖乖的四处清长 把昆仑山周围 方圆千里之内的生灵 都赶走了 同时呢 天上的日游神 和植日公曹 也悄悄的放了两层防御 将四周屏蔽起来 否则呀 被山上的高原居民 听到山里发生那种 诡异的笑声 不得吓死呀 萧綦的心情不错 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自己就得离开 这个蓝色的星球了 可是毕竟临走之前呢 也算肃清了这三界所有的危机 唯一舍不得的呀 是这里很多的朋友和亲人 这几天空闲下来 脑子一热 决定先带着身边这些红颜知己 在全世界范围内 来一场极限休闲旅游度假 哪里危险去哪里 哪里刺激去哪里 其实对他自己来说呀 已经感觉不到哪里刺激了 之前在爱星上 当闯进暗面的圣亚哥虫群时 那才就真刺激了 那茫茫无际 像海洋一样的虫群 简直能让人浑身的 鸡皮疙瘩掉一地呀 可惜呢 现在的地球上 实在太安静了 此刻萧綦盘膝坐在玉柱峰顶 散出神念 钻进虚空那界里 那里面呢 仍然有三个人 安静的在清修 紫霞的清修 是在稳固女娲力量 此时的她 修为已经彻底 稳定在了洪荒第三层境界 身上的气韵 跟之前截然不同 总是带着一种亲戚的神光 另外两个沉浸在修炼中的 是南宫铁心和齐梦瑶 他们俩虽然已经 跟大家见过面了 但是总感觉有些怪异 一时无法适应 而且外面那些家伙 就连那几个小萝莉的修为 都比他俩高 所以呢 两人不约而同的 缠着萧綦 开始了疯狂的修炼 萧綦知道 让他们俩彻底 融入自己的生活 需要时间 所以干脆在虚空那界里 利用强大的力量 虚拟出 踏地风和剑岛的样子 让他们俩留在里面 仙丹盘桃管构 修仙功法也随便要了一堆 送给两个人 至于他们什么时候想出来了 随时随地 可以出来跟大家接触 探视了一遍 三人的情况之后 萧綦悄悄退出 虚空那街 将神念扩散到 整个昆仑山上 转眼间 每个人的状态 尽手眼底 莫烟跟嫦娥 还真的是成了 无话不说的朋友 两个人漫步山间 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落水晶拉着萧雅师 也在一旁嘀嘀咕咕的 只有木叶棋玩心中 拉着七公主和百花 竟然跟萧萧那群小萝莉 玩翻了天哪 哎 玄女去哪了 萧綦眉头一周 神念继续扩大 当探到某个地方的时候 顿时一愣 昆仑山赴礼 生命之树下 九天玄女跟大善 居然在一起聊天 这个大善 自从萧綦回到凡间之后 就再度回转深山 隐居在生命之树下 对她呀 萧綦还是很感激的 这个女人是观音的 异地泪 化形而成 在昆仑之虚里 跟自己产生了纠葛 从那以后 遇到自己的事 她还真的是不遗余力 当初自己误入爱情 无数人疯狂寻找自己的下落 她也是其中之一 虽然对大善 自己有时候会忍不住 浮想联翩 但那实在是 被她那种特殊的双修体质 情不自禁的吸引了 她的身体 可是最顶级的 阴阳花蕊顶 简直可以算是 双修界的异宝了 萧綦摇头叹了口气 以后啊 还是少接触她为妙 万一真被她的身体 吸引而犯错 那实在对不起她 也对不起自己 这些红颜知己啊 毕竟 跟大善 不太可能产生感情 正当萧綦脑子里 胡思乱想的时候啊 脑海中突然传来了 一阵轻柔的声音 萧綦 地球的灵脉恢复在即 人间或许会出现 一些异常现象 哎 小姨 银河里那艘船搞定了 嗯 马上就会处理掉了 完美了 地球灵脉恢复 会有什么意象 人类有特殊体质者 会感受到灵脉的气息 会自动产生一些天道感悟 从此以后 地球上能修仙的人 会越来越多 萧綦一听 眉头皱了皱 这貌似有些隐患啊 小姨 有能力的人多了 可是素质却良有不齐 这貌似有些不妥啊 你想到了 这也是我通知你的原因 距离我们离开地球 应该还有三年的时间 这三年时间里 你要想办法 在地球上设置监管机构 或者开宗立派都行 主要的职责 就是归正越来越多的 修仙者和灵弄者 这可有意思了 灵能者是什么东西啊 灵能者是身体产生异变 依靠灵脉灵气 生成的另外一种生灵 也就是地球之前出现过的 异能者的进化体 别小看灵能者 这些人有了灵脉灵气之助 或许会蜕变出无数 像西方超人那种的生命体 听到这儿 小七尝出了一口气 灵脉恢复 倒也有不小的麻烦呢 恐怕以后的地球 没准会慢慢变成侵略者了 能力在于归岛 品性缺靠天生 地球的未来 已经不可限定了 你只管静人士听天命 记住 小姨是九界善恶史 不会寻思 如果哪间地球 真的不可控了 小姨可不会手软的 小姨 别说的那么严重嘛 三年时间足够了 等小七离开的时候 保证会有个明朗的结果 那你就努力吧 留心了 灵脉要恢复了 话音一落 小七心头突然产生 一种异样的悸动 她知道 这肯定是灵脉要恢复了 赶紧散除数道神念 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所有人 紧接着 昆仑山上这些角色妖娆 不约而同抬头看向天空 树袭之后 一股令人头皮发麻的隐形波动 以惊人的速度席卷整个天空 在小七的火眼金睛下 天上的颜色渐渐变了 慢慢的开始变成淡绿色 颜色越来越深 越来越浓 与此同时 修为低的几个小丫头 像百花小一 红莲幽兰和小雨滴 全都有种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的感觉 一时之间 竟然站在原地悄然入定 产生了感悟 这神奇的现象 让萧綦大感有趣 紧急着突然心中一动 扭头看向山坟 昆仑山坟里 生命之树竟然开始绽放灿烂的光芒 树冠风掌 遮天蔽日 慢慢成了昆仑山里 一道通天的桥梁 萧綦尝出了一口气 心中感慨 难道地球要进入仙道昌龙的时代了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上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322集 开宗立派 三年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对萧綦他们来说 实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 对于地球的普通人来说 三年时间足够改变一些事情了 当地球灵脉彻底恢复之后 萧綦收回神念 把萧雅师叫到身边 接着呀 把夏寒若之前说的事情 详细的跟他说了一遍 如果想做一些彻底改变地球未来的大变革 那一定要靠 他这颗超级大脑来好好的设计一下 听完了萧綦的话 萧雅师秀起的眉毛皱了皱 绝着嘴说 灵脉恢复 还有这么麻烦的事啊 对你来说 这还叫麻烦 喂 你干嘛 这么大胆 什么大胆 我女人我怕什么 屁 这里都是你的女人 你不怕点了炸药桶 萧雅师无力的瞪了他一眼 怕什么 离咱们最近的小燕和嫦娥 那有几百米开外呢 放心吧 萧雅师翘脸泛红 拍着他一巴掌 低声说 你老实一会儿 还让不让我思考了 我的萧大宝师啊 就凭你这脑袋 这样思考不是问题吧 好啊 那我干脆关了人性怎么样 萧雅师狡价的一笑 可 那怎么行啊 我抱的又不是娃娃 好啊 我不动了 这还差不多 萧雅师舒服地躺在萧妾的怀里 眨眨眼轻声说 三年的时间嘛 足够了 要怎么做 很简单嘛 就像小姨说的 开宗立派喽 现在社会 我开宗立派 这不是很滑稽吗 萧雅一脸黑纤 总感觉开宗立派这种事 很low 谁让你开宗立派了 你能教个鬼啊 这么多女人 恐怕一周七天不用换样 都忙不过来呢 听着萧雅师语气中淡淡的醋意 萧雅尴尬地挠了挠头 这事只能怪自己了 谁让自己对这些红颜知己 一个都不想放心呢 一旦产生了感情 甭管有多深 都想留在自己身边 没听到萧雅的回复 萧雅师抬头看了她一眼 突然甜甜一笑 伸手摸着她的脸颊 低声说 别多想了 我就是随便说说 我能感受到你对我的心意 这就够了 和你身边有多少个女人 试试 你说 我会不会真不是老萧的手啊 不然怎么会见一个爱一个呀 你也承认自己见一个爱一个了 算了 这种问题天道也解释不清楚 我跟水仙他们早就研究过了 这种问题属于无解一类的 你们还研究过 专门研究我吗 对啊 你消失的那段时间 我们就研究你了 研究我什么了 又有啥结论吗 结论吗 不告诉你 靠 不告诉我 看我的西星大法 讨厌 还不告诉我 行行行 告诉你 结论就是 你就是个奇葩 这 这什么鸟儿结论呢 那你们喜欢奇葩 岂不是比我更奇葩呀 说吧 不是我开宗立派 那谁来搞这个事啊 萧雅师瞪了萧綦一言 用手指点在她的额头上 气呼呼的说 你这个笨蛋 你真把自己当成三界主宰了 你别忘了 这三界里 真正管事的 是玉狂大帝好不好 对啊 我真的快把自己 当成管事的了 看看啊 这就是你 多管闲事的后果了吧 说正经了 萧雅师咯咯一笑 往后缩了缩 接着说 咱们早晚得离开地球 所以开宗立派的事 自然让玉狂大帝监管 至于在人间的负责人嘛 很好找啊 龙隐基地的高手啦 遍眼的头目啦 甚至还有你那些 古怪的朋友 他们呢 不太靠谱 还不如把天庭的四大天师 弄下来开宗立派呢 他们有经验 或者把八仙都弄下来 哎呀 那就不管了 反正有人监管就行了 行 那就这么办 月影的成员喜欢搞这个的 就让他们跟着搞 反正玉皇大帝 看在我老人家的面子上 也得照顾照顾他们不是吗 屁 你老人家的面子很大吗 不大吗 没看到哪里大 没看到大 好 我让你看看 哎 臭小七 萧七被萧雅师撵走了 真的是被撵走了 因为这无耻的家伙 实在是太胆大包天了呀 再不撵走他 恐怕自己就要成为众矢之地了 离开了萧雅师 萧七心中振奋 呦呦一声怪叫 闪电般的冲向远处的山壁上 正往千米之下滑雪的木野奇等人 在一连串惊声尖叫声中啊 萧七搂着木野奇 带着萧萧等一众小萝莉 疯狂的从悬崖绝壁上翻了上去 一时之间 山谷间惊叫连连 狂笑振振 三天后 众人从昆仑山 又去了海南一座荒岛上 这是萧七特意安排的第二站 一座数百平方公里的 渺无人烟的小岛上 上面除了一些野兽之外呀 就只剩下原始森林了 而萧七的目的 只是为了让这一群绝色仙子 全都穿上泳衣 别说落水星他们四个呀 就连嫦娥等仙子 也都被逼着穿上了泳衣 这让四个仙子 一直都是翘点飞红 带着惊人的美太细水 这种场面 那绝对不能让别人看到啊 否则自己可就亏大了 眼看着海边嘻嘻哈哈 一群美女细水嘻嘻 萧七看了半天呢 实在忍不住 再次冲进了海里 转眼间 海边又变成了娇声赤马 追打萧下的战场 这一刻呀 所有人都是前所未有的放松 每个人都知道 这种欢乐来之不易 而且或许并不能维持 太长的时间 银河之盘 解决了地球灵脉的七夜和夏寒若 张着七彩眼眸 看着人间这一幕 不与儿童的相互对视了一眼 若寒 你想下去玩吗 不想 真的 你疯了 我怎么能像他们那样 我只问你想不想 夏寒若沉默了片刻 看着人间 绝美梦幻的脸蛋上 微微有些泛红 突然轻声说 我都忘了 自己也有少女阶段呢 可惜呀 生于九界 长于九界 那个九界并没有多少美丽的回忆 相反 更多的是梦魇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1323集 天庭众议 我道兴隆 三天后 南海荒岛 一连三天的狂欢 让这些仙子们 全都忘记了身份 相互之间再无隔阂 今天呢 原本打算要去 东非大裂谷看看的 可是萧綦 惦记着地球灵脉那件事 犹豫了半天 还是让所有人留在岛上 再多待几天 她则是带着九天玄女 直接赶回天庭了 在人间开宗立派 恢复仙侠时代 终究还是要御帝首侃 要她出力 所以呢 先找她打个招呼 才是王道 至于九天玄女 她跟嫦娥他们不同 她虽然在天庭没有先知 可是 要想真正离开天界 也总要交代一些事情 并且正式秉奏御帝才行 就算是走个过场 给御帝点面子呗 两人到了南天门 正好碰上了 增长天王外出寻尸 现在整个天庭的人 见了萧綦全都恭恭敬敬的弯腰势力 口称一声匹仙 增长天王见礼之后 突然鬼鬼祟祟的把萧綦叫到一边 第一声说 匹仙名剑 小神与诸天神兵天将 联名请求一事 万望匹仙允准 啥事 这么隆重 还要所有天兵神将联名请求 请恕小神之罪 我靠 我又不是御帝 什么恕不恕罪的 说吧 那小神就说了 是关于二郎真君杨俭 他 他又怎么了 萧綦眉头一皱 心想 难道杨俭又搞出什么幺蛾子了 匹仙啊 杨俭此前诸般过失 皆是被魔化佛祖的魔性所谜 后又被异界人以暗时之眼控制 如今 承蒙匹仙不计前嫌 将他释放了 眼下 我等天兵神将还是觉得 这天界战神之位 还得二郎真君回来担任才好 萧綦顿手恍然 之前自己在天庭一阵搅和 把天庭十万天兵统帅的帅印 交给了刘思彤这个小妖仙 虽然他的修为很高 实力很恐怖 但是呢 在这些天兵神将的心里 恐怕还是觉得相当的别扭 堂堂神将 怎么能由一个小女孩来捅帅呢 再加上他说的也是实情 二郎神杨简之前的所作所为 全都是受到魔佛的影响 后来又被暗时之眼控制 其实啊 也挺被催的 现在被萧綦解开了暗时 自觉丢进了脸面 直接躲进了星域神部 再也不出来了 或许这些天兵神将 想要杨简重新出山 也有御帝的意思 毕竟他可是御帝的亲外甥啊 增长天王一看 萧綦沉默不语 还以为他不爽了呢 连忙低声说 哎呀 皮仙啊 我等还尊邀先刘思彤为帅 只是想请杨简回天庭 奉他为战神之尊即可 说到这儿 小心翼翼的看了萧綦也 又接着说 天界诸将也都知道 杨简被迷失的时候 犯下不少大错 错杀神兽白泽 已经是罪大恶极 但是如今他已经得到了 应有的惩罚 杨简自己说过 他那副被匹仙撕裂的肉身 绝不再恢复 从今以后 就以那副尊容世人 一景逍遥 他也算有心了 放心吧 这事我不会再管了 只要你们尊重 刘思彤的意愿就好 如果他不愿做天庭统帅 那你们就换个人 告诉杨简 我跟他之间 所有的恩怨 已经烟消云散了 说完拍了拍 增长天王的肩膀 转身回到九天玄女身旁 拉着他的手 向灵霄宝殿冲去 路上啊 九天玄女突然笑着说 匹兹哥 你真的原谅杨简了 不原谅又如何呀 白爷爷已经回不来了 幸好 他的力量传承给了齐齐 否则 我还真没那么容易 放过杨简 再说了 这所有的事 终究还是佛祖的错 应该让他承担一部分责任 九天玄女玩耳一笑 轻声说 也就你敢这么说佛祖了 靠 为什么不拿 这小兔 噓 痞子哥 留些口德吧 好吧 玄女妹子开口 那得给面子 这佛祖偷奸耍华 从爱情回来 立马躲去了西方极乐世界 之前他弄出来了烂摊子 也不说做点贡献 比如 给凡间那些受害这点福利也行啊 佛祖那是回去整顿灵山佛妾去了 你呀 得势不饶人 萧綦听着身旁的九天玄女轻声娇叹呢 再看着她神情轻松 气质超然 一双美眸神情款款 不由的心中一热 扯着她的手 轻声说 玄女 你先回玄女宫交代一下吧 我见了余地 立刻就找你 嗯 那我等你 说完 九天玄女脸蛋不由自主的红了一下 似乎隐隐知道了 她来找自己之后的遭遇 目送九天玄女离开后 萧綦展开身形 赶到灵小宝殿 来的还真巧 大殿之上啊 天界众仙 分立两旁 玉帝正跟一众仙般 谈论地球灵万恢复的事 一见萧綦到了 所有神仙同时恭敬实力 连玉帝也走下神座 笑呵呵的来到萧綦面前 朗声说 呵呵呵 匹仙不请自来 免了本尊再去请你 好 玉帝有事找我呀 跟匹仙此来的目的一样 自然是为了灵脉之事 哎呀 哎呀 那还省得我废口舌了 玉帝 有什么好办法吗 千万别学滚汁水的方法 意识堵戒可不行啊 那样只会带来麻烦和隐患 嘿嘿 匹仙就这么看本尊吧 差不多 从你们之前对待天上神仙眷里的态度就知道了 仙人就该清心寡欲 就该抑制感情 结果呢 就你一个人还能抱着媳妇幼崽幼崽 他这话说的也不客气啊 玉皇大帝顿时尴尬的呵呵一笑 赶紧把萧綦请上神座 笑道 咱们呢 还是说说凡间即将产生的后果吧 不用说了 我都知道 来这里呢 也是想问问你 有没有哪位仙家愿意到凡间开宗立派 一方面呢 控制人间的修仙灵能者 另外一方面 以后监督人间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好 好啊 匹仙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 刚刚上议 已有四大天师准备回归人间 另外 上栋八仙 中八栋仙家会不定起临帆 通过度化的方式 教化又资质的修仙者 如此一来 方是我道日兴隆 成 反正你们有主意了就OK 我基本没意见 这三界始终还是玉帝的三界 我萧綦早晚会离开的 不过啊 我在人间那些事里 还请玉帝高抬贵手 可别给我收拾了 齐感齐感啊 匹仙真是爱说笑啊 哎对了 地裂老祖和摩雁圣尊 哪去了 还有白骨妖仙呢 救回来了吗 匹仙有劳 这三位古仙 承蒙匹仙解开暗示只眼的控制 此刻已经回归星宇神部 白骨妖仙身上的伤 尊夫人已经缓解了 想来问题也不大 那就好 有你们这些洪荒古仙坐镇 三界应该再无反应论 可惜了徐玄又鼓励 那两位精灵人十足了 恐怕他们俩 再也回不到爱兴了 那两位 已经送到老君那里想办法了 行 那就这样了 你们继续 对了 九天玄女回来一趟 之后 她就离开天界了 跟你打招呼 听到萧綦的话 玉皇大帝一脸悲催 无奈点头道 本尊 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别这样啊 像是你要嫁闺女似的 你连妻妹都搞不定啊 你还想留爱玄女 行了 拜拜了 萧綦一转身 身影光芒一闪 瞬间冲出了灵霄宝殿 她的身后啊 传来悠然一声长叹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 九尚飞 由海洋 月灵 为您演播 第一千三百二十四集 连到小红丸 离开灵霄宝殿 萧綦没了后顾之忧 一时心中舒爽 想起了还等在玄女宫的九天玄女 立刻兴奋起来 化作一道流光 直冲上 通天浮屠 树袭之后 玄女宫中 九天玄女早已经安排完了所有的事情 并将玄女宫的一些隐私地方封印起来 永远不再开启 同时呢 手工神兽也放回了圣地 偌大的玄女宫突然变得冷冷清清的 她一个人站在阁楼上 遥望着远处的风景 神情有些激动 也有些怅然 突然呢 身后一双有力的手臂还了上来 同时耳边响起了消息略带磁性的声音 玄女 想什么呢 没 没什么 发了回答而已 会想这里吗 或许吧 但是 可想的很少 要不 咱们在这里制造点回忆吧 省得以后回想起玄女宫 连点美丽的浪漫情节都没有 消气边说着呀 一边缓缓摸上了九天玄女杀衣的袋子 那一瞬间呢 九天玄女彻底僵住了 即便她活的时间够久 即便她法力通天 可是真到了这个时候 反而还不如人间的小女孩呢 她浑身僵硬一动不动 连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来 片刻之后 消气的一双魔手 已经将她身上的纱裙包了个干净 一副杨纸白玉般的身躯 彻底展露出来 消气硬生生的咽了口唾沫 将她搬过来 当看到她玲珑娇灭的身躯时 顿时一阵眼晕了 身体迅速升温 小腹直窜起一股邪火 九天玄女俏脸通红 死死的握着拳头 浑身仙气都些骨荡不休 像是要爆炸了一样 她这个样子呀 让消气心惊肉挑 可别正亲热呢 她一个激动男人 再把自己踹出去 赶紧凑到她耳边 眼角余光扫着 下面像是嫩桃一样的胸口 轻声说了一句 放轻松点 这三界中即便再进进天道 也避不开人伦大德嘛 嗯 你这样子呀 让我感觉像是一只 带在了羔羊 九天玄女用力 做了两个身呼吸 惊人的凶起一阵鼓荡 接着艰难的说 痞子哥 玄女从来没有过这种心情 当然不可能有 你还是完毕的嘛 可是 很紧张怎么办 紧张啊 就先来个寻宝的游戏 放松一下 说完伸手将九天玄女露在怀里 随着她一声轻呼 阁楼上渐渐响起了 让人神魂颠倒的声音 人间南海荒岛 当萧綦带着九天玄女回来的时候啊 岛上已经被萧萧她们闹得鸡飞狗跳了 再不回来啊 恐怕这个岛也该消失了 不过回来的时候 少不了一番尴尬 这些角色妖娆力 不算小萝莉 除了百花和嫦娥 其余的都被萧綦吃了 他们是过来人 一看九天玄女的神态举止 就知道这趟天庭之旅 肯定是被盗了红丸了 像西公主这种爱调皮捣蛋的呀 再加上木野奇爱调笑的 可是把九天玄女弄了个满脸肥红 恨不得躲到虚空大戒里去 众人调笑之余 嫦娥和百花却渐渐红了脸 他们俩知道 说不准什么时候 自己也会变成这种状态的 那到底是种什么感觉呢 什么时候才会水到渠成呢 等一众仙子不再闹了呀 萧綦这才带着所有人 风驰电掣的跑去了东非大列谷 这些三界里的至尊强者 非要去东非大列谷探险 那里幽暗深衰 哪里危险诡异 他们就往哪跑 这下可好了 这几个闹人的罗里丫头 没两天功夫 就把东非大列谷里 隐藏着的不少异兽给撵了出来 追到到处跑 萧綦心里啼笑皆非呀 这群人还要探险 也不知发了哪门子疯 凡间大地上还悠闲可贪吗 不过也有一点好处 那就是啊 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萧綦终于偷偷爬上了百花仙子的帐篷里 为了不打扰其他人 他竟然直径山河设计图 将整个帐篷给封印起来 百花仙子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 可是没想到居然会这么快 当萧綦那张邪恶的脸出现在眼前时 他的反应也不比九天玄女强 同样直挺挺的像个僵尸一样 片刻之后 他也成了白玉羔羊一样 躺在地上 他跟九天玄女不一样 他的身材小巧玲珑 方向扑比 萧綦闻着香味 兴奋的玩起了寻宝游戏 最后的结果呢 自然轻柔千叹 在百花的一声声臭大叔的娇尘下 凤鸾和鸣颠倒乾坤 东非大裂谷折腾了一个礼拜 再次转移战线 当所有人准备好了 要去世界第一大火山 茂纳罗亚火山去看看风景时 萧綦突然得到一个消息 熬雪和熬阴终于从画龙池里出来了 一听到这个消息 萧綦顿时想起了佛祖的话 十大神器之一的盘古索 就在龙肿里 洪荒年间 被一条白色祖龙叼走 一起寂灭在龙肿 这个龙肿 只有身怀祖龙血脉的人 才能找到 在离开地球之前 这盘古索 自己是一定要得到的 所以萧綦立刻决令 赶去昆仑之虚 进琉璃净土见熬雪 盘古索的下落 就全靠他了 至于水心他们呢 就让他们继续放松心灵之旅 当初可是安排了一条 超级豪华的路线 地球上所有的名胜古迹 都在名单之上 反正啊 这些人都是用飞的 也不在乎路上会耽误时间 不过临走之前呢 萧綦偷偷的 把嫦娥给带走了 她这种照然若结的心思 众女心里有数 也没理会她 只是苦了嫦娥了呀 怀着一颗忐忑的心 跟着萧綦飞去了昆仑山 这一路上都在不停的想 自己是最后一个 会有个什么遭遇呢 那种经历会很美妙吧 不然为什么百花和旋女 就突然都变得 艳光四射了呢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流离净土已经恢复了自己独有的风貌 这里是药师佛开创的圣经 是佛陀菩萨流连忘返的佛徒 如来消失的那段时间 被魔佛控制了灵山佛界 搞得这流离净土也成了妖精的奇迹地 现在一切回归正道 净土之内处处谈香鸟鸟 佛光冲天 当萧妻带着嫦娥来到流离净土时 恶然发现 这里简直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缩影 放眼望去 像是到了带有西域特色的古老城市一样 里面不但有得道高增 有罗汉隐尸 居然还有不少凡人 这些凡人是通过其他渠道 意外进入了这亚空间结界之内 看他们的装束 十有八九都是探险者 类似于观三眼那一类的探险者 喜欢追逐神秘古迹 到处钻洞的人 萧妻拉着嫦娥的手 走在流离净土的路上 一路往画龙池的方向慢慢行去 就跟来旅游一样 这一路上啊 嫦娥虽然表面上还能维持着 清冷自作的神情 可是呢 她的小手始终被萧妻握在手里 紧张了手心吃流汗的 她的样子 让萧妻更是心花怒方 越来越喜欢看嫦娥那种既忐忑不安 又满怀期待的神情 那种细微的小表情啊 让她像人间的小女孩一样真是可爱 走着走着 萧妻突然一愣 疑惑的说 不会吧 这琉璃净土里居然还有妖精啊 啊 哪里 嫦娥也愣了一下 哦 你看前面那棵古桑树下 那个身段窑窑的女人 嫦娥顺她手指的方向瞄了一眼 顿时心中大齐 还真是个妖精 身上妖气凛然 她背对着两个人的方向 站在一棵古老桑树下 正在跟一个老头说话 从背影来判断 肩如刀骁 疯腰翘臀 长发乌黑成尽 双腿修长纤细 穿着一身青色的长衣 长衣的样式 像是古代的裙甫 而且呢 她头上的发迹 也是古人版的那种高高的灵蛇迹 像是一条小蛇盘在头上一样 他们周围是一片花海 远离大陆 要不是萧綦的神念浩瀚磅礴 嫦娥都没发觉 那里传来一丝妖气 还真是个妖精 嗯 而且是一只蛇妖 萧欣男男一句 她的双眼正瞪着火眼金睛的 看了两眼之后 收回目光 冲着嫦娥轻轻一笑 算了 甭管她 懒得管闲事 别影响了咱们俩游山玩水的心情 你是来游山玩水的吗 嫦娥扭头一笑 一边游山玩水 一边办正事吗 反正到熬雪他们之前呢 咱们就慢慢换就行了 一边说着呀 萧綦突然伸过手去 轻轻揽住了她纤细的腰肢 这一下呀 嫦娥立马浑身一僵 好半天才紧张的低声说 痞子哥 你在干嘛 搂着你走啊 我 为什么要这么走 好别扭了 哎呀 慢慢就习惯了 在人间情侣都是这么走路的 萧綦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啊 搂着她的腰继续往前走 无奈 嫦娥一直好顺着她 强忍着腰上传来的麻痒和炙热感 木呆呆的跟在身边 画龙池 位于琉璃净土最深处 过了当初唐僧作画的沙罗双树 还要渡过一片无念海 所谓无念海 是药师佛的石海神念形成的 据说海的另一面 不但有画龙池 更有圣域灵谷塔 灵谷塔里 传说有药师佛的舍利佛谷 同时呢 还有日光月光 两位护法菩萨的佛谷舍利 药师佛又称药师如来 为东方佛国至尊 地位尊崇 曾发十二大宏愿 为众生解除疾苦 东方流离净土 堪称佛国乐园 圣彼极乐 不少修行有成的高僧 都希望能够见到 药师佛的佛谷舍利 干物天道更进一步 所以沿途路上 能看到不少苦行僧 一类的僧人 不辞辛苦的 往吴念海的方向行去 萧綦搂着嫦娥 在流离净土这种佛土 境地实在有些眨眼 一路之上 已经惹来不少贤弃的目光 最后呢 还是嫦娥受不了了 看着萧綦低声说 匹子哥 咱们还是别在这 游山玩水了 想玩出去再玩吧 再这样走下去 会浑身不自在 唉 也是啊 这帮讨厌的秃头 总是拿有色眼光 看我的嫦娥妹子 走 咱们加快速度 先去花龙池 说完再次 拉上嫦娥的手 神情一闪 展开缩地成寸之法 迅速往吴念海的方向冲去 哪曾想啊 还没跑出百米远呢 前方一处高崖上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 一块小山一样的巨石 带着一阵呼啸的风声 直接砸了下来 消气一愣 拽着嫦娥瞬间停住 巨石不是砸他们俩的 而是前方一道窑窍的身影 正是刚刚在桑树下 站着的那只蛇妖 它的修为 也达到了神仙之流 转眼间 化成一道清光 射向远处 在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 山顶上响起一阵 一阵咆哮 一个光着膀子的粗豪大汉 腰间扎着一根红色布袋 一阵风湿地追了过去 消气心里就个奇异啊 这不是见鬼了吗 琉璃净土 你当外面了 你跑这来抓妖来了 而且丝毫不顾及 别人的感受 这要是刚刚再跑快点 那巨石就得砸自己脑袋上 虽然这玩意伤不了自己和嫦娥 那也不爽啊 那大汉连个招呼都不打 直接追蛇妖去了 骂了个急的 什么玩意啊 就嫌你能捉妖是吗 就不怕伤了人命吗 消气狠狠地骂了一句 算了我们走吧 这事也真够稀罕的 在琉璃净土里捉妖 这只蛇妖也不知道是怎么进来的 那蛇妖我还真看不出 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 倒是那个大汉 有点二逼 消气拉着嫦娥 重新上路 怎么 看到蛇妖的样子了 是不是很美啊 嫦娥轻轻一笑 调皮了问了一句 嫦娥 你居然还会 以这样种生态说话呀 真是新鲜 快 你再说几句我看看 眼看着消气 不要脸的又凑过来了 嫦娥赶紧后退两步 低声沉道 讨厌 快赶路 这里都是出家人 谦谦一些 怕什么呀 就是如来站在这里 哥也不甩他 说完一把拉起 嫦娥的小手 继续往前冲 树袭之后 远远的已经看到了 沙罗双书了 那里是唐僧的涅槃之地 也是他轮回转世重生的起点 想起当初进来找他的情形啊 感觉就像昨天刚发生一样 萧綦叹了口气 刚想舒展一下情怀 远处沙罗双树 突然又爆起了轰隆一声巨像 一块大的离谱的青黑色巨石 直接砸折了那两棵树 巨石角落 又是那只蛇妖左躲右闪 再拼命逃窜 他的身后呢 好家伙呀 光着膀子的大块头 居然化身七八丈高的金刚巨人 在后面紧追不舍 周围远处不少高僧佛陀 全都指指点点 满脸诧异 萧綦看着被砸折的沙罗双树 没稍直斗啊 眼看那只蛇妖 就被巨汉一脚踩上了 猛的闪身而出 电光火石间出现在巨汉的面前 凌空飞起一脚 砰的一声 踢在巨汉的脸上 就听啊呀一声惨叫啊 巨汉直接被踢飞出去 轰隆一声 砸在远处的小山上 流离净土里 瞬间安静了下来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第1326集 小青 萧綦一脚踢飞 那个巨人落到沙罗双树附近 大步走到之前砸过来的巨石旁边 随手一巴掌扇了过去 那像小山一样的巨石 直接被拍飞出去 远远的落到了无念海里 这一连串举重若青的行为 让四周的围观者 全都倒下了一口冷气 萧綦走到沙罗双树旁 深情阴冷 这两颗菩提禅种 竟然就这么被毁了 真的是飞来横祸呀 突然身旁光影一闪 一阵相风扑鼻 萧綦眉头一皱 冷声说 你最好离我远点 赶走那个大块头 不代表我能接受 妖精在这里捣乱 尚先明鉴 小女虽是妖身 可早就礼佛参禅很久了 而且来琉璃净土 去画龙池恢复真身 也是姐姐传达观音菩萨的旨意 听到这把柔媚的声音 萧綦心中一愣 观音菩萨指点 而且要她去泡画龙池 恢复真身 她不是蛇妖吗 萧綦扭头看了一眼 哇 还真是个 梅似柳叶眼寒春 玲珑威胜死仙呢 她的感觉 有点跟白素素很像 她刚刚说 姐姐转达观音菩萨的旨意 靠 这位不会是小青吧 你姐姐该不会是白素素吧 正是 小女小青 上仙认得我姐姐 蛇妖顿时激动的回道 还真认识 这可巧了 萧綦心中啼笑皆非呀 竟然遇到小青了 她跟白素素早得观音菩萨指点 这也不是假的 看来呀 自己倒是歪打正着 帮了个大忙 这时呢 远处的嫦娥也闪了过来 疑惑的问 痞子哥 认识 嗯 白素素 记得吗 她是白素素的妹妹 小青 哦 小青啊 嫦娥自然跟白素素 打过交道 之前在保护唐三的时候 白素素还跟她一起 并肩战斗过呢 此刻见到小青啊 自然是爱无及物 萧綦随手扶着嫦娥 对小青说 这是前任广寒宫仙子 嫦娥 啊 嫦娥仙子 小青有礼 小青也神情放松了 眼前这两位 一位修为高深 一位竟然是天上的嫦娥仙子 那还不吃了定心玩啊 只要跟姐姐认识 自然不会见死不救的 别这么多礼 起来吧 追杀你的 是什么人呢 嫦娥一把拉起小青 随口问了一句 嫦娥姐姐 我都不认识那个人 我刚到琉璃净土 没两日 就被他缠上了 那个家伙 就像疯子一样 话也不说 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 啊 你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吗 萧綦愕然 我真的不知道 这可真是一笔糊涂账啊 谁说不是呢 可是那个人神通广大 有不死之身 我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只能到处逃窜 小青的眉宇之间满是疲惫 看样子呀 真被折腾得不像样子了 突然呢 萧綦笑了一下 低声说 还真是有不死之身呢 被我一脚踹飞出去 这么一会就恢复过来了 话音一落 远处一道黑影急射而至 正是那个粗豪大汉 已经恢复了正常人的大小 窜到近处后 看着萧綦怒目而失 粗声吼道 你是何方神圣 敢阻我想要伏母 萧綦携瞥他一眼 这离近了一看呢 这壮汉长得可真够可真的呀 两道眉毛跟画上去的一样 一对大还眼 皮肤粗糙 脸色有黑 身材粗壮 全身都是割的肉 赤着上身 下身呢 只穿一件粗麻的长裤 蹬着一双草鞋 乍一看呢 像旧社会码头上干苦力的劳工 不过他身上这股爆炸般的气息 还是挺害人的 既然是降妖伏母的 那好歹也不能算坏人 萧綦虽然恨他鲁莽 毁了沙罗双树 不过呢 也不能把他弄死了 随口回了一句 你又是什么人 降妖伏母也不看点地方 这里是琉璃净土 又不是外面 那又如何 老子是天上神将下凡 主要是老子的职责 这壮汉感觉有点袖头 不像正常人 你 神将下凡 是 谁跟你说的 做梦梦到的 你妈 这居然还是个奇葩 消息差点被逗笑了 一旁的小青皱着眉头气道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凭什么非要捉我 虽然我是妖 可是这观音大事指点 早已归一扶门 什么观音不观音 我不管 你是妖 我就要抓你 这壮汉似乎真的至上有问题 二话不说呀 直接一个剑步窜过来 伸手叫抓小青 萧綦简直哭笑不得 看来这人是个浑人哪 空有一身神通 这种人其实有些危险 还是让他安静一会儿算了 想到这 闪电般的拦在壮汉面前 猛的一脚踹了出去 那壮汉一声唬吼 浑身嗡的一声响 竟然想凭借肉体的力量 硬扛萧綦一脚 可惜呀 他想多了 两个人之间爆出 砰的一声闷响 壮汉这次连声都没出 如断线的风筝一般 直挺挺的摔向了远处 再也爬不起来了 收回腿 萧綦心中还真是吃了一惊 这壮汉的力气 不是普通的大 恐怕比天上的神将 都是不晃多让 诡异啊 脑子有问题的家伙 能修成这种境界吗 萧綦多谢上仙解围 能不能问问 上仙明慧 萧綦眼见壮汉被制服了 心中爱惜 总算算了口气 我叫萧綦 跟你姐姐有个庶面之缘 算上朋友吧 萧 萧綦 萧綦 那不是红黄骨仙 萧綦吗 萧綦目瞪口呆地 看着萧綦 心中矩震 难怪嫦娥会伴在她身边呢 萧綦那是不熟的人的台 你不用萧綦长 萧綦短的 叫一声七哥就得了 走吧 我们要去画龙池 一起吧 太好了 那萧綦也不客气了 七哥 萧綦兴奋地一拍手 接着扭头又冲着嫦娥 笑地说 嫦娥姐姐 别客气了 走吧 嫦娥淡淡一笑 刚想去拉小青的手 结果呢 萧綦手机眼快 一把握住她的小手笑道 哎 你想换主啊 想都别想 对她的明目张胆和毫不忌讳呀 嫦娥也是无可奈何 只能轻沉了一句 真是怕了你了 嫦娥在天界 艳色可是冠绝天界啊 她这一轻柔浅臣 简直勾魂射破 连一旁的小青都看得呆了 如此绝色仙子 肯长扮匹仙左右 这个匹仙真有传说中那么大的魅力吗 小青心里满是疑惑 再加上上次跟姐姐白素素见面的时候 她就对匹仙赞不绝口 以姐姐那种甜淡的性情 都不住的夸奖这个匹仙 看来呀 她真的是有些独特的魅力吧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你演播 第1327集 龙族衰弱的真正原因 这路上多了个小青啊 气氛似乎更融洽了 这个修了仙的蛇妖 比白素素要活泼一些 总能不断的找到话题 挑起萧綦和嫦娥的兴趣 所以一路上呢 其乐融融 倒是也轻松 通过简单的沟通啊 萧綦也知道了 这只小青蛇跟白素素不一样 小青的身体里 居然带了一丝龙的血脉 这也是白素素奏柄了 观音菩萨之后 观音给出了意见 让他去泡化龙池 或许可以平补青云 蜕变成龙 化龙池可不是说泡就泡的呀 那是需要积累功德的 当初的小白龙 那是协助唐僧西天取经 才有资格泡化龙池 而熬血和熬阴 真的是钻了空子了 颤着魔佛掌控世界 琉璃净土乱七八糟的时候 他们私自跑去泡了化龙池 幸好啊 这两人跟萧綦关系匪切 所以归来的佛祖 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小青能得到观音的首肯 来泡化龙池 说明他这些年 真的是潜心修行 回归正道了 了解了真正的小青之后啊 萧綦疑惑的问了一句 小青啊 你对你的祖先有什么印象吗 祖先 这可没什么印象 只是我有些灵星的记忆碎片 好像我们的族群 在很久以前 是跟龙族走得很近的 哦 那你听说过祖龙了 当然听过 田地间最早出现的龙神嘛 而且据说第一只祖龙 是白色的呢 萧綦心中一通 这些也是你的 记忆碎片里的信息吗 嗯 是的 还有其他信息吗 我想想 时间太久了 这种记忆碎片 只有出生的时候 才会浮现出来 以后就再也没出现过 对了 白色的祖龙陨落 好像跟地球的龙脉有关系 龙脉 对呀 人间大地上的龙脉 就是一张庞大的龙气 形成的网 那些龙脉形成的龙气 改善了人间的风水环境 这也是万无昌盛的原因之一啊 听到这儿啊 萧綦扭头看了嫦娥一眼 两人都想到了龙肿的所在 人间的龙脉 亿万年来 一直提供着灵气 滋养了人间大地 如果那下面有龙肿 那就说得过去了 七哥 你知道现在龙族 为什么实力这么弱吗 甚至已经不如 掌管万寿的麒麟了 萧綦突然又问了一句 不知道啥原因啊 这个还真的不清楚 而且呢 现在的龙族实力真的很弱 四海龙王才看看是神仙境界 除了他们的强大的肉身之外 几乎没什么可知的炫耀的实力了 那是因为 不知道多少年前 龙竹把龙珠给弄丢了 这件事情 龙族一直引以为耻 所以对外都绝口不提 龙珠 什么东西啊 上古时期 天地间生出第一只白色祖笼 这只祖笼吞天地灵气 千万年后 吐出九颗龙珠 这九颗龙珠 给了龙族实力和地位 可惜世代变迁 时光耕点 龙珠慢慢一世大荒 龙族才开始慢慢走了下坡路 萧綦一听 心中恍然 难怪了 看来这龙珠应该是非常罕见的宝贝 没了龙珠 龙族的力量来源 也就消失了 这也是为什么 以敖战那种天赋 最后也只能当个神将 而四海龙王活了这么久 也不过就是个私语之神 甚至还不能全职 还有语师 风博等神仙抢饭碗 真是悲催啊 萧綦摇头叹道 龙族找过龙珠吗 肯定找过 只是一无所获 这也是龙族 最诡异的谜题 像那九颗龙珠 夺天地造化 真难想象 如果还在在山界之中 什么人能藏得这么严实呢 萧綦眨眨眼 突然呵呵笑道 或许 有个地方能藏得严实一些 啊 气候哪里啊 龙种 祖龙的脉骨之地 正说着呢 前面已经到了吴念海了 吴念海上 一片风平浪静 海边不少高僧大能 各占异能 以种种方式渡海而去 这种场面呢 有点像是八仙过海的感觉 吴念海没有波涛 没有风浪 但是做不到心境如水 神藏吴念 那即便是下了海 也到不了对岸 而且吴念海上 不能欲空而行 萧綦等三人来到海边 站在了一处巨石上 看着吴念海的对面 笑着说 真该让敖雪和敖音 过来接我们 这就省得我们再麻烦了 你可真是的 爱心回来 就变得这么懒了 连渡海都想省了 常哥无奈地说 我懒吗 没有吗 看来 还得再勤快一点 我决定 今晚找个地方 屁子哥 咱们还是赶紧想办法过海吧 一听他要胡说八道啊 常哥赶紧红着脸打断他 萧綦却一愣 盯着海面上喃喃地说 我靠 为什么我走到哪儿麻烦就跟到哪儿啊 难道我是扫把星下凡吗 旁边的嫦娥和小青不明所以 扭头看向海面 等看清时全都大吃一惊 海面上不知什么时候 渐渐涌起了一道巨大的浪涌 就像是一道水墙一样 越来越大 速度越来越快 转眼间了 浪涌高达百米 带着隆隆的呼啸声飞快地卷到了海滩边 如同泰山压顶一样 向萧綦等人砸了过去 萧綦心中匪夷所思呀 居然还有人敢狙击自己 立刻踏前一步 将嫦娥和小青拉到身后 不过他也没出手 这海边不少得道高人 也看着巨浪滔天 纷纷祭出法宝 甚至有的直接冲上半空中 施展佛门功法 想把浪涌给顶回去 一时之间 海边光滑灿烂 呼喝不断 萧綦眉衔着 张开火眼金睛 看透浪涌 扫描了一圈 咔 居然还是没能看到始作雍正 心中正疑惑呢 嫦娥突然轻疑了一声 接着呀 就见她闪电般的回身 速手一弹 一道刺目的见光急事而出 跟身后的一道黑影撞在了一起 咔嚓一声 半空中 又是一块巨石 被劈成了碎块 痞子哥 那个黑大哥 居然这么快就清醒过来了 嫦娥颇有些诧异的 看着身后不远处 气势汹汹 站着的壮汉 正是之前被萧綦 一脚踹晕的那个人 萧綦扭头看她一眼 摇头笑道 哎呀 还真是小看她的 满以为能一脚 让她躺个一年半载的 没想到这么快就行了 七哥 恐怕这个是来抓我的 萧綦低声说了一句 哎 奇了怪了 为什么一直盯着你不放呢 你到底哪里特殊了 这时啊 身后传了一声惊呼声 海边这些人 居然硬是没扛住 无念海上巨浪 纷纷精神后退 萧綦也没觉得意外 这些得道者 没什么太高修为的强者 从这浪涌的力量上看 制造这场麻烦的人呢 修为最少也是 到了神仙以上的级别 还是自己出手吧 而且这场麻烦 已经引起了 萧綦的好奇心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小说 《我跟天庭抢红包》 作者九尚飞 由海洋月灵为您演播 第1328集 葫芦七兄弟 身后那个黑大哥 修为就神仙水平 嫦娥应该足以应付他了 萧綦回身 看着呼啸而来的 惊天巨浪 眼神一冷 猛的一挥手 一股浩瀚的仙气 汹涌而出 直接撞上那道巨浪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上百米的惊天巨浪 直接被震成了漫天水花 远处四散退开的僧众 见此情景 感受到刚刚那种浩瀚的气息 全都吓得跪倒在地 高呼上线 萧綦眼神电闪 某一刻突然抬手 屈指一弹 一道金色的霹雳 直接劈了出去 与此同时 海底深处 竟然也急射出了 一道雷霆霹雳 咔嚓一声巨响 两股力量撞在一起 在空中爆出巨大的冲击波 萧綦扭头 看向四周贵府的僧众 沉声喝道 都暂时先离开海边 听到上仙的指示 海边所有人 纷纷展开身形 退向远方高地 隐藏起来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海面上缓缓浮起 一道巨大的水柱 水柱顶端站着两个人 我来个擦呀 嘿 这俩人怎么跟身后的黑大个 长得一模一样呢 唯一的区别就是 腰间缠着的布袋 颜色不一样 一个绿色 一个青色 这两个家伙一个浑身上下 水气缭绕 就是他控制的刚刚的滔天巨浪 而另外一个呢 竟然满身是火气 刚刚那道雷霆霹雳 就是他发出来的 萧綦此时的表情相当精彩呀 因为他发觉 一身火气的那个家伙 发出的雷霆霹雳 跟自己发出的根本就一模一样 再加上这三个前后围堵的人 长相一模一样 让他的脑子里瞬间浮起了一个念头 一个荒诞无比的念头 为了证实这个想法呀 萧綦转身看向身后的黑大个 朗声说道 哎 你们该不会是七兄弟吧 一听到萧綦的话呀 那个黑大个明显一愣 不自觉的扭头看向了右侧 萧綦也立刻看向右手边 火眼金睛一早 你一马 真的又看到了一个生的一模一样的家伙呀 只是呢 这个家伙眼神灵动 看上去不像个憨傻呆子 他腰间的布袋颜色是橙色的 至此呀 萧綦也不用确认了 哭笑不得的扭头看向长娥 我知道这帮家伙是什么东西了 啊 痞子哥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呢 根本就不是人 是葫芦生出来的妖精 这他们根本就是葫芦娃好吗 长娥和小青同时一愣 祈祷 葫芦娃是什么 忘了 你们没看过动画片 算了 懒得解释 简单来说呢 这帮家伙有七个人 都长得一模一样 是从葫芦里生出来的 说完呢 看着小青虎笑的 哎呀 我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死追着你不放了呀 为什么啊 因为你蛇妖啊 这帮葫芦娃刚出生的时候 就跟一只蛇妖和一只蝎子惊斗法 最终呢 把那两只妖都镇压了下来 所以他们一见到蛇妖 就跟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是一个道理 小青一听顿时气道 真是该死 我招谁热谁了 这可有点诡异了 葫芦娃怎么会跑到现实世界里 而且还变成了这么磕镇的七个人 他们从哪来呢 赤兆万神奇现在在我手里 难道还有其他东西 能把虚拟幻境里的东西带出来 萧綦紧皱眉头 想不明白这七个难看的家伙 怎么会出现在这琉璃净土里 不过呢 他刚刚跟小青说的话 都被吼出来的那个壮汉听到了 他似乎有些诧异 疑惑的看着萧綦 缓缓开口问了一句 你是何人 为何对我兄弟的事如此清楚 说实话 我没准还是你们师弟呢 我能问问 你们是从什么年代活下来了 或者说从哪跑出来了 那壮汉双眼金光闪闪 似乎在思索消息的话 好半天呢 才低声说 有些记忆消失了 从什么年代活下来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老山神陆吾 教导我们兄弟 斩妖出魔 绝不姑息 等一下 谁 老山神谁 陆吾 萧綦大吃一惊 对 老山神陆吾 我们兄弟就是他 创造出来的 山神陆吾 那不是洪荒时期的古老山神吗 那个时候天上还没有天庭呢 对于陆吾的传说呀 只有山海经中有记载 昆仑之秋 神陆吾 思之 那个年代的山神 比现在的山神 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 这七个家伙 不会是从洪荒时期 一直活到现在吧 这他妈可有年头了呀 难怪他们的力量强的离谱 完全不是当初山神 送给自己的 那颗七星葫芦丹的力量 可以比拟的 那这事就怪了呀 他们怎么突然会冒出来呢 萧綦皱着眉头 看着这个聪明一点的 这估计是老二 先离眼顺风耳了 好吧 你最好把你 其余的几个兄弟叫出来 还有不要再 话还没说完呢 突然虚空中 微微扭动了一下 萧綦想也不想 猛的抬手一拳轰了出去 砰的一声啊 跟一个刚硬无比的拳头 硬拼了一击 萧綦身不摇 肩不晃 转身喝倒 七星隐身法 钢筋铁骨 给我出来 说完呢 猛的挥手甩了一巴掌 半空中光影一闪 一声闷哼传了出来 两道人影被萧綦 直接拍飞出去 砸进了海边的沙滩上 正是六娃带着三娃 隐在半空中 向四级偷袭 真他娘信心了 七星隐身法 居然还能帮别人隐身 这自己以前可是做不到的 至此呢 大力娃 千里眼 钢筋铁骨 水火二娃和隐身娃 都出来了 唯一那个隐在暗处的 估计就是老七了 他手里啊 或许真的有个葫芦宝贝 到这一刻呢 萧綦也不再想磨叽下去了 身形一闪 缓缓升空 同时 一身修围开始慢慢放开 几乎是眨眼睛 萧綦的身上 就鼓荡起了浩瀚的仙气 一种无形的威压席卷开来 遍布整个琉璃境土 即便远在万里之外的生灵 乍以接触到这种威压 全都吓得跪倒在地 膜拜不已 这就是洪荒古仙的境界 而且是超越了三界 所有生灵的最强境界 进出呢 这六个壮汉 浑身巨阵 目盾口袋呀 扛不住强大的气势 全都被逼得跪倒在地 浑身被压得嘎巴嘎巴直响 而远处的一座山头 突兀的生起了一股鸿蒙紫气 这股紫气 竟然跟太上老君的气息很像 那股紫气形成了一个葫芦的形状 紫气里面 隐约能看到一个人 同样被压得跪倒在地 只是状态比附近这六个人 要轻松一些 萧綦浮在半空 一身衣衫无风自动 深情冷军 看着下面六个浑人喝道 念你们懵懂无知 立刻收了神通 到我面前来站好 再赶呼来 齐爷就把你们塞回葫芦里 当葫芦子 说完呢 冷冷的哼了一声 这哼声仿佛木骨沉重一般 真的七个葫芦娃脑子里 嗡的一声巨响 全东惊恐的抬头看着他 脑海中迷迷糊糊的 生起了一个念头 这个人比山神还要可怕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 下集更精彩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